五道零天第871集 长生宗各风都是庆祝氛围 宗主大殿 唐云泽和一些长老开会了 大荒殿已经撕破脸的来攻打 战争已经是无法避免 必须商议一下 本座已经通知了天花公主 你们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唐云泽看着长生宗高层 开口询问着 战争已经打响了 大荒殿的下一波进攻不知什么时候来 秦护法是能战 可它是大地境啊 还是有欠缺的 这个风险不能承受啊 唐潇然开口说道 思考了一下之后 唐云泽做出了一些战争安排 山门大阵开启 哪怕是由大萧豪也开启着 另外做一些撤退的准备 如果大荒殿的人马全面进攻 那么顶不住的情况下 长生宗所属就要撤退 要保存实力 战争部署安排完了 唐云泽看向了唐潇然 徐振公等人 秦初今天表现得如何呀 是不是很霸气 这奖励方面 你们打算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 这个奖励 功勋殿无法解决 他是纵门的功臣 如果不是他顶住功华云 那么我们长生宗 今天就要崩盘了 徐振公开口说道 唐潇然也是摇了摇头 田都城力挽狂澜 拿下了生死战台 改变了战争格局 今天一战呢 避免了我们长生宗 生灵涂炭啊 所以该怎么奖励 那都不过分 只是 他好像不在意啊 沉默了一下 唐云泽做出了安排 那就是宗门秘宝阁 藏书阁 对秦初不限制功勋点开放 或限制秦初的修炼权力 也就是秦初需要 藏书阁的任何点击 都可以无代价兑换 当然了 也只是使用权 秦初不能胡来 嗯 这么安排很合适 现在想想 那个刚才的战斗 都觉得很震撼 以大地境的修为 击杀古地 这太强悍了 也太恐怖了 他如果能进入古地境 那我们长生宗 嘿 这就稳了 唐孝然开口说道 修炼到了傍晚 秦初的消耗恢复了 从藏天关内出来 秦初发现 唐云泽 唐孝然 徐正宫都在关云阁 看到秦初之后 唐孝然和徐正宫 说了宗门对秦初的奖励 多谢大长老 多谢许章老 秦初对着唐孝然 和徐正宫报了报权 你别感谢我们的 说起来 我们挺汉颜的 你加入宗门的时间 才几年 宗门没对你 做出什么培养 可每次需要你的时候吧 嘿 你都站出来了 唐孝然有些感慨地说道 既然成为了 长生宗弟子 那么能为宗门做的 秦初一定会做 要不然 愧对稳心 秦初开口说道 唐孝然笑得笑 哎呀 这客气话就不说了啊 长生宗各风都在庆贺呢 那我们就在你这 观云阁喝你呗 点了点头 秦初就去生活了 他打算靠点吞天芒肉 他处戒指内 冰封的吞天芒肉 没多少了 但今天这样的日子 还要庆祝 这是他成长路上的 一个里程碑 秦初烤肉的时候 唐冰和唐兰来了 提着酒坛过来 看到情况不对 打算撤走的 楚狂涛和秦孝两人 被长生宗主留下了 看到唐云泽 楚狂涛和秦孝两人 称呼的施工 很好 不说修为如何 这身上的气势和气息 就不是寻常人可相比啊 这是你们的见面礼 长生宗主给了楚狂涛和秦孝 一人一个储物戒指 父亲大人 过去好像就墨海和雨洛 得到过您的见面礼 唐冰开口说道 你的其他弟子 为父是没见的 那有什么办法呢 这跟厚四伯比 没关系 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啊 长生宗主笑着说道 好吧 唐冰没再说什么 因为唐云泽的话说得没错 每个人的际遇不同 楚狂涛和秦孝是秦初的兄弟 就凭这一点 其他人就要看重 再者 他的其他弟子 确实没有见到过唐云泽 三弟子许臣和四弟子都没有见到过 墨海见过是因为入门早 至于娱乐 那是唐冰扬大的 所以见过唐云泽 喝酒聊天中 秦初说了自己对未来局面的担心 战争已经打起来了 接下来 大荒典可能不会收敛 冲突会越来越激烈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们没有反攻能力 只能是被动防守 本座通知了天花公主和几位朋友 另外呢 就是开启山门的防御大阵 避免被偷袭 另外布置了撤退的路径 一旦宗门受到不可承受的攻击 那么人马就要先退走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手 长生宗主说了他的一些安排 在场的人还是绝对信任的 宗主大人有安排 弟子就放心了 那么接下来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便是 喝了一杯酒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如果擎护法能进入到谷地境就好了 那时候大荒殿就不能像现在这样 嚣张跋扈了 唐骁然开口说道 很抱歉 秦初资历浅薄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头绪 秦初摇了摇头 他是从唐云泽的嘴里了解到了 打地境和谷地境的差距 可没有突破的眉目 喝了一顿酒之后 唐云泽等人走了 楚狂刀和秦晓也离开了关云阁 秦初到了水潭边 躺到了躺椅上 看着虚空放松自己 他知道接下来很难安静了 损失了一位谷地 打荒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打荒殿进攻悬仓区域的严心 已经复制行动 秦初在关云阁休息 长生宗的一些安排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另外还有宗门成员的议论上 议论的就是秦初 秦初大地境霸主的封号 是彻底地稳了 他都能够击杀谷地了 哪个大地境修炼者 敢跳出来挑战 那跟找死没区别 没有自己什么事情 秦初将抢自公华云的战利品 整理了一下 整理了一下战利品 秦初心里满是诧异 古地境修炼者收藏 大地境修炼者无法相比 各种炼丹材料和炼器材料 是应有尽有 还都是高级的 战争就是掠夺运道 赢了就等于是掠夺了对方的积累 秦初低声喃喃的一句 事实就是如此 战败者身死如灯密 自身资源密宝密发等都属于对方 等于扶持对方的崛起 这天秦初正在研究着 怎么才能够摸到突破瓶颈的时候 长生宗主唐云泽陪着天华公主 还有副公主南飞燕 来到了关云阁 秦初见过几位大人 看到几人出现 秦初对这几人抱了抱拳 当初本作就知道你不简单 可是没想到你都能击杀古地 已经修炼者了 十分了不起 天华公主笑着说她 公主大人谬赞了 秦初谦虚的一句 她有些纳闷 天华公主和南飞燕过来 就不怕天华公被攻击 随后唐云泽告诉秦初 天华公和长生宗之间 架设了大地级传纵阵 有战争发生 可以随时相互支援 天华公主过来 是等着其他几位 谷地过来商议 看看怎么解决 打荒店带来的危机 商议大局的事情 秦初不参与 有战斗 她会战斗 不会窃战 但是拿命战斗的事情 她也不会去做 因为她不是一个人 她是秦家的顶梁柱 是天舞大世界群的 扛顶之人 她如果不留着性命 那么大荒店 进攻天舞大世界的时候 天舞大世界 就会生灵涂炭 她的家人也无法幸免 在秦初的观音阁 坐了坐之后 唐云泽 天华公主 南飞燕 就离开了 唐宗主 秦初很担人啊 刚刚击杀了 古地境修炼者 不应该意气风发吗 关于大局面 不说是指点江山 也该有一些见解 天华公主 开口说道 唐云泽摇了摇头 她一直都是这样 对什么事情都不太重视 但是该为宗门做的 从来不少 这就足够了 本座很羡慕唐宗主 天华公主 开口说道 唐云泽笑了巧 并没有说什么谦虚的话 因为长生宗 有秦初这个 可以斩杀古地境的 大地境霸主在 就是让人羡慕 送走了唐云泽等人 秦初思考这事情 大荒店的不过后果 强势攻击 让长生宗和天华公 彻底结盟 接下来还会有 其他古地境巨头参与 这会让局面乱起来 相对的长生宗的危机 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毕竟盟友多了 自保能力强了 长生宗的危机 不那么强烈 但秦初知道自己的危机大了 斩杀了公华云 这会让大荒店极为仇视自己 只要有机会 那么一定会杀之而后快 现在这情况 他轻易地不能离开长生宗 因为唐云泽说的公华云 是古地境中属于底层 是属于古地境初期 大荒店的其他古地 比公华云强势 如果围杀他 他就有陨落的危机 秦初在关云阁待得很安稳 但外边的世界不平静 都在议论前几天的长生宗 闪门大战 秦初彻底地成为了 这一个区域的风云人物 大地景修为 越即斩杀古地 这开创了过去的 无人做到的历史先河 驱阳稳定了一下情绪之后 就安排人送信给羽迹 秦初的事情对战荒店来说是大事 是未来 时间一点点溜走 长生宗又来了两个古地 是其他区域的势力魁首 现在大家都对大荒店不满 商议之后 大家形成了攻守同盟 那就是大荒店 不管再进攻哪个势力 大家都同时出手 唐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秦初 这是好事 最起码我们长生宗的大军能稳住 秦初开口说道 你要小心一些 你击杀了龚华云 跟大荒店的仇结大了 龚家在大荒店是大家族 龚振渊 龚华云都是龚家人 龚家还有强力的古地景修炼者 唐冰对着秦初说道 大荒店到底有多少高手 秦初皱皱眉 唐冰叹了口气 不知道 大荒店的历史太久远了 是不死战神黄斧爵所创立 他有一段时间的封号是 大荒谷地 所以他创立的势力叫大荒店 黄斧爵没销声匿迹之前 大荒店行事正派 没有劣迹 在他消失之后 大荒店就变了 管事人是天机盗主 这个女人阴狠毒辣 做事为求目的是不择手段 原来是这样 秦初明白了一些了 秦初开口说道 事实上大荒店有些没落了 黄斧爵时期 大荒店是玄黄大世界的顶级势力 别说是在我们这一区域 就是在整个玄黄大世界都是霸主即存在 在黄斧爵消失之后 天机盗主无道 大荒店被多个势力围攻 被打出了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 后来在我们三荒区域落脚了 三荒区域是我们长生宗 天花宫所在的玄仓区域 云仓区域 还有大荒店所在的青仓区域 玄仓区域和云仓区域不只是一家势力 大荒店是独霸青仓区域 唐兵给秦初介绍的情况 天机盗主不是很厉害 竟然被打出了玄黄大世界的核心区域 秦初愣了一下 按照他了解的情况 天机盗主应该是很霸道的存在 他是很厉害 但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的势力 也是有高手存在的 他是被人联手打出来的 人家不欢迎大荒店和天机盗主 看到他和大荒店就联合打 他怎么立足 唐兵冷笑了一声 秦初沉默了 玄黄大世界的水很深 之前让绝的天机盗主在玄黄大世界 属于顶级层子的修炼者 现在看来并不是 还有一些传闻 那就是黄浦爵消失之后 他的一些嫡系并不认同天机盗主 很多人选择了顿世 这也就是大荒店退到了青仓区域 一些势力不敢打过来的原因 一旦牵扯到对大荒店的覆灭战 那些人容易出来 黄浦爵身边的嫡系 那可都是强人 唐兵开口说道 张老大人 能联系到这些人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有什么用 他们是大荒店的人 即便是不与天机盗主同流合污 也不会攻击大荒店 唐兵摇了摇头 他觉得秦初有些异象天开 他们是黄浦爵的人 如果黄浦爵出事了 是天机盗主所害呢 他们身为黄浦爵的嫡系 自然要为黄浦爵讨回公道 秦初开口说道 唐兵呼出了一口气 你这是猜测 黄浦爵是什么人 他是无敌的战神 退一步说 就算他被天机盗主害了 谁有证据 能让那些人再出江湖 除非是黄浦爵归来 或者是他的子嗣和传人出现 这个问题就别想了 看了看秦初 唐兵走了 他觉得秦初要静一静 一些想法有些飘 太不现实 五道灵天 第872集 唐兵走了 秦初陷入了思考 他弄不清楚 大荒店到底是什么实力 有多少位谷地 也不知道天机盗主 是什么情况 如果能够找到黄浦爵的嫡系人马 他拿出不死卷舟 也许有用 再者还有不死不灭身 黄浦爵的嫡系会相信 可关键是去哪里找这些人 想了一阵子 秦初觉得还是要先进入谷地境 进入谷地境才有自保的能力 而想进入谷地境 秦初是一点头去都没有 回到了自己的别院 坐下之后 唐兵就陷入了沉思 他对秦初有些担心了 他觉得是压力太大 让秦初的想法有些跑偏 打黄浦爵救部的主意 要知道那些人曾经也是大荒店的人 也只是不满天机盗主罢了 不会对大荒店有什么动作 关云阁内 秦初也在思考问题 他觉得自己的思路没有问题 天机盗主害了黄浦爵 这有必要让他的嫡系人马知道 先不说这些人会不会站出来 为皇甫爵讨公道 最起码不能在自己跟天机盗主 和大荒店战斗的时候 瞎胡搞 关键的时候 被这些家伙坑一下 那他太冤枉了 他是皇甫爵讨公道 没有突破的契机 秦初也很无奈 找到的楚狂刀和秦孝两人 九桌就摆上了 老大 你太狠了呀 谷地都弄死了 等你进入谷地进尸 这天下就可以横着走了 楚狂刀对着秦初说道 听了楚狂刀的话 秦初摇了摇头 你们是不知道这世界的可怕 谷地境修炼者不谨慎也不行 横着走 会被人打到躺地下放横 谁能把你打躺下 那我就佩服他了 秦孝笑着说道 秦孝没有再说什么 他不想楚狂刀和秦孝两人 跟他一样有压力 进入谷地境 他最多也就是自保 想横着走绝对不够 因为玄黄大世界有圣地 故意知道圣地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样的战斗力 喝了一顿酒之后 秦初就回关云阁休息了 没有突破思路 他能怎么办 接到了屈阳的传信之后 宇季有些稳不住了 因为秦初锋芒太路 容易出问题 前思后想之后 宇季觉得有必要和秦初见面谈一谈 不小心谨慎 被大黄殿算计到 那么什么都完了 宇季来到了长生城 跟屈阳见面了 大总管 您怎么来了 看到宇季 屈阳很诧异 因为过去的日子里 宇季一直坐镇七绝雪山 坐镇在战黄殿总部 很少出来 少主锋芒毕露 终于遭受到大黄殿的暗算 所以有些事情 本作要跟他交流下 而且他失去了和战黄殿的联系 一定在找我们 另外他现在的境界 需要奇迹才能成长 我们让他自我成长的意义 不是很大 宇季开口说道 现在我们很难见到他 他一直待在长生宗的山门 我们去找他 就会暴露 屈阳摇了摇头 他担心宇季暴露 引发一些麻烦 我们不是由弟子 加入了长生宗吗 见到少主 说了本作的名字 少主就会来见我们 这样不会出什么问题 本作也要知道 小少主 现在有什么想法 宇季开口说道 秦初一直待在关云阁不出来 这让接到屈阳命令的 宫书凡很闹心 关云阁是翠云风禁地 寻常人就不能够进去 唐宾的弟子 除了楚匡刀和秦孝 其他人都不能够随意出入 宫书凡只能够等 还是悄悄地等 等了几天 没见到秦初出关云阁 前后思考了一下之后 宫书凡写了一封信 随后装作路过关云阁的样子 元气加注到信件中 射入了关云阁 关云阁内刻画着 正道图的秦初 抬起头来 先是看向了迅速离开的宫书凡 接着打开了信件 看到信上写着语气两个字 秦初信里震了一下 挥手将信件焚烧掉 除了关云阁 身子两个闪烁 就在追上了宫书凡 见过大人 看到秦初 宫书凡功身建立 跟我去关云阁坐坐 说完话 秦初带着宫书凡 回到了关云阁 关云阁 秦初可以带人来 其他人不能够擅闯 坐下之后 秦初看向了宫书凡 后退了两步 宫书凡行了大礼 战皇殿所属 宫书凡见过少主 手臂一挥 秦初扶起了宫书凡 宇总管现在何处 长生城 飞仙攻占 宫书凡开口出道 你去忙吧 说完话之后 秦初身子闪动 就离开了关云阁 语气出现了 他必须要见到人 他要了解到 战皇殿的情况 这几年来 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 并打出了名头 秦初也是希望 引入暗中的战皇殿 能够注意到自己 现在 雨季终于照来了 没坐传送阵 秦初急速飞行 赶到了长生城 询问了一下之后 秦初来到了飞云客栈 秦初刚到飞云客栈 就收到了 雨季的灵魂传音 在飞云客栈的 一个单独的别院内 见到了雨季和屈阳 秦初见过雨叔 看见雨季 秦初拱手见礼 少主别客气了 属下给少主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我们战皇殿 屈阳屈长老 辅助了秦初 雨季将屈阳 介绍给了秦初 屈阳对着秦初拱手见礼 还认识秦初 可也只是远远地 看着秦初战斗 没有过任何交流 雨季 很抱歉 当时秦初实力低威 没有保住您的七零分身 坐下之后 秦初有些歉意地说道 少主不要这么说 是属下没有保护好少主 让少主刚来到 玄皇大世界 就出了世界 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要不然属下 就无法跟主人交代 雨季开口说道 交流中 秦初说了被截杀后的情况 说了怎么到的长生宗 少主不用担心 你是战皇殿的少主 与长生宗护法的身份 并不冲突 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大荒殿 雨季开口说道 雨季 现在大荒殿动了 对着玄仓区域开始了进攻 接下来 会不会有大动作 不好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不知道大荒殿的情报 秦初开口说道 这点少主不用担心 我们很早就有布局 大荒殿内的信息 我们有 整理一下后 属下交给少主 居阳开口了 那就辛苦曲长老了 接下来 雨季和曲长老 有什么安排吗 秦初想了一下问道 雨季沉默了一下 在长生辰马一个附地 作为联络点 我们可以通过 公书坊和韩正来传信 这样可以 另外还有一件事 雨季帮秦初做一下 西年的不死战人神 黄埔爵前辈 有一些嫡系人马 离开了大荒殿 选择了顿世 找到这些人 告诉他们 我们知道黄埔爵的一些事 秦初说了自己 另外一个想法 看着秦初语气想问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问 秦初是战皇殿的少主 是魁首 既然有了安排 他照做就可以了 他也听说过 大荒殿一些核心人物 出走的传闻 只是传闻未被证实 跟雨季和曲阳 又交流了一阵子 秦初离开了 接下来 他会跟公书坊多交流 这样消息传递就比较方便 辱风在身 少尉这气息 秀是十分明显 我们战皇殿等了无数年月 终于等来的合适的魁首啊 穆宋秦初快离开之后 屈阳开口说道 殿主挑衅继承人十分严格 能辱他也很不容易 少主准地性 地性 大地性 一直是霸主及修炼者 这就说明了问题 雨季开口说道 他对秦初很有信心 最后雨季告诉曲阳 接下来 跟秦初接洽的事情 由曲阳来做 他要回七爵雪山 回战皇殿总部坐镇 总管大人放心 这边的事情 本座会处理好 接下来本座 就将大皇殿的情报 整理一下 给少主送过去 曲阳开口说道 雨季点了点头 曲张来要记住 少主的安慰最重要 他是我们战皇殿的未来 如果大皇殿的人 出手对付他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不管暴露不暴露 都要忽悠住他的安全 雨季叮嘱曲阳 曲阳点了点头 他自然明白秦初的安危 对战皇殿的重要性 回到了翠云峰 秦初到了 公书坊居住的阁楼 公书坊居住的区域 比较偏僻了 毕竟好一些的住处 都有人住了 像关云阁那样的 极品住处 没有一些特殊原因 就住不进来 大人 您来了 看到秦初 原本打坐的 公书坊站起身来 拱手建立之后 就退到了一边 不需要太客气 有时间了 就悄悄地去曲长老那里 有什么消息 及时通知我 有人问起的话 你就说 去城内给我定做衣袍 或者是购买美酒 至于到关云阁 你灵魂传音后 我就会进你进去 多去几次后 你就可以顺其自然地进入了 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秦初对着公书坊说道 书下明白 另外在翠云峰 还有我们自己人 韩正也跟属下一样 如果有事情 大人找不到属下 我韩正也可以 公书坊对着秦初说道 点了点头 秦初离开了公书坊的住处 事情比较顺利 接下来他可以跟战皇殿沟通了 思考了一下 秦初觉得在等候消息的同时 还是要寻找突破的奇迹 不到谷地景 始终不是一流修炼者 没有事情 秦初炼制了一些丹药 给楚匡刀和秦晓送去一些 也给公书坊和韩正发了一些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悄悄的 唐兵不愿意他乱发丹药 因为他觉得 这会让接受丹药的弟子产生依靠 然后不努力 秦初的生活稳定 修为没有得到提升 就研究大地境的阵道图 这一天研究出了带有幻境 和防御一体的阵法之后 秦初有点兴奋 因为在阵道意图的修炼上 他也取得了成就 在秦初兴奋的时候 唐云泽和天华公主 来到了秦初居住的关云阁 秦初炮叉接待了两位 两位大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是有事 本座要走了 另外听说你可以炼制 地境的极品杜结丹 能不能帮本座炼制一炉 本座的几位好人 就是地境巅峰了 有杜结丹 那么突破的成功几率就大一些 秦华公主开口说道 可以的 没有问题 秦初点了点头 这真的不算什么事情 秦初炼制了一炉杜结丹 一炉丹药成丹七颗 雷杰毁掉一颗 还剩下六颗 秦初将丹药收紧了丹药瓶子之后 递给了天华公主 在天华公主拿材料的时候 秦初摇了摇头 材料就算了 我们长生宗和天华公交好 该有一些礼上往来 六颗极品杜结丹 你说送出来就送出来 有魄力 不过本作也不能赚你便宜 材料呢 又拿不出手了 笑了笑之后 天华公主摇了摇头 拿出了一个冰玉盒子 递给了秦初 这个比较适合你 本作就忍痛割爱了 不需要的 如果人生的一切都用回报定义 这要是没意思了 秦初摇了摇头 如果在天舞大世界 杜结丹 他一颗都舍不得送人 因为材料很难收集 但玄黄大世界不一样 材料相对的好收集 他击杀了多位大帝 已经积累了一些杜结丹的材料 天华公主看了看秦初 将冰玉盒子 塞到了秦初的手中 赶紧收起来 也许一会儿本作就后悔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能让公主大人肉疼 说着话 秦初就打开了盒子 打开了盒子之后 秦初看到一团 在冰能量中 咬动的血液 血液中 有着浓郁能量在流转 你们宗主该认识的 天华公主 看向了长生宗主 长生宗主 有些诧异地 看着天华公主 啊 这是我们上次联合朋友 击杀的那头 作恶冰娇的金血 天华公主点了点头 是的 太心疼了 留下了一句话 天华公主就走了 她是真怕自己后悔 哎呀 秦初啊 你转了 看了看秦初之后 唐云泽也离开了观云阁 去追天华公主了 她自然知道 天华公主现在 有多么的肉疼 拿着冰盒 看了看之后 秦初收得起来 东西是好东西 这点秦初可以确定 这冰蛟龙的精血 超过了大地境的 是古地境气息 奈何它现在 被瓶颈卡住 无法提升修为 有好东西 也只能收起来看着 五道灵天 第873集 秦初的生活 又安静下来 空闲了就是研究阵道图 主要也是没有射情组 因为瓶颈的存在 它的修为是无可提升 凡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一天 公书凡来到了 关云阁的外围 秦初将其接近了 关云阁之后 公书凡递给了秦初 一个信件 曲长老让属下 给大人送来 我知道了 接下来我慢慢看 扫了一眼之后 秦初确定了 信件是关于 大荒殿情况的记载 因为信件的头一条 就写着 关于天机道主的 一些介绍 对着秦初公的公身 公书凡就下去了 摊开信件 秦初细细地观看了起来 天机道主 罗刹女 都是大荒殿的高层 他要看看 两人是什么情况 看了曲阳整理的信息之后 秦初对大荒殿 有了一些了解 大荒殿魁首是天机道主 但是很多年了 他没有露面过 具体什么层次 没有人知道 第二殿主 公天缺 也是平时不露面 现在掌权的是 第三殿主 奇妙珍 封号罗刹女 看到罗刹女的信息 秦初心里震了一下 因为他和罗刹女的道身 其轻轻有过一些不方便 也不方便回想的经历 秦初觉得碰上罗刹女 那罗刹女一定会有所察觉 且不说罗刹女在道神陨落的时候 本尊跟道神灵魂有没有什么沟通 就算没有沟通 他身上也会有其轻轻的气息 人家本尊一定会察觉 看了一阵子 秦初明白了 大荒殿为什么形势这么霸道 是真有实力 不说天机道主和公天缺两人 现在大荒殿的高层中 就有数位古地存在 看完了信件之后 秦初拍了拍脑袋 他有点头大 罗刹女是一个他卖不过去的坎 怼得其轻轻 而且还不是一侧 这就是事 就是隐患 很难避开 在秦初思考问题的时候 唐斌和唐兰两人来到了秦初的住处 秦初将信件收到了袍袖内 接着请两人坐下来 张老大人 唐小姐 你们今天很闲啊 闲什么啊 我们去查看一下 孙云峰哥哥弟子的修炼情况 唐斌开口说道 你看什么信件呢 是不是走满哪个女弟子 给你写的情书 唐兰看了看秦初的袍袖之后问道 他清楚地看到 秦初将两张信件塞进了袍袍 唐小姐想多了 怎么可能呢 我都不怎么跟人接触 认识的人就没有几个 更何况是女弟子 秦初笑着说道 这种一想听开 还能开口问的事情 也就唐兰能够干得出来 唐兰看了看秦初 那你紧张什么 还紧忙地把信件收起来 对了 我跟姐姐一样 也是宗门长老 你怎么称呼不同 这个秦呼 唐小姐不用在意 长老大人 接纳我在翠云峰生活 且对我有照顾 所以在我秦初的心中 是长老大人 至于你是宗主的女儿 唐家的小姐 秦初开口说出的称呼 为什么不同 等了秦初一言 汤兰气呼呼地不说话了 他能不生气吗 秦初的意思是 唐兵需要尊重 至于他就算了 认识归认识 达不到尊重之力 在秦初这里坐了一会儿 唐兵带着唐兰离开了 狼儿 你能不能稍微含蓄一些 每个人都有隐私 人家看信件是很正常的 你非要抓着问 多不好 唐兵开口说道 大家都很熟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唐兰摇了摇头 看了看唐兰 唐兵没有再说什么 唐兰接触人不少 人生阅历低 为人处事 还是要学 唐兵和唐兰走了 秦初拿出信件 又看了看 记住了情况之后 又炼制了一些丹药 秦初安静地沉淀自己 没有突破的契机 他也只能够是沉淀自己 没有突破的感觉 秦初也能想通 很多人在大地景 第四阶段被卡了无数年 甚至到原路 都没有得到突破的契机 这也是玄黄大世界 大地景修炼者很多 古地景修炼者 却比较少的原因 因为就无法突破 安静地沉淀着自己 秦初觉得 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再去找机会 长生宗稳定了下来 秦初觉得 长生宗一定有大荒殿的暗探 长生宗一定有多位盟友 大荒殿不可能不知道 应战将是两败俱伤 这样的情况 也不是大荒殿想要的 稳定下来之后 秦初有时间就回天舞小城 陪着妻子和孩子 他把天舞小城的防御大阵改变了 改变了自己新研究的阵法 这样对方很难破解 即便是古地井硬工 城内的人也有足够的时间撤退和断传送阵 又在天舞小城住了一个月 秦初通过越南城传送到了长生城 到了战皇殿 在长生城购买的府邸 少出来了 看见秦初 去阳开口打着招呼 取上了太客气了 这里怎么样 安全上没问题吧 秦初开口说道 居阳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问题 长生城是包容性比较强的城池 只要别捣乱 长生宗就不管 也不排斥 那就好 如果真有长生宗的人来查问的话 您就说是我的叔叔 他们会给我这个面子 秦初对着居阳说道 属下不敢 哪里能做少主的叔叔 居阳摇了摇头 这有什么呢 您和羽叔都是秦初的前辈 以后我就称呼您取书了 秦初开口说道 秦初坚持 居阳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喊人弄来韭菜 就跟秦初喝了两杯 居阳 我这一直没有到战皇殿看看 您给我说说战皇殿的情况 秦初对着居阳问道 给秦初的酒杯满上之后 居阳就跟秦初说了战皇殿的情况 战皇殿目前有八千成员 这八千成员都是精英 因为过去的无数年月 战皇殿是顿势状态 一些心智不尽的成员 该退的都退出了 剩下的成员中心没问题 实力也可以 他们比较可怜 一直不能光明正大的见人 修炼资源比较少 所以过得是清苦的日子 很不容易 据阳开口说道 沉默了一下 秦初拿出了一个冬天宝物 居说 这里有一些极品零食 您拿到战皇殿去 过去的年月 大家苦 我秦初不知道 所以也没有办法 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么能做到多少 就做多少 呃 少主 您哪里来的 这么多七品零食啊 拿着冬天宝物 探查了一下之后 屈阳眼内满是震惊 他大概估算了一下 要有十亿左右 前段时间 我在生死战台上 玩了十几天 杀了羽化门和大黄殿 那些大地 战利品就比较多 秦初开口说道 少主积累资源不易 这个属相不能收 屈阳将冬天保护 推回到了秦初的身前 秦初笑了笑 又不是给曲叔的 曲叔拒绝什么呢 拿回去 给那些过得 辛苦的成员们使用 人家跟着我们战皇殿 不离不弃 不容易 听了秦初的话 屈阳才将冬天保护收了 少主 您还是要抓紧冲击到古地境 那时候 我们战皇殿就可以开战了 屈叔 我也想突破 可没有突破的契机 根本没有任何点击有介绍 没有任何可借鉴的东西 秦初摇了摇头 突破 他比曲阳着急多了 这是他的修炼路 是他的未来 这个 这个本座也无法支点你 当年本座也是机缘巧合突破的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晕的 屈阳开口说道 展皇殿也有古地 而且是凉位 与气势 屈阳也是 屈阳没有擒出携之领域的手段 现在是用密法压制到的大地境 这也是极限 再压制就容易暴露 所以 这就让我头大 最主要的是 给我的时间不多 百年之内 时空大潮汐就会到来 那时候 大皇殿必定进攻天舞大世界区 秦初叹了口气 有些事情 他确实是无奈 天舞大世界 属下也很念 离开了太多太多年 也不知道 现在的天舞大世界 是什么样子 听了秦初的话 屈阳叹了口气 屈说 您也是天舞大世界人 秦初诧异地看着屈阳 屈阳点了点头 是啊 属下当年是殿主的随从 跟随殿主 到了玄黄大世界 其实呢 我已经打通了 玄黄大世界 和天舞大世界的传送阵 只是 这件事太过重大 一直是保密状态 不敢有丝毫泄露 因为传送阵暴露了 会威胁到天舞大世界内部 秦初开口说道 有传送阵 这太好了 等一切平稳了 属下要回天舞大世界看看 不知道本座的后人如何了 屈阳开口说道 屈阳什么时候 如果想要回去 找秦初就可以 秦初开口说道 他能体会屈阳想家的心情 没驾设传送回之前 他也是一样想家 所以感同身受 跟屈阳聊了一阵子之后 秦初离开了长生城 回到了关云阁 回到了关云阁之后 秦初就开炉炼丹了 他现在记得的材料很多 他要炼制一批 拿回给家人和天舞大世界 另外 也要给战皇殿所属 炼制一批 对于战皇殿的结构 秦初也了解了 天舞大世界的修炼者 只有寥寥几个 是战皇身边的随从 其他的都是 玄皇大世界奔土的修炼者 一直坚持着 跟大皇殿对抗得很不容易 秦初这次炼制的是低阶丹药 毕竟他的家人 战皇殿到大地境的没有几位 都是地境准地境居多 因为拥有大地境极品炼丹术 秦初炼制低阶丹药比较容易 他拿出了缴获的几个炼丹 是四个丹炉同时炼丹 速度是十分的快 毕竟是高级炼丹术 炼制低阶丹药 是杀鸡用牛刀 秦初炼制丹药的第三点 唐兰来帮忙了 帮着秦初整理材料 帮着打下手 谢谢唐小姐了 丹药出炉 休息的时候 秦初对唐兰表示了感谢 我们就别客气了 对了 你炼制这么多弹药做什么 唐兰询问出了自己心中的铺垫 因为秦初根本用不上这些弹药 秦初看了看唐兰 一些事你知道的 我不是一个人 我身后还有一些人要成长 我懂了 你是一个合格的势力魁手 跟着你混的人应该是很幸福 唐兰开口说道 秦初笑了笑 生活不易 走在一起就是缘分 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你的境界够高 等有时间了 我拿材料来 你给越南城那边炼制一些弹药 越南城强了 对你的据点也只会有好处 没有坏处 唐兰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你既然开口了 那我也不能扫你面子回去 我也不占你的便宜 三份材料一炉丹药 炼制一炉丹药 你也能有两份材料收入 虽然对你这样的炼丹师来说 是低了点 但是也了成于无 唐兰给秦初倒了一杯茶水 看了看唐兰 秦初笑了笑 难得你大放一次 那我就接受了 继续干活 秦初四个炼丹炉同时炼丹 炼制了半个月 将他收拢的材料炼制掉一半 这才收手 对着唐兰的配合 表示了感谢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冠云阁 唐兰也跟上了 回过身 秦初有些纳闷地看着唐兰 你看着我干什么 你去玉兰城我也去 这是顺路 唐兰开口说道 传送到玉兰城 秦初和唐兰才分开 秦初到了府邸 跟秦华兴和白军打了招呼之后 又传送到了田武小城 跟妻子喝茶的时候 秦初把自己炼制的呆药 拿出了一部分 分别交给了几位妻子 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分配 帮助我们的人 不能忘记 夫君放心 青云宗哪边我会送去 朱雀圣族和青龙圣族 我也会分别安排好 尚书渝开口说道 秦初分给他的遗分比较多 因为他要照顾到 其武世界所主 史清飞 伍欣柔等人也都明白 资源该怎么使用和分配 秦初又跟伍欣柔说的 给周元硕和周元兴带一声问候 顺便给周元兴的皇宫酒库 清理一下 伍欣柔笑着点点头 他知道秦初对生活上 没什么高要求 也就是好酒喝好茶的 五到零天第八百七十四集 陪了妻子和孩子两天 秦初离开了天舞小城 到了战皇殿的据点 将几个储物戒指交给了曲阳 查看了一下之后 曲阳对着秦初供了躬身 属下带战皇殿八千所属 谢谢少主 诶 曲叔 您这是做什么呢 我是希望战皇殿所属都强大起来 将来个大皇殿对碰的时候 能少折损一个就少折损一个 这样也算是不辜负殿主的所托 秦初开口说道 跟曲阳交流了一下之后 秦初离开了天舞小城的据点 在长生城内闲逛的时候 到了大禹拍卖行门墙 赶得正巧 正好今夜大禹拍卖行 有拍卖会 秦初就停下了脚步 秦初进入到了大禹拍卖行内 韩管事看到之后 连忙迎了上来 秦护发来了 里边上座 愣了一下之后 秦初想起来 当时他来进行丹药兑换的时候 带着倒烹 是不见光的炼弹师 而现在是鸣声雀气的 打地镜发主 韩管事带路 将秦初带到了一个哑尖内 接着喊人上茶 韩管事太客气了 随意一些就好 秦初开口说道 护发大人 您认识在下 听了秦初的话 韩管事愣了一下 他不记得自己见过秦初 秦初怎么知道他姓韩 算是认识吧 秦初觉得之前的事情不重要 就不再想提及 对着秦初供了供身 韩管事就下去了 虽然心里有些狐疑 但他不能问 他和秦初的地位差距太大 别说是他就是大禹拍卖行 郁家都无法跟秦初抗衡 秦初不用出手 只要一句话 郁家在长生城就很难混下去 离开了雅家之后 韩管事跟郁长老汇报了 秦初到来的情况 听说秦初到来 郁长老套到雅家 拜访了秦初 客套了一番之后 给秦初留下了一张贵宾卡之后 才离开雅家 傍慢 拍卖会开始了 秦初坐在雅家内 看着一件件拍卖品 对于武器 防具和秘宝 他没有兴趣 一些比较少见的单药材料 他会购买 现在能够引起 他兴趣的东西并不多 半夜的时候 韩之法拿出了一块青铜板 上边有一些古朴的纹理 就像是流动的血液一样 这是一块远古遗物 具体有什么作用 我们谁也不知道 这纹理也许是地图 也许是镇道图 谁能研究出什么 那就是个人的运道和秘书了 起拍价五百万极品零食 韩管事开口说道 六百万 七百万 当价格到了八百万极品零食的时候 就没有人出价了 毕竟这是赌运气 也许什么东西也研究不出来 八百万极品零食不是小数目 拿着八百万极品零食去赌一个机会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一千万 秦初开口了 秦初觉得这青铜板也许是毫无用处 也许就是机缘 冲着远古遗物这四个字 就值得他出价 出价八百万极品零食的拍刻 又加了一百万 秦初又加了一手之后 以一千两百万极品零食 拿到了青铜板 拿到了青铜板之后 秦初觉得东西很重 材质不是青铜 如果青铜不会这么重 再者 从远古时期到现今时代 青铜材质早就服久了 不可能完好的保存到现在 之后一些拍片 秦初偶尔又出手 又拍卖了两种材料 天明的时候 秦初在玉长老的乡送下 离开了大宇拍卖行 回到了观云阁之后 秦初直接睡觉了 修为没得提升 那不如睡个舒服 唐斌和唐兰来到观云阁 婢女回答秦初在睡觉 这让两姐妹很是诧异 姐 这个修炼起来就没日没夜的家伙 大白天睡觉 唐兰觉得这情况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大地竟圆满 修为没有提升 修为没有得到提升 她能怎么办 能休息就休息一下了 唐兰开口说道 到了下午 秦初才起来 洗漱了一下之后 秦初到了楚筐兜 和秦小居住的阁楼走了走 与两人聊了一会之后 到了公书凡的居住处 秦初到公书凡的住处 这让很多翠云峰的弟子诧异 公书凡的居住处有些偏 秦初不应该过去的 毕竟公书凡是新人 修为境界是不错 但地位上还是不够 看到秦初到来 公书凡就泡里胡叉 最近修炼得怎么样 在这边还习惯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他过来不是打探消息 就单纯地过来走走 他刚跟曲阳分开 如果有事情 曲阳会跟他说的 回护法大人的话 弟子在翠云峰很习惯 公书凡公身说道 秦初没再说话 他探查到唐兰过来了 现在公书凡是唐兰门下的弟子 秦初 我这个弟子又哪里做得不对吗 你这还找上门来了 看着秦初 唐兰眼内满是询问 唐小姐对我的偏见很重 我闲逛的时候 看她修炼得比较刻苦 过来看看也不行 看着唐兰 秦初开口反问了一句 唐兰原本带着寒霜的脸瞬间变了 变得柔和了下来 秦初起身离开了 她发现唐兰的思想很乖 什么事情都能够胡思乱讲 有什么问题 去找秦护法请教 一个霸主及实战高手 会利用启篮那也太浪费了 在翠云峰的各处看了看风景 秦初回到了关云阁 随后拿出了青铜板 开始研究上面的纹理 她现实拿出地图跟纹理对照 将玄黄大世界的地图 几乎跟青铜板上的纹理对照变了 秦初也没有什么发现 不是地图 秦初就照着正道图方向去琢磨 可琢磨了四天也是没有结果 又确定了不是正道图之后 秦初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思路上不对 青铜板上的纹理跟活了一样 肯定是蕴含着玄机 不是地图 不是正图 难道是功法图吗 秦初推演这青铜板上纹理的流转模式 用元气能量去推演 元气能量推演没有结果 秦初就用灵魂之力饰演 几天之后 秦初确定 不是元气功法典籍 也不是灵魂秘法 呼出了一口气 秦初提着青铜板 就在关云阁的院子内行走 他可以确定 这青铜板不简单 可哪里不简单呢 在太阳下 秦初举起来青铜板看了看 随后其拍了一下脑门 这像血液流淌 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呢 秦初推演这青铜古板上 纹理的流转轨迹 然后用血液流淌的方式去琢磨 琢磨着六天的时间 秦初确定自己的思路对了 青铜板上的纹理 就是血液的一种流转方式 是一种血泪的秘法 有了发现 秦初就开始研究 远古时期的秘法 流传到现今时代的几招几招 如果能够研究出来 那么就会很了不起 很可能是独树一致 另外这样的功法 也是最适合他的 秦初的修炼上是全面发展 缘起修为 灵魂修为和身躯境界 一直是七头并进 没有哪一方面落下 这种情况下 秦初比一般的修炼者 有了一些优势 他的缘起修为 灵魂修为 不如古地井 但在身躯的修炼上 不比古地井修炼者差 修炼血之秘法 提升身躯强度 等于在其他修炼者 最不擅长的方向 提升了秦初的实力 秦初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口喝了下去 迷茫了一阵子之后 还有发现了前行之路 秦初安静地待在观云阁内 修炼青铜板上的血之秘法 长生宗安排好了备战之事之后 就安静了下来 长生宗是大荒殿弱不少 但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也不会不战妥协 清仓区域 大荒山的大荒殿内 聚集着不少人 主位坐着一位 穿着黑色罗裙 上面有着一些 金色树枝纹理的女子 女子长得很美 眼睛十分妖艳 看过去就会让人沦陷 一个长生宗就挡住了 我们统治三仓区域的脚步吗 穿着黑地金色 纷理罗裙的女子开口了 她是大荒殿的第三殿主 罗刹殿主齐妙珍 曾经是大荒殿的长老 在天机道主和公天缺不问世事之后 被长老会推了出来主事 直接成为了第三殿主 地位上高于其他殿主 当然了 他也有实力 坐这个为止 主要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羽化门扛不起事情 在我们的扶持下 都没打下长生宗 一位长老站出来说的 殿主大人不要动怒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长生宗 出现了一个叫秦初的 大地金霸主 又有人站了出来 说的秦初情况 秦初 听到了秦初这个名字 齐妙珍的眼神还开始流转 时而有点迷茫 时而满是杀意 他觉得这个名字 对他来说不一样 因为能够触碰到 他内心的一些不难 只是他还没有分辨出 怎么回事 齐殿主 这个秦初的战斗力 确实强悍 本座带着公华长老 前去长生宗 准备打下长生宗的山门 是被他破坏了 使得本座和公长老 没有拿下长生宗不说 公长老也在那一战中陨落 屈寒冰开口了 上一次一战 给了屈寒冰很大的震撼 他都有些后怕 被秦初针对的是公华云 换成是他 那么倒霉的很可能是他 他的实力是比公华云强出不上 但秦初爆发出来的绝招杀伤力极强 不是他的实力比公华云强一些 就能够挡住的 就好比在铁锤影碰之下 不管大石头小石头 只要硬度不够 营养碎掉的道理一样 秦初 奇妙真低声喃喃着 眼泪不适地出现迷惑 全力调查这个秦初的消息 然后汇报到本座这里 另外传信我们在长生宗的密探 要探查出他们和有盟连接的 大地级传送阵在哪里 破掉了他们的大地级传送阵 不能让他们的有盟第一时间支援 就可以站 交代了一番之后 奇妙真离开了大殿 他可以确定秦初这个名字 跟他有牵扯 只是还没有分析出 哪里有牵扯 秦初又提起了足不出户的日子 每天都在观云阁里 研究着青铜板 一直用右手臂的血液做推演 他的左手特殊 乃是不死之手 已经没有强化的空间了 所以他的修炼方向 放在了右手臂上 这一天修炼了一阵子 秦初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唐兰来了 你每天都忙什么呢 修炼啊 秦初开口说道 打住 你忽悠人 忽悠到我身上来了 你现在是大地镜圆满镜 摸不到突破的瓶颈 修为就无可提升 唐兰打断了秦初的话 他才不信呢 他又不是刚进入修炼期的菜鸟 没有忽悠你 你来找我炼丹吧 那就先给你炼制好 我再去修炼 秦初笑的 他没有骗人 但唐兰误会他 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不想解释 唐兰这样单纯也挺好 就像一个不安事事的 邻家妹子一样 当然了 这妹子不知道 比他大了多少岁 再者 看着唐云泽和唐兰的面子 他也要让着一些唐兰 够意思 以后你秦初有事求我 我一定不回绝 唐兰拿出了单药材料之后说道 好的 泡茶吧 让唐兰泡茶 秦初就拿出炼丹炉 开始了炼丹 别的炼丹是炼丹 一定是十分的认真 一定是分身无瑕 但在秦初这里不存在 炼制大地井之下的丹药 对秦初来讲 就是很轻松的事情 唐兰询问了 秦初在月兰山内发展的情况 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谢谢唐小姐的好意 小城发展的不错 再者 我不是要称王称霸 能稳下来就行 秦初开口说道 稳下来就可以 别打越南城的主意 按照你的实力 是可以称王称霸的 唐兰看着秦初说道 秦初称霸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没想过这些 秦初摇了摇头 沉默了一下 唐兰认真地看了看秦初 你有资格成为一方霸主 如果有一天 你离开了长生松 希望不要忘记了长生松的好 唐小姐想多了 我秦初念旧 不忘记任何一个对秦初好的人 秦初开口说道 听了秦初的话 唐兰点了点头 他有感觉长生松 留不住秦初 提供不了秦初发展的空间 秦初虽然是打地井霸主 但唐兰能够感觉到秦初 还属于蛰伏状态 属于乾隆载渊 有一天一定会飞龙载天的 五道零天第八百七十五集 炼制了七天的丹药 秦初将唐兰带来的丹药材料 都炼制成了丹药 可以了 都拿去吧 你的封地修炼者一定很感谢你 开玩笑归开玩笑 我很感谢你 赶紧去修炼吧 很期待你成为谷帝呢 唐兰只拿走了三分之一的弹药 将唐兰留下的那部分弹药收起来之后 秦初摇了摇头 突破 谁不想突破 可突破不是用嘴说说 突破起来容易的话 那么这天下间的谷帝井 就一抓一大把了 大荒殿的谷帝多 那是人家沉淀了无数的年月 是沉淀出来的 秦初靠在水潭边的躺椅上休息了一阵子 这才拿着青铜板继续去研究 青铜板上记载的东西很深奥 秦初能够确定是写着秘法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明白 在秦初休息的时候 楚狂刀和秦孝两人过来了 秦初 刚才宋门长老会宣判了一个内门弟子的死刑 楚狂刀对着秦初说道 嗯 宣判一个内门弟子的死刑 他干了什么天诺人怨的事 靠在堂椅上的秦初坐着了身子 楚狂刀告诉秦初 被处理的内门弟子是大黄殿的密探 他在探查宗门秘密传送阵的时候 被魏长老抓了一个险刑 被秦拿之后 遭不住审问就什么都说了 战争打的是实力 也是策略 大黄殿安插了密探 也是在情理之中 秦初开口说道 这形势是越来越严重了 大黄殿是没有罢手的想法 秦小开口说道 秦初坐着了身子 大黄殿的野心很淡 既然发动了战争 轻易的就不会罢手 换一个角度看 大黄殿四面属敌 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坏事 他们没有对手 将来就是我们自己 去抗衡大黄殿了 他们实力强劲 我们不好打呀 出狂刀说了自己的观点 秦初点了点头 未来的路还要走着看 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情况 三人交流 对未来的局面探讨了一下 也是拿不出什么结论 主要就是实力不够 人家出来谷地镜 就不好玩了 出来一个谷地 秦初能够抗衡 拿出来两个呢 人家的谷地镜修炼者可是不少 秦初觉得局面还不算是太恶劣 因为战皇殿还是有不少强者 谷地也有两位 雨气和曲阳都是谷地 不过雨气的情况比较特殊 它的气灵分身回调了 对实力有些影响 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 想到了这里 秦初觉得差了一点事情 那就是见到雨气的时候 他没说战皇殿的事情 正常来说战皇殿应该给雨气 跟出狂刀和秦孝打了招呼之后 秦初坐着传送阵到长生城 到了战皇殿的府邸 见到了曲阳 少丑来了 将秦初接到了府邸的大堂 曲阳就让人上茶了 曲说 上次雨淑来的时候 我有一件事情忘记说了 那就是战皇殿的问题 我应该将战皇殿交给雨淑 不过战皇殿内存放着两个关键人物 他们是转世道深 不用战皇殿隔绝 就容易被他们的本尊发现 您传信给雨淑 说一下这个情况 等解决完这个问题 我就将战皇殿交还给他 秦初对着曲阳说道 雨总管应该不会收回战皇殿了 因为那是殿主的秘宝 不过这件事 书下会跟雨总管说一声 曲阳开口说道 跟曲阳交流了一下 秦初就离开了战皇殿的据点 关于妖灵和妖青的事情 秦初没说 这事件太大 他也不愿意出现别人以前 跟自己不一致的情况 那时候不好处理 因为雨淑和曲阳等人 很容易建议他弄死妖青和妖灵 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做 毕竟妖灵和妖青都已经臣服他了 从战皇殿的府邸出来 秦初坐着传颂镇 到了宇兰城 到了天舞小城 秦初到了天舞小城 他的几位妻子都回来了 天舞大世界和器物世界都很好 都没有任何问题 直到后方安稳 秦初心里踏实了不少 就在天舞小城陪着妻子和孩子 至于阿尔胖和白鱼两人又跑了出去 两人是走秦初过去的路线 就是在历练中成长 这天吃了晚餐之后 秦初将战皇殿放到了藏天关内 接着自己进入了战皇殿 战皇殿内的第三层事件里 妖灵和妖青都在盘袭打坐 不过因为不目 两人间隔着一些距离 看到秦初到来 两女都起身 恭敬地称呼了一声主人 妖青 泡一壶茶 秦初从银行界内 拿出一把椅子坐下了 听了秦初的话 妖青拿出了茶桌和茶具泡茶了 喝着茶 秦初思考这事情 思考了一阵子之后 秦初看向了妖青 妖青是天机盗主的分身 如果利用一下妖青 那么就可以探查到天机盗主的虚实 当然了 也是要承担一些风险 有了想法之后 秦初觉得仔细斟酌一下 问题应该不大 钓一下鱼 如果有鱼出现 直接就撤退 能确定有没有鱼 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晚一点我带着你们去一个地方 将你们转出洞天宝屋 你们各自感受一下自己本尊的情况 秦初说了自己的计划 努必会全力配合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供了供身 妖青也是一样表示的没有问题 打开了地图之后 秦初觉得要做试验 那么距离就不能太大 太大了对方的本尊可能感应不到 看了看地图之后 秦初选定了清仓区域 也就是大黄殿主岛的疆域 秦初可以确定 妖野的本尊是天机道主 那么要感应天机道主的情况 去清仓区域最为合适 跟妻子打了招呼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天舞小城 在长生宗的疆域 秦初使用传颂阵是通畅无阻 到了悬仓区域和云仓区域 交际处的大黄区域 秦初就是飞行赶路了 穿过了大黄区域 快要进入清仓区域 秦初开始布置传颂阵 他要为撤退做准备 一旦天机道主出现 他没撤退的手段 那跟找死没有区别 因为天机道主的境界不好估算 不是圣地 也一定是大圣经巅峰 他一定站不过 进入到清仓区域 做好了撤退的安排 秦初就进入了战皇殿内 姚青 我把话跟你说清楚 一会儿我带你出去 让你感受一下本尊的情况 感受一下 有没有什么命运牵扯 有感觉就要告诉我 当然了 你可以不说 可后果会很严重 我一定会在你本尊到来之前 将你泯密 即便是我败了 你也免不了被融合 秦初看着妖青 说了问题的严重性 奴婢不敢背弃主人 一先按照主人的意愿做事 妖青躬身说道 转过身 秦初看向了妖灵 你先等等 我带着妖青出去试试 主人注意安全 看了看妖青之后 妖灵提醒了秦初一句 她不相信妖青 对自己父亲都能下刀子的人 怎么能让人相信 对着妖灵点的点头 秦初灵魂之力 我这妖青就出了证皇殿 到了现实世界 到了现实世界之后 秦初灵魂之力就扩散开来了 她必须警戒 有意外情况出现 她也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 妖青盘膝在地 感受着情况 时间一点点溜走 转眼半个时辰过去 妖青站起身来 对着秦初摇了摇头 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再等等 秦初摇了摇头 一天时间过去 妖青还是没有任何感应 这一情况让秦初有点纳闷 如果天机道主有感应 那么一定会过来 一天的时间也足够了 毕竟秦苍区域是大荒电竹在 天机道主使用传送阵 赶过来的速度一定很快 又等了一天没动静之后 秦初将妖青转回到了战皇殿内 自己也回到了战皇殿内休息 紧张的一天 秦初让妖灵泡里胡茶 然后思考着问题 天机道主没有出现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距离过大 天机道主感应不到自己的道身 另外就是天机道主不在清仓区域 难道天机道主消失了这些年月是真的 就不在清仓区域 秦初猜测不出来 妖青的问题没有研究明白 秦初觉得先放一放 先研究妖灵的问题 有了决定 秦初将妖灵转出了战皇殿 继续探查情况 同样的 妖灵也没有任何的感应 这情况让秦初弄不明白了 难道妖灵和妖青的本尊都不在清仓区域吗 为了确定情况 秦初将妖灵转回战皇殿 接着朝着清仓区域的核心感去 他就是要确定一下 天机道主在不在大皇殿 虽然有点冒险 但是他认为值得 秦初赶到了大皇殿附近的一座大城外 布置了几座 可以传送退走的传送阵之后 就将妖青转出了战皇殿 刚刚被秦初转出战皇殿 妖青的脸色就变了 有感应了 将妖青转入战皇殿 秦初传送离开了 到第二座传送阵之后 秦初拔掉了与第一座传送阵 相连的传送水晶 然后朝着第三座传送阵传送 传送到了第三座传送阵 秦初将传送阵毁掉 接着快速飞行离开 妖青有感应了 他必须快速撤退离开 他跟天机道主玩不起 在秦初走后不停 穿着一身银色罗裙的女子 出现在秦初带着妖青出现的地方 道身 本罪的道身出现了 一声喃喃的几句之后 穿着银色罗裙的女子 开始探查追踪 但此时秦初已经远去 飞行了两个时辰之后 秦初进入战皇殿内 看来天机道主 再大皇殿 主人 奴婢是有感应 但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跟我产生联系的 目标好像不是本尊 因为我们的层次对等 他并不能在灵魂上压制奴婢 姚青开口说道 什么 你能确定吗 秦初眼内满是诧异 姚青点了点头 对方的灵魂层次跟奴婢差不多 是同等 并不高于奴婢 不是本尊 那么有可能是道身 或者是跟我一样的战斗分身 秦初有了一些分析 姚青不说话了 不敢打扰秦初的思路 思考了一阵子 秦初摇了摇头 这件事要先放一放 哪怕不是本尊 我暂时也惹不起 休息好了 秦初出了战皇殿 继续赶路 试探出这样的结果 也算是收获 到了大荒内 秦初拆掉了 之前布置的传送阵 接着继续赶路 赶路中 秦初也在思考 如果天机道主本尊 在大荒殿 妖青的灵魂就会被压制 他本尊一定会出面 不会是什么道身和分身 事实说明 天机道主真的不在大荒殿 回到悬舱区域之后 秦初将妖灵 传出了战皇殿 细细感受 如果有感应 第一时间通知我 主人放心 奴婢不会给主人添乱 妖灵开口说道 穿着遮天斗篷的秦初 领着带着面纱的妖灵 在悬舱区域各地走了走 但是妖灵一直没有感应 你的本尊应该不在这个区域 你也不用担心 我现在是大地境圆满 一旦进入古地境 你的本尊来了 我也会解决它 秦初开口说道 奴婢多谢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攻了攻身 接下来你就跟在我身边 这样你有机会冲击到大地境 别人问起 你就说是一直跟在我身边的侍女 秦初决定给妖灵一些机会 妖灵对她是绝对的忠诚 她控制着妖灵的灵魂 妖灵有想法也翻腾不起来 多谢主人 妖灵能够明白秦初的意思 她也很感谢秦初 因为秦初让她生活在现实世界 要承受着一定的风险 秦初带着妖灵回到了长生宗 回到了观云阁 到了观云阁之后 秦初跟之前的婢女交代了 妖灵是自己的贴身侍女 以后也生活在观云阁 交代好婢女之后 秦初告诉妖灵 如果有感应出现 第一时间通知她 这不是小事 其他时间自己修炼就行 秦初回来后不久 唐斌和唐兰就过来了 因为秦初这一次 跑了挺长时间 看到妖灵之后 唐斌和唐兰都很诧异 带着一个地境巅峰的女人 秦初搞得很突然 我在家乡的是你 跟了我不少年 我现在生活安稳 就带了过来 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她可以处理 秦初开口说道 见过两位大人 妖灵对着唐兵和唐兰 微微恭深 五到零天 第八百七十六集 白首让妖灵下去之后 秦初请唐兵和唐兰坐下来 回家待舒服了 看得秦初一眼之后 唐兰开口说道 我去青苍区域走了一圈 确定了一些事 天机道主的本尊确实不在 但他有道身 或者是战斗分身在大皇殿 这件事你们跟宗主说一声 秦初对着唐兵说道 你去了青苍区域 这不是胡闹吗 不到谷地境你很容易被捏死 听了秦初的话 唐兵有点着急了 秦初笑了笑 我很小心谨慎的 没什么事情 你战斗力没问题 可如果被人围攻呢 你现在是他们的首要面杀目标 如果发现了你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斩杀你 唐兵看着秦初说道 你太鲁莽了 唐兵也说了秦初一句 因为这事情 他们觉得秦初冒险 大皇殿区域 那就是龙谈虎穴 以后我小心一些 秦初能说什么 只能认错 坐下之后 唐兵询问了秦初的消息的准确性 应该准确 但他在大皇殿的是道身 或者是分身 这无法确定 什么实力我不知道 秦初摇了摇头 因为一些事情 他也无法确定 他现在是大地警 不敢在大皇殿的地盘 跟天机道主 来一个面对面 他容易回不来 你是怎么探查的 唐兵对秦初的行动过程 比较感兴趣 秦初摇了摇头 唐小姐 哪个人还没有点秘密 你就别挖了 听了秦初的话 唐兵鄙鄙视了秦初一眼 秦初都说了是秘密 他也不能再挖 天机道主本尊不在 所以不处理大皇殿的事情 这也能说得通 不知道那宫天缺 是什么情况 现在大皇殿为首的 是罗刹殿主吉妙珍 另外还有几位殿主 这些人都不好看衡 唐兵开口说道 大皇殿的传承久远 彼此身后 对长生宗来说 又是庞然大悟 在秦初这里坐了坐 唐兵和唐兰就离开了 秦初现在是宗门护法 又居住在翠云峰 所以直到秦初回来 他们从礼节上 也该过来看看 姐 这江湖是一个傻大胆啊 他杀了大皇殿的 一位谷弟和多位大帝 人家生吃了他的心都有 他竟然敢跑到 人家腹地去折腾 这跟找死没区别 离开了冠云阁 唐兰感慨了一句 你这么想不对 小看谁也不能小看秦初 他是有些生漏 但绝对不傻 他敢去大皇殿区域 那么一定是做了 安排和部署 如果是傻大胆 他能活到今天吗 唐兵纠正了一下 唐兰的观点 唐兰不说话了 因为唐兵的分析有道理 他的结论太过于情绪化 送走了唐兵和唐兰 秦初就开始研究青铜版 至于妖灵 他不用管 如果感应到本尊 妖灵会告知他 再者 妖灵现在也是找突破奇迹 修炼的问题 不用他操心 天武大世界和玄黄大世界 规则改变的灵物 妖灵已经完成 过去他虽然是在战皇殿内 但战皇殿处于玄黄大世界 渗透到战皇殿内的 也是玄武大世界规则 日子一天天过去 因为长生宗的看守严密 大黄殿的探子 并没有找到秘密传颂阵的所在 不能够解决长生宗的盟友问题 大黄殿也就不能发起进攻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天秦初在水潭边放松的时候 妖灵来到了秦初的身边 主人 奴婢还是无法修炼到地境极限 摸不到突破的袭击 主人有什么办法吗 我跟你说过 就是盗运的数量和纯粹度 修炼到火后了 自然就可以摸到突破的瓶颈 秦初开口说道 盗运的数量属下没问题 但是盗运的纯粹度 属下不知道如何修炼 君安夫人是主人帮着突破的 你不愿意帮助奴婢吗 姚灵开口询问着 秦初身边的一些事情 他知道 不一样 也不瞒着你说 我妻子在盗运方面没问题 是因为我们是夫妻 他们能感受我身躯内的盗运 但是你不能 秦初将话说得直白了一切 听了秦初的话 姚灵的脸上出现了一些红蕴 他自然是明白秦初的话是什么意思 夫妻之间 那应该是合体修炼带来的效果 奴婢的命都是主人的 犹豫了一阵子之后 姚灵开口了 他现在想着的就是怎么能够变强 在秦初面前 秦迟意义并不大 因为他就是秦初的人 你虽然是婢女 但我当你是属下看 一些愉悦的事情 我根本没想过 秦初转身离开 妖灵有诱惑力吗 有 但是秦初不是什么事情都做 秦初去修炼了 留下了妖灵沉思 一些事情他也是没想过 回到了观云阁的后院 秦初进入房间 继续研究青铜板上的流淌纹理 他的右手臂 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 是修炼青铜板上纹理 带来的一些效果 夜晚 脚步声在秦初的房间内响起 睁开眼睛 秦初看到了 穿着一些青纱的妖灵 青纱下其玲珑身躯 清晰可见 妖灵你来做什么 秦初开口了 妖灵在秦初身边坐下了 大人听奴婢说几句 奴婢没想过 利用自身式女人 来跟大人交换什么 或者是达到什么目的 奴婢就是奴婢 事情做好了 就可以得到大人重视 如果想脱离大人 当时奴婢就不会离开西荒区域 在那边 奴婢的生活也不会是很差 可总归是道深 另外大人可能不知道 奴婢的神还有恶念 一直是被奴婢 一直是被奴婢压制着 可以缺缺地说一句 奴婢的本尊不是什么善人 所以奴婢想改变局面 不想被本尊融合掉 妖灵开口说着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你的努力 继续努力下去 就会有改变 秦初开口说的 奴婢很努力了 见到大人之前就是如此 可事实上就是有欠缺 无法摸到突破的瓶颈 今天大人说了话之后 奴婢有了一些思考 人生有舍有得 或许一些事主人不愿意做 但是从奴婢的角度看 适合做 或许道理上不合 可这件事能帮助我 又能打击到本尊 是一举多得 所以奴婢想坚持一下 说着话 妖灵就靠在了秦初的身上 妖灵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秦初身躯里的火 有些沸腾 可还是理性地坚持 妖灵不会争 不会给主人带来麻烦 也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现在这么做 就是为了将来 能跟本尊斗上一场 妖灵布置了一个 领域结界之后 细细索索地 拉下了自己身上的青纱 秦初陷入了难题 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就算你没别的选择 一些事情我能解决的 也一定会帮你 看着妖灵 秦初开口了 他还是不太愿意走一些 不是自己计划的路 妖灵靠近了秦初 神圣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说着话的妖灵 就拉开了秦初的腰带 他已经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秦初晕懵懵地 就被妖灵推倒在床上 懵懵地成为了 妖灵改变人生路上的配角 当妖灵的轻呼声传出 秦初清醒过来 但是事情已经成了 跨坐在秦初腰身上的妖灵 有些狂野 压抑得太久 他也需要释放自己 现在这样也许 不是也许 应该就是最好的释放 当妖灵气喘吁吁 身子有些发软的时候 秦初才开始了主动 不过提醒了妖灵 让其感悟自己的道运 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 一片海域之边 放水楼阁中 一个女子吐出了一口鲜血 其脸色变得苍白 随后又满是红韵 因为一些男女间的感受 出现在她的心头 该死的 身为道山 竟然废弃本尊 那个砸碎毁了 本座道山的真结 本座会将你碎尸万段 骂完之后 女子嘴里出现了 控制不住的轻吟声 一些感觉她控制不住 道山的遭遇 她感同身受 这是命运的牵扯 无视距离 也无视界限 一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云雨渐歇 秦初的房间内恢复了平静 香汉淋漓的妖灵 看向了秦初 事件就是有写进存在 奴婢已经摸到了突破的瓶颈 晚一些时候就可以突破 秦初没有说话 因为多少有些尴尬 几里糊涂的就把事情做了 太真实 一切就在刚才 很舒畅 主人不用尴尬 今夜的事情 主人不用记着 妖灵也不会记着 妖灵只是记着自己是奴婢 当然了 在其他人面前 会越来越有尊严 走了 留下一句话 妖灵就离开了 但七夕留在了秦初的房间 之前她不怎么打扮自己 今夜她将自己收拾得十分香艳 休息了一夜 秦初继续研究青铜板上的纹理 接连几天都是如此 这天秦初到了水潭边休息的时候 妖灵过来了 七夕闪比过去圆润 可以说是身材焕发 对着妖灵点了点头 秦初没有说话 怎么说呢 她还是有点不习惯一些事情的发生 主人 奴婢可以突破了 另外奴婢发现了神海内的灵魂 有一道规则封印 突破后也许就可以解开 那么一些秘密就不再是秘密 妖灵开口了 她觉得自己和秦初之间有一些陌生了 她也明白是内夜的事情 对秦初产生了一些影响 你能突破了 那么我带你去突破 秦初站起身来 带着妖灵离开了长生宗山门 到了深荒之中 进入深荒中 秦初帮着警戒 妖灵就闭关突破 因为积蓄够浑厚 妖灵的突破没有什么难度 杜劫的时候 强横的雷杰让他受伤了 不过秦初有大地井极品疗伤单 可以帮助其恢复 两天之后 妖灵睁开了眼睛 其看向了秦初 突破到大地井 雷杰已经毁掉了我灵魂内的规则分泌 我知道了本尊是谁 妖灵开口了 说说看 秦初对妖灵本尊的事情还是比较有兴趣 随着妖灵的诉说 秦初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一些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 妖灵的本尊是黑海霸主 海云弱 古地井强者 他跟天机道主是朋友 当年他参与了天机道主 跟不死剑神黄斧爵的围杀攻击 不死战胜黄斧爵 陨落之前将围攻之人中创 其中就有海云弱 在被中创之后 海云弱就分裂出了道身 为了资深的恢复 也是为了问鼎更高的层次 这是奴婢的灵魂中 有主人的灵魂之力 要不然 觉醒了记忆后 一切就要被他的思想左右 现在应该是在他的影响下 朝着黑海 赶去跟他会合了 妖灵开口说道 你突破了 海云弱会不会对你有所察觉 秦初开口说道 我的突破他一定会知道 所以接下来奴婢还要躲藏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这样吧 我给你一些资源 你回天舞大世界 到西荒区域去沉淀自己 秦初说了自己的想法 奴婢不回去 奴婢压制一下自身戏漆 进入洞天宝物内 海云弱就没有察觉 再者 他如果到来 在移殿的范围内 奴婢也会察觉 主人提前做出安排 你来得及 辽灵开口了 他知道秦初的想法 就是不想尴尬 想了一下 秦初将其转到了银星界内 这里的环境你熟悉 就在这里吧 说着话 秦初给了妖灵一些资源 今天忤逆了主人的决定 不是奴婢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是觉得这样最合适 再者一些事情主人要看开 主人对奴婢没有男女情感 所以也不用尴尬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点了点头 秦初离开了银星界 出了银星界 秦初摇了摇头 他觉得自己想多了 妖灵都比他看得坦然 妖灵求发展 求改变命运 这是他的选择 跟情感无关 海云若攻击了皇甫爵 这对他来说 是不可容忍的大仇 也必须要收拾 破了他的道身 那破了就破了 秦初又开始研究青铜板上的写制秘法 他感觉到自己右手臂起了变化 是一种质变 跟左手一样的质变 这种变化比较缓慢 但确实是存在的 秦初觉得有进步就是好事 这是一条提升制度 时间就在这种平淡中度过 百年之后 秦初身上的气息有了变化 是右手臂的变化 上边有着特殊的能量缭绕 而杰云也产生了 感觉情况不对 秦初离开了翠云峰 因为这是雷杰出现 他的右手臂修炼出了变化 突破了之前的层次 所以产生了雷杰 秦初离开 右边有人跟着他 是唐云泽 宣唐 唐冰和唐南 他们本来在唐冰的别院说着话 发现了雷杰之后 又见到了秦初闪身离开 雷杰跟着移动 站在雷杰之下 秦初也明白了自己修炼的是什么 是龙族苍龙的写之秘法 他现在修炼出来的是赏苍之手 看着自己的右手臂 秦初觉得 这应该是突破到了古地境的手臂 要不然雷杰不会来临 父亲 他不是古地境 怎么会有雷杰 唐冰看着唐云泽问道 他确实不是古地境 但他修炼出了古地境的东西 他的右臂属于古地境层次 不过雷杰 就会有属于自身的规则出现 唐云泽开口说道 他是古地境强者 自然能看到秦初身上的变化 古道灵天第八百七十七集 将身躯的一部分修炼到古地境 这家伙的脑袋里 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唐兰就有些不明白了 因为过去就没有这样的先例 你不是他 所以你不懂他 他才是真正的修炼者 内心有着向上的精神 一只奴隶求上精 就会走出别人走不出的道路啊 唐云泽摇了摇头 他明白秦初 也明白一些道理 只要朝着前边走 一面不通 两面不通 终会有通的一面 有智者是进城 所以他可以是大地境霸主 我们不是 有一天他是古地境了 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唐兵有些感慨地说道 雷杰降临了 秦初的战斗分身和火焰能量出现了 帮着本尊抗衡着雷杰 逆天争锋 就会有雷杰降临 雷杰就是人举天动 秦初的两道分身和雷杰开始了博弈 第六波雷杰到来的时候 秦初本尊洞 他不能让战斗分身和火焰能量身有太大的消耗 因为后边还有群雷到来 秦初双拳出击 拳法是阵与拳 但打出来却有着特殊的威能 左手是破玉之拳 右手是上苍之手 两道拳钢飞出 跟雷电能量碰在一起 发出了暴鸣舍 空间在振战 一些珠网形状的裂缝都出现了 打出双拳的秦初 发现自己的左手也有了变化 增加到了跟右手臂一样的层次 秦初知道 他的不死左手 一直维持在自身的最高境界 他是地径 左手就是地径 他是大地径 左手就是大地径 现在右手突破了限制 融合了皇甫爵手骨的左手 层次上也是水涨船高 第六波雷截过去 就是群雷降临 秦初本尊和分身是一起对抗 一起承受着雷截的洗礼 因为秦初的古地径突破不完整 八道雷截过去 雷截就散去了 秦初原地打坐 熟悉着突破后的感觉 双臂已经不是大地径 而是古地径 且手臂内有着特殊的规则能量 恢复了一天的时间 秦初起身了 甩动了一下手臂 秦初知道自己手臂突破 身躯没有突破 所以只是手臂内有着属于自身的规则能量 身躯内还没有 无法自由施展 也可以说它是半步古地径 离开了被雷截轰击的焦黑的区域 秦初到了唐云泽等所在的区域 对着几人抱了抱拳 很漂亮 有指责 是京城 你可以的 唐云泽笑着说道 他知道 秦初的实力又有了铁声 回到了观云阁之后 秦初就闭关了 稳固身躯境界的同时 继续研究远古遗物 青铜版 龙族苍龙的写着秘法 这很了不得 龙族最为尊贵的是黄金圣龙 但是极为稀少 战斗里能跟黄金圣龙比肩的 就是苍龙 苍龙也称作为战龙 是龙族的护法之龙 秦初稳固境界 研究着青铜版 唐云泽等人想给秦初庆祝一下 都没得庆祝 但是他们高兴 秦初的实力提升 就是长生宗的实力提升 境界稳固住之后 秦初确定了 双臂内确实有着 不通于不死领域的东西 是自成规则 秦初觉得这很可以 接下来 他也可以按照写之密法修炼 将身躯层次完全提升起来 身躯进入古地界 那也是古地竞强者 秦初安稳地修炼 唐云泽跟秀罗店主 齐妙珍斗智斗智斗法 不解决一些隐患 双方就不能够应战应拼 长生宗是没有主动进攻的实力 处于攻守层面 打荒点是不能承受 被联合打击的损失 齐妙珍想寻求单战的机会 还要在时空大潮汐来临之前 一统三仓区域 这样时空大潮汐来临 他可以控制更多的其他世界 获得更多的资源 以及掌控更多的打地井修炼者 因为他需要打地井修炼者 组建绝对中心的军团 海云若很是恼火 没有看到对方 却感受了一次啪啪之后 他又确定了 岛山已经突破到打地井 突破到打地井的岛山 并没有前来跟他会合 这让他确定了 岛山已经出了问题 他必须主动出击找到岛山 将岛山融合之后 他的实力就会有一个大飞跃 甚至可以突破峙谷 成为圣地井强者 通过感应 海云若确定岛山不在 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 顺着感应 他朝着三仓区域赶去 之前海云若 倒过一次三仓区域 因为他和打荒殿的一些人有救 但这一次他不能打仗旗鼓 他的岛山出现必须保密 如果被对手发现 会将他已经成长起来的 岛山毁灭 无数年的努力和期待 就会毁于一旦 修炼岛山的修炼者不少 但岛山能够反补本尊的并不多 因为培养岛山有很多毒性 岛山的天赋没有问题 但在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 会依捐各种危机 容易陨落 他一次分立了两巨岛身 在无数年月前 一巨岛身已经陨落 现在剩下的是唯一岛身 他必须谨慎 修炼殿主奇妙珍 看着手里的一些信息之后 眼内出现了凌冽的杀意 他可以确定一些事情 秦初是他的筹略 因为信息中记录着 秦初有着一个斗篷 按照信息描述 那就是他为道身铺路的 遮天斗篷 道身陨落 遮天斗篷出现在秦初手里 这说明什么 说明秦初和他的道身陨落有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道身 在陨落之前 与人发生了关系 他必须解决这个男人 才能挽回损失的运道 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秦初 所以奇妙珍必须解决秦初 不管是从大荒店的大局着想 还是从他个人角度看 他都必须将秦初抓回来再说 掠夺寄予 谁掠夺谁 还是未知数 身子一闪 奇妙珍离开了休息处 他打算亲自前往悬舱区域 看看情况 秦初不知道这些事情 每天就是努力修炼着写之秘法 他这次是修炼身躯了 既然写之秘法没有问题 那自然是要全身修炼 改变自身强度 安稳地修炼主 秦初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 已经成了风暴的核心 不过他也不担心什么 他打在长生宗山门内 想要威胁到他并不容易 除非是大举进攻 而大举进攻 长生宗的盟友 一定会最快的时间到达 唐云泽也有危机感 将跟盟友相连的 大地级传送阵看得很严密 除了几位核心成员 闲大人等就无法接近 大荒店的密探 别说是破坏 就是寻找和接近都成问题 就没有这个机会 卢刹店主齐妙珍 到了长生宗最近的据点 询问了一下 长生宗的最新动态之后 又着重地问了秦初的消息 新的信息有限 还是之前调查到的 不过之前调查到的 就很详细了 大荒店的密探 在长生城发展了很多年 打探消息的能力很强 很少人知道秦初就是在 大禹拍卖行门前 摆摊的炼丹师 他们都调查和分析了出来 不出来 听了麾霞密探的汇报 奇妙珍皱了皱眉 秦初不出来 他就没有下手的机会 前段时间 他去过长生城两次 就是闲逛 另外去大禹拍卖行一次 再就没有消息了 密探首领开口说道 思考了一下之后 奇妙珍做出了安排 他在派人在长生宗的山门看着 另外在长生城的传颂镇附近 也派人守着 秦初出现了 第一时间他就会知道 交代好了 奇妙珍就在据点最里边的阁楼休息 等候着消息 话说海云入到了三仓区域之后 就是开始调查所有新晋女子大地的消息 各邀灵晋升的事情 只有秦初知道 海云若的调查根本没有方向 三仓区域的古地境修炼者不多 但是大地境修炼者很多 他也只能是一点点的排查 秦初的修炼很顺利 因为前边有幽笔做了誓言 他修炼起来也放心 再者也有了一些经验 速度比之前快的很多 唐斌和唐兰不怎么打扰秦初了 唐兰也明白了 秦初说忙不是借口 人家在努力是真的忙 当然了 也忙出了成就 因为唐兰都不骚扰 出匡刀和秦孝两人也不乱跑了 来在苍云峰进行着沉淀 他们两人修炼到地境巅峰很久了 就是需要沉淀 在沉淀中朝着地境极限冲击 只要到了地境极限 那么就等于是一只脚进入了大地境 因为秦初有地境的杜杰丹可以帮助他们 出匡刀和秦孝在翠云峰弟子中的名声也很好 很多弟子都愿意跟两人亲近 沐海和许臣也跟两人打成了一片 反之雨落在翠云峰待不下去 他去了内逢一些事情是他自己弄出来的 后果也得承受 他也没有跟秦初叫板的资格 主要是没有人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人都没有 沐海和许臣同情他 可不会为他站队 大家内心都有是非观 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修炼了半年 秦初出关了 进展不促 不过还没有达到神区质变的程度 还有一些路需要走 在秦初休息的时候 唐云泽过来了 婢女上茶之后 秦初给唐云泽道理别查 宗主大人 最近局面如何 局面很严峻 目前是密探的交锋 他们清理我们的密探 我们也在清扫他们的密探 都是避免对方的渗透啊 我们处于劣势 因为我们长生宗的实力不够 主动战打不起 这就有些憋屈 可是没办法 避免伤不够啊 过去的年月里 大荒殿积累了浑厚的底子 这是长生宗有盟友 要不然 很容易就被人家拿下了 唐云泽叹了口气 他是古地景不假 和长生宗整体实力不够 他是独木难知 每个势力的崛起中 总是伴随着这样和那样的事情 也是一个过程 秦初开口说道 你倒是看得很开啊 事实上 你这样的弟子 不管在什么样的势力 都会得到重视 都会是核心的 在长生宗 让你受委屈了 唐云泽摇了摇头 秦初笑的笑 宗主的爱想多了 弟子既然选择了长生宗 那么不管是强是弱 弟子内心都有了 接受他的准备 他弱 我们一起成长 他强 大家一起辉煌 你个性 本座欣赏 本座就喜欢过程 当你成功了 回头看看的时候 我有很深的成就感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看到的 都是其他人的成就 不如 自己走到这个高度 看得真实啊 唐云泽笑着说道 今天他是真的了解得清楚 直到秦初 跟他是一样的人 一些境界 弟子还是有的 一些事情能看得明白 只是实力不够 路还没走通 秦初开口说道 你的路 其实已经通了 你的双臂是谷地境 手臂内有独有的规则 这就是好现象 可只是手臂 身躯达不到这个层次 那就是缺陷 当你按照修炼手臂的方法 修炼身躯 将身躯全部修炼到谷地境的时候 这自身规则 也就成行了 自身规则出现后 你的元气修为境界 就没了平静 突破起来 就容易一些了 唐云泽对着秦初说道 这么说 弟子的路真同啊 不过身躯完全提升 还需要一些时间 秦初想立下说道 秦初 不是本作打击你气势 你进军古地境的路 是有了 但没那么容易啊 估计 还有一个天道考验 我去了 你就是古地境修炼者 被卡住的话 那么 就是半步古地 不过 即便是半步古地 一般的古地 也不是你的对手 唐云泽开口说道 唐云泽走了 秦初陷入了思考 还有一个天道考验 是什么唐云泽也不知道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 他的路是对的 既然路是对的 那么也只能继续走下去 走下去 即便是不能突破 也能够提升实力 身躯修炼到古地境之后 且不说面对古地 在大地境中 是绝对的无敌 群战都无所谓 因为大地境的攻击 落到了他的身上 可能都没有效果 思考了一阵子 秦初进入了战皇殿内 虽然跟妖灵见面 有点尴尬 但他也要看看 妖灵的情况 至于妖青 他也只能相关着 五道灵天 第878集 银星界内 妖灵正在打坐修炼 进入大地境的时间短 他需要稳固境界 另外 提升空间也大 看到秦初进入银星界 妖灵站起身来 妖灵见过主人 不用客气了 待在银星界内 可影响你的修炼 你还能够压制住自身气息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感受了一下自身之后 妖灵看向了秦初 奴婢可以压制自身气息 有一些小泄露 银星界可以阻拦住 至于自身的修炼 奴婢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修为的稳步提升 秦初点了点头 一切都没问题 那就好 接下来 你就稳步修炼 如果觉得闷 那我就送你回天舞大世界 妖灵摇了摇头 他再想说什么的时候 秦初已经出了银星界 回到了现实世界之后 秦初见了件 楚狂刀和秦晓之后 放松了几天之后 开始了新一波的修炼 也不知道 时空大潮期什么时候来 他必须要在 时空大潮期来临之前 最大程度地提升 自身的战斗力 秦初出关 吉妙真就得到了消息 打荒点 在长生宗内有密探 在外几封 密探的活动空间还是有的 翠云峰内的新弟子中 就有他们的密探 秦初从关云阁内出来 密探就通知了据点 该死的 你最好别出来 敢出来 本作就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听了密探的汇报之后 吉妙真开口骂了一句 他急切地想解决秦初 因为秦初是他的心病 也是他的耻辱 殿主大人不要动怒 他一定会出来的 或许是因为有些实力在身 秦初做事很少畏手畏脚 只是没有事情 有事情他就会出来 把荒店的密探首脑开口说道 没有事情就不出来 本作不相信他会一直待在 长生宗的门内 惹火了本作 本作直接打进去 另外告诉打入长生宗的密探 注意打探他们联系盟友的 传送阵在何处 破掉后 我们就可以全面进攻 奇妙真脸上满是冷意 他是真生气了 过去的无数年约 他就没有这么被动过 密探首领领命下去了 他很清楚 事情办好了 他是打工一件 如果办不好 那么奇妙真就会弄死他 在大荒店 他也算是小高层了 能够接触到一些事情 奇妙真的心很手辣 他明白 秦初修炼着苍龙邪之秘法 血液的改变 带动着身躯之变 进展很快 主要也是因为 他的身躯之前已经修炼出了成就 不死不灭身的霸道 只有修炼的人才明白 现在苍龙邪之秘法 也就是在血液的修炼上 给秦初一些辅助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 秦初从藏天官里出来了 修炼上 他又出现了困惑 那就是血之秘法 修炼到了一定程度 血液的强度改变了之后 能量修炼出来就流逝 又储存不住了 陷入了之前的困境 无法达到谷地境 临门一脚 他踢不出去 在观云阁内来回夺步 秦初不知道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知道 这就是唐云泽所说的 突破之前的天道考验 不解决的话 他也只能在半步谷地境趴着 无法再提升自己 难 修炼路难 难于上青天 地云不足 机缘不够 气云不足 那么想要前进 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 也是看潜力 潜力用剑 那么修炼路也就止步了 有点返走 秦初去翠云峰的后山 抓里头野路靠上了 一边喝酒 一边放松自己 问题解决了 他能怎么办 喝了两滩酒 有点晕乎乎的秦初 直接去睡觉了 他觉得需要冷静一下 只有平静的心绪 才能够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睡了一天之后 秦初起来了 起来之后 秦初到水潭的流水口 泡了一个冷水澡 然后换了一身宽松的衣袍 在秦初泡茶的时候 唐冰过来了 怎么了 情绪不是很高啊 嗯 一些困扰确实影响心境 我正在调整情绪 秦初开口说道 有什么困惑说说看 也许我能给你一些见解 拿着茶壶 唐冰给秦初倒了一杯茶 是修炼的问题 我的身躯 马上就是谷地境了 结果好吗 能量修炼出来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本到达不了 质变的临界点 我能感觉到门就在前边 可伸手够不到 就差那么一丝丝 只是一丝丝 秦初开口说道 虽然他知道 唐冰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但他还是说得出来 也算是一个发泄 差一丝丝 一跟我们这些 传统的修炼者不一样 我们是没有突破的气机 可你找到了突破的路 就是差压死骆驼的 那根稻草 你要突破身躯 那就炼制气血丹 用顶级的气血丹去推 会无限流逝吗 只要能留下那么一丝丝 对你来说也够了 唐冰说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秦初找到了路 跟他不一样 吸了一口气之后 秦初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试试 预祝你成功 看了看秦初之后 唐冰就走了 准备了大地井的 气血丹材料之后 秦初拿出了悬甲顶 就开始炼丹 两炉大地井的 极品气血丹出炉之后 秦初开始放松情绪 接下来 他要发出新的一波冲击 放松了两天之后 秦初放弃了回家看妻子和儿女的想法之后 进入到藏天关里 开始了闭关突破 这一次 他要将神区全部提升到谷地井 秦初闭关之后 唐冰到了关云阁 他知道秦初闭关了 他过来就是为秦初守关 不让别人打扰了秦初 因为这对秦初来说是一次蜕变 一旦成功了 那么长生宗就多了一位强者 也许是能够改变 三仓区与隔绝的强者 盘西坐下藏天关内 稳定了一下情绪之后 秦初拿出了气血丹 运转着苍龙血之秘法 开始了神区的蜕变冲击 一颗丹药没有效果 能量流逝掉 秦初一下吃了两颗气血丹 两颗气血丹入腹之后 能量又开始流逝 就留存不住 秦初不断地吃着气血丹 不断地冲击 秦初将两颅气血丹吃下去 蜕变还是没有出现 灵魂只扫了一下储物切子 秦初发现气血丹已经告庆 但他看到了装着 冰胶之血的玉盒 看到了冰胶之血 秦初的眼泪出现了决绝 他就是要拼一次 冰胶之血 谷地净层次 蕴含的能量极为浓郁 将其送给秦初 让天花公主都是十分的肉疼 秦初一直是当作珍藏 现在他没有补充气血的资源了 而冰胶之血比较适合 他蕴含的就是气血之力 拿出了冰玉盒子打开之后 汲取了一部分冰胶之血 秦初吞入了腹中 冰胶之血进入腹中 就化作了能量 是狂暴的 狂暴的几乎是可以翻江倒海的能量 震得秦初身子颤抖 骨骼都要震碎了 经脉开始了经鸾 剧烈的疼痛 让秦初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冷汗顺着脸颊留他 只是刚刚留他 就变成了冰堤 冰胶之血 杏蜀极寒 压制着痛楚 秦初开始 按照苍龙写着秘法修炼 他要的就是能够助他 冲击古地井身躯层次的门户 最后一丝能量 他还不知道冰胶之血 能不能够做到 秦初的血液奔腾起来 按照血之秘法的模式运行着 改变着血液层次 也带动着身躯改变 因为瓶颈限制 秦初身躯内超过大地井的能量 出现之后就会流逝 但冰胶之血狂暴 能量刚一流逝 马上就补上 顶着流逝 保持着秦初血液内能量的浓郁 冰胶之血的狂暴 超乎了秦初的想象 秦初的骨骼 经络扛住了宫心 但身躯皮肤没有扛住 出现了裂痕 就跟蜘蛛网一样开裂 不过裂痕刚出现 就被冰胶之血的 寒暑性冰封 惨烈无比 秦初的衣袍上 出现了一朵朵血花 被冰封的血花 因为冰胶之血的能量 能够顶住流逝 让秦初 秦初仓龙血之秘法的修炼 得以持续 秦初的突破没短 还在进行着 血液强度的提升 带动着秦初身躯层次的转变 身躯内 被冰胶之血震出的损伤 不断修复 又在修复中不断的损伤 一个时尘过去 两个时尘过去 随着秦初体内传出一声 剧烈的轰鸣声之后 它身躯层次变了 从大地径突破到了谷地径 在狂暴的冰胶之血能量支撑下 秦初的身躯完成了 从大地径到谷地径的蜕变 身躯层次的蜕变完成之后 冰胶之血的能量 就不能够损伤秦初的身躯了 剩下的就是秦初身躯的自我恢复 谷地径层次身躯的恢复能力极强 秦初身躯内有损伤的区域 都在快速地恢复着 这个时候 劫云出现了 秦初的战斗分身出了藏天关 携带着藏天关 就朝着深荒内飞行 秦初知道雷劫会来 而且还是那种比较狂暴的雷劫 唐冰呼出了一口气 心里有着羡慕和失落 羡慕是因为秦初终于走出关键的一步 冲击到了古地井 身躯古地井 比缘起修为古地井 更为难得和恐怖 因为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防御力 意味着一般的攻击 对秦初就无效 失落是因为 他比秦初早修炼无数年 早到大地井圆满无数年 可秦初冲到了古地井 他还在原地踏步 怎么还失神了 一起去看看 唐云泽出现在关云阁 携带着唐兵 朝着秦初离开的方向追去 很好辨别方向 跟着劫云的移动就可以了 秦初突破成功了 被唐云泽携带着飞行的唐兵 开口说道 唐云泽开口说道 他心里很是欣慰 因为长生宗除了他之外 又诞生了一位顶级强者 至于秦初能不能渡过雷杰 唐云泽并不担心 雷杰是灭杀的很多很多的修炼者 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高境界低能力 战斗能力不匹配境界 可秦初不一样 秦初是战斗力超过境界 所以雷杰最多 也就是能够伤到秦初 不能够做到灭杀 唐云泽和唐兵赶到的时候 秦初本尊已经出现了 在街云下打坐 白袍上的血花清晰可见 怎么是这样妖野图案的一袍 他不是这个性格 唐兵愣了一下 你仔细看看 那是血痕 他的突破一定很艰辛 观看一下之后 唐云泽看出了是怎么回事 也许这就是男人和女人 看事情方向的不一样 听了唐云泽的话 唐兵愣了一下 那么多的血花竟然都是血迹 雷杰在空中翻滚 笼罩的方圆数十万里 威亚一浪一浪的朝着下方冲击 秦初就是这威亚的核心 唐云泽施展领域护住了唐兵 古地境雷杰威亚太强劲了 大地境的唐兵也受影响 雷杰的威亚下 一碗生灵贵服 这就是天道威能 雷杰到来 秦初的战斗分身和火焰能量身出手了 帮着本尊扛制雷杰 这动静太大了 唐云泽右手一抖 一把古剑出现在手中 此时两道身影一牵一后 朝着长生宗区域的大黄区域赶来 他们是古地境修炼者 对古地境雷杰敏感 这两人一人是罗刹殿主 奇妙真 另外一人就是战皇殿的张老 曲阳 两人都感受到了古地境雷杰的到来 雷杰一到到下来 秦初的战斗分身和火焰能量身都顶住了 秦初的实力提升 他们的实力也是水涨船高 秦初的第六波雷杰到来的时候 奇妙真赶到了 看了一眼帮着守官的唐云泽 又看了一眼秦初 奇妙真就明白了 杜杰的是长生宗的人 而且就是他要找的秦初 只是唐云泽一个人 奇妙真根本不在意 身子一闪就朝着战斜身 欲咬杜杰的秦初本尊杀去 他怎么可能让秦初顺利杜杰 天道雷杰不可干扰 是说不能帮助杜杰者 抵挡雷杰的攻击 但是攻击杜杰者不在此里 如果说天道雷杰是天杰 那么被人攻击就是人杰 这种情况 唐云泽自然不会允许 古剑抽窍挥斩 站在了奇妙真 朝着秦初冲击的路线上 最后身子闪动迎击 他自然不能够让奇妙真 打扰了秦初杜杰 古地境的战斗打响了 罗刹女奇妙真是老牌古地 成名比唐云泽早了很多年 因为大荒店底蕴深 他修炼的次元杀 也比唐云泽深厚 所以战斗力高过唐云泽 战斗了几个回合之后 唐云泽就处于了弱势 但是他防守的机位严密 压制了唐云泽之后 奇妙真就施展剑气攻击秦初 他不打算让秦初安稳地度过了一切 五道灵天第879集 唐兵出手拦截奇妙真的剑气攻击 可是他拦不住 奇妙真的剑气直接将其击飞 唐兵的领域 扛不住奇妙真的领域压制 剑气能量不在一个层子上 所以他顶不住 击飞了唐兵 奇妙真的剑气再次朝着秦初斩杀 他要配合天道雷杰 灭杀秦初 因为进入古地境的秦初 将是大火海 这时候穿着斗篷 遮掩着面容的屈阳出手了 干扰他们战皇殿的少主杜杰 他绝对不允许 屈阳出手 配合唐云泽攻击奇妙真 这就让奇妙真和唐云泽都很诧异 奇妙真没想到唐云泽还有古地境的帮手 唐云泽诧异的是 怎么又冒出来古地境修炼者 好在是帮助他 如果去攻击秦初 那么就真的是大麻烦了 雷杰到了第八波 雷电凶猛下杂 秦初本尊战斗分身和火焰能量身 都在跟雷杰抗衡 雷杰很狂暴 攻击强度远超秦初之前度过的雷杰 不过秦初现在是古地境身躯 战斗力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所以还能扛住 第八波雷杰过去 没有给秦初休息的时间 第九波雷杰就来了 不过秦初和战斗分身 都吃了大地境极品回员单 元气能量都有了迅速的补充 第九阶雷杰到来 秦初跟雷杰开始了最后的贫杀 度过雷杰他就是逾越龙门 称为古地境修炼 如果失败 那么后果也是十分严重 身死盗销 灰飞烟灭 高等修炼者有着悠久的寿命 除了仇杀和战斗中死亡 陨落于雷杰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最后一波雷杰不只是雷电攻击 还有着攻击灵魂的特殊能量 好在秦初本尊和战斗分身内 深海内都有秘宝防御 雷杰中攻击灵魂的能量 并不能将秦初如何 至于火焰能量深 食髓火也不太怕灵魂攻击 第九波雷电散去 就在秦初打算加入战争的时候 奇妙真闪身退走了 唐云泽和屈阳的攻击 虽然不能将他如何 但已经可以抗衡他 再加上秦初杜劫完毕 他再站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唐云泽和屈阳都没有追击 他们没有急杀奇妙真的可能 奇妙真跑不见影了 在唐云泽要跟屈阳打招呼的时候 屈阳身子一闪也离开了 他出手就是保护秦初 他还没到可以露面的火候 牧师者屈阳离开 唐云泽就有点想不明白了 既然出手帮助了自己和秦初 怎么不打招呼 这是一份善缘 也是一个人情 雷集和战斗已经结束 秦初就盘膝打坐 稳固静静 同时也恢复着修为 父亲 这两位是什么人 唐云眼泪满是震惊 秦初杜洁竟然引出来两位谷帝 这也太恐怖了一些 一位是大皇殿罗刹电竹 奇妙真 另外一位为父不了解 但他誓有非敌 是帮助我们的 只是他不想暴露自己 唐云泽开口说道 大皇殿太不要脸了 竟然来打断别人的杜劫 唐冰开口骂了一句 唐云泽摇了摇头 也很正常 秦初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 他们觉得秦初是威胁 又除掉他的机会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通过今天的事情 也可以确定 大皇殿的人 已经到了我们长盛宗 周围潜伏了 这是危机啊 敌人已经退走 秦初就安心地打坐了 稳固和感悟着新境界 身躯正式进入到谷地境 秦初身躯内有了新的规则 是血肉身躯规则 不受世界规则影响 也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接下来 秦初到其他的世界 他不需要领悟和改变领域规则了 因为已经有了自身的规则 在原地修炼了两天 秦初跟着唐云泽 唐兵回到了长生宗 回到了长生宗 秦初就回关云阁闭关了 他的身躯刚突破到谷地境 需要稳固不说 需要熟悉的地方也很多 因为秦初已经被大荒顶发现 唐云泽也没有再隐瞒 他发了宗盟公告 长生宗出现了新的谷地境修炼者 解释身躯成为谷地境 是这方区域内没有的历史相合 公告上说了 等秦初出关 择日庆祝 唐云泽倒是想直接庆祝 关键是 这次事件的主角 秦初在闭关修炼中 怎么庆祝 盘西坐在藏天关内 秦初感受着自己突破之后的效果 身躯突破之后 秦初的身躯强度到了谷地境 可以说免医谷地境之下的宫期 另外 他的血脂领域也提升了 到了谷地境层次 姐 那家伙杜劫的时候 还有人捣乱 看着唐兵 唐兰询问着秦初杜劫的情况 是有人捣乱 大荒店目前的掌权人 罗刹店主秦妙珍出手了 另外还有一位谷地出现 好在是站在我们这边 帮着父亲 抵挡了秦妙珍 对秦初雷姐的干扰 唐兵开口说道 他都有一些后怕 这是有人帮忙 没有人帮忙 唐允则很难阻拦秦妙珍 对秦初雷姐的干扰 这个贱人 阻拦别人杜劫 他这是杀人 比直接杀人还贱 唐兰开口骂了一句 唐兵喝了一口茶 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 因为秦初将会成为 长生宗的一流强者 他们想要提前解决隐患 唐兰没有再说什么 他想去看看 渡劫过后的秦初 但是秦初在闭关中 不能被打扰 突破之后 秦初闭关了 闭关了半年的时间 秦初才出关 换掉了身上的血花长袍 在水潭流水口 泡了一个冷水澡 秦初是神清气爽 古地井修炼很霸气 他秦初现在也是 用元气修为 施展不了古地井领域 但是他可以用神区能量施展 秦初出关 血姑就知道了 通知了唐兵 唐兵喊着唐云泽 到了关云阁 见唐云泽和唐兵出现 秦初表示了感谢 渡劫的时候 唐云泽和唐兵帮他护法 这是一个大人情 秦初啊 我们想帮你庆祝一下 可是啊 你一直在闭关 这一次 你不要着急去修炼 怎么也得庆祝一下 唐云泽开口说道 他是真的很高兴 以后的长生宗 不只是他一个人顶着呢 可以说是后继有人 秦初没有拒绝 这一次的事情 对长生宗来说 确实是大喜事 秦初 我们欠了一位强者的人情 另外 大黄殿的罗刹店主 齐妙珍 已经盯上你了 他要杀你的心 很强烈啊 唐云泽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不瞒着宗主和长老说 我和这个罗刹店主 齐妙珍有旧约 在我家乡的时候 跟他的道身 有过一些牵扯 他的道身陨落了 所以 他应该是有感觉 反正我们两人之间 是要死磕到底的 你面杀了他的道身 还有这样的事情 唐兵眼内满是诧异 秦初沉默了一下 本身我是要杀别人 是别人拿着他的身躯 做了挡箭牌 被我的剑气所斩上 哦 原来是这样 不过不要紧 你们就是没仇怨 他也不会对你放手 以后的对碰 是难免的 唐云泽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这些事 弟子有预料 在来长生宗之前 弟子了解过一些事情 知道大黄殿和长生宗 水火不容才加入的 如果双方没有仇怨 祸水东瘾的事情 弟子干不出来 你不用想这些 有你的事情 没你的事情 都影响不了大驱使他 唐云泽开口说道 宋主 长老 我出身的世界 承受不起打击 所以 一些事情 还请两位 带位保密一下 秦初对着唐云泽 和唐兵抱了抱拳 他个人怎么折腾 都没问题 他不想将事情搞大了 殃及到天武大世界 唐云泽和唐兵 都承诺了 帮着秦初保守秘密 你这几天 不要闭关了 明天我们宗门庆祝 很多长老 都很期待呢 唐云泽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点头了 闭关了半年 他也是比较疲惫 他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然后研究 冲击元气修为古地境 送走的唐云泽和唐兵 秦初打算去看看 妖灵和妖青的时候 楚狂刀和秦孝来了 看到了秦初 楚狂刀和秦孝 格外的兴奋 因为秦初是天武大世界 修炼者的代表 秦初进入了古地境 意味着天武大世界 处得顶级高手 兄弟三人 有一阵子没有见面了 秦初将酒摆上 婢女就去弄菜了 秦初 现在和你秦初 都有点不尊重了 应该称呼大人才合适 先不管这些 我楚狂刀在这里 恭喜你进入古地境 楚狂刀对着秦初抱的抱拳 秦孝爷是如此 秦初站起身来 来回走了两圈 你们如果拿我当兄弟 就别说这种话 否则以后别过来找我 他的情绪有点激动 他觉得兄弟之间 跟修为和境界无关 楚狂刀和秦孝 现在是生分 好了好了 我们以后不说了 秦孝拉着秦初坐下来 他看出了秦初情绪的激动 如果他和楚狂刀 再说客气话 秦初可能会暴走 听了秦孝的话 秦初再坐下来 他不喜欢刚才的那种感觉 别不高兴了 我道歉 我道歉行不行 管我随见 楚狂刀开口给秦初 陪着不是 话是说开了 三兄弟痛快地喝酒 不长时间 古城和玉小乐来了 婢女加了玩筷 古城和玉小乐来了之后 沐海和许臣也过来了 你们都是师兄弟师姐弟 好像就我哥哥不入啊 看着周围的一群人 秦初开口说道 怪谁啦 当初我可是很希望你拜师的 不过你这样的也不适合拜师 现在这样也不错 我们虽然不是师兄弟 是姐弟 是朋友 玉小乐笑着说道 有一段时间 他一直以为 秦初会拜入唐兵的门下 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会成为他的师弟 可事实跟他预想的差距浑大 一群人喝痛快之后 才离开关云阁 婢女打扫残局 秦初进入了战皇殿内 他要看看妖青的情况 妖青的本尊是天机道主黄甫鸡 是一个大人物 也是他的大仇人 滴水之恩当涌泉降跑 黄甫鸡对他有提携指点之恩 他有义务为皇甫决报仇 看到秦初进入战皇殿 妖青斩起身来 看着秦初 其眼泪满是震惊 因为他感觉到了 秦初身上携带的围压 比之前强了很多 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 秦初开口问道 没有 奴婢和对方的联系断了 妖青躬身说道 有情况就告诉我 你的希望在我身上 而不是在你本尊身上 也不瞒着你 我现在是古地井 有抗衡你本尊的实力 即便是有欠缺 将来也一定可以 看着妖青 秦初说出了自己的实力 听了秦初的话 妖青的眼角抽动了一下 他知道地井之上是打地井 古地井那一定是在打地井之上了 喝了妖青泡的茶水之后 秦初出了战皇殿 他没有去看妖灵 妖灵的忠诚他不怀疑 再者他去讲妖灵 有点尴尬 毕竟那一夜的淫泥 还在他的脑海中 秦初回到现实设计中不久 公书返过来了 递给了他一封信 打开信件之后 秦初看到是语记写给他的 语记告诉他 战皇殿是战皇的密码 他秦初是战皇的继承人 应该继承战皇殿 至于他自己 他已经脱离了战皇殿 跟战皇殿无关 以后战皇殿就归秦初管 手指一弹 烧掉了信件之后 秦初叹了口气 战皇殿他先拿着了 合适的时候再给语记 少主 取偿了已经知道您突破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人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未来有了希望 另外少主提供的资源和弹药 也都利用了起来 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们的人会提升很多实力 公书凡开口说道 很好 目前还是隐忍和提升实力的阶段 还不到出战的火候 有什么事情就通知我 秦初对着公书凡交代着 长生城内 战皇殿的府邸 去阳喝着酒 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 秦初突破了 战皇殿多了一位前途无量的强者 这等于是有了希望 所有了解秦初的人 都是知道 秦初突破的意义不同 秦初是大地景霸主 进入古地景之后 那就不是菜鸟 一般的古地景修炼者 已经不能够将秦初如何 跟秦初对上还容易匀落 另外没有瓶颈的限制 秦初的实力还是提升状态 五到零天第八百八十几 大荒殿的密探据点内 罗刹殿主回手摔了一个茶杯 秦初进入古地景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想击杀秦初很难 另外他还确定了另外一件事情 秦初身上有着他的气息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秦初是他倒身的男人 确定了一些事情 让齐妙真十分的愤怒 倒身是由本尊分裂出去 可以说与本尊一体 秦初践踏和玷污了他的倒身 那跟践踏了他的本尊没有区别 这让他如何忍受得了 另外一个关键是 秦初竟然突破到了古地景 不抓紧解决的话 会越来越难以收拾 想办法 你们给本座想办法 将秦初从长生宗内调出来 本座一定要杀了他 吉妙真对着密探首领交代着 推出了据点的大堂 密探首领翻筹了 打探消息容易 可是想将秦初引出来 可是难了 没有什么大事 怎么能够引动一个古地景巨头 秦初突破到古地景的事情 长生宗公布之后 在这方天下引起了大波兰 因为秦初是大地景霸主 进入古地景 那么也是古地景中的强者 离开了据点大堂 密探首脑发出了一封信 他是通知家族 如果自己有事情 那么就退出大荒店 找个地方安稳发展 他叫代元 修炼了无数年远 修炼到了大地景之后 在大荒店 也是有一些地位 给自己家族争取了一些地位 可现在他有危机感了 吉妙真给他施加压力 如果事情做不好 吉妙真一定不会放过他 长生宗对秦初的突破庆祝 十分重视 各个辖区的首脑都通知到了 且通知了关系最近的同盟 天华公 天华公主和副公主 南非烟都来到了长生宗 秦初的元气修为境界 虽然还是大地景 但神却进入古地景 接下来就不存在瓶颈问题 沉淀够了就可以突破 且不说元气修为的境界 随后就会突破 就说现在的秦初 天华公方面必须要重视 秦初在唐兵的带领下 到了长生宗的片殿 到了主桌前 主桌坐着长生宗主唐云泽 副宗主宣唐 天华公主乔运 副公主南非烟 还有长生宗大长老唐晓然 秦初的事情给大家带来了麻烦 秦初对着主桌的几位抱了抱拳 你这家伙也太客气了 你突破到古地景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应该来问你庆祝一下 今天没带面纱的天华公主开口了 再次对着几位抱了抱拳 秦初在空位坐下了 他不能够再客套 今天是为他庆祝 他还是古地景 理应坐在主桌 在客套就是虚伪 庆祝酒会很热闹 一些女弟子还准备了一些歌舞 所有的长生宗弟子都高兴 多一位巨头 宗门就多一位靠山 庆祝酒会进行到了半夜才结束 秦初回到了关云阁 喝着婢女泡的茶 慢慢地醒着酒 今天他喝的确实有点多了 主要是敬酒的人多 他是古地景强者 除了古地景修炼者 都得称呼他一声大人 一些长老都对着他敬酒了 喝了一壶酒 清醒了一点 秦初就去休息了 休息了一夜 秦初到了贵宾楼 拜访了一下天华公主乔运 还有副公主南飞烟 本座对你进入古地景有信心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你还不到百岁吧 天华公主乔运看着秦初说道 嗯 还不到百岁 晚辈能有今天的成就 这得益于各位前辈的提携和帮助 秦初开口说道 他很感谢天华公主 是天华公主的冰胶之血 让她的身躯得以顺利地突破 你还是那么谦虚 以后不要太谦虚 古地景修炼者 可以霸气一点 天华公主笑着说道 跟天华公主和南飞烟交流了一阵子 秦初离开了 她也说了 如果需要什么呆药 可以来找她 为人处事 礼上往来很重要 这家伙厚道 突破到了古地景也没有忘本 还是跟之前一样 一点也没有飘 乔运开口说道 长生宗过去这个难关之后 就要崛起了 南飞烟感慨了一句 乔运点了点头 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古地景 给他时间 他会一飞冲天 我们天皇宫的运道 还是差了一些 没有收到这样弟子的机缘 好在我们是有盟 秦初也认可我们的关系 回到了关云阁的秦初 又闭关修炼了 一边修炼身躯 一边准备 缘起修为的突破 关于秦初突破的问题 唐云泽提醒了秦初 古地景的雷洁动静太大 周边的区域都会察觉 秦初上次那么突破 危险性很大 敌人会追寻着 节云的痕迹进行突破 所以必须小心谨慎 秦初也知道 上次的事情搞得太鲁莽了 下次要突破的时候 不在宗门内的话 也要找一个安稳的地方 绝对不能够让敌人搞破坏 秦初要杀他的心可是很强烈 且不择手段 杜贼的时候就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秦初抓住机会就会搞他 又修炼了半个月 秦初悄悄地离开了翠云峰 深入了大荒区域 找到了合适的突破和堵截地点之后 秦初又巡视了一大圈 确定了安全之后 开始闭关突破 身躯进击之后 秦初的元气境界就有了突破的契机 随时可以突破 他为了多沉淀一下 所以又等了半年的时间 现在可以进行无忧突破 秦初将元气能量压缩到了丹珠之内 完美压缩之后 他的丹珠就破裂了 最后精纯的丹珠能量化成了丹阴 丹破成阴完成 秦初的元气修为境界 也顺利突破到了谷地境 雷阶到来 秦初有谷地境的身躯 又有谷地境的元气境界 所以雷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困扰 主要是他的两道分身 可以辅助他抵挡雷阶 秦初的战斗分身 有本尊的九成战力 九成战力是指气血之力 元气能量是本尊的九成 但境界是一样的 所以杜雷阶 秦初是极为轻松 元气境界突破完成之后 秦初没有离开大黄 而是稳固了几天境界之后 将魂珠也完成了华阴 至此 秦初的身躯 元气修为 灵魂修为 都进入到了谷地境 在大荒内 稳固了一个月的境界 秦初才回到长生宗 回到翠云峰 回到了翠云峰 秦初没有去见谁 开始了全力提升修为 他现在有提升的资源 炼化了冰胶之血 就可以让他的身躯修为提升 至于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的提升 秦初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谷地境的单方 战皇留给秦初的炼丹点击中 有一份谷地境的单方 叫做谷元丹 是辅助谷地境修炼者元气修炼的单方 但秦初缺少材料 毕竟他就在公华云的洞天宝物内 获得了一些谷地境的炼丹材料 缺少的比较多 不足以支撑谷元丹的炼制 至于辅助灵魂修炼的单方 秦初没有 长生宗的藏书阁内也没有 是不是唐云泽没有存放 就不得而知了 而谷地境的修炼者很稀少 谷地境的炼丹术和炼气术跟不上 这是修炼文明的问题 已有顶级材料匮乏的原因 没有谷地境材料 谷地境的炼丹术和炼气术怎么修炼 很难修炼出来 这种情况之下 就显示出了藏天观的重要性 不说强度的问题 它能够辅助修炼 能增加气韵之力 这就足够霸道 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 秦初的修炼速度是其他修炼者的三倍 同等条件下 秦初的成长就不是其他修炼者可以相比的 潘西坐在藏天观内 秦初汲取冰胶之血的能量强化身躯 元气和灵魂的修炼 使吃着打地境丹药硬顶 秦初使用苍龙血之密法 炼化冰胶之血 然后修炼不死不灭剑体 因为苍龙是龙族战龙 压制冰胶 所以炼化冰胶之血十分顺利 秦初闭关修炼了 这让找过来的唐云泽很无奈 没见到秦初 他就到了唐云的别院 这家伙又闭关修炼了 为父想和他说一下话 也说不成了 看到唐云泽有些无奈地说道 父亲 我大哥是武痴 这家伙又何尝不是 不同的是他气势成了 经历的战斗多 走通了霸主之路 我大哥在这方面不辱他 唐云开口说道 唐云泽点了点头 等他出来后 你去通知一下为父 他没有师尊 现在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有时间了 为父也要和他说一些事情 唐云点了点头 父亲的指点 对他帮助应该很大 哎 谈不上指点 只是跟他说说古地境的一些常识问题 总比他一个人琢磨强啊 唐云泽摇了摇头 秦初这一次比关就是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 秦初不是刚进入古地境冷头清了 他的修为提升了不少 他没有古地境的丹药 但他有大地境的悬云丹和悬灵丹 古地境使用大地境的丹药修炼 是有点浪费 但秦初管不了 他是天舞大世界群的代表 他的实力代表着天舞大世界群的最高战力 他的修为提升了 丹药就不算浪费 没有修为 战斗的时候被人弄死 那资源都是人家的 出关的秦初放松了一下 坐着传送镇就离开了翠云丰 传送到了越南城 到了天舞小城 秦初回来 天舞小城就沸腾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秦初进入古地境的事情 之前长生宗发布了 秦初突破到古地境的公告 越南城就得到了消息 得到消息的秦华兴 第一时间到了天舞小城 告诉了秦初家人 所以秦初的妻子和孩子 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君丸等人弄了韭菜 为秦初庆祝 大家都很高兴 秦初的修为提升 意味着自保能力越来越强 在天舞小城陪着家人 是秦初最为放松和开心的日子 他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给天舞大世界 一个稳定的局面 为了给家人一个稳定的生活 待在家里 秦初指点着孩子的修炼 陪着妻子 这天秦初指点女儿修炼的时候 君丸高兴地跑了过来 脸上满是红韵 怎么了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激动 看着君丸 秦初有点纳闷 君丸是很稳重的 怎么会这么激动 夫君 我身居那有了一道生机 我们有后人了 君丸看着秦初说道 听了君丸的话 秦初激动地站起身来 查看了一下君丸之后 抓住了君丸的手 接下来 修炼的时候 小心一下 修炼者和寻常人不一样 怀孕了就会有感觉 而且通过生命的阴阳气息 能够确定男女 君丸怀的是男孩 我知道了 君丸的情绪 还是很激动 秦初有四个孩子了 但他没有 虽然几个孩子都很尊重他 当他是母亲一样 可他也想要属于自己 和秦初的孩子 过去因为两人的修为 和境界都很高了 想要孩子很难 一直是顺其自然 今天是得愿以偿 恭喜父亲 恭喜王二姨娘 秦子轩和秦子兰 都对秦初和君丸表示了恭喜 君丸有了深远 这让天舞小城内的喜庆氛围 又浓郁了一些 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修炼者家族想要昌盛 人丁兴旺是一个主要因素 就好比秦初 他个人再强 没有后人 家族也做不到顶级家族 秦初没有离开天舞小城 就在天舞小城修炼了 修炼之余陪着妻子 他不想留下遗憾 他要陪着君丸 等着孩子出生 过去的一些遗憾 他不想再出现 秦初不出现 奇妙真很是恼火 不断地给代元施加压力 可代元也没有办法 他一个大地 还是不见得光的大地 怎么影响一个 古地境修炼者的行程 时间一点点地溜走 秦初在努力地修炼 偶封出来放松的时候陪着妻子 长生宗里发现秦初不见了 半年多了也没回来 这让唐云泽和唐平很无奈 直到秦矿的唐兰到了越南城 到了秦初的府邸 见到了秦华兴 唐小姐 情况是这样的 秦夫人呢 有了身孕 秦初自然是要陪着妻子 等孩子出生 秦初就该出现了 如果有紧要的事情呢 本座可以代为转大 秦华兴开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我明白了 让他安心陪妻子 事情忙完了再说 唐兰点了点头 什么原因他都想过 没想过是因为这个原因 秦初消失 五到零天第881集 转眼就到了军晚的临产期 秦初出关了 修炼了九个多月的时间 秦初的修为又提升了不少 特别是身躯修为 汲取了冰胶之血 身躯层次 离着古地井第二阶段不远了 冰胶之血 是古地井高级层次 又是精血 蕴含的能量极足 特别适合修炼身躯 军晚的孩子顺利出生了 秦初给取了名字 他也没费什么脑子 直接用了妻子的姓氏 起名秦子君 他也希望儿子能做一个谦谦君子 孩子出生了 秦初等到军晚完全恢复之后 才离开天吾小城 他要回长生村 他要随时了解大局面的形势 回到了长生村 秦初先见了一下唐冰 孩子出生了 男孩女孩 看到秦初 唐冰开口询问了 唐兰从玉兰城回来 就跟唐冰和唐云泽 说了秦初妻子有孕的事情 出生了 是个儿子 秦初笑着说道 恭喜你 现在局面乱 很多人盯着你 等局面稳定了 带着你的妻子和孩子 来送门走走 唐冰开口说道 对着唐冰的恭喜 秦初表示了感谢 接着询问了 这接近一年的时间的情况 局面还是老样子 都是一些局部的摩擦 没有大问题 唐冰开口说道 最近这些时间 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也是因为 长生村防御严密 破坏了长生村 与其他势力的联盟知识 大荒典就无法全面进攻 应攻 长生村的山门大阵开启 可以抵挡一阵子 这个时间足够盟友赶来 大荒典还不想进行 两败俱伤的战争 战云很是难受 奇妙珍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 让他想办法将秦初引出来 他要弄死秦初 他从来没有这么想弄死一个人 秦初得活着 秦初这个人的存在 就是他的耻辱 店主大人 有一个办法 或许能够将秦初引出来 但属下做不到 再一次地面对奇妙珍的压力 战云开口了 什么办法 说 奇妙珍眼内满是雄光 秦初对高等的炼丹材料和天才地宝有兴趣 如果拿出高等的炼丹材料和天才地宝 到拍卖行去拍卖 那么他就有可能出现 但是属下没有骨地劲的单药材料和天才地宝 战云开口说道 听了战云的话 奇妙珍来回夺不思考 随后拿出了一个储物戒指 里面有两种古地镜的炼丹材料 还有古地镜的天才地宝 天元果 你们拿到拍卖行事处理 记住了 要给本座拍回来 不管产生多少零食的消耗 这东西都拍回来 好的 属下去安排 战云松了一口气 他决定跟拍卖行交代一下 将消息放到秦初的耳朵里 应该没问题 有什么消息 及时通知本座 必须要尽快地解决他 奇妙珍又交代了一句 他不想再让秦初成长 现在刚进入古地镜的秦初 在他眼里还是眨眨 但是再成长下去 那就不好说了 毕竟 秦初在大地镜室霸主 擅长战斗 且战斗力强横 回到关云阁的秦初 接待了赶过来的唐云泽 宋主大人 很抱歉 最近事情比较多 弟子也就没有去拜见 看见唐云泽 秦初开口打着招呼 你太客气了 你现在是古地镜修炼者 不用再称呼谁为大人 本座年长 本座年长 你就称呼一声唐叔好了 唐云泽开口说道 秦初对着唐云泽报了报权 唐叔 好 很好 今天叔叔过来呢 是想跟你说一些事情 无地镜的修炼者 想要提升自身 这外在的资源很少啊 几乎是没有担药流通的 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是选同一个办法 就是布置距林阵 汲取天地间的灵气 为己用 你回来了 叔叔就问问你 你是去内风修炼 还是就在这关云阁 然后我们布置一个距林阵 唐云泽开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大家都没有资源啊 秦初有些诧异地说道 是的 古地镜的弹药材料太少了 有些人寻求积元 寻求天才地宝 可哪里有那么多的天才地宝可寻呢 所以距林阵 就是最佳的选择 唐云泽点了点头 唐叔 秦初就不折腾了 还留在翠云峰 秦初研究过距林阵 晚一点自己布置一下就好 秦初开口说道 听了秦初的话 唐云泽就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秦初是比较随性的人 对外风和内风没有太大的概念 在秦初和唐云泽交流的时候 唐斌和唐兰过来了 四人坐在一起喝茶 唐云泽说了秦初的决定之后 唐冰和唐兰都很高兴 秦初 你小子还行 没有旺本 唐兰开口说道 兰儿 你要有礼貌 秦初已是古地境修炼者了 唐云泽瞪了唐兰一眼 哪里有大地境修炼者 跟古地境修炼者 说你小子如何如何的 这是不礼貌 他说这没什么 我们都很熟悉了 秦初笑着说道 事实上就是如此 唐兰说什么话 他都不奇怪 你们对人家秦初好点 一点也不懂事 看了女儿一眼 唐云泽就走了 他对女儿和秦初相处得好 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唐云泽走了 唐兰打量着秦初看 你称呼我父亲叔叔 那就要称呼我们姐姐了 快叫 别闹了 唐兵拉着唐兰坐下了 交流了一阵子 唐兵和唐兰也离开了观云阁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就在观云阁周围 布置了聚灵阵 这样可以让观云阁内的灵气 更加浓郁一些 其实他并不需要 因为他的藏天官 可以辅助他修炼 一切都处理好之后 秦初进入藏天官内 开始了新一波的修炼 秦初是打算将修为提升到 谷地境第二阶段 这样对上其他谷地 就不会有太大的劣势 一些事情秦初有思考 现在他不能轻易地出阵 如果战备 那么影响自身气云 霸主路就断了 他必须提升一些修为境界 再去跟其他的谷地境修炼者迎碰 待在藏天官内 秦初汲取着冰胶之血 提升身躯修为 打地境极品旋灵丹和旋云丹 也吃了下去 他的资源也足够他修炼到 谷地境的第二阶段 代言在奇妙真的授意下 拿着奇妙真提供的资源 找到了大域拍卖行 跟大域拍卖行做了一些交流 由谷地境的天才地宝进行拍卖 他有提一些要求的资格 这位道友 我们宣传一下 让更多的修炼者到来 出面鉴定了天元果的 豫长老开口说道 本座比较着急 你们在长生城宣传一下 通知你们的贵宾就行了 代言开口说道 他知道秦初是大域拍卖行的贵宾 代言只是想把秦初引出来 可不想将事情搞大 一旦长生宗主套来 或者天华公主等 古地境修炼者套来 那奇妙真就真的无法下手了 无法弄死秦初 那么接下来奇妙真还会难为他 他现在就期待着奇妙真 赶紧弄死秦初 他也就解脱了 拍卖的事情处理好之后 代言就离开了 拍卖行讲究信誉 所以他也不担心拍卖行搞什么猫腻 收到了两种古地境的单药材料 还有两颗天原果 拍卖行就重视了 豫章老很想拍卖行自己收购 但代言不同意 必须拍卖 而且强调了拍卖行 不能干预拍卖的过程 代言不只是引出秦初这一个任务 他还要将古地境的材料和天原果都拍回去 如果拍卖行参与 那么难度就加大了许多 有好东西收不到手里 豫章老是很恼心 可没有办法 这是客户强烈要求 豫章老喊来了韩管事 去通知一下秦初护法 他是我们的贵宾 也通知一下长生宗主 算了算了 我要通知宗主了 他们俩人不会相互竞价 好像我们要看人家热闹一样 会招人烦 韩管事供了供身就下去了 通知秦初 他很愿意 上一次秦初跟他有过接触 但也只是简单的接触 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古地境修炼者的好感 那他就转大了 有玉小乐在翠云峰 韩管事很顺利地到了翠云峰 他先是见到了玉小乐 跟玉小乐说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直接建护法不合适 要先建一下师尊 师尊同意了 我们才能过去 玉小乐开口说道 在玉小乐的带领下 韩管事见到了唐兵 说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长老大人 本身我们也想通知一下宗主 但是那么做 显得我们攀卖行 想让大家竞争一样 那不是我们的初衷 韩管事开口说道 本座能明白你们的想法 见宗主不义 通知秦初合适一些 本座带你们过去 唐兵觉得 古地境资源的出现 对唐兵来说 应该是很重要 唐兵和韩管事 到了关云阁 或是深度闭关的秦初 就出现了 看到了韩管事 秦初比较诧异 他记得韩管事 是大禹拍卖行的人 对着秦初工的工身 韩管事就说了来意 多谢韩管事的通知 拍卖会开始之前 我会到场 秦初开口说道 有古地境的修炼资源出现 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极品零食 他多的是 就是数字而已 用自己不怎么需要的 极品零食 换取需要的资源 对他来说很合适 韩管事走了 秦初陷入了思考 拍卖会 他必须去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或许他的修为 可以提升一些 运气好的话 也许就能提升一级 沉思了一下之后 秦初又回到了藏天关内 吃着丹药 汲取着冰胶汁血的修炼 能像秦初这么奢侈的修炼者太少了 他是在打地境的时候 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资源 迪运 代言观察着大域拍卖行的情况 确定了大域拍卖行的管事 将消息通知到了长生宗 他就踏实了 赶到了大荒店的秘密据点 将消息告诉了奇妙珍 很好 只要他敢单独出现 本作就要了他的命 奇妙珍觉得机会来了 大人 拍卖会是半晚开始 黎明前结束 半晚的时候您动手 动静可能会比较大 如果是黎明前 属下带着人帮你清理外围 那么您出手就万无一失了 代言开口说道 也好 破掉城内的传送阵 避免长生宗主那个老匹夫 能以最快的速度支援 这是好办法 你再调集一些人马过来 不要用已经打入城内的密探出手 这些成员不能暴露 奇妙珍做出了交代 只要秦初没有帮手 他相信自己可以快速地拿下秦初 秦初不知道 自己落入了别人的算计 每天都在努力地修炼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不能浪费时间 他的危机感一直很强 他也知道 没有实力就陷入被动 就会活得憋屈 转眼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冰胶之血 用掉了最后一次 秦初的身躯层次 也到了古地井第二阶段 到了古地井中期 至于元气修为 离这古地井中期 还有一些距离 毕竟比身躯修炼得慢一些 但要有没有冰胶之血那天 稳固了一下修为 秦初出关了 洗了一个澡 换了一身新衣袍 挥动了一下手臂 秦初觉得力量在身的感觉很好 有休息的两天 玉晓乐来找秦初了 两人坐着售车 离开了长生宗 护法大人 你这售车够豪华 但是驾车腰收还酸了一点 摸了摸秦初的售车 玉晓乐开口说道 着急赶路就自己飞行 售车就是不着急的时候 带带步而已 秦初笑着说道 一些事情他还真的没有什么追求 售车的事情他一直没有解决 到了长生城 秦初直接到了大宇拍卖行 带着玉晓乐进入了崖尖 这是我们御驾的拍卖行 以后护法想来这里 我带着您过来 想拍卖东西 想求资源 来这里就没错 义晓乐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来到玄黄大世界之后 他就是从这里起步 那些日子 秦初记得还是很清楚的 话说秦初出现在长生城 很多人知道了 亲自看守这个区域的带员知道了 就到了秘密据点通知的奇妙珍 得到消息的奇妙珍 脸上杀机涌现 安排其他人 离民前去破传送阵 你去拍卖行 要东西拍回来 杀人的事情 本座来处理 在带员将消息 告知奇妙珍的时候 屈阳也得到了消息 少主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乱跑 容易被人暗算 好了 你们继续打探消息 本座去攀问行车围看看 屈阳心里有些不踏实了 秦初刚进入古地景 还没有成长起来 比较脆弱 秦初不知道这些事情 一直看着拍卖台 带员回来了 因为他出了拍片 所以他也有进入雅家的资格 五到零天 第882集 拍品一样一样的上来 当古地境的古元丹材料出现之后 一些人出手了 带员也出价了 他的任务是将材料拿回去 价格直显飙升 古元丹的材料上升到了 七千万基品零食 火候差不多了 秦初直接出价一亿 带员开口骂了一句 就在他要继续出价的时候 他身边的随从说的 出价的雅尖里坐着的是秦初 犹豫了一下 带员没有出价 秦初将材料拍到手 奇妙珍再拿下秦初 等于是将材料拿回去 韩管事将材料送来 秦初交了一亿几品零食 看着材料 秦初心里呼出了一口气 这地灵根是古元丹的主料 他拍卖到的地灵根是一整株 可以炼制虎卢丹药没问题 护法大人 您这家里没得说 一亿几品零食眼睛都不眨一下 玉小乐有些羡慕地说道 到了一定程度后 你就会明白 几品零食的用处不是很大 我现在的情况 如果用几品零食修炼 不知道要修炼多久 修为才能起来 秦初笑了巧 玉小乐点了点头 到了一定程度 他还没有听到 所以觉得鸡品零食很重要 一般的东西 秦初看都不看 因为对他没意义 第二种古地井丹药材料出现之后 秦初再度报价 他有点纳闷了 出现两种顶级材料 还都是古云丹的主要材料 这很不应该 他不知道的是 吉妙珍也是想炼制古云丹 只是材料没有收集齐 为了调秦初出来 就拿出了其中最主要的两种 秦初出了八千万极品零食 拿下了第二种古云丹的材料 很多人也想拍 但因为炼丹材料 就要出八千万极品零食的大代价 有些承受不起 不是什么人都跟秦初一样 掠夺了二十几位大帝 身家雄厚 大收获呀 秦初觉得一亿八千万花的值得 雅尖内收回了一亿几千万极品零食 但原觉得自己要赚了 接下来 秦初还会对天元果出手 只要别让天元果落到别人手里 秦初拿到无所谓 因为秦初躲不过奇妙珍的击杀 天元果和材料 奇妙珍都会拿回去 那么今天的零食收入 它象征性地给奇妙珍拿回去一些 或许击杀了秦初的奇妙珍比较高兴 几品零食就不要了呢 拍卖会还在继续 一颗天元果上来了 这东西是古地景层次 但大地景修炼者也可以用 所以价格就疯狂了 一亿五千万 秦初才拿下了第一颗 价格也太高了一点 拿出一亿五千万交给韩管事 韩管事离开之后 秦初感慨了一句 护法大人有家里 不怕 接下来还有一课 不过是在收尾阶段才会怕 不知道是哪个高手发狂了 不打算好好过日子 将好东西都拿出来拍卖 玉小乐开口说道 听了玉小乐的话 秦初觉得哪里不对 因为修炼者拿一样两样极品资源 出来兑换零食 兑换其他资源可以理解 一次性出来这么多高档东西很不应该 就好比天元国 拍卖一颗 自己留一颗不好吗 拍卖会结束前 你离开雅间 去跟你们郁家的长辈到一起 秦初一边灵魂之力锁定着韩管事的身影 一边对着 玉小乐诧异地看着秦初 护法大人 有什么不对吗 我感觉 今天是一个针对我的陷阱 秦初开口说道 不会的 我们大域拍卖行只是做生意 不参与一些江湖事 玉小乐着急地解释着 秦初摇了摇头 我不是说大域拍卖行如何 是可能有人利用拍卖会 引我出来 你不用管我 注意安全就行 跟玉小乐说着话 秦初也查到了韩管事 将扣除了佣金之后的鸡品零食 送到了一个牙尖里 他觉得如果有问题 就跟牙尖里的人脱不了干系 那护法大人提前走呢 玉小乐对着秦初说道 不用提前走 我坚持一站走就没问题 援军很快就会到来 你放心吧 对方要玩 那我就跟他们好好的玩一玩 我一定要让他们偷击不成十八米 秦初摇了摇头 他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他渡劫的时候 奇妙真出现了 这说明奇妙真在长生宗山文 长生城附近潜伏 如果有人算计他 那奇妙真的可能性极大 或许他不是奇妙真的对手 但屈阳是在长生城 所以奇妙真的套路不会有效 开买回接近尾声的时候 秦初让玉小乐离开了 避免被殃及吃鱼 让玉小乐离开之后 秦初喝茶等候着 最后一颗天元果子上拍 不管是不是有人调他 他都要把耳先拿到再说 开买开始 秦初就没有给别人机会 直接报价一亿八千万 要拿就霸气地拿下 鸡皮零食他不缺 再者对方能不能吃掉 他的鸡皮零食 还是肥之助 一口价成交 秦初的一亿八千万 让有想法的人都望而却步 这个价格太高了 个人很难出得起 一些家族和势力能出得起 但容易被拖垮 收到了天元果 秦初拿出零食之后 再次锁定了寒管室的身影 确定了收取零食的是一个人 秦初的灵魂之力 就一直锁定着这间雅尖 拍卖会结束 带员从雅尖里出来了 他知道 接下来才是真正大 看了看秦初所在的雅尖一眼 带员的眼泪出现了杀机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秦初的眼泪 出了大鱼拍卖行之后 带员拿出一颗灵魂水晶捏碎了 他是同时大荒店的人马 破传送阵 随后发出了一声低笑 他是传递消息 让修罗店主奇妙针可以出手 即使不用带员传消息 奇妙针已经出现了 在奇妙针出现的瞬间 秦初施展了盾控身法 一个闪烁就到了带员的身前 领域压制 清零剑就顶在了其脑门上 套路玩得不错 我的灵石你拿得动吗 秦初 你今天死定了 看着秦初 奇妙针手里的战剑挥动 朝着秦初斩杀 他根本不在意带员的死活 秦初清零剑一个侄次 击杀了带员 将带员的尸体收进了冻天薄物 想带走他的资源 哪不可能 击杀了带员 秦初身子一个闪壁 躲开了奇妙针的剑气攻击 这么想杀我 你知道了什么对吗 本座的盗生是不是被你祸害了 奇妙针厉吼了一声 你想知道过程吗 很精彩 很是舒畅 身子闪动 避开了奇妙针的攻击 秦初笑着回了一句 舒畅 你去死 听了秦初的话 奇妙针直接恼火 秦初嘴里的舒畅是怎么回事 他如何不懂 怎么了 舒畅还不让人说 我又没说假话 秦初一边躲避攻击 一边回话 他就是要气一气奇妙针 奇妙针脸上满是冰霜 不再说话 挥剑就朝着秦初斩杀 秦初不死领域护身 施展了顿空身法之后 让奇妙针的攻击都落空了 该死的跳蚤 攻击落空 奇妙针开口骂人了 他没想到秦初的速度这么快 他的攻击是犀利 但打不到目标就没什么用 很愤怒是吗 下了幼儿钓鱼 结果是什么 是赔了夫人幼哲兵 地灵根和天元果 我秦初就笑纳了 能辅助我提升 这我要多谢你 秦初没有出现环机 而是语言攻击 对于奇妙针的实力 秦初有判断 能够压制唐云泽 自然是古地境中的强者 他没有硬汉的实力 但奇妙针想要击败他 也没有那么容易 他的领域速度和防御 都没有问题 如果现在能够咬到秦初 奇妙针一定按着秦初咬 可秦初的速度太快了 他就抓不到 秦初没有出现 而是观察着奇妙针 寻找着其弱点 因为他知道 贸然出手没用 伤不到奇妙针 反而暴露了实力 王八蛋 你还手啊 奇妙针大声开马 秦初还手 那么就会被牵制 速度会下降 他就有机会 可现在秦初不跟他玩 他就没有办法 我不着急 你们发动攻击 这么大的动静 长生宗的人很快就会到来 等唐宗主到来 你能不能走掉 就不好说了 秦初开口说道 奇妙针知道自己失算了 嘀咕了秦初的实力 秦初的身躯境界 是古地境中期 加持了速度 他的领域又压制不住秦初 所以不好拿下 知道时间不多 嘀吼了一声之后 奇妙针失散了战斗分身 这时候 曲阳出现了 回动战舰 就朝着奇妙针站去 奇妙针要干秦初 他怎么能够允许 见不得光的臭臭 奇妙针是怒火冲天 为什么 因为上次就是曲阳 坏了他的事情 不是曲阳的干扰 秦初杜劫的时候 他就可以坑一下秦初 也许秦初就远落与雷洁了 去你妹的 听到奇妙针骂人 秦初清灵剑出窍 杀声诸仙剑气 就朝着奇妙针出击 本尊出手之后 秦初的战斗分身 火焰能量身 也都出现了 既然开战了 就战斗一下 秦初驱阳两人 与奇妙针开始了拼杀 两人虽然还是处于弱势 但是能战 你到底是谁 奇妙针对着曲阳的本尊 攻击一剑 曲阳没有说话 就是跟奇妙针硬拼 奇妙针是大荒店的绝对高层 伤害过战荒店 所以有机会跟奇妙针战斗 他自然是下狠手 奇妙针很是纳闷 他不明白这个古地是怎么回事 竟然是一副两败俱伤的打法 他的实力是高于对方 却也难以将对方肿创 当远处一道强横气息来临的时候 奇妙针无奈地退走了 因为他知道是唐云泽来了 接下来将是三打一的局面 他扛不住 只能够退走 奇妙针走了 曲阳对着秦初报的抱拳 随后顿入了一个巷子 现在的他还不能够暴露 整理了衣袍 秦初无奈地摇了摇头 实力不够是真没办法 他弄不过奇妙针 跟曲阳一击也不行 不压制 不影响了奇妙针的状态 他即便是施展圣谷剑气也没用 奇妙针的速度快 完全可以躲避 秦初 情况如何 唐云泽出现了 奇妙针出现了 感觉到唐叔的到来就退走了 秦初开口说道 该死的 他现在开始算计你了 唐云泽有些生气 因为奇妙针这事情做得很是无耻 一位前辈帮助了弟子 所以没有什么危机 这次是我们赢了一局 秦初笑着说道 赢了一局 唐云泽有些不明白 唐叔 我们边走边说 这次他为了引我出来 是花费了大心血的 一边回长生宗 秦初一边说了事情的经过 听了秦初的话 唐云泽笑了 哈哈 费精心机 却是为你做了嫁衣啊 这就是你的运道 当然了 也是你有实力扛起这运道 你没有实力 就被人家给弄死了 秦初点了点头 他知道奇妙针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 所以接下来会千方百计地要弄死他 这一次就是警醒 回到了长生宗 秦初和唐云泽就分开了 回到了翠云峰 秦初将代元身上的资源收拾了一下 他拿出的那些极品零食 除了扣掉拍卖的一些佣金 现在又都回来了 另外代元身上还有一些资源 那也是一位大帝无数年月的积累 将代元的尸体找到一处地方埋葬好之后 秦初回到了关云阁 回到关云阁 秦初看到了唐兵和玉晓乐 另外还有大禹拍卖行的玉长老 秦大人 这次的事情很抱歉 我们大禹拍卖行啊 是被人利用了 差一点害了大人啊 还请大人谅解 玉长老对着秦初抱的抱拳 一个储物戒指放到了桌子上 事情出了 他觉得要拿出一个解释 秦初是长生宗的巨头 秦初如果不满 那大禹拍卖行 也不用再长生成混了 玉长老想多了 你们做的是生意 自然没想到有人玩手段 这也不怪你们 秦初开口说道 他心中有是非之分 自然不会无端冤枉和迁怒谁 说这话 秦初将储物戒指交还给了玉长老 玉长老后退了两步 秦大人您收着 这样在下也能心安啊 秦初 你收着吧 玉家是我们长生宗迷下的 大世家之一 这次让你伸出险境 他们心里有愧疚 你收了 以后还是可以合作无间 唐斌开口说道 想了一下 秦初收下了 玉长老 你别多想 我秦初是能明辨是非的人 大禹拍卖行出现好东西 你们还得通知我啊 我自会谨慎行事 玉长老点了点头 好的 出现极品资源 我们就通知大人 五道灵天 第八百八十三集 话说离开了长生城之后 秦初真心里的火气 怎么也是压制不住 秦初竟然拿那些事情 跟他说舒畅 这是对他的一种践踏 秦初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舒畅 让你百倍舒畅 秦初真开口骂了一句 但是说出来舒畅两个字 他内心有了异样的感觉 不只是内心 身体都有了一些嫉妒 他明白一些舒畅的事情 秦初不是瞎说 就是真正的发生过 盘膝打坐 秦初真开始稳定自己的情绪 在关云葛待的两天 没有任何关于秦初真的消息传回 秦初又闭关了 他的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 都离着禁忌不远 他还有大地级的玄云丹和玄灵丹使用 进入到古地景中期 也就是时间问题 秦初是没事的 唐云泽压力大了 事情不好办 插不到齐妙珍的踪迹 他也不能通知盟友 目前能做的也只是派人插找 这个问题不解决还不行 是个大隐患 于小乐回到了大宇拍卖行 是家族通知他回来的 小乐 这次的事情 秦大人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吧 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郁家的掌权人 郁火锋开口询问着 祖父您想多了 秦护法不是那种人 他没有怪谁的意思 跟孙女的关系也是很好 之前他没闭关的时候 经常一起喝酒聊天 于小乐开口说道 以后多交流 不求他对我们宇家有好感 但是不能反感 他的成就不可限量 他虽然不掌权吧 但有话交代出来 那效果也是十分强力的 郁火锋对着孙女交代着 孙女明白了 郁小乐也不想多说什么 长辈有长辈的担心 他理解就是 大哥 大荒店确实很不要脸啊 一个店主竟然耍手段 伏击一个刚刚进入古地境的 后期之休啊 郁长老郁火云开口说道 郁火锋摇到摇头 仔细想想啊 也能明白他们的形态 这秦护法呀 是大地境的霸主 进入古地境后 就没了平静的限制 这实力啊 会快速飙升的 所以啊 他们想将危机 杀于萌芽状态 这也在情理之中 大哥 送去的赔礼中 有一种古地境的丹药材料 和一种古地境的矿石 他能明白 我们郁家的骄好之意 郁火云开口说道 为了给秦初送一份赔礼 郁家也是出了钱 郁火锋没有说什么 他觉得这次的时间 郁家是损失了一些资源 可如果能够改变 在郁家在长生宗疆域的地位 那么也是收获 生意人讲的就是投资 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的提升 没秦初想的那么容易 修炼了四个月的时间 秦初的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 才提升到的古地境中期 他银行界内的大地级悬云丹 悬灵丹也没有多少呢 他也要留下来备用 出关之后 秦初放松了一下 去见了一下唐云泽 见到秦初之后 唐云泽点了点头 啊 精神状态不错呀 唐叔 现在是什么情况 秦初开口问他 七秒针出手后就消失了 可以确定的是 他没回到大黄殿 他回到大黄殿 我们的米探就会传消息过来 他还在我们长生城附近潜伏着 找不到这确实是个麻烦啊 唐云泽摇了摇头 他和秦初不一样 他要考虑大局面 所以压力很大 这是一个大问题 他在暗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出来摇我们一口 秦初开口说道 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我们长生宗的实力不够啊 没有主动进攻的实力 现在能防守 已经很不错了 主动进攻 会被直接击溃的 联盟一起进攻吧 很多人又不愿意 因为中间牵扯到 很多的利益纠纷啊 唐云泽的无力感很强 他主导不了局面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局面会改变的 可能也就是需要时间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他也是没办法 他的实力不够 也不敢带着战皇殿 跟大皇殿硬碰 他要为那些人负责 现在也只能是这样了 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就过来跟唐叔说 另外如果要出门 一定要谨慎 对方是不要恋面的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啊 唐云泽对着秦初说 跟唐云泽交流了一下 秦初回到了翠云峰 回到翠云峰 秦初去见了一下唐兵 唐兰姐妹 他在翠云峰生活 不能够太过孤僻 秦初 你渡劫的时候 还有你在拍卖行门口 被伏击 都有强者相助 你认识吧 唐兵看着秦初问他 看了看唐兵之后 秦初点了点头 我认识 但有些事我不能说 有一些难处 总之 他对我们长生宗来说 是有非敌 他不想露面 是不想被针对 我懂了 他的存在对秦妙珍 也是一个牵制 导致他不管乱来 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 唐兵没有再询问什么 秦初的回答已经足够了 对秦初好的人 自然会站在长生宗这一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荒店的优势 会越来越不明显 我秦初也会努力 他们最好别给我留时间 留下一句话 秦初离开了唐兵的别愿 看着秦初离开 唐兰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姐 他身后有着古地竞强者 这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有什么看不懂的 他在长生宗有危机的时候 有过退让吗 他使长生宗的护法 这就够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也都需要自己的空间 为了家人 为了身后的人 他必须谨慎 我们要理解 唐兵开口说道 没有不理解 就是觉得他底蕴深 现在靠近他都有压力了 唐兰开口说道 回到了关云阁 秦初想起来 豫长老送来的储物戒指 他还没有查看 现在可以查看一下 因为接下来 他需要思考修炼资源的问题 打开了豫长老送来的储物戒指 秦初看到了一颗珠果 诸果是助长灵魂之力的天才地宝 等级高的比较稀有 豫长老送来的诸果是古地井 现在是用阵盘封着能量 好东西啊 秦初感慨了一句 最后他看到了一块银色的矿石 他感觉到了是古地井 但他没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矿石 对于丹药材料 秦初可以说是见多识广 但是对于炼器材料 他不懂 将诸果和银色的矿石收起来 秦初还看到了银翼几品零石 当然了 零石是点缀 大鱼拍卖行送来的东西 主要是诸果和银色矿石 这两样东西的价值极高 想了一下 秦初开炉炼丹了 炼制了一炉 递竟杜结丹 一炉递竟逆生丹 又炼制了一炉 大递竟的疗伤丹 随后给玉小乐送了过去 护法大人 您这是何意 玉小乐没有接秦初 递过来的储物戒指 后退了两步 有些不解地看着秦初 上次的事情 跟大鱼拍卖行没有关系 你家族长辈送来赔礼 也是没有必要 当时我不收 他们不踏实 这储物戒指内 是我的回礼 秦初开口说道 那是我家族长辈送给 护法大人的 是表示一些歉意 护法大人不用回礼 玉小乐开口说道 秦初上前一步 将储物戒指 塞进了玉小乐的手里 有些事我秦初不做 泡茶接待 这是基本礼仪 现在玉小乐 让他干巴巴地站在这里 玉小乐有些不好意思了 先请秦初坐下 然后泡茶接待 秦初跟玉小乐说了 自己来到长生城混生活的那几个月 一直是跟大鱼拍卖行打交道 就是那位护法大人 前段时间我书组还说 那位神奇的恋单日不见了 很是可惜呢 玉小乐有些诧异 那段时间 他是没有接触过秦初 但他听说过 所以我知道 大鱼拍卖行的情况 也不愿意让你们玉家受了委屈 我不小心受了伏击 跟你们玉家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秦初笑着说道 玉小乐摇了摇头 其实呢 有没有关系的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家座长被担心的是 被护法大人迁怒 好了 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大的距离感 朋友就是朋友 没事到我哪里去坐坐 对着玉小乐摆了摆手 秦初就离开了玉小乐的住处 目送秦初离开之后 玉小乐打开了储物戒指 打开储物戒指 玉小乐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他知道储物戒指内 丹药价值有多高 想了一下他离开了翠云峰 这件事情他必须通知家族 再者这些资源他也不敢放在身上 回到了观云阁之后 秦初盘西打坐沉淀修为 他的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 禁忌的时间短 所以需要沉淀 玉火峰 玉火云兄弟两个查看了秦初 让玉小乐拿回来的储物戒指之后 两人脸上满是喜悦 看来秦大人是真没怪罪我们哪 我们是拿出了两种古地井材料不佳 但是秦大人拿来的回礼 这更适合我们御家发展 人家是没占便宜啊 玉火峰开口说道 秦大人说了 他对我们大域拍卖行有好感 他就是那位曾经在我们大域拍卖行 门口摆摊的炼丹师 那段时间他是刚刚到长生城 后来消失了 是因为他加入了长生宗 玉小乐开口说道 听了玉小乐的话 玉家兄弟内心都充满了感慨 他们没想到 之前就跟秦初有一些善缘 霍云啊 接下来经营拍卖行的时候 有古地井的资源出现 就能拿下的直接拿下 拿不下的吧 就通知秦大人 人家尊重善缘 我们哪也要在意 玉火锋对着玉火云交代着 日子平静了下来 经过调整 奇妙真的情绪稳定了 他知道激动和愤怒解决不了问题 世人就有弱点 他安稳地抓机会 会抓住秦初落单的时候 上一次情况太匆忙 他刚施展战斗分身 屈阳就出现了 使得他没有真正爆发的机会 他觉得给他时间 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之下 捏死秦初没有问题 相比于奇妙真的压抑 屈阳的心情可是很爽 他看到了秦初和奇妙真的对抗 奇妙真并不能将秦初如何 这说明秦初的能力 已经提升了起来 屈阳将情况 也给羽迹传了过去 这样的好事 他要跟羽迹分享 秦初每天都在沉淀着自己 这天公书凡来了 不是深度闭关的秦初出来了 本身他也沉淀得差不多了 少主 去长老通知你 有时间过去一下 公书凡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好的 晚一点我就过去 如果是其他人 让自己离开长生宗山门 秦初会思考安全不安全 但是公书凡他相信 居阳安排过来的人 可信多 自然没问题 离开了长生宗 秦初悄悄地绕了一圈 才赶到了战皇殿的府邸 少主来了 里边坐 看到秦初的到来 居阳很是高兴 秦初让他看到了希望 居阳 居阳 上次您出手帮我 我还没表示感谢呢 秦初从储物戒指内 拿出了一坛酒 对着居阳晃得了 那个贱女人竟然跑了 如果不跑 等唐云泽到了 我们三人也可以将他打跑 居阳开口说道 秦初将酒坛摆到了桌子上 居阳身边的人就弄来了几个小菜 五道灵天第884集 喝着酒 居阳将一个储物戒指递给了秦初 居总管让人送过来的 打开储物戒指查看了一下 秦初眼内满是震惊 因为里边是一些古地境的单药材料和天才地宝 居阳 这些资源你们要拿着用啊 秦初将储物戒指推回到了居阳身前 居阳开口说道 那我就收下了 想了一下 秦初将储物戒指收了起来 这就对了 等少主再提升提升 该会怎么不看一看了 我们很多成员只是听说过少主 还没有见过 他们期待和少主一起并肩战斗 居阳开口说道 好的 到时候秦初跟着曲叔一起过去 秦初点了点头 展皇点是展皇创立 也算是属于天虎大世界的势力 跟居阳喝了一顿酒 交流了一下之后 提醒了居阳小心一些 不要被齐妙珍发现踪迹 如果有危机 就朝着长生宗退避之后 秦初离开了展皇殿的府邸 回到了观云阁之后 秦初又整理了一下资源 他发现自己可以炼制古云丹的 因为居阳给他拿来的资源 补全了古云丹材料的欠缺 泡了一壶茶 放松了一下自己之后 秦初拿出悬甲顶 开始练丹了 先练制着一炉大地径的疗伤丹 一炉大地径的回云丹 找找感觉 秦初开始了古地径 古云丹的练制 古地径的丹药练制起来就难了 除了古地径的一些材料 还有一些大地径的浮料 秦初小心翼翼的 一样样的提存制材料 唐冰来了 没打扰秦初 就在一边静静地观看 唐兰来了 给秦初换了一壶热茶之后 也是安静地观看 秦初身侧条案上的材料 还有炼弹炉内 蕴含的气息 都让他们明白 秦初炼制的是古地径丹药 秦初炼制的极为小心 一炉古地径的丹药 他炼制的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出炉 没有失败 是上品的古地径古云丹 拿着丹药 秦初闻了闻 最后细细地分析 细细地分析了一刻钟之后 秦初发现了不协调之处 可能是一种材料的炼制火候过了 长老和唐小姐过来了 秦初忙着炼丹 超乎不周 秦初开口了 我们是打扰了你炼丹 你现在是古地径炼丹师了 恭喜 唐冰对着秦初拱了弓手 唐兰也是一样 古地径的炼丹师很了不起 这是在三仓区域 古地径修炼者不多 凸显不出古地径炼丹师的重要情 混到玄黄大世界的核心区域 秦初会更得到很多的尊重 长老太客气了 只是炼制了一种丹药 秦初还不敢称呼是古地径炼丹师 秦初拱手对着唐冰和唐兰回礼 在炼丹师的圈子里 能炼制两种同层次的丹药 才能够算是品质的提升 交流了一下 喝了一壶茶 放松了一下之后 秦初开始了第二炉 古元丹的炼制 唐冰和唐兰 没有离开 他们担心秦初的炼丹被打断 又是一天一夜的时间过去 秦初的第二炉丹药出炉 查看了一下丹药品质 秦初哈哈大笑起来 古元丹很给他面子 第二炉就达到了极品品质 唐冰和唐兰 唐冰和唐兰对视了一眼 今天他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逆天 两炉丹药下去就炼制出了极品丹药 这传出去绝对让人震惊 陪了秦初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唐冰和唐兰就离开了 他们知道炼制了两炉古元丹 秦初也是有些疲惫 休息了一天 秦初又开始了炼丹 他的古元丹材料还有一些 秦初这边炼丹 唐冰和唐兰就跟唐云泽做了汇报 这小子在哪里授挂到这么多的材料 想将一种古地境的弹药材料收集起 太难了 最主要的一点是 他是哪里获得的弹药弹方啊 听说秦初炼制出的古地境的弹药 唐云泽十分的诧异 不知道 他的事情女儿真的了解不多 唐冰开口说道 啊 太不简单了 唐云泽呼出了一口气 一些事情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还有一件事 玉小乐跟女儿说了 秦初给玉家送了回礼 地境的逆生丹 地境的肚结丹 还有大地境疗伤丹 他是不想欠下任何人的人情 唐冰开口说道 唐云泽点了点头 这为父能理解 为父也是一样啊 不愿意欠下人情 不愿意留下前半 秦初又炼制了三炉古云丹才停下 主要是地灵根只能够支持他炼制五炉丹药 有五炉古云丹在身 秦初已经很高兴了 要知道 古地境的辅助修炼资源太少了 接下来 灵魂之力的修炼 它可以汲取中国的能量修炼 身去的修炼没有资源 它也能顺其自然 当然了 不死不灭身的自我运行 就可以提升气血之力 只是缓慢一些 在秦初思考的时候 唐云泽过来了 他先是对秦初表示了恭喜 你是古地境连丹士 可以连着弹药了 那么本作也该带你去宗门的密库看看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资源 唐云泽开口说道 唐叔 我在功勋殿查看过 没有什么弟子需要的资源 秦初摇了摇头 这是你加入宗门的时间短 有些事情不了解 功勋殿管理的只是一些主流资源 宗门还有一座密库呢 是本作长官的 走吧 唐云泽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诧异了一下 感情这唐云泽还有后手呢 在唐云泽的带领之下 秦初和唐云泽到了内峰 到了一座特殊的阵法内 随后进入了建立在山坟内的密库 里边摆放了一些武器 还有一些密宝 秦初被一样东西吸引了 是地灵根 他炼制古云丹的其他材料还有 就是缺少的地灵根 而这密库内躺着两根的 他说 弟子换这个 秦初指的这地灵根 你是连丹师 习惯性的就盯着材料看 那些密宝你不看看呢 那可是古地镜的 古地镜的武器和密宝 这可比丹药材料珍贵多了 这丹药是消耗品 而武器和密宝可是永久性的 唐云泽指的旨意把战剑和一块护心静说道 唐说 弟子的每一件密宝都是有来历的 都用了很多年 已经习惯了 暂时不需要换 这个材料是可以炼制古云丹的主要材料之一 秦初开口说道 你需要拿走就是 唐云泽弯腰将地灵根拿起来 塞进了秦初的手里 随着观看 秦初又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东西 什么东西 冰胶之血 唐说 你也有冰胶之血 这个弟子需要啊 秦初有点激动 那头冰胶是叔叔 天花公主 还有云仓区域的一位巨头 一起猎杀的 材料就平分了 你不是有了冰胶之血吗 还要他干什么 唐云泽看着秦初说道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唐叔 弟子就是炼化了冰胶之血 身躯才突破到的谷地境 继续炼化 身躯还可以提升 哦 你需要 那就拿走吧 唐云泽也是不小气 直接应远 当然了也是肉汤 他的身躯层次不够 无法炼化冰胶之血 但他知道那是好东西 将冰胶之血收的 秦初拿出了纸和笔 将古元旦的单方写了出来 放在了唐云泽的手里 接着就将自己缴获的谷地境密宝灭灵枪 拿了出来 放在了密宝区域 你怎么把这东西拿出来了 你练化后自己使用 宇天成拿着它 可是杀了不少修炼者呀 唐云泽开口说道 他认识密灵枪 在跟羽化门交战的时候 宇天成将密灵枪 交给了副门主 唐周使用 唐周被秦初斩杀 密灵枪就落在了秦初的手里 唐叔 您就收下 密库不能只出不进 那会被掏空呢 这个是古地境的单方古云单 您别觉得吃亏就好 秦初开口说道 他不愿意赚谁的便宜 再者 一个宗门的崛起 需要所有成员努力 他就是吃点亏 也无所谓 看了看秦初 唐云泽点了点头 不占别人便宜 甚至不占中门的便宜 这会让你的腰板 占得更直啊 唐叔了解我 这次过来 弟子的收获很大了 可以说 能修炼到古地境的第三阶段了 秦初笑着说道 他十分的高兴 因为前路又平坦了很多 修炼者想要提升 除了自身的资质 就是看资源 没有资源就要原地踏步 聊着天 秦初和唐云泽从密库内出来了 两人到了唐云泽的住处 喝了一壶茶 秦初才回到关云阁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坐着传送镇 传送到了越南城 因为是从宗门直接传送 不会被人尾随 秦初也不担心暴露的问题 回到了天舞小城之后 秦初陪着妻子 抱着自己的胖儿子 内心很是满足 家里安稳 亲人安稳 他的付出就值得 阿尔潘和白鱼回来了 他们决定了 这次要跟秦初 一起去长生宗 玄黄大世界不好混 丹飞的修炼者空情不是很大 他俩被人干了好几次 这是有一些手段 才没有被干死 秦初要给他俩出气 两人都是不愿意 白鱼和阿尔胖的观点是 修炼好了 自己打回来 私下里秦初询问了一下尚书鱼 秦初才明白 是阿尔胖的春天来了 阿尔胖喜欢上了一个大家女子 结果被人家的家长发现了 人家组长不满 就安排人给白鱼和阿尔胖一顿狠揍 但是没有下杀手 秦初没有生气 倒是觉得正常 阿尔胖不能说自己的出身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出身 被人家看不上也正常 人家没有下杀手 不算过格 再者这事情还得继续 他去打回来也不行 抬出自己的身份 帮着阿尔胖去压人 别说他自己 阿尔胖也不会愿意 夫君 这是好事 事情解决后 阿尔胖的终身问题 也就解决了 赏书鱼开口说道 知道是哪一家吗 我细细地调查一下 看看女子的品行 看看他家族的品行 秦初开口询问着 阿尔胖的事情 他必须赏心 好像是云水城的宋家 女子是他家的三小姐 这是白鱼说的 细节阿尔胖不愿意说 赏书鱼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晚点我调查一下 对方没问题 那就让阿尔胖继续努力 对方品行不过关 那就趁早结束 在家中的日子 秦初很轻松 陪着妻子逗弄着小儿子 指点着另外的儿女修炼 在天舞小城待了一个月 秦初要离开了 他跟妻子说了 调查完云水城宋家的事情 回到长生村就闭关修炼了 如果有事情 就捏碎他的传信水晶 他会第一时间赶回来 跟妻子告别完 秦初带着阿尔胖和白鱼 回到了长生村 到了翠云峰的大殿 见了唐冰 长老 这两位的资质不错 弟子带他们过来 想让他们在翠云峰休息 秦初开口说道 这很好啊 我们长生村就是需要新鲜血液 看了看白鱼和阿尔胖之后 唐冰开口说道 来了 就遵守长生村和翠云峰的规矩 我居住的区域叫关云阁 有事了 你们就过去找我 对着阿尔胖和白鱼说了一声 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秦初就离开了 这让唐冰很是诧异 他看出了秦初的眼神中 蕴含着很深的情感 秦初回到了关云阁不久 唐冰就过来了 唐南也跟着 唐南现在也管着翠云峰的事情 秦初 还是老样子 人交给我们你就放心 什么也不用管了 唐冰开口说道 他们两个是秦初的兄弟 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了 一起历练 一起跟妖兽拼杀 我不知道什么是父母之情的时候 先知道兄弟感情 一路走来 经过了风风雨雨 他们两个也跟 杵狂刀和秦孝不一样 他们的世界比较简单 可能应付不来一些事情 他们的世界里 我秦初就是他们的依靠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他们需要 我秦初一定在 长老不要担心 他们对我有依赖性 能自己走 他们不会用别人扶着 秦初开口说道 我明白了 唐冰心里受到了一些冲击 十几岁就在一起 那感情自然是极深 不是感情极深 秦初也不会说出这些话 送走了唐冰和唐兰 秦初就离开了长生村 他要去云水城看看情况 调查一下云水城送家 五道灵天第八百八十五集 翠云峰 没等唐冰和唐南 与二胖和白羽接触 这两个家伙就去功勋殿 接任务做任务了 什么怪脾气 秦初加入翠云峰后 先对功勋殿下手 楚狂刀和秦孝是这样 现在这两个家伙也是这样 唐冰摇了摇头 自立 他们知道什么叫自立 知道靠着自己努力崛起 这是我们长生村 其他弟子所欠缺的 唐南倒是看明白了一些事情 海云柱 查遍了云舱区域之后 没有任何收获 就来到了悬舱区域 走过了几个城池 没有任何的消息之后 就到了云水城 海云柱感应到 道山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能够确定就是在 三舱区域方向 所以他觉得可以查到消息 只是目前没有什么线索 对于自己的道身 海云柱是不会放弃的 因为道身 关系到他将来成就的高低 对他的命运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初到了云水城 最后到了一家酒炉内 打探消息 此时的秦初 穿着一身宽松的长袍 身上的七七很是随和 他修炼写之领域 写之秘法 身去能量控制得极为完美 不战斗的情况之下 没有什么气势和气息泄露 在酒楼听了一阵子 酒客的议论之后 秦初又到了一家茶馆 酒楼和茶馆 是最方便打探消息的地方 连续调查了三天 秦初对水云城宋家 有了一些了解 宋家是水云城的大家族 现任族长也是水云城的城主 而且跟长生宗的副宗主 宣唐关系极好 宋家没有什么恶名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宋城主有个儿子比较顽固 所以宋城主 对三个女儿的要求 比较严厉 宋家的三小姐 在水云城的名望很高 只要一提三小姐 都是知道说谁 死胖子 倒是很有眼光啊 河里被查之后 秦初回了客栈 跟小二退了房 秦初收了自己的茶具 就离开了 出客栈的时候 秦初跟一道身影擦肩而过 看清女人的面容 感受到女人身上的气息 秦初心里暗骂了一句 因为他知道 这个女人是谁 是妖灵的本尊 黑海霸主 海云柱 因为其面容 秦初太熟悉了 与海云柱擦肩而过 秦初迅速离开 他是收敛了自身奇迹不假 依靠着血之领域 别人查探不到自身的修为 但他和妖灵在一起过 身上有妖灵本源气息 对方容易发现 秦初走了 海云柱走到客栈门口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了不对 方才有他道身的气息 虽然狠淡 可确实存在 回过时 海云柱看着街道上 来来往往的人群 但没有任何发现 闭上眼 海云柱回想着刚才的情况 想着想着 就发现了跟自己擦肩而过的 年轻人有问题 回想了一下 海云柱只是记得秦初的侧脸 没发现秦初的全貌 方才他走神了 他思考着怎么找线索 不过他记住了秦初的气势和气息 本作竟然没有发现你的修为 看来就是你有问题了 你跑不了 笛声喃喃的一句之后 海云柱的灵魂之力 扩散就开始寻找 但此时秦初已经离开 他的顿空身法迅速 已经离开了水云城 秦初没坐传颂阵 他担心海云柱发现不对 会追查他的下落 去传颂阵就容易被发现 没发现秦初的痕迹 海云柱更是确定了秦初有问题 拿出笔墨之后 海云柱只是画的秦初一个侧面 还是不清楚 他了解的秦初的气势和气息 可是画不出来 想了一下 海云柱到了客栈内 找到的小二询问 巧的是这个小二是呆门行 说不出什么来 主要是秦初定下客栈 就晚上回来居住 他就没有记住什么 没有任何线索 海云柱只能够慢慢地调查 画书离开水云城之后 秦初急速飞行 飞行了两个时辰之后 秦初进入了银星界内 妖灵 我好像碰见你的本尊了 看着起身 跟自己攻身建立的妖灵 秦初开口说道 本尊找来了 主人你能确定吗 妖灵的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秦初点了点头 基本可以确定 我们再测试一下 一会儿我带你出银星界 你感觉一下 是不是你本尊 然后你快点回到 秦星界内 我加速离开 主人 这会不会有危险 妖灵看着秦初问道 想了一下 秦初觉得 确实有不妥的地方 妖灵的气息出现之后 被其本尊察觉 其本尊一定是在这个区域寻找 容易给长生宗带来麻烦 思考了一下 秦初觉得应该换一个地点 去大荒殿所在的清仓区域 有些不合适 当年海云座和天机道主 攻击了皇甫爵 说明是两人是认识的 要尽量地不让两人碰面 其他区域也不合适 那么就引到羽化门区域好了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朝着羽化门区域赶路 赶路了几天 到了羽化城外围区域之后 秦初将妖灵转出了银星界 同时拿出了地图 感应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本尊 看看它在什么方位 感受了一下之后 妖灵指了指地图 是奴婢的本尊 他在这个区域 顺着妖灵的手指看去 秦初看到其指的是 云水城区域 海云若还在云水城内调查 来 我们喝一壶茶 让他确定一下气息后 我们再回长生宗区域 秦初拿出茶具 接着开始泡茶 他要给海云若感应 和确定地点的时间 待在云水城内调查消息的海云若 突然之间站着不动了 接着拿出了地图 确定着方位 确定了道身所在区域的位置之后 就开始赶路 喝了一壶茶之后 秦初将妖灵转入了银星界 绕开了海云若赶来的路线 离开了羽化城 然后朝着长生城赶路 他觉得可以将海云若的注意力 引到羽化门的疆域 回到了长生宗之后 秦初进入到了藏天关内 开始了修炼 他的危机感很强 这次虚晃一枪 将海云若 引到了羽化门的疆域 但也只是能够拖住一段时间 早晚是要碰上的 现在他的境界和海云若的差距有些大 不过是战力可弥补的 如果进入到古地境的第三阶段 那他就可以战一场了 这一次他摆了海云若一倒 就是给自己争取时间 秦初炼化着冰胶之血 吃着古云丹修炼 使身躯和元气修为意气提升 飞行中的海云若发现 岛山的气息消失 就开口骂离去 不过他觉得不要紧 找到地头 仔细地调查 一定可以调查得出来 毕竟他的岛山已经是大地 不太可能默默无闻 秦初闻下来修炼了 但其他人都不闻 阿尔胖和白鱼两人继续秦初 出狂刀和秦晓之后 成为了长生宗功勋殿的任务狂魔 就是喜振武 翠云峰的弟子喜振武 长生宗的弟子已经习惯 从秦初出现之后 翠云峰的弟子就习惯这么干 唐斌和唐兰 对于这种情况也是没办法 他们知道了秦初的话没错 秦初身边的人能够自己跑 绝对不用别人扶着 姐 秦初出身到底什么地方 怎么出了这么多的狠人 他们的行为算不上出列拔萃 但他们年轻啊 楚狂刀和秦晓不足三百岁 修炼到了地境巅峰 这个白鱼和二胖还不足百岁呢 二胖 怎么会有这么扯淡的名字 唐兰摇了摇头 加入宗门报名字的时候 二胖说了 本名不重要的 认识他的人都叫他二胖 时间 他们就是需要时间 两百年三百年后 你再看看他们这些人是什么节奏 会很可怕 唐兵开口说道 这是一定的 不说其他人 就是关运阁的那个死变态 不出意外的话 百年之内必然横行一方的人物 他站起来了 大荒店可能就会老实 唐兰开口说道 听了唐兰的话 唐兵笑了 唐兰骂秦初死变态 这话是难听 但也是实话 不足百岁的古地 有没有后来者不好说 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这江湖十分的谨慎 他在越南山内有据点 但是防守的十分严密 不是他的人就去不了 姐 你知道他是怎么玩的吗 他在越南城内 抢了我一个府邸 在府邸内布置了防御大阵 然后安排了两个大地看守 就是有强人进攻 他的人也可以从容退走 最多就是损失一个府邸 据点是绝对安全的 唐兰开口说道 两个大地看守 唐兵有些诧异地看着唐兰 嗯 是不是很不要脸 而且那些人的态度极为强硬 我去过一次 说见了秦初 他们的回话 是有事可以代为传达 就没有让我去见他们的据点 或者是通知秦初来见我的意思 唐兰开口说道 这么说来 他们极重是后方 我明白了 你不要想着再去他们的据点了 不是绝对安全之前 秦初不会让外人去他的据点 唐兵开口说道 他明白秦初在越南山的据点 一定连接着秦初出身的世界 所以防守严密 待在藏天关内 秦初努力地修炼着 他把诸果也切下一块吃了 是身躯 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一起修炼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初的修为是直显提升 主要也因为他使用的资源足够奢侈 楚狂刀和秦小 见过白玉和二胖 提醒两人优质点 修炼卢不可能一蹴而就 可事实抽了两人脸一下 经过足够的沉淀 白玉突破了 从准地井冲到了地井 他是用战斗沉淀了足够的道运 只是有秦初在前边比着 不是很显眼 单独拿出来也是逆天资 在白玉突破后不久 二胖井跟着突破了 唐云泽出现在了翠云峰 连着出现了两个卓越弟子 他也要看看情况 了解到了白玉和二胖的情况之后 唐云泽跟唐斌和唐澜说了 尽诛折斥 秦初是有大气韵之人 他身边的人不干什么有损气韵的事情 修炼路都会很顺利 他也提醒了女儿要和秦初相处好 秦初一直闭关修炼 时间一点点地溜走 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 秦初从藏天官里出来了 得知白玉和二胖已经突破 他是十分的高兴 将楚狂刀 秦晓 白玉和二胖都喊到关云阁 大家喝酒庆祝了一下 你们两个稳住 接下来不许乱跑 不到地境中期 不能离开长盛宗 你们刚进入地境 实力不稳 被人弄死冤枉不冤枉 秦初对着白玉和二胖说道 老大 这不行的 我答应了人家 进入地境就去找他 二胖开口说道 看着二胖 秦初知道 他一定是答应了宋家的三小姐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给二胖倒了一杯酒 你进入地境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现在上门一样被人干出来 这件事你先闻闻 有我在 那个宋三小姐跑不了 老大 你知道了 二胖诧异地看着秦初问他 秦初点了点头 这事我没告诉你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次水云城 调查了一下 那个宋三小姐和宋家 宋三小姐的品行没问题 家事也没问题 但人家求门当户队也没错 我知道的 我会继续努力 他也会等我 二胖低声说道 家事他没有 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现在我也是差一些火候 不能招摇 我们都先沉淀一下 然后去提亲 提亲不成 我们就抢亲 反正那三小姐已经认可你了 秦初开口说道 二胖对着秦初举了句酒杯 他心里踏实 因为他知道秦初想做的事情 至今没有办不成的 我们家事在人家的眼里可能差一点 也拿不出来 但我们个人能拼出成就 这也是能力 提亲的时候我们一起去 再者秦初的段位也够了 那宋家不给面子 怎么可能 秦初开口说道 喝了酒之后 秦初开炉炼丹了 给楚狂刀 秦初 二胖和白鱼 都炼制了一些丹药 最后放出了消息 给翠云峰的弟子 免费炼丹七天 秦初免费炼丹 翠云峰就热闹了 其他各风的弟子很着急 可是没办法 秦初就炼丹七天 只是翠云峰的弟子能解光 其他人就不行了 唐斌知道 这对应了他父亲的话 进诸者吃 秦初身边的人 都会得到一些好处 这就是气韵加持 炼制了七天丹药 修炼了几天 秦初再一次地闭关了 他着急将修为提升到 古地境第三阶段 到时候面对老牌古地 他也不怕 不至于被人打跑 被人打趴 不至于被人断了霸主路 霸主路走到了现在 秦初不愿意断掉 这也关系到他的运道 宇化城内 海云若和宇天成对相了 海云若一直在宇化城 查这查那的 宇天成不满了 阁下过分了 这里是宇化门的主城 阁下在这里肆意妄为 是不把本座放在眼里吗 宇天成的火气很大 之前跟长生宗的战斗战败了 现在又有人欺负到头上来 这他忍受不了 虽然对方是顶级强者 就为比他还高一级 本座来这里找一个人 如果阁下说过分 那本座就过分了 海云若心里也烦躁着 他来到宇化城一年了 一年的时间过去 他没查到任何 关于道身的任何消息 现在呢 宇天成又跳了出来 宇天成怒了 八剑就对着海云若开战 宇化城是他的地盘 我他之处 其容他人寒睡 他必须要战 另外他知道了 曲寒冰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不是海云若的对手 最多最多 就是一个平手的局面 古道灵天第八百八十六集 战斗打响了 作为老牌古地井修炼者 海云若的底蕴 不是宇天成可相比的 战斗起来之后 宇天成就处于了弱势 战斗一刻终止后 海云若一剑将宇天成击伤 看在大荒店的面子上 本座今天不杀你 滚一边去 原来你是怕大荒店了 宇天成眼内满是杀意 他没想到海云若这么强 不过不要紧 曲寒冰的气息已经出现了 海云若冷哼一声 曲寒冰来了他就怕嘛 还不至于 曲店主 看到曲寒冰到来 宇天成开口了 曲寒冰对着宇天成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了海云若 海盗友怎么来到了三荒区域 怎么还跟大荒店的盟友对起来了 曲寒冰开口说道 他是大荒店的店主之一 自然知道海云若和天机到处有救 盟友 你们大荒店找的盟友可真是霸气 本座道羽化成就是找一个人 没做什么危害到羽化门的事情吧 就开始拔剑相向 看着曲寒冰 海云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他是觉察到曲寒冰的气息到内 才挺守的 要不然他会战斗到底 拿下宇天成 掌管羽化门 借用羽化门的势力 他会更好找人 都是误会 羽门主 这一位是黑海的海盗友 海盗友跟我们大荒店的第一位店主 是之交好友 不会做什么伤害大荒店朋友的事情 曲寒冰 对着羽天成说道 并给羽天成 使了一个颜色 犹豫了一下 羽天成对着海云若抱了抱拳 本座还要继续找人 别来烦本座 看了看曲寒冰 立言之后 海云若离开了 他现在是烦躁无比 如果不是曲寒冰来了 他就会狠弄羽天成 即便是杀不死 他也要将羽天成 打跑打残 夺羽化门的拳 借助羽化门的势力来找人 可曲寒冰到来 他就不能这么做了 那等于是和大荒店撕破脸皮 很不合适 牧师海云若离开 曲寒冰看了羽天成一眼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 县里跟海云若同样都郁闷的羽天成 带着曲寒冰 到了城主府后边的花园 接着兵退了所有人 海云若不是我们三藏区域的人 他来自玄黄大世界的核心区域 是天荒区域黑海范围的霸主 他叫海云若 关键的一点是 他跟大荒店的第一店主是朋友 所以我们不能动他 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曲寒冰开口说道 嗯 太生气了 这女人很嚣张 简直是不将我们放在眼里 羽天成开口说道 那也不能动他 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惹了他之后 万一天机盗主动怒呢 你是本座的朋友 所以本座这么说是为你好 曲寒冰开口说道 羽天成点了点头 哦 天机盗主不是消失不见了吗 大荒店的一些事不为外人所知 天机盗主的本尊是离开了 但他的分身在 平时是闭关状态 他的性格暴虐 眼里容不下沙子 得罪他的朋友 他觉得是打他的脸就是麻烦 他和当初那位皇甫店主不一样 那一位有心胸 有容人之心 而他排除异己的手段很残忍 总之你不要乱动 曲寒冰对着羽天成说道 羽天成点了点头 面对大荒店这样的盟友 他处于绝对着实 说是下属都不为过 他要找人 就让他找 现在他知道羽化门是大荒店的盟友 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过格的事情 你还是多关注长生宗 重点关注那个叫秦初的家伙 有什么情况就通知本座 交代了羽天成一句 曲寒冰就离开了 不是海云作和羽天成有些郁闷 曲寒冰也是如此 因为修罗店主奇妙珍 现在对悬仓区域的事情插手得过于厉害 他之前的一些部署都无法实施 回到了客栈内 海云作泡了一壶茶 思考着事情 他到身就是在羽化城区域出现过 这点错不了 可现在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岛神离开了 可海云作没有感觉到岛神移动的轨迹 前思后想 海云若觉得羽化城区域 也许有小世界 一度空间之类的特殊之地 他的岛神大部分时间是在小世界之内 偶尔才会出现 现在这情况 他也只能是蹲守 羽天成知道 海云若待在羽化城 但是驱逐不了 也只能是无事 这样的事情 让羽天成觉得是驱逐 这几年他太不顺了 跟大黄殿联盟之后 处处被大黄殿压制着做事 跟长生宗战斗一场 说得不说 现在又被海云若打脸 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世界比的是拳头 谁的拳头大 谁的拳头硬 谁说了算 长生宗内 崔元峰安静了 二胖和白羽两人都是沉淀自身 没有再去做任务 别人的夸耀 白羽和二胖都不在意 是天才吗 百岁就进入了地境 这份成就却是很高很高 但他们知道 这是得益于秦初的扶持 借了秦初的运势 不是秦初给他们提供的资源 不是秦初给他们的一些机会 他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可以说他们是借助着秦初的肩膀崛起 关云阁内很安静 释放着一道道古朴光运的藏天官 显得很特殊 秦初在藏天官内努力地修炼着 在多层资源的辅助下 秦初的实力是直线上升 在秦初的带动下 翠云峰的修炼氛围很好 所有的弟子都很努力 秦初是古地了 还这么努力 其他人谁有不努力的理由 唐云泽的大儿子唐雷回来了 可状态不是很好 他是大地境巅峰 一直想着去冲击古地境 但是没有成功 这次历练更是受了伤 还是那种极为难以恢复的道上 道运受损 如果找不到天才地宝 那是很难恢复的 对于唐云泽 唐斌和唐兰等唐家的人来说 唐雷能够回来就是好事情 这一次回来 唐雷改变了不少 在历练的危机中 他知道了除了修炼 家人也很重要 得知长生宗又多了一位谷弟 唐雷也是很高兴 他为什么痴狂地想要提升 就是想要替唐云泽多承担一些 唐家人定不忘 唐云泽就在翠云峰 为唐雷安排了回归宴 雷儿 你是不是觉得 道运受到重创 影响了前途 前途 没了希望 喝了一杯酒之后 唐云泽看着儿子问道 唐雷点了点头 儿子在巅峰时期 都没办法冲进到谷地间 这一次损伤了道运 更是没有了希望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过去太过痴迷和执着 心境和心态上差了很多呀 这次受了挫折 也许不是坏事 人生路啊 就是起起伏伏的 唐云泽对着唐雷说道 父亲的话儿子记下来 接下来儿子会帮助父亲 处理做么一些事情 唐雷开口说道 这一次 唐雷受到的触动很大 他遇见了古地境的妖手 在生死存亡之际 他想了很多 他发现 自己的过去错过了很多 燃烧了道运 侥幸活命之后 他想着的 就是要补全自己 过去的遗憾 唐云泽点了点头 他觉得受挫 并不是件坏事 最起码让唐雷 从过去的状态中 走了出来 过去的唐雷和唐兰很像 都是情感缺失 唐云泽走了之后 随云丰的弟子也散去他 唐家三兄妹说的 最近这些年的事情 秦初 大地境霸主 他出关了 你们给维兄引荐一下 另外过去 我们尽到 做凶长的责任 你们不要见怪 唐雷对着唐兵和唐兰说道 大哥你别说了 我去给你刮刮胡子 唐兰擦了擦眼角 他过去何尝不是跟唐雷一样 唐家是一片喜情 唐雷是受挫了 但大地境的修为不是假的 在宗门也是长老的席位 归来就是好事 大妹 你这翠云丰现在 是朝气蓬勃 发展得很好 优秀弟子也很多 享受着妹妹唐兰 为自己刮胡子 唐雷对着唐兵说道 这也是近几年的事情 之前也是衰落之下 唐兵开口说道 翠云丰的改变 也是从秦初 加入宗门之后开始的 对了 大妹的二弟子和四弟子呢 唐雷开口询问着 他对唐兰之前的弟子 还是比较熟悉的 唐兵叹了口气 说的四弟子在外历练 一直未归 二弟子现在的情况 很是尴尬 也说了尴尬的原因 唉 仗着有些修为 就势强凌弱 这是人性本质的问题 人家不计较 已经很大气了 不愿意再跟他有牵扯 也是在清理之中 至于翠云丰其他弟子 不愿意跟他有接触 这中间也蕴含着人性 秦初带来那些人 自然是不会喜欢他 其他弟子内心 也都是有是非观 在这古地心的强者 他们必须尊重 选择站队 啥次都知道如何站 唐雷对这种情况 也是无奈 他就是想化解此事 也是化解不了 没有办法 当时他是三番五次的过格 导致了现在无法收场的尴尬局面 唐斌开口说道 局面很稳 给秦初争取的时间 主要是天际道主 海云主 都在调查自己到身的情况 没有精力考虑其他的事情 其妙珍真是想进攻长生宗 可现在的情况也是不允许 长生宗有联盟 燕公就要承受长生宗 和盟友的抵抗和反攻 现在还不合适 这天 长生宗来了一年轻女子 女子直接到了崔云峰 说了找尔胖 见到了此女子之后 尔胖很激动 因为来者是云水城宋家三小姐 宋文秀 到了崔云峰一年之后 二胖觉得自己突然 苗无音讯不合适 就给宋文秀写了一封信 接到信的宋文秀 就赶了过来 二胖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去找我 看到二胖之后 宋文秀开口了 我努力修炼呢 不努力修炼 伯父就不会接受我 二胖开口说道 他比之前瘦了一些 疯狂地做任务 努力地修炼 又加上心累 就真的瘦了下来 我父亲一直给我安排亲事 你就不担心吗 宋文秀看着二胖问道 二胖摇了摇头 不担心 我老大说了 只要你认可我 别人就抢不走 你个死胖子 有点脑子行不行 他这是鬼话 你老大这是坑你呢 什么叫别人抢不走 我也有压力好吗 你难道让我背叛家族 伍尼父亲 宋文秀瞪了二胖眼 他觉得二胖嘴里的老大 不是什么好人 老大不会坑我 他现在是比较忙 等他忙完就会帮我们解决事情 二胖开口说道 你怎么这么相信他 把自己的幸福压在他身上 宋文秀皱了皱眉 他有些纳闷了 他认识二胖和白羽的时候 两人嘴里也经常说老大如何 他觉得二胖和白羽是被洗脑了 我相信他 但我也会努力 别人去提亲我也会去 哪怕是被打死 我也不会让你嫁给其他人 二胖开口说道 你这话让我开心一点 信别人不如信自己 你不知道的是 秋华诚想要跟云水城联姻 我父亲觉得那是最适合我的婚事 我不同意就是忤逆 宋文秀开口说道 联姻 秋华诚 他们想干什么呀 听了宋文秀的话 二胖就有些懵了 秋华诚和云水城比较近 联姻可以让一个区域更稳定 只是那秋家的公子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我只能等着你了 宋文秀开口说道 二胖吸了一口气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他们提亲的时候 你给我发信 我一定到场 我二胖这辈子想做的事情不多 如果想做就会弄全力去做 付出任何代价 也在所不惜 二胖想做的事情真的不多 之前他想守住青云宗杂一滩后面的木屋 后来就是想着修炼 能帮助一下秦初 现在他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去宋文秀 给宋文秀幸福 只要你去 只要你站出来 不管什么后果 我都愿意跟你承担 宋文秀开口说道 听了宋文秀的话 二胖兴奋了 兴奋的二胖拉着宋文秀 到了长生宗山门下的小镇酒楼 点了几个菜 你怎么不吃 只要你有信念 我一定撑着 但你要记得 你那个破老大不靠谱 你别太指望他 吃着东西的宋文秀 开口说道 五道零天第887集 放下在手里的酒杯 二胖叹了口气 唉 我想我们需要认真地 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文秀 你没见过我老大 所以 你对他的评价很不公 没有老大 我现在还是一个杂役 也无法从我们那里走出去 他说的话从没错过 就是错的我也会听 所以你不要再说我老大的不好 这是我的底下 他这么重要 宋文秀皱了皱眉 是的 在我们的家乡 他化解了浩洁 给了我们那个区域稳定 可以说他就是信仰 说他的不好 会被乱刀砍死 你将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但他过去已经是了 二胖开口说道 就在宋文秀想说什么的时候 白语来了 听说文秀你来了 我这找了半天 才找到这里来 白语 你劝劝二胖 这家伙是个死脑子 宋文秀开口说道 他认识二胖的时候 也认识了白语 交情也是很不错的 不要紧 他现在已经是递进修炼者了 再努力努力 伯父大人就认可了 再者 我们老大说了 晚点 他会解决这件事 白语拿着酒摊子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他说能解决就能解决 宋文秀有些要疯掉的感觉 二旁一个人中毒也就算了 现在又来一个 喝了一口子酒 白语对着宋文秀点了点头 老大说能解决 就能解决 你们的事情 在他眼里就是小事 没什么麻烦的 他跟着二胖走一趟 你们的事情就成了 宋文秀有些无奈了 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他知道怎么说都没用 二胖和白语 都是这个调调 他能怎么办 二胖 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反正事情来了 我们要一起扛 再说其他的忧伤情分 宋文秀开口说道 如果现在能够抓住 二胖和白语的老大 他一定是一顿暴打 给人家两个涉事未深的家伙 洗脑都洗成什么样子了 这是昨孽 秦初不知道宋文秀过来的事情 他还是闭门苦修 他要在资源攻击没断的情况之下 将修为冲击到古地境第三阶段 那时候谁再扶起他看看 最近他过得有点压抑 想站却站不过人家 虽然有些疲惫 但感受到自己修为的快速提升 秦初还是能够坚持住 以此闭关就是两年的时间 感觉到自己的修为 到了古地境第二阶段巅峰 秦初出关了 他的资源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冰胶之血 古云丹和诸国都用光了 秦初是有点心疼资源 但他觉得也值得 资源的消耗换来了修为的提升 也节约了时间 他最缺的就是时间 出关后秦初泡了一壶茶 放松着自己 他觉得沉淀一些时间之后 就可以顺利地将神区境界和元气修为 提升到古地境第三阶段 至于灵魂修为就差了一切 因为一个诸国毕竟有限 秦初放松了两天 唐斌和唐兰就过来了 询问了一下秦初的修炼情况 随后唐斌就说了唐雷回来的事情 道运受伤有什么丹药可以恢复吗 秦初开口问道 不知道我父亲会想办法的 唐兵摇了摇头 在修炼界最难恢复的就是道伤 其次是灵魂受窗 最后才是身躯受损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就跟我说 秦初开口说道 交流中秦初询问了楚筐刀 秦孝 白羽和二胖的情况 得知几人安好 他才踏实下来 他打算回家陪陪妻子了 算起来两年过去 秦子军都应该会跑的 就在秦初要回天舞小城的时候 白羽跑到关云阁 老大 情况不太好 二胖已经去了云水城 不是说了 等我来处理这件事情吗 他怎么这么着急 秦初皱了皱眉 我去找他的时候 看到这封信 白羽将一封信递给了秦初 看了一下信件之后 秦初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信是宋文秀派人送来的 信件上说了 这个月十五 秋华乘秋甲 回到云水乘提青 他希望二胖能去 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两人一起扛着 今天是什么日子 折贴好信件 秦初看着白羽闻到 白羽只手指算了一下 白羽脸上出现了焦急 就是今天 那应该不玩 说完话后 秦初带着白羽 就朝着传颂阵飞去 坐着传颂阵 就朝着云水城赶去 虽然他现在应该求稳 但是二胖的事情 他必须管 宋文秀来过一次 那一次老大在闭关 他说了自己的压力很大 因为云水城和翠华城 叫联姻 他扛不住 他是喜欢二胖 但是背弃家族 污逆父亲的事情 他也是不想做 跟在秦初身后的白羽卓大 是我的问题 我以为不着急 就没引起重视 不过问题不大 就算邱华城提亲成功又如何 没入洞房就来得及 秦初开口说道 云水城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因为是邱华城前来提亲 不过喜庆的日子不怎么喜庆 云水城宋家大院里燃起了 李城怕这一个人已经被打得很惨 他还在朝着一个女子爬去 女子也是被人用领域压制了 文秀 对不起 是我的能力不够 是我将事情想简单了 不过只要我活着 他们就不能娶你 爬在地上的男子 抬头看着女子 看其面容不是二胖又是何人 这时候 一个紧袍男子上前提着二胖的衣袍 将其提了起来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在你老大面前是渣子吗 现在你被打成狗一样 可他没出现呢 你喊你兄弟 来 你大声喊啊 不用他喊 我来了 穿着金边黑袍的秦初 带着白羽出现在了云家大院 此时的秦初脸上满是杀意 出现之后 秦初右手一挥 一巴掌将紧袍男子 瞅得旋转着飞出去 直接趴在了地上 嘴里的鲜血流淌 牙齿掉了一地 你好大胆 一个黑袍老者吼了一声 回刀朝着秦初出来 秦初挥手一拳打出 拳杠奔发 风云起 爆裂的拳杠 直接将黑袍老者轰碎 大胆 我胆子一直很大 但没人这么说我 现在 还有认为我胆大的吗 秦初身上的杀意 如同食指 一圈圈地朝着四面大扬着 有废话的 今天他不介意大开杀戒 动他兄弟 竹断他手足 白羽将阿尔胖拂了起来 秦初拿出一颗丹药 给阿尔胖吃了下去 秦虎法 一个穿着白袍的老者站了出来 闭嘴 退去 秦初扭身瞪了白袍老者一眼 注意到秦初的眼神 白袍老者退了下去 因为他知道 秦初在愤怒中 不是什么愤怒边缘 二胖 谁动的手 看着二胖恢复了一些之后 秦初开口问道 华秋城一位长老和刚才那个秋万年 还有一位是云水城的长老 二胖开口了 秦初转身 看向了宋家大院的人 男欢女爱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打残之后还羞辱 这就过了 你们觉得凭实力 羞辱别人是能力 那么好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有能力羞辱你们 动手的三个人交出来 自我了断 云水城还是水云城 秋华城还是秋华城 否则 我不建议大开杀戒 我秦初想做的事情 没人可以阻拦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 说完话之后 秦初手臂一挥 禁锢女子老者 直接被击飞 女子恢复了自由 这女子就是云水城 宋家三小姐 宋文秀了 伸手抓过一把椅子 秦初坐下了 闭眼平复着情绪 二胖被打得狼狈 她是真愤怒 亲人之外 她最在意的 就是二胖和白鱼两个人了 宋家大院内 云水城和秋华城的人都在 但没有一个人敢喘大气的 此时 他们如何不知道 来者是谁 金边黑袍 霸主及长老 又年轻无比 这个区域只有一个人 曾经的大地境霸主 现在的古地境强者 秦初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些人脸上流汗了 一些人腿都开始抖了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秦初肯定不会受软 时间快到了的时候 云水城的一个老者站了出来 接着直接拍碎了自己的天灵 秦初没有睁眼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又过了一阵子 秦初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还有两个人 既然不交出来 那么我自己来拿 说着话的秦初 就朝着秋华城的人走去 秦大人等等 出手商人的云水城长老 已经制裁 秋华城动手的那一位 也被宁给击毙了 最后一位啊 这已经在那趴着了 白袍老者 云水城宋城主站了出来 这时候他不站出来也不行了 那我等着你们处理 他不是让二胖喊人吗 现在人喊来了 我看他能怎么样 秦初拿出一条毛巾 给二胖擦了擦血迹 老大 你来得很及时了 再晚一点 那只能给我收拾了 二胖整理了一下衣袍之后说道 这次是我有点不靠谱 不过也不要紧 你死了 为你陪葬的人会很多 秦初开口说道 求华城主到了趴在地上的锦炮男子的身前 将其抽了两颗耳光之后 把其丢到了秦初的身前 秦初蹲下了身子 做人不要太嚣张 你不是让他喊兄弟吗 现在他兄弟来了 你是不是也要把我打成狗啊 大人 在下不敢 锦炮男子开口说道 他就是秋华城主的儿子 也是这次求婚的主角 羞辱二胖之人 你真不要脸 知道人家情投意合 还要硬插一脚 那你的脚 就别要了 秦初手臂会动 能量震断了 锦炮男子的腿骨 你该死 腿骨被断之后 锦炮男子失去了理智 开口怒骂了一句 站起身来 咬了摇头之后 秦初就坐到了椅子上 秋成主面如死灰 如果他儿子不乱说话 或许秦初不计较 还能活下去 现在没的可能了 他如果不解决 秋华城就要大祸临头 秦初不吭声 长生宗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 无奈之下 秋成主对着麾下的一位长老 摆了摆手 这位长老到了锦炮男子的身后 一掌枕碎了起天灵 不要觉得有多委屈 也不要觉得有多无辜 我不来 你们会看着他杀了我兄弟 白鱼 扶着二胖 我们走 秦初说完 就朝着宋家打院外走去 云水城和秋华城 都是长生宗的城市 他不愿意将事情弄得太大 宋文秀帮着白鱼扶着二胖 走出几步之后 秦初转过身 看向了宋城主 我们兄弟几个没有什么家事 也不想提家事 因为我们自己能打出一份天下 他二胖 长生宗唐兵长老的弟子 唐宗主的徒孙 我秦初的兄弟 他如果想 我随时可以弄一块封地给他 让他来做成主 可以说 除了妻子和孩子 其他的 我秦初拥有的 就是他拥有的 留下一句话 秦初带着人离开了云水城 云水城宋城主的脸黑呢 末期少年穷 阿尔胖的来历也是不简单 关键是他不输呀 被打趴在地上 阿尔胖也只是说了自己老大会为他出气 其他的什么也没出 论身后敌院 阿尔胖这也没得说 云水城 秋花城在秦初面前 那就是渣渣 离开了宋家大院之后 秦初转身 朝着阿尔胖的屁股就是一讲 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许你这个长盛宗 你当我的话是耳边风啊 老大 我着急了 今天就是那秋花城来提亲的日子 我不来 那老婆就成人家的了 阿尔胖有些委屈地说道 你不会找我呀 你不会找我是不是 秦初提脚就要踹 老大 我今天都挨打了 就算了吧 阿尔胖有些委屈地说道 瞪了阿尔胖一眼 秦初拥抱了阿尔胖一下 我们三兄弟从小一起历练 一起为面子 为了命运抗争 一楼走来不易 你要是出事了 我就是抹平了云水城和秋花城 又有什么用 我知道错了 我刚才很生气 我说我有兄弟 说我有老大 竟然不好使 阿尔胖开始的声音比较低 后边声音就高了起来 然后你就动手了 你不知道 回来找人再去干 白羽推了阿尔胖一下 五道灵天 第八百八十八级 阿尔胖晃了一下肩膀 甩来了白羽的手 情况紧急 我哪里有时间想那么多呀 直接先干了再说 结果就是差点被人打死嘛 现在还不介绍一下 秦初瞪了阿尔胖一眼 阿尔胖点了点头 将宋文秀拉到了身侧 老大 这就是我喜欢的人 宋文秀 文秀 这就是我老大秦初 文秀见过秦大人 宋文秀对着秦初 微微躬身 此刻的宋文秀 如何不明白 阿尔胖和白羽 是被洗脑了 但不是被语言洗脑 是被事实洗脑 秦初有让人 幸福和崇拜的能力 宋文秀也明白了 秦初 阿尔胖和白羽之间的感情 秦初说的 除了妻子和孩子 他拥有的 就等于阿尔胖拥有的 这不是假话 你们两个不用有什么担心 今天我是杀人了 但不算太过分 回去后 我跟堂长老说一下此事 看看能不能让他帮忙去提前 秦初对着宋文秀和阿尔胖说道 文秀 你们宋家不会去卷吧 阿尔胖已经很努力了 白羽开口说道 宋文秀笑的笑 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我不回去了 听了宋文秀的话 秦初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要宋文秀有太多 其他的一切不是问题 到了长生城之后 秦初停下来 而带着三人到了称珠府 称珠府的人看到秦初 是热情接的 秦初让称珠府的人带着他 买了一座府邸 花了两千万鸡品零食 买了一座府邸之后 秦初将底气和房气 交给了阿尔胖 老大 你这是 阿尔胖有点不解地看着秦初 我还不了解长生宗队 成亲弟子是怎么安排的 买一座府邸 文秀在这边待着也方便 你也能随时过来 秦初开口说道 听了秦初的话 阿尔胖笑了 我还在想这件事怎么办呢 老大就可以解决了 对着阿尔胖笑的笑 秦初拉着白羽离开了 留下了阿尔胖和文秀两人 处理府邸的事情 阿尔胖 你怎么不早说秦护法是你老大呢 有秦护法做你后盾 我们家族绝对不会反对 也不会搞什么联姻 因为他们想巴结秦大人 都巴结不上 宋文秀有些忧愿地看着阿尔胖 阿尔胖摇了摇头 老大的名声和地位 是辛苦打出来的 我不能拿着老大的名头 去招摇 去败坏 可事实上 没有老大的帮忙 我连媳妇都去不上 阿尔胖你想多了 你已经很努力 也已经很优秀 要不然我也不会认可你 宋文秀劝慰着阿尔胖 他明白阿尔胖的心理 并不是很好受 拥抱着宋文秀 阿尔胖知道 自己还是要继续努力的 回到了翠云峰 秦初想了一下之后 就到了唐兵居住的别院 唐兵和唐兰两人正在切磋剑法 唐雷也在 看到秦初到来 唐兵和唐兰就停止了练剑 将秦初和唐雷互相引剑 秦初和唐雷互相抱拳 算是认识 不过都在打量对方 秦初对唐雷这个唐痴 是遭有耳闻 唐雷回到宋门之后 也是听闻了秦初的大名 主要也是秦初名头太响亮了 打地景时期 就越街弄死古地景修炼者 龚华云 这是打破了修炼界的历史 白羽对着唐雷攻身 称呼李生师伯 唐雷也没吝啬自己的赞誉 喝了一杯茶之后 秦初看下了唐兵 长老 秦初想麻烦您一件事 什么 你还需要麻烦找我办事 你都办不了的事情 我这可能更不行 不过你可以说说看 唐兵开口说道 是想请您帮着二胖去提起 这件事是让我给办砸了 需要长老您给善后 秦初开口说道 在唐兵唐兰和唐雷 诧异的眼神中 秦初就说了 二胖和宋文秀的事情 听到秦初说 二胖被人打得很惨 唐兵脸上就蛮是不高兴了 因为二胖是他的弟子 还是他比较满意的弟子 我如果去晚了 二胖的命可能都没了 所以就没压制住火 秦初开口说道 他不知道自报门户吗 唐兰皱眉说道 师姑 二胖不是拿着师尊和宋门名头照耀的人 白玉低声解释了一句 他看出来了 唐兵和唐兰也是很生气 狗眼看人低 秦初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我会处理好的 唐兵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这次的事件死了三个人 秋华城的死就死了 云水城那边如果不满 那我就赔偿吧 当时我确实冲动了 不能因为这个 影响二胖和宋闻秀的将来 唐兵唐兰和唐雷 都是诧异地看着秦初 他们没想到 秦初为了二胖和宋闻秀 能做到这点 古地景修为的秦初 这么做可以说是委屈求全了 秦初走了 白宇被唐兵留了一下 接着又询问了一下 事情的经过 白宇前前后后地 就都说了一遍 云水城宋家棒打圆养 是比较过格 但总算是事出有因 但是秋华城完的过格了 被弄死了活该 如果是维兄 那么他们都走不了 唐雷开口说道 这件事情先放几天 先看看云水城那边什么反应 看他们懂不懂事 不懂事 我也不给他们面子了 直接给两个小家伙主持了婚礼 想了一下之后 唐平拿出了决定 二胖是他的弟子 一些事情他必须给操心 因为情绪杀人 秦初可是第一次 唐兰开口说道 他和白宇 二胖三人一起长大 情感十分的深厚 二胖受到了伤害 他自然是不会允许 不过也是暴露了他的弱点 唐兵知道 秦初和二胖与白宇的感情 在唐兵 唐兰和唐雷 还有白宇说话的时候 宣唐来了 跟在他身侧的是 云水城 宋怀远 也就是宋文秀的父亲 师兄也在呢 师妹 宋城主是来跟 护法大人道歉的 宣唐开口了 他和宋怀远的私交不错 除了事情之后 宋怀远就找到了宣唐 他希望宣唐帮着 化解一下矛盾 事实上没有什么矛盾 但他担心秦初报复 宋城主 二胖是本座的弟子 这次的事情 你们做得难看了 唐兵开口了 唐长老 这件事是本座的不对 还请唐长老大人 不要介意 宋怀远有点尴尬 他能不尴尬吗 女儿找了个金砖 他给当成了烂瓦骗子 还弄得差一点 无法收场 你们宋家不同意 这本座能理解 可你们怎么能放任 邱家胡来呢 这是秦户法及时赶到 如果去晚了 这事情怎么收场 唐兵开口了 他就是不高兴 二胖是他的得意弟子 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这也是打他的脸 在下愿意跟秦大人道歉 宋怀远开口说道 秦户法目前在气头上 道歉这是晚点说 咱们说说你女儿和二胖的事情 宋城主现在怎么看这件事 唐兵将话题引到了亲事上 这也是秦初想麻烦他解决的事情 这自然是没问题 之前我反对 也不是觉得二胖不行 其实就是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 还请唐长老能够体谅一个 做父亲的苦心呢 宋怀远直接同意了 不同意也不行 女儿跟着二胖跑了不说 邱家求亲的邱万年已经挂了 联姻的事情无法进行 就算他愿意 九华城也不敢再提联姻 宋城主坐下说话吧 有事情过来 也不用喊着稳坐师兄的 师兄你也坐 事情已经谈成 唐兵的脸色好了一些 请宣唐和宋怀远助坐了 宋怀远坐下了 但心里还是明白 这是由宣唐带着 没有宣唐带着 他会被轰出去 几人的交流中 二胖和宋文秀的亲室就定下来 接下来 本座会给他们研究一个成亲的地方 亲室定下来之后 唐兵开口说道 师尊 弟子和秦护法回来之前 秦护法在长生城内 给二胖买了一座腹底 规模上也不小 白羽对着唐兵说道 听了白羽的话 唐兵呼出了一口气 看来一些事情 秦护法已经有安排了 这样 你需将二胖和宋小姐带回来 宋城主 本座带你去贵宾楼休息 离开了唐兵的别院 白羽先找到了秦初 跟秦初说了一下 宋怀远过来的事情 他还算是比较明白事例 这样 你帮着二胖操办一下 办得隆重一点 我们不差事情 秦初拿出一个储物戒指 丢给了白羽 老大放心 兄弟成亲 我们必须弄得漂亮一些 对着秦初点了点头 白羽就下去了 被唐兵送到了 长生宗的贵宾楼内 宋怀远松了一口气 接着 与跟他一起过来的 大女儿宋文芳 回合到一起 父亲大人 事情怎么样 宋文芳开口询问着 她是宋文秀的大姐 也掌管着云水城的一些事情 解决了 事情也谈好了 下个月文秀和二胖成婚 这个死胖子 之前只是觉得 他自身比较优秀 没想到这么大的来头 围棋解除了 宋怀远开口骂了一句 他能不骂吗 这是秦初压制住的活气 要不然 他的脑袋就没了 父亲大人 之前我就跟您说了 这个二胖还可以 家世上虽然不如秋万年 但比个人资质 他玩爆秋万年 宋文芳开口说道 之前在宋家 宋文芳是唯一不反对 二胖和宋文秀在一起的人 没想到 他是唐斌长老的亲传弟子 更没想到 他是那个凶残家伙的兄弟 宋怀远摇着头 一些事情 他是真没想到 这不也是好事吗 文秀的幸福没问题了 宋文芳开口说道 宋怀远喝了一口茶 这个死胖子脑子有问题 有这样的后盾 为什么不说出来 也不至于被打成这个熊样 人家胖子想靠自己的能力混相胡 不想靠着别人 这倒是说明人家很有志气 宋文芳笑着开口说道 宋怀远不说话了 他这次是被狠狠地打脸了 势力眼没看上二胖 觉得二胖没有家事 结果人家二胖拿出的后盾 碾压云水城 白玉将二胖和宋文秀 从长生城内喊回了长生宗 带着两人先去见了秦初 宋怀远只在贵宾楼 但是在白玉和二胖眼内 秦初最大 要先拜见秦初 闻闻秦初的一次 看着二胖和宋文秀 秦初略微思考了一下 你们还是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 我的仇家比较多 不管是大黄殿还是羽化门 都针对着我 一旦发现你们和我有关系 容易对你们下黑手 我知道了 老大 现在文秀的父亲 已经通缘了我们的婚事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二胖开口询问着 之前的矛盾中 虽然我们理不亏 但是云水城损失的一位长老 也是事实 这两颗递进的杜结丹 你拿过去 交给你未来的岳父 算是我的赔礼 秦初拿出了一个丹药瓶子 递给二胖 老大 二胖有点不愿意接丹药 他觉得秦初不该赔礼 不该为他受这个委屈 你拿着 未来的路很长 你和文秀两人想要得到宋家人的祝福 那么首先就是人家接受我们 秦初将丹药塞给了二胖 呼出了一口气 二胖将丹药收了 这个洞天秘宝 你拿着 交给宋城主 是你求亲的聘礼 好了 你们去吧 秦初对着二胖和宋文秀说道 谢谢老大 对着秦初抱了抱拳 二胖和宋文秀 离开了关云阁 离开了翠云峰 进往鬼边楼的路上 宋文秀 拉住了二胖的手 我说回之前对你老大不尊重的话 他值得你和白宇尊重 他身为古地境修炼者 愿意拿出陪礼 这就是委屈求权 是为了我和你的幸福 嗯 老大性格刚硬 不管面对什么敌人和对手 从没怂过 拿出陪礼是第一次 二胖也是有些感慨 随后在宋文秀的怂恿下 二胖查看了秦初拿出来的 洞天秘宝 查看了聘礼 二胖看完之后 将洞天保护给了宋文秀 宋文秀看完之后 就将二胖拉到了没人处 你老大搞什么名堂呢 一亿几品零食 还有三十瓶丹药 你娶我用不了这样的聘礼 目前神家也没有达到这个规格 你想干什么 这是我老大 为我们准备的聘礼 你别打这聘礼的主意 二胖有些紧张地看着宋文秀 等了二胖一眼 宋文秀拉着二胖 到一块山石上坐下来 我们成亲后过的是我们两个人生活 所以就要有一些计划和安排 你老大付出这么大 我们怎么心安理得 我们压力大不大 他既然是你兄弟 我们就得为他想一下 不能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 他的资源不是白捡的 沉默了一下之后 二胖看向了宋文秀 一直以来我觉得和老大之间不需要考虑这些 现在看来是太想当然了 谢谢你提醒我 聘礼你看看弄多少合适 剩下的我给老大拿回去 想了一下之后 宋文秀觉得 一千万几品零食 加一些食品丹药就可以了 宋家又不是卖女儿 有点辜负老大的苦心了 不过也只能这样了 几品零食不用老大拿 我自己能拿出一千万 拿老大一点丹药就可以 其他的碗点我送回去 二胖开口说道 整理了一下资源 弄好了片礼之后 二胖和宋文秀到了贵宾楼 见了宋怀元和宋文芳 二胖没有在意之前受到的修主 恭敬地送上了片礼 五道零天第889集 之前是本座的不对 不该看不起你 更不该让邱家羞辱你 本座对你表示歉意 现在本座祝你和文秀幸福 宋怀元开口说道 伯父 这是我老大让我拿来的丹药 说是对云水城损失 一位长老的补偿 说完片礼的事情 二胖拿出壮有两颗杜结丹的弹药瓶 递给了宋怀元 他说的是补偿 不是赔偿 二胖不愿意秦初掉了面子 他不觉得秦初做错什么 所以补偿可以 赔偿不可能 秦初可以为了他不在意面子 但他二胖必须有股权 哪里需要什么补偿呢 那位长老 主张联姻 在这也是力气比较重 所以导致身死倒消 什么补偿就算了 秦大人不介意就好 宋怀元开口说道 他说的不是客气话 是真心觉得秦初不怪嘴 就是他和云水城的万幸了 古地尊严不可亵渎 惹怒古地 服侍亲礼都是正常的 秦大人是希望女儿和二胖 能得到云水城和宋家的祝福 所以才拿出了赔偿 父亲您就收下 不收下 那就是不祝福女儿和二胖 那秦大人才会真生气 宋文秀拿过二胖手里的丹药 塞到了宋怀元的手里 妹夫 你要是再瘦一点就好了 宋文芳笑着说道 他倒是很看好二胖和宋文秀 再者 现在的场面也是皆大欢喜 大姐你说什么呢 他不胖 这是父太 宋文秀拉着二胖的手臂说道 事情办好之后 二胖说了 去见秦初 宋文秀就住在贵宾楼了 两人约好了 明天一起去收拾新福地 二胖到了关云阁的时候 秦初在喝茶思考事情 事情办好了 拿着茶壶 秦初给二胖倒了一壶茶 事情都办好了 一切都没有问题 说着话 二胖将秦初交给他的冻田宝物 推回到了秦初身前 看着冻田宝物 秦初皱了皱眉 没下聘礼 已经向了聘礼 不过温秀的意思是聘礼太多了 不合适 宋家也不是卖女儿 一千万七品零食 我这里有 聘礼的事情 我自己也必须付出一些 二胖开口说的 你们的想法也对 那就按照你们的意思来 接下来你要低调一点 但他们宋家不能过格 明天我回天舞小城 我问问师姐过来不过来 其他人就算了 我们的人现在不能太过照耀 秦初对着二胖说道 二胖点了点头 他知道现在的形势并不是很好 大荒殿那边忽视眈眈 天舞大世界的修炼者 不能够暴露 跟二胖交流完 秦初就走了 他要回天舞小城 要一边陪着家人 一边沉点修为 至于二胖成亲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秦初走后不久 唐冰就公布 二胖和宋文秀顶亲的戏讯 得到消息的 楚狂刀和秦孝 格外高兴 他们跟着白鱼 帮着二胖 处立着长生城的府邸 另外唐冰也帮二胖 在翠云峰 弄了一个单独的阁楼区域 这样二胖和宋文秀 在长生城和翠云峰 都可以生活 回到天舞小城的秦初 陪着妻子和孩子 享受着放松的生活 秦初也和尚书渝 说了二胖和宋文秀 要成亲的事情 尚书渝决定参加 他和秦初 白鱼 二胖是同门 他是师姐 应该参加二胖的婚礼 时间到了之后 秦初跟其他几位妻子 说了一下情况之后 带着尚书渝 离开了天舞小城 二胖的终身大事 算是解决了 现在接下来就差白鱼了 尚书渝开口说道 这是缘分的问题 缘分到了就好了 秦初笑着说道 修炼者的姻缘真不好说 秦初成亲比较早 像楚狂刀和秦孝那样的 也只能是没事走走画楼 秦初带着尚书渝 到了观云阁之后 二胖和宋文秀就到了 他们拜见了兄长和嫂子 嫂子 你真漂亮 看到的尚书渝 宋文秀极为惊艳 玄晃大世界美女很多 但尚书渝是青龙圣族的公主 容颜和身姿上 都非一般女人可比 白鱼 楚狂刀和秦孝厚道的 一群人坐在了一起 吃着烤肉喝着酒 不长时间 唐兵和唐兰也来了 秦初是长生尊 地位尊贵的护法 她的妻子自然也是半个长生宗的人 大家高兴地喝酒聊天 但秦初等人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不谈天舞大世界 不谈天舞小城的事情 二胖 都准备稳妥了吗 如果有哪里需要师姐的 就跟师姐说 尚书渝对着二胖说道 师姐 老大已经都帮我安排好了 就等着日子到来 二胖开口说道 喝了一顿酒 大家就散去了 秦初和尚书渝 呆在水潭边 看着秀竹 赏着清月 夫君 玄黄大世界比较乱 如果累了 就回去休息 我和几位姐妹 还有孩子 都在家中等你 尚书渝靠在了秦初的身上 我明白的 我现在的实力还差一些 再提升提升 那么时空大潮 卸来了我也不怕 不管是谁 敢进攻天舞大世界 我就将其杀出去 秦初环抱着尚书渝的摇身说道 翠云峰的别院内 唐斌和唐南说着话 秦初的妻子好漂亮 身姿神韵和谈吐都没得说 唐南开口说道 嗯 确实是这样 修为有势不弱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年轻 他们与二胖 白羽 跟秦初都是同一批的人 这说明 在秦初身边 确实增强气韵 唐斌开口说道 两天后 二胖和宋文秀的婚礼 在翠云峰偏殿内举行了 主持婚礼的是 副宗主宣唐 双方长辈为止 一边坐着的是 宋怀远和其后赶来的妻子 另外一边是唐斌 唐南陪坐 秦初和尚书渝坐在客座 拜天礼 拜高堂 夫妻对拜 给高堂上茶 给宋怀远夫妻 唐斌警察之后 二胖太子宋文秀 到了秦初和尚书渝这边 秦初和尚书渝站起身来 大家是兄弟 自然不能坐着 老大 是你让我从一个杂役 知道怎么活得才有罪业 这杯茶 我和文秀敬你和事件 说这话 二胖和宋文秀 给秦初和尚书渝赏茶了 客气话我就不说了 我们是兄弟 一辈子的兄弟 接过茶 一口喝掉之后 秦初拥抱了一下二胖 看到二胖成亲 他是真开心 给秦初敬完茶之后 二胖到到白羽的身前 我们和秦初是兄弟 秦初一路带着我们成长 所以是老大 我们俩之间无大想 茶我就不敬了 晚点 我们得喝个高兴 拥抱着二胖 白羽用力地拍着拍二胖的后背 他和秦初一样 看到二胖成亲 他高兴 仪式进行完毕 酒席就在偏店内外白开了 大家高兴地喝酒 秦初 白羽 楚狂刀和秦孝坐在了一起 至于尚书渝 被唐斌和唐南 拉到女人那边去了 兄弟 现在差你了 秦初拍着白羽的肩膀说道 老大 我现在还没发现有感觉的女人 我觉得闭眼都是一个样 跟花楼内的差不多 白羽开口说道 听了白羽的话 楚狂刀一口就喷了出来 这是用袖子挡住了 要不然就全喷到秦孝的身上 你别喷 你现在不也是花楼常客吗 白羽鄙视了楚狂刀一眼 楚狂刀不说话了 都是光杆儿谁笑话谁都没底气 酒席过后 送仙人到了唐斌 给安排的阁楼之后 秦初和尚书渝回到了关云阁 想想青云宗的日子 恍如昨日 我们成家了 孩子也都大了 尚书渝开口说道 师姐怎么还感慨起来了 我们不到百岁的年龄 在修炼界就是娃娃 未来的路很长呢 听了尚书渝的话 秦初笑了 在关云阁休息了几天 带着尚书渝 见了一下唐云泽之后 秦初和尚书渝就离开了 两人回到了天舞小城 回到了天舞小城 秦初就开始了沉淀 沉淀好 他就可以冲击古地景第三阶段 跟唐云泽交流过 秦初知道古地景和大地景一样 都是四个阶段 初期 中期 后期和圆满 第三阶段就是古地景后期 也称作古地景巅峰景 在秦初安稳沉淀的时候 海云若还在寻找着自己的道深 寻找着道深的过程中 海云若对三仓区域的局面 也有一些了解 他觉得大黄殿真不如当年了 当年在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 大黄殿那也是震慑四方的大势力 现在想要统一三仓区域 却做不到 了解了三仓区域的局面 一些人也进到了海云若的视线中 引起海云若注意的就是秦初 打地景霸主 这很了不起 不过他觉得有些水分 他认为秦初这个打地景霸主 也就是在玄黄大世界的边缘区域 横行而已 到了玄黄大世界的核心区域 就站不住 因为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的 卓越大地太多了 虽然觉得秦初的打地景霸主 有些水分 但海云若还是比较有兴趣 毕竟能在一个区域称霸 也是有一些能力 有一些气韵在身 他觉得解决了自己到深的问题之后 可以找到秦初将秦初收复 培养一下之后 就是一大笔注 无法收复 如果秦初无法收复 海云若就打算杀了 杀了有气韵之力在身的修炼者 也是一种掠夺 有利于自身气韵的提升 思考完关于秦初的事情 海云若就思考道深的问题了 他到了语化成的时间不短了 可就是没有道深的消息 这就让他有点想不明白 他又想起了沾染自己道深气息的男子 乃何当时他没注意到组某 前思后想之后 海云若开始推演 找不到自己道深 那么就寻找一下那个男子 不管找到哪个都有希望 海云若的推演开始之后 一些画面出现了 当秦初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 是一片模糊 什么也看不清 真是贱鬼 既然能躲避推演 白耗费心神 海云若开口骂了一句 他觉得这事是真的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不能推演 思考了一阵子之后 海云若觉得 还是先在语化门蹲守 再蹲守一段时间 如果还没有道深的消息 就去云水城看看 然后抽个时间去长生松 抓住机会 将秦初解决 七妙真一直待在 长生城外围的 密探据点内 可却没有什么秦初的消息 秦初是出现过 但没怎么停留 就会长生松了 这让七妙真 没有什么下手的机会 就在七妙真思考着 怎么抓捕秦初的时候 有密探回来了 密探跟七妙真汇报了 秦初在长生城内 买了一座釜底 不过釜底目前是空的 买了釜底 那自然是要用 给本座看住了 如果他住了进去 你们就来通知本座 七妙真觉得秦初有破绽了 秦初待在长生城 他就有机会 想了一下之后 觉得有些不稳妥 七妙真发了信函 通知曲寒冰过来 秦初不出现则已 出现了他和曲寒冰 一起出手 必须解决秦初 解决了秦初 才能够解决他的心病 天舞小城建设的 已经有了规模 秦初和七子的住处 是鸟语花枪 风景宜人 秦初放松和沉淀着自己 为进入古地境的第三阶段 做着努力 他现在有自保的能力了 但主动开战的势力还不够 不管是奇妙真 还是海云众 都是老牌强者 不好对付 这两个女人 看见他 就像生痴了 听初不想去得罪谁 也不想去伤害谁 可有些事情就避不开 秦初七妙真 在七五世界的时候 七妙真的刀身 其青青 想要拿他的血脉修炼 想要干他 结果被他反摩擦了 这不能怪他 纠纷已经形成 七妙真要收拾他 他能够理解 但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海云弱的 在他与天七道主 皇甫姬联手 坑皇甫爵的时候 恩怨就已经产生 他必须要为皇甫讨回公道 至于说跟妖灵 有肉体的纠纷 那没办法 他和妖灵算是有善缘 所以海云众 只能够承受 虽然一些东西 秦初知道自己不理亏 但是后续问题 他必须也得承认 天下没有白痴的五彩 舒畅了 爽了 那么就得付出相对的代价 因为不知道 时空大潮汐 什么时候来临 秦初的压力 还是有些大 时空大潮汐 来临的时候 就是他和大黄殿 正面硬刚的时候 实力决定一切 无法投机取巧 无法回避 秦初将自己剩余的 大地井丹药 都拿了出来 交给了军婉 军婉是大地井层次 有丹药的支撑 就可以快速提升 至于其他的几位妻子 现在还是地井 用不到大地井资源 大地井之下的丹药资源 天吾小城内 已经囤积了不少 目前是五辛柔管理着 五辛柔在大洲皇朝做过皇后 管家的事情处理得很得当 五道零天 第八百九十几 秦初待在天吾小城 他几位妻子修为提升的 进度就快 他们都跟五辛柔修行过 大严密法 可以借助秦初身躯内的 气息能量提升自己 修为提升最快的 就是商若狱了 他已经到了地井后期 在家里沉添了三个月的时间 秦初闭关了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顺利地将身躯修为 元气修为 都提升到了古地境的第三阶段 修为提升了 秦初也打算离开了 回到了天吾小城几个月的时间 他也有些担心外边的大局势 跟妻子告别之后 秦初坐着传颂镇到了越南城 然后传颂回到了长生宗的扇门 回到了翠云峰的关云阁 翠云峰的关云阁 有着一位雪姑 给秦峰安排的侍女 将观云阁收拾得干干净净 坐下之后 秦初泡了一壶茶 他现在又为资源的事情发愁了 古地境的修炼资源 他几乎已经告庆 古元丹因为缺少材料 无法炼制 灵魂修为的提升 他没有丹药 主要也是因为没有丹方 至于说身躯修炼 在冰胶用完之后 秦初也只能是靠着不死不灭剑体和苍龙写之秘法 顺其自然的提升 不过现在提升到了古地境后期也足够用 一些攻击已经无法伤害到他 在秦初喝茶思考事情的时候 唐冰白羽还有雪姑 到了秦初的住处 张老大人 现在有什么情况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一切安稳 但可以确定 齐妙珍没有回大荒殿 所以你出行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你突破到了古地境 让他和大荒殿都感觉到了压力 所以他一定会针对你 唐冰开口说道 奇妙珍 这个女人还真是执着 她确实想弄死我 二胖和文秀呢 我发现他们没在翠云峰 是去了云水城吗 雪姑你也坐 说这话 秦初拿着茶壶给大家泡茶了 秀为增加 自身层次不断地提升 但秦初做人的风格没变 雪姑在其他的翠云峰弟子眼里 就是婢女管家 但是在秦初这里是需要尊重的长辈 没有 他们好像是在长生城 就在你买的那座釜底内生活 文秀有一些想法 他打算经营产业 他和二胖成家了 打算将这个家经引起来 唐冰开口说道 他对这个徒弟妻子是十分满意的 他确实有想法 也该支持 不过目前不合适 二胖和我关系密切 这在翠云峰在长生宗都不是秘密 大荒店的密探有可能查到 他们在外面飘着 就有危险 白玉 走了 我们去将他们找回来 秦初的县里有一些担心 大荒店的密探无孔不入 一些事情不谨慎防范 那么就容易出问题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来 唐冰也觉得安全上有一些隐患 秦初现在是长生宗的古地境强者 之前又是大地境霸主 所以对手是格外针对 可以说比唐云泽都被针对得厉害 就在秦初要走的时候 长生宗看守山门的弟子送来一封信 收信人是秦初 打开了信件 秦初的脸色就变了 脸上透出了杀鸡 因为发现人是齐妙珍 阿尔庞和宋文秀 已经在齐妙珍的手上了 齐妙珍同时秦初 如果想让阿尔庞和宋文秀活着 那么就一个人去白水湖 他只会等秦初两天 两天之后秦初不到 他就直接杀人 看完信件 秦初将信件递给了唐冰 自己则是平复着情绪 他知道交缝来了 姬妙珍终于忍不住 开始不择手段 秦初 我去通知父亲大人 看完了信件之后 唐冰有些着急了 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 不只是阿尔庞和宋文秀的安全问题 秦初去了 秦号也会有危险 牵扯到秦初 那就是长生宗的大事 张老大人不用担心 这件事我会思考着处理 白水湖 说着话 秦初拿出了地图 在上面找到了白水湖的位置 阿尔庞是他的生死兄弟 宋文秀是阿尔庞的妻子 这两人他必须救 看了一下白水湖的距离 秦初觉得 坐传送阵在家飞行 一个时辰就可以赶到 关键是 怎么救人了 他知道 奇妙珍的目标是他 他不出现 奇妙珍就不会伤 阿尔庞和宋文秀的性命 老大 阿尔庞要救 但是你自身安全更重要 对方的目标不是阿尔庞 而是你 白玉从开始的激动 逐渐恢复平静 他也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我知道对方的目标在我 所以就有机会 耍套路我不怕 过去我能摆他一趟 这次我还可以 张老大人也不要通知宗主 那样事情会更复杂 我会处理好他 秦初对着唐兵书离去 就闪身离开 白水湖他必须去 离开了翠云峰 秦初朝着白水湖赶路 一边赶路一边思考 他去了奇妙珍就会放人吗 肯定不会 奇妙珍一定会提各种要求 难为他 总之白水湖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狼窝 一头母狼张着大嘴等着咬他 可他不得不去 因为阿尔庞和宋文秀 都在奇妙珍的手里 这件事情的发生 也让秦初明白 使他不够谨慎 没有提醒阿尔庞和宋文秀 注意安全 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早提醒一下阿尔庞和宋文秀 一些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白水湖畔 奇妙珍布置了一个阵法 阵法中 阿尔庞被打得很惨 他是不断骂人 奇妙珍哪里会惯着他 那是暗着狠揍 帮着阿尔庞抵挡的宋文秀 也被奇妙珍踹了 妻子被打 阿尔庞着急了 他趴在宋文秀的身上 帮着宋文秀抵挡奇妙珍的狠踹 这样的情况下 宋文秀是没事 阿尔庞挨打就更加重了 但阿尔庞这家伙的嘴里是没服过 打不死你就骂死你 先让你们两个垃圾再跳一会儿 等本座弄死秦初 就送你们两个跟他一起上路 奇妙珍毫不掩饰自己眼内的杀意 你不会得手 老大会弄死你 你也就跟我们要无扬威而已 在我老大面前 你就是垃圾 听了奇妙珍的话 阿尔庞继续咒骂着 他如何不知道 奇妙珍是针对秦初 看来你们是不知道本座的身份 本座大荒殿罗刹店主奇妙珍 本座成名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在哪里趴着呢 奇妙珍冷哼了一声 这一次奇妙珍很有底气 他布置的阵法 虽然是临时布置 但也有一些威力 有人指在手 他也就没有喊着驱寒兵 秦初投鼠机器 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主要是他不想导神被玷污的事情 被驱寒兵指导 他堂堂打荒殿罗刹店主 导神被人干了 这事情传出去会被人耻笑 赶路中 秦初思考这解决的办法 他首要任务是救人 其次是自保 他如果出问题 那引发的后续问题就多了 天舞大世界和气舞世界就没得安宁 他出问题的话 没有人能够顶住大荒顶 对天舞大世界的统治 临近天舞大世界的气舞世界 也要遭殃 思考中 秦初感到了白水湖 探查了一下之后 他在一处湖畔 看到了齐妙珍的踪迹 齐妙珍 我还真是高看你了 为达目的 你是不择手段了 看着齐妙珍 秦初冷哼了一声 本座需要你高看吗 你干了什么龌龊的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 看到秦初 齐妙珍的眼泪全是怒火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你让我来 我现在来了 人呢 齐妙珍手臂挥堵 揭开了迷幻阵法 让秦初看到了被封印了的修为 被捆绑在阵法中的阿尔胖和宋文秀 说条件 看了看阿尔胖和宋文秀 看到两人只是外伤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用你的命来换 齐妙珍厉吼了一声 老大 你不用管我们 你不是一个人 你身后有家人 有一万生灵需要你照顾 听了齐妙珍的话 阿尔胖大吼了一声 闭嘴 齐妙珍挥手一道能量大处 将阿尔胖的身材抽得翻滚 接着禁锢了阿尔胖 不让阿尔胖再说话 说实话 他对我很重要 如果可以 我自然是希望他安全 但我也要有衡量 我要是死了 他们还能活得下去吗 我觉得你不会让他们活下去 我站在这里 才是他们能活命的关键 秦初开口说道 那就是你不在意他们的死活了 齐妙珍身子一闪 常见的剑刃 就压在了阿尔胖的伯羹上 在意 不在意的话 我就不会冒风险过来 但你的要求太过分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你敢动他们 那我只能去宣扬你那点事了 你的道神叫齐青青 被人按着啪啪了 那个人也不是别人 就是 秦初拿出了自己的谈判底气 不过话没说完 就被齐妙珍的怒吼打断了 闭嘴 你再敢废话 我就要了他们两个的病 齐妙珍脸上满是寒霜 但没想到 秦初会提过去的事情 你敢伤害他们 那我只能让天下人 都知道你的那些事 用你的名声 来喂他们两个陪葬 也是可以 你的名声毁了 被人茶余饭后的谈论起来 你还有什么运道在身呢 你将跟花楼那几百零食 一次的女人没区别 你不要说没人信 你有什么特征 我都是知道的 秦初开口了 你一定要死 听了秦初的话 齐妙珍身上的杀鸡 一圈圈地朝着四面荡摇着 秦初笑了笑 想我死的人多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你放人不放人 你可要想清楚 用你的名声做代价 来杀他们两个值得不值得 齐妙珍陷入了纠结 因为他知道 惹火的秦初 那么秦初 真会去败坏他的名声 那些事情曝光之后 对秦初没有什么影响 人家觉得秦初这个男人有本事 大荒点罗叉店主的道身 都能够按着啪啪 但他就不一样了 被人们谈论起来之后 就是滥火一个 被人口口相传的污住 他的运道会急速下滑 等于是毁了他 人言可谓不是说说 放还是不放呢 你不放人我可就走了 按照齐妙珍思考 秦初觉得自己的策略是有效的 齐妙珍在乎自己的名声 你发天道誓言 保守这个秘密 不跟其他人提起 本宗放人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妙珍决定妥协 在他眼里 阿尔帕和宋文秀就是垃圾 跟他的名声和未来相比 就不值一提 也可以 我秦初发誓 只要秦妙珍放了阿尔帕和宋文秀 那么我秦初 可以不提过去其清清的事情 违背誓言 人神共器 秦锋开口了 发誓他无所谓 不是为了阿尔帕和宋文秀的安全 他也不会拿着这个威胁齐妙珍 用这样的策略 他也是被逼的 齐妙珍手臂一挥 就解开了阿尔帕和宋文秀身上的禁止 接着就朝着秦初杀来 放了阿尔帕和宋文秀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今天要弄死秦初 你们两个 有多远走多远 对着阿尔帕和宋文秀 喊了一声之后 秦初就开始 后退 他要拉开距离 这样能够保证阿尔帕和宋文秀的安全 老大 尽之杰出的阿尔帕抽出了战舰 咆哮了一声之后 就要加入战斗 不过被宋文秀给拉住了 我们参与不了这样的战斗 我们出手就是添乱 倒是让秦大人翻新 我们走 宋文秀拉着阿尔帕就开始撤退 虽然不愿意 但阿尔帕知道 宋文秀说的有道理 古地井修炼者的战斗 他参合不了 他冲上去 也就是人家奇妙真一下的事情 无法起到作用不说 还会让秦初分心 秦初急速退走 他要给阿尔帕和宋文秀退走的空间 另外他也要离开白水湖 白水湖是奇妙真安排的地点 容易有埋伏 退到不相关的地方再战 那时候就是隔平本事 被奇妙真追着攻击 秦初发现 奇妙真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一切 应该是上次一战 觉得速度不能够压制自己 就强化了速度 速度上基本持平 秦初就左右滑着弧线 躲避着奇妙真的攻击 你太凶了 好好的女人 怎么就变得穷凶极恶了 躲避攻击的同时 秦初用语言刺激着奇妙真 你嘴太贱了 行为也贱 听到秦初的话 奇妙真骂人了 他就是觉得秦初很贱 不贱能糟蹋他的道身吗 我行为贱 是你的道身觉得我血脉高贵 要汲取我的血脉修炼 是他要趴我 才导致被反齐 从道身可看出本尊品行 是你奇妙真很贱 秦初身子一个快速横闪 避开了奇妙真的一道剑气 再次朝着前方远盾 五道灵天 第891集 奇妙真的脸色如同挂霜 道身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 可秦初会撒谎吗 他觉得不会 秦初是古地境修炼者 颠倒黑白的话 基本不会说 觉得不是很安全 秦初是一边躲避攻击 一边圆盾 一个不小心就中了一千 不过奇妙真的剑气 只是刺破了他的衣袍 在他的身躯上 留下了一道血口 并不算什么重伤 挨了这一道剑气 秦初对自己的身躯 有了定位 防御一般的古地境修炼者还行 古地境中的强力修炼者 发出的攻击 他还是要小心 一道剑气攻击 只是将秦初的后背 划出一道血口 没有洞穿 没有形成什么大伤害 这让奇妙真 很是震惊 他的剑气 不能伤到秦初嘛 即便是被领域削住 也不应该啊 可事实上 秦初就是没问题 气势和气息都没有影响 速度还是那么快 秦初和奇妙真 在追逐中 离开了白水湖 进入了大荒区域 因为奇妙真的剑气 对自身有危险 秦初也是清零剑在手 杀生诸仙剑气 对着奇妙真攻击 场面变成了两人快速移动 互相对攻 秦初的缘起修为 不如奇妙真 所以他不与奇妙真硬碰 就是高速移动和对攻 秦初 你的实力不错 本座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臣服本座 你可以在大荒店身居高位 奇妙真开口了 臣服你 有什么好处 秦初开口回应了奇妙真一句 听了秦初的话 奇妙真直接暴怒 攻击变得狂暴起来 他如何不怒 秦初糟蹋了他的道身 且不说 现在还打他本尊的主意 这是想死 秦初笑了 不让奇 那不跟你玩 奇妙真不说话了 他现在就是想弄死秦初 想把秦初阉割了 然后再杀 这样能洗清他的耻辱 在高速的移动中 秦初和奇妙真两人 离开了白水湖 进入了深荒味中 秦初是为了避免 被奇妙真的暗手坑了 避免打荒天的其他高手扶击他 所以要远离白水湖 奇妙真真是觉得秦初来了 那么唐云泽必然知道 他不想在白水湖附近战斗 他要单独地收拾秦初 阿尔胖和宋文秀 在半路上碰到了唐云泽和唐冰 阿尔胖什么情况 唐冰召集地询问着 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 秦初不提及奇妙真的一个秘密 奇妙真放了弟子和文秀 他们两人战斗起来了 炮乱了秦初的心神 弟子和文秀就先回来了 阿尔胖对着唐冰说道 告诉阿尔胖和宋文秀 有战斗就不要抗拒 自己灵魂之力的拉扯之后 唐云泽带着几人倒了白水湖 但没看到秦初和奇妙真 已经找不到踪迹 真是让人纳闷啊 秦妙真没有什么暗手伏击清楚吗 看样子 他们俩人都不愿意在白水湖附近战斗啊 唐云泽有点想不明白了 宗主大人 秦妙真是让秦大人拿命换我们 出乎意料的是 秦大人似乎捏住了他的把柄 所以他之前用我们嫌迫秦大人的计划就落空了 他或许担心宗主大人会来帮忙 不愿意待在白水湖 至于秦大人 他要引开秦妙真 他是担心秦妙真会威胁到我和二胖的安全 宋文秀说了自己的猜测 宾儿 你带着他们俩人回去 为父去找找看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秦妙真想要见秦初如何 也是不容易的 唐云泽开口说道 此时进入到大荒深处的秦初 不逃跑了 开始了秦妙真的正面厮杀 没有其他人干扰 没有后果之忧 那么他就可以拼一场 纠维比秦妙真低又怎么了 他不怕 修为境界到了谷地井的第三阶段之后 秦初已经打算主动开战了 他要看看自己和高级谷地井 到底有什么差距 秦初不再逃跑 跟自己开始了应战 这让秦妙真很是诧异 秦初有跟自己对碰的实力吗 小子 你既然停下 那就没得跑了 秦妙真的战斗分身出现了 谁要跑了 我是不想在白水湖战斗而已 想弄死我 你也是想的有点多 说着话 秦初的火焰能量身也出现了 火焰剑挥动 火焰诸仙剑气 就朝着奇妙真本尊开展 奇妙真本尊和能量分身 也是朝着秦初的本尊攻杀 他和秦初都知道本尊才是关键 本尊陨落能量分身就会消散 真正的拼杀开始了 这也是秦初和古地井强者的第一次真正拼杀 之前他跟龚华云战斗过 但龚华云的修为境界比较低 算不上古地井中的强者 但奇妙真是 奇妙真是古地井的第四阶段 大黄殿的墓前掌权者 实力自然是强健 秦初和奇妙真的拼杀 是移动速度的较量 是剑气犀利程度的争锋 战斗正式打响 奇妙真就陷入了纠结 他比秦初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境界高 元气能量深厚 这种优势在能量对碰中可以体现出来 可现在秦初是在高速移动中 对他进行剑气攻击 他就没有能量对碰的机会 战斗中 秦初寻找着奇妙真的弱点 对于他来说 解决奇妙真的意义很重要 等于是让大黄殿 失去目前的领军人 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大黄殿清空天舞大世界力度 也会减低 少了首要人物不说 也少了一位古地井强者 在秦初思考中 奇妙真突然一个移动爆发 一刀剑气射入了秦初的胸口 秦初的环击也是十分迅速 反手一刀剑气 也射入了奇妙真的腰间 是互相伤害的局面 但结果却是完全不同 秦初的胸口只是一刀外伤血口 但奇妙真的腰间 被秦初的杀生猪肩剑气管穿了 秦初的杀生剑气洗礼 破坏力极强 奇妙真用元气能量封闭了伤口 但是杀生剑气在他的身躯内进行肆虐 对他形成了伤害 王八蛋 不要脸 奇妙真开口骂了一句 他发现自己吃亏了 同样是中了一刀剑气攻击 秦初受到的伤害不严重 这是外伤 但他不一样 秦初的杀生猪肾剑气 已经对他的气血运行和元气运行有了影响 我没有你王八蛋 你是什么事都肯做 你才是真正的不要脸 听到奇妙真骂自己 秦初就不愿意了 他怎么就不要脸了 不要脸的事情都是奇妙真做出来的 其轻轻做的事情 乃是由奇妙真这个本尊负责 毕竟他是主体 信口雌黄 本尊负责怎么不要脸了 奇妙真脸色铁青 无数年约了就没有人敢这么骂他 说你不要脸你还不认 祸不及家人 你抓我兄弟威胁我 你要脸了 你到身要睡我 要急取我的血脉修炼 要脸了 秦初直接拿出了事实 松话说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断 现在秦初是怎么让奇妙真难受 他是怎么骂 听到秦初的话 奇妙真想回话 可却无话可回 因为秦初说的是事实 颠倒黑白的话 以他的身份又说不出来 奇妙真不吭声地下着黑手 秦初手上的攻击不停 嘴里也没闲着 说你不要脸 你没话说了吧 你也是修炼了无数年月的老牌古地了 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 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 本座要杀了你 要教你千当万寡后再杀 无法跟秦初在话语上争处高低 奇妙真只能说狠话 奇妙真说狠话 秦初就马迹不要脸 反正他捏着事实 可以骂的奇妙真 无法还口 被秦初骂得无法还口 奇妙真心虚就不吻了 又中了秦初一道剑气 这一次直接是心口中剑 对他的气血运行影响更大了 这种情况之下 奇妙真就明白自己中剑了 秦初骂他是乱他心境 他确实乱了 导致中招 奇妙真沉稳下心绪 不再跟秦初说废话 偏凡地发狠招 秦初是剑招拆招 奇妙真中了他两道杀神诸仙剑气攻击 状态上不如他 消耗下去他也不怕 关键是他还有底牌 消耗下去 故然他本尊与火焰能量身的状态会下滑 同样的奇妙真的本尊和能量身也是如此 但他的冻天宝物内战斗分身可是巅峰状态 战斗的半刻钟没有拿下秦初 奇妙真身上出现了极寒气息 秦初我给你机会了 是你冥顽不灵 秦初脸色肃重起来 他知道奇妙真是要出绝招了 上 一声娇吼后 奇妙真本尊和能量身都施展了极寒剑气 朝着秦初攻杀 他觉得秦初消耗的比较大了 施展绝招可以拿下 从火焰能量身上抽回了一道朱雀有名焰火体 秦初认真的对待了起来 因为奇妙真的极寒剑气的威能极为强力 每一道剑气都有着冰封的能力 影响了他的移动速度 好在他有朱雀幽名焰火体 可以破解奇妙真的极寒元气冰封还能顶住 本座会把你打残了 废掉了修尾 然后八光失重 动本座倒身 你死一万字都不够 战了上风之后 奇妙真话语硬了起来 秦初明白了 自己施展策略的时候 奇妙真也在施展策略 就是消耗它 消耗差不多就施展绝学弄它了 这种情况之下 秦初处于了被动 但是还能扛住 当然了 这得益于他身躯强健 还有朱雀有名焰火体 还能顶住是吗 那就让你再试试本座的绝学 灵魂冰封 奇妙真的眉心深海内 爆发了一道雪白色的极寒之气 然后朝着秦初的深海扑杀 灵魂绝血 冰封 在奇妙真施展了灵魂绝血之后 秦初深海内的灵魂之力 受到了冰冻影响 秦初感觉 自己的不死卷轴运行的都迟缓了 灭灵焰 秦初控制着灵魂之火 一个迸发之后 解决了灵魂被冰封的困境 再次顶住了奇妙真的进攻 极寒剑气和灵魂冰封都被秦初挡住 极寒真脸色变了变 身子一个急速冲击接近了秦初 手里的战剑朝着秦初的胸口刺去 他知道秦初的防御厉害 剑气伤害有限 只有武器直接击中秦初 极寒剑气才能够破坏和冰封秦初的身躯 看到奇妙真朝着自己冲来 秦初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没有闪避 秦初右手清零剑一个格打 接着靠近了奇妙真 左手施展了朱雀擒天爪 朝着奇妙真的左手臂抓去 见秦初没躲避自己的攻击 奇妙真身躯上的极寒之气爆发 欲咬冰封秦初 然后将秦初废掉 在奇妙真身上极寒之气爆发的时候 秦初释放了战斗分身 抵挡了奇妙真的能量分身之后 收回了火焰能量身 朱雀幽冥艳 加持到了本尊的身上 化解了极寒之气的冰封 左手的朱雀擒天爪 抓住了奇妙真的肩膀 伸去发力 直接将奇妙真身躯按到弯曲 趴下 低吼了一声 秦初左臂二次发力 将奇妙真的身子彻底地按在了地上 身子被秦初按在地上 奇妙真听动腰身就要起来 可秦初是鼓地井身躯 力量强横 直接将其死死地按在地上 奇妙真没想到 一个紧身就被秦初压制 听动了两下身子没起来 奇妙真身子朝着右面翻捆 避免了自己左臂被秦初掰断 不过这样就尴尬了 他一个女子 仰面超天地面对着秦初 秦初抓着奇妙真左臂的左手 一个下滑抓住了其右腕 顺势一个拉扯 让其手臂环保着自己的脖子 接着再次按住 这样奇妙真不只是左臂被控制 脖梗和脑袋都被秦初控制住了 不能够随意活动 控制了奇妙真的左臂和脖杠 秦初右手的清灵剑就朝着奇妙真的丹田刺去 危机的关头 奇妙真的右臂长剑挡住了秦初清灵剑刺杀 长剑太长 剑身不方便 秦初念头一转 清灵剑输回到银星界内 身躯能量运转 上苍之手施展 右手一拳砸在了奇妙真的丹田上 正在侧脸摇头 想要挣脱秦初控制的奇妙真 吐出了一口鲜血 秦初的拳太重了 这一拳就让他的丹田受到了中创 双腿一个挺动 奇妙真右手挥动长剑 就朝着秦初的丹田刺杀 秦初右臂一摆 震开了奇妙真的右手臂 一拳轰在了奇妙真的右手臂 和肩胛的连接处 直接将其肩胛骨积碎 连带着筋脉也诊断了 等于是将奇妙真的右手臂废掉 这时候奇妙真的腰部挺动 双腿侧踢朝着秦初的丹田踢来 半蹲着的秦初身子半转 右膝盖上踢 撞在了奇妙真的右腿膝盖上 五道灵天第八百九十二集 一声翠响传出 全力踢向秦初的奇妙真 此时恶果了 他使用的力气大 撞击的力度就大 秦初的身躯强度大 他如同踢在了山石上 膝盖直接碎裂 秦初右手拳头再次挥动 又朝着奇妙真的丹田杂取 又挨了秦初一拳 秦初的嘴里再次凸显 丹田是修炼者的要害 被重创 后果很严重 此时奇妙真 没有什么攻击手段 左臂被控制 右臂肩胛骨和经脉被打断 右臂失去了行动能力 右腿膝盖碎了 也无法再攻击 就剩下的左腿 继续朝着秦初踢来 你个不要脸的 你敢说我道身脾行不断 你就是这么对他的 奇妙真攻击秦初的同时 开口骂人了 我没有 回了一句之后 秦初身子一个翻转 急在了奇妙真的身上 避免了被奇妙真踢倒 接着又是一拳 砸在了奇妙真的丹田上 这一下 也将奇妙真的丹田缘起 彻底震乱了 奇妙真不断地挣扎 一边挣扎一边骂 将秦初家族的女人 都骂了一个遍 大爷的 你骂我不要脸 那我就不要脸一个给你看看 秦初被骂火了 他和其轻轻之间的事情 根本不怪他 但这奇妙真骂起来没完 这让已经拿出了清灵剑 打算结果了奇妙真的秦初火了 既然你骂了 那就做一个给你看看 收回了清灵剑 秦初右手开刺 片刻间奇妙真就光溜溜了 扭着奇妙真的身躯 一个翻转 秦初已经有感觉的 身躯就顶了上去 撕裂的痛楚传来 奇妙真开口怒骂着 但面对着秦初的不断撞击 他的怒骂声变了 变得高低起伏 还有其他的声音 场面有点疑腻 这一次肉搏阵 进行的时间也不短 小半个时辰才结束 不要脸的砸碎 被秦初松开的奇妙真 没有停止咒骂 你要脸吗 你如果要脸 完全可以自爆 元气修为混乱不是理由 你不能灵魂自爆吗 你能量分身是散去的 不是自爆的 你是在狗活 秦初冷笑了一声 那是我的注意力 无法集中 奇妙真左腿朝着秦初 踢了一脚 不过秦初退开了 秦初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但秦初的战斗力 没有受损 领域压制 秦初一拳打在了 奇妙真的脑门 将其打晕了 接着将其动听宝物 武器都拨了下来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初替着昏迷的奇妙真 进入了银行界 主人 他是谁 打坐修炼的妖灵 站起身来 有些诧异地 看着光溜溜的奇妙真 大黄殿 修罗殿主奇妙真 现在有个任务交给你 你将它关起来 把它限制住 然后想办法将它驯服 它对天舞大世界群的意义重大 如果能收服 那么时空大潮期来临的时候 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奴婢明白 关起来 关在战黄殿比较方便 因为那边有一根笼柱 跟战黄殿一体 将它锁在上面 它是凑脱不开的 前提是 主人要封住 它的元气修为 在它的灵魂神海中 种下灵魂印记 姚灵开口说道 点了点头 紧出释放了元气修为 包裹住了奇妙真的丹音 随后释放了灵魂之力 进入了奇妙真的神海 神海被入侵 奇妙真就开始了挣扎 他是古地境修炼者 灵魂修为 也是古地境 所以有危机感到来 有此物防御的本能 秦初的灵魂之力入侵 奇妙真的神鹰 就开始奋力抗争 进行了一阵子之后 秦初觉得不行 再入侵下去 那么奇妙真的神鹰 就要消散了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提着 要清醒过来的奇妙真 带着妖灵 进入了战黄殿 到了战黄殿一层的大厅 战黄殿的大厅内 有一根盘龙柱 秦初让妖灵看着奇妙真 随后拿出了大地境的云铁矿 朱雀又明艳爆发 就开始炼制锁链 一个时辰之后 秦初将大地境的锁链 炼制完毕 妖灵 给我按着它 我绑上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因为奇妙真已经醒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你是贱人 奇妙真开始怒骂并反抗 但是援起被封 身躯被秦初打残 灵魂也是虚弱无比 奇妙真的反抗 没有什么效果 就被妖灵给按在盘龙柱上 秦初将奇妙真的双臂倒拉着 锁在了盘龙柱后边 双腿也锁上了 算是对奇妙真 完成了真正的禁锢 妖灵 她死不死的不要紧 她如果要自爆 那就随她 不自爆 想要狗活 你就给我折磨 什么时候沉浮 什么时候完事 还有一点 你要注意她灵魂之力的攻击 对着妖灵交代了一句 秦初就开始研究奇妙真的动天薄雾 你是海云若 看着妖灵 奇妙真喃喃了一手 看了秦初一眼之后 随后就闭嘴了 打算破开奇妙真动天保护的秦初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奇妙真认识海云若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起身 拿出了一颗大弟弟的疗伤丹 给奇妙真吃了下去 她觉得奇妙真内心有想法 最起码是不想死 就没有刚列到 要自爆的程度 能收服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帮其恢复一下 被重创的丹田 这样战斗力 也许将来可以为她所用 秦初拿出的丹药 奇妙真闭嘴不吃 她担心是什么毒药 不过在秦初的两个大嘴巴下去 说了不张嘴 就掰了她的牙之后 她就老实了 给奇妙真吃了疗伤药之后 秦初没有着急去破奇妙真的动天宝物 而是泡里胡叉 她要先休息一下 与奇妙真大战的一场 秦初的消耗很大 这一次也是她经历的强度最高的一战 是奇妙真的战术失误 跟她玩的近身战 让她迅速地结束了战斗 如果奇妙真不近身战 她想要拿下奇妙真很难 必须是施展杀手锏才有可能 她的伤势比较重 等她的身躯恢复一下 你再着手处理她 对着妖灵交代了一句 秦初就到一边打坐 她要恢复消耗 打坐恢复住 秦初的念头也传到了妖灵的深海内 那就是奇妙真问起 关于海云柱的事情 暂时不要说 或许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 妖灵传音回应了秦初 在奇妙真喊她海云落的时候 她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恢复了一天的时间 状态恢复到最佳之后 秦初拿出了奇妙真的冻天宝物 灵魂之火的几个冲击 就泯灭了奇妙真冻天内的灵魂印记 冻天宝物失去联系 奇妙真开始骂人了 骂得十分的难听 这时候摇灵动了 对着辱骂秦初的奇妙真进行教育 挨到了妖灵毒打的奇妙真 是将秦初和妖灵一起骂 你身上有她的气息 狗男女 你对此贱人 奇妙真学会了秦初的套路 打不过你 也要骂死你 他是贱人 却说别人 那就要帮他彻底地变成贱人 属下去抓一头雄性妖兽 不过大人可以再来一次 以后他就脏得大人会嫌弃 妖灵开口说话了 妖灵的话出口不只是喊云若愣了 秦初也愣了 这也太狠了一切 这是要直接弄蒙奇妙真了 说完话的妖灵就去了战皇殿的顶层 战皇殿的顶层是一个小事件 飞鸟走兽也是应有尽有 妖灵走了 奇妙真看着秦初开马 看着断手断脚已经被大地井疗伤单 与自身气血之力恢复差不多 有光溜溜的奇妙真 秦初有些反应 就将奇妙真盯在帕龙处上 又开始了新的一波 被枪里冲击下 奇妙真骂人的声音是断断续续了 让他难看的是 去战皇殿顶层 没找到何时妖兽的妖灵回来了 发现妖灵回来的秦初也尴尬了 这情况 妖灵是干什么呢 大人 您继续 妖灵的脸上有着红韵 但并没有离开 她是想看 常见出窍 守不住火的秦初 也不管那些了 和妖灵也不是没有做过 就继续了下去 被妖灵看着自身被羞住 奇妙真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她还是没有自报 她想活下去 完事后 秦初有些不自然 没跟妖灵说什么 就离开了战皇殿 到银星界内去沐浴了 这一次拿下奇妙真 对秦初来说是一个大战果 从大局上说 奇妙真是大皇殿的罗刹殿主 位高权重 拿下奇妙真 不管能不能收服 对大皇殿都是一个重创 从个人角度来说 在七五世界的时候 秦初和齐青青就产生了纠纷 她和奇妙真之前是势不良力 解决了奇妙真 等于是解决了一个隐患 在银星界洗得早 秦初开始整理奇妙真 冬天宝物内的资源 查看了奇妙真的资源之后 秦初觉得 自己这一次真是转大了 奇妙真是大皇殿的罗刹殿主 自身又是古地境强者 所以积累是十分雄厚 单药材料和炼器材料 很是充足 秦初看到了好几颗天原果 要知道天原果单独使用 就是提升元气能量的 顶级天才地方 极品灵石这方面 奇妙真也有大量的囤积 古人成不起我 击败强者 就是可以积累自己的底蕴和运道 秦初自言自语了一句 整理了一下奇妙真的动天王物 秦初觉得奇妙真应该是炼器师 因为奇妙真的炼器材料很多 都收拾好之后 秦初出了银星剑 就开始了赶路 事情解决了 他也该回长生宗了 要不然阿尔庞和宋文秀两人会担心的 唐冰等人也会担心 话说唐云泽一直在白水湖附近寻找 找了一天多的时间 没有发现 他就离开了 一天的时间过去 秦初和奇妙真的交锋 应该出结果了 他在寻找 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回到宗门等消息 赶回长生宗的秦初和汤云泽 在山门口碰面了 有没有受伤 没什么事吧 上下打量着秦初 汤云泽的眼神内满是担心 陶叔放心 我没什么事情 秦初开口说道 没受伤就好 那你先回崔云峰休息 晚些时候 唐叔去找你喝茶 唐云泽心里松了一口气 长生松难得处了前途无量的人才 他可不希望夭折 秦初回到了关云阁之后 唐冰 二胖和宋文秀就过来了 老大 二胖上前拥抱了一下秦初 我这没事 没少胳膊少腿的 拍来拍二胖的肩膀 秦初笑着说道 谢谢 宋文秀对着秦初 也是微微俯身 不用跟我客气 事实上这次你们遭受结束 跟我有一定的关系 你们是被殃及吃鱼 秦初笑着说道 在秦初这里坐了一会儿 唐冰和宋文秀就离开了 老大 我们的事情能跟文秀说吗 不说 我内心觉得有点不合适 说了 那没有一些危机 二胖开口说道 夫妻之间应该有信任 你自己看着办就行 另外 你和文秀还是不要乱跑 秦初对着二胖说道 二胖走了 秦初查看了一下 战皇殿里的情况 查看到战皇殿里的情况 秦初明白了一个道理 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小荷膜 现在 妖灵内心的小荷膜爆发了 当年妖青 可是没少折磨妖灵 那些套路 妖灵是全部学会了 且都用在了 齐妙珍的身上 给齐妙珍 折磨的是 鬼哭狼嚎 韩云若 你怎么失去了自我 怎么心甘情愿为他做事 被妖青手中的小树条子 抽在了敏感处 打叫了一声之后 齐妙珍的声音 出现在妖灵的深海内 她不想自己与妖灵交流 为秦初知道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妖灵的灵魂传音 回到了齐妙珍的深海 秦初对她交代了 能套出多少齐妙珍 和大黄殿的秘密 就套出多少 毕竟能不能收复 齐妙珍是一个未知数 多了解一点 将来跟大黄殿对上 也能够多一些优势 韩云若 本座知道你也是被控制了 我们联手 或许有翻牌的机会 齐妙珍开始做 妖灵的思想工作 妖灵手中的小树条子 不停地抽打 然后跟齐妙珍 虚以为奢 了解着齐妙珍的想法 打探着齐妙珍 和大黄殿的秘密 当然了 小树条子不断地抽打 也是齐妙珍的意思 他不能让秦初有所怀疑 他不知道的是 妖灵根本不是海云若 他本能地认为 海云若被秦初勤下 然后修为和境界下降了 齐妙珍也不知道 他的一切想法 都在秦初和妖灵的算计下 因为不甘心被本尊融合吞噬 妖灵已经彻底地跟秦初 站在一条线上 每隔一段时间 妖灵就会离开战黄殿的大厅 这时候 秦初就会将其转到银行界内 跟其进行一些交流 妖灵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那就是天机道主和宫田雀的本尊都不在 但有战斗分身留在打荒殿内 不过平时不出现 一些事情都是他管理 五道灵天第893集 奴婢能套出来的话有限 他也知道主人出身另外的世界 他给属下的雨诺 就是配合他逃出大人的掌控 等时空大韶息来临 大人出身的世界 他就要给属下管理 妖灵开口说道 天机道主和宫田雀本尊都不在 去了哪里知道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这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说 应该是接触了圣地境后 天机道主和宫田雀就有了新的机缘 他不是圣地所以不了解 他的任务就是统一那些世界群 培养一些大地 用大地的灵魂之力 去润养天机道主的一座雕塑 而天机道主的道身 平时就在那座雕塑内 姚灵开口说道 阴邪气见不得光的手段 秦初开口骂了一句 主人 现在的问题是 奴婢跟他交流 他就觉得有希望 是很将他收服 再者一些信息 他也是不肯说了 姚灵对着秦初说道 也就是说 不翻脸就无法收服 翻脸 就意味着很难再挖出来高端的消息 是这个意思吧 秦初看着姚灵问他 姚灵点了点头 是这个情况 你可能还不了解 古地境和大地境不同 古地境之下的修炼者 还能控制和收服 但古地境的修炼者就不一样了 古地境修炼者的灵魂是神鹰 很难种下灵魂印记 除非是他主动配合 要不然是没可能 秦初开口说道 那奴婢再试着套一下他的秘密 如果还弄不出来 那么就直接翻脸 不信弄不服他 必须让他主动配合下主人 中现灵魂印记 姚灵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就让姚灵去处理 关于齐妙珍的事情了 出的阴星界 秦初就进入藏天关内修炼了 他现在有天元国 另外齐妙珍的冻天宝物内 还有一些顶级的灵魂精石 那是辅助灵魂之力修炼的顶级资源 齐妙珍的灵魂之力 为什么能跟元旗修为一样 能修炼到古地境第四阶段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灵魂精石矿 秦初在藏天关内修炼 斩皇殿内 妖灵继续挖着齐妙珍的秘密 持续了几天之后 齐妙珍发现不对劲了 他说了很多秘密 可妖灵一点态度没有拿出来 收拾他还是一点不留情 云若 你什么意思 敏感处 被齐妙珍重重地抽了一下 齐妙珍叫了一声之后 询问的话语就出现妖灵的深海 从储物戒指内拿出了一把椅子 坐在了齐妙珍的身前 想让我背叛主人那是不可能 也跟你说明白一点 我不是海云若 我叫妖灵 是主人的婢女 接下来你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臣服 第二个选择是在臣服的路上 不断受折磨 最后一个选择 是你灵魂自爆 该死的贱人 你竟然唱本座的话 你该死 听了妖灵的话 姬妙珍知道自己中招了 从头到尾 妖灵就没打算跟他合作 一直套他的秘密呢 可悲的是 他真说了不少 是你自己傻 是你没脑子 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海云若 所以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集中选择自己选 妖灵开口了 七妙珍不自爆 也不臣服 用妖灵的说法 那就是选择了在臣服的路上 这情况下 妖灵可不客气了 她是女人 知道女人的弱点 这些事情 秦初根本不过问 对于妖灵 秦初她是比较信任的 过去的合作上 妖灵也没耍什么心机 海云若在羽化城待了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道深的气息 就离开了 赶到了云水城 她找不到道深的消息 就要找到携带着自己道深气息的男人 只要抓住了这个男人 她道深的下落也就出来了 到了云水城之后 海云若打探消息的同时 就听出了前段时间 程竹府宋家的定亲风波 青年古地秦初 卓越的修炼者 会不会是她 海云若有了怀疑 当时她和秦初擦肩而过的时候 没有插谈到秦初的修为 这是不合常理的 有了怀疑之后 海云若找到了宋家的一个成员 给了一些好处之后 让其画出了秦初的画像 看到了秦初的画像之后 海云若的心里震动了一下 来 再来画一张侧面的肖像图 看到了秦初的画像之后 海云若基本确定了 秦初就是她碰见的男人 画秦初的肖像 对宋家成员来说没有难度 宋家人对秦初的印象太深了 一个人镇压了水云城和秋华城的高层 无一人敢反抗 看到秦初的侧面肖像 海云若开口骂离去 他知道祸害了他倒深的人就是秦初 因为秦初身上有自己倒深的气息 海云若确认了自己倒深的事情和秦初有关 就开始着手调查秦初的消息 随着秦初的消息调查出来 海云若知道事情不是很好办 如果是一般的修炼者 他直接抓的言行拷问就是 但是秦初不行 秦初是长生松的护法 懂秦初 长生松肯定不会允许 长生松不是随意可以拿捏的宗门 打黄点都无法应攻 他海云若孤身一人更不行 被唐云泽和其盟友围攻 那么就容易出大事 再者秦初也不是他随手就能拿捏的修炼者 打地井霸主 打地井时期就弄死过谷地了 现在更是进入了谷地井 不好啃的骨头 该死的 不管你是什么狗屁霸主 糟蹋了本座的倒深 本座就要你的命 海云若开口骂了一句 其实对于他来说 收拾秦初不是首要的任务 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找到自己的倒深 因为倒深关系到他有没有机会 问顶省地井 目前拦在海云若面前的问题是 秦初糟蹋了他的倒深 自然是知道他倒深的下落 他想要找到倒深 那么秦初就是避不开的问题 海云若离开了云水城 他的目标定在了长生宗 秦初在长生宗 他再待在云水城 也没有什么意义 在海云若走了之后 宋怀远就得到了家族成员的汇报 得知了有人调查秦初的消息 听了家族成员的汇报 宋怀远知道这不是小事 从大理上说威胁秦初 就是威胁长生宗 而云水城市长生宗的麾下势力 他不能坐视不利 从个人角度来说 这个消息告诉秦初 可以获得秦初的好感 女婿的兄弟这个忙 他也应该帮 让家族成员化了海云若的消息之后 宋怀远坐着传颂镇 就到了长生宗 到了翠云峰 见到了女儿和女婿之后 宋怀远就说了云水城发生的事情 知道事情比较严重 二胖和宋文秀 带着宋怀远就到了关云阁 得到藏天官七零的通知 秦初就出了藏天官 看到二胖和宋文秀 秦初不奇怪 见到宋怀远 他就有点纳闷 难道是有什么事情找自己 云水城 宋怀远见过大人 宋怀远对着秦初拱了拱手抱拳 他不能够因为秦初是女婿的兄弟 姿态就高了 秦初是古地境巨头 尊严不可亵渡 宋城主太客气了 有什么事情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他觉得没有事情 宋怀远是不会来的 毕竟多少有一些尴尬 宋怀远说了云水城 有人调查秦初的事情 最后拿出了海云若的画像 古地境修炼者黑海霸主 海云若 我知道的 这次的事情谢谢宋城主了 二胖 好好招待一下宋城主 秦初拿出了两滩好酒 交给了二胖 对着秦初抱了抱拳 宋怀远和二胖 宋文秀 离开了关云阁 泡了一壶茶 秦初思考关于海云若的事情 海云若调查他的消息 那就是说 已经摸到了线索 毕竟他们两人 在客栈的门口 有过一次擦肩 海云若不是笨蛋 会想起来 再者他因为二胖的事情 在云水城宋家大院闹腾了一次 一些消息传开也是难免的 现在秦初想着的是怎么解决海云若 面对海云若他还是有些主动 因为他可以利用妖灵的气息 让海云若疲于奔命 喝了一壶茶之后 秦初拿出了决定 没解决奇妙真的事情之前 先不敢海云若起正面冲突 事情要一点点地做 吊着海云若 秦初也是有办法 他离开了长生宗 避免被也许到达了长生城的海云若察觉 秦初绕开了长生城 飞行穿越过了几座城池之后 才坐着传送镇赶路 传送镇无法传送的时候 秦初就飞行赶路 两天之后 秦初赶到了羽化城附近 到了上次让妖灵露面的地方 然后把妖灵转出了战皇殿 主人 奴婢正在教训那个贱人呢 您这是 看着周围 妖灵发现不是关云阁 这里是羽化城 现在你感受一下 你本尊所在的位置 秦初拿出了地图 推到了妖灵面前 感受了一下之后 妖灵指了指长生城附近的一个城池 奴婢感觉他在这里 他应该感觉到奴婢了 也清楚奴婢会感应到他 先喝茶 感受到他一动再说 拿出茶具泡里壶茶 秦初就跟妖灵沟通 关于齐妙珍的事情 那个女人现在是硬扛着 可以确定的是 她不想自暴 苟活下去的心很强烈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她不是出入江湖的菜鸟 齐妙珍的心理情况 她能够把控得到 不想自暴 不想死 那么就是有收服的可能 就看她能扛住多久了 你不要有压力 关于她能收服最好 可以帮着我掌控大皇殿的一些局面 不能收服 就逼着她自爆 用大地境修炼者的精血 去润养天机道主的雕塑 这是罪大恶极 秦初开口说道 她对齐妙珍可是没有怜悯之间 主人放心 奴兵云外了 那个海云若 现在应该是高速赶落的状态 妖灵感受到了海云若的情况 喝了一杯茶之后 秦初看向了妖灵 我们也围着羽化城的外围转转 在羽化门的山门附近消失 收到茶具 清理了一下痕迹之后 秦初收敛了气息之后 带着妖灵朝着羽化门的山门赶去 到了羽化门高手 快要能够感应到的距离之后 秦初和妖灵略微逗留了一下 秦初将妖灵收到了战皇殿内 接着避开了海云若赶过来的路线 离开了羽化城 回到了长生宗 秦初的想法很明确 你海云若不是想要找道深吗 那就给你道深的消息 你少来打扰我 你来调查我 不也是为了道深的信息吗 秦初这边部署完就安逸了 但海云若心里愤怒万分 因为道深的气息 出现了不到一个时辰就消失了 出现和消失地点 他都做了标记 消失的地点 就在羽化门的山门附近区域 跟羽化门没有关系 海云若不是这么觉得 他觉得羽化门的附近 有小世界和异度空间 要么就是有人求见了自己的道深 可是秦初身上 有自己道深的气息 又无法解释 虽然觉得秦初和自己的道深 出问题脱不了干系 但海云若现在 要着急去找自己道深 回到了长生宗 回到了关云阁 秦初又开始了修炼 现在有资源辅助修炼 能够提升就提升 展皇殿内 邀灵对齐妙针的收拾 下手是越来越重 反正齐妙针是鼓地井强者 身躯层次也不低 恢复能力强 一些伤害只是让他疼痛难忍 并不会留下什么伤 齐妙针也想反抗 但没什么机会 他的双手被翻绑在盘龙柱上 双脚也是被固定地死死的 身躯无法发力 元气修为又被秦初见过了 至于灵魂绝血攻击 邀灵有准备 在齐妙针要发动灵魂之力攻击的时候 他就会皮鞭猛利狠抽 他的小树条子 已经换成了蛇皮鞭 所以齐妙针无法集中精力攻击 每天被收拾 齐妙针有些扛不住了 主要是邀灵的手段很多 不只是皮鞭抽可以说除了没抓来 雄性妖兽其他的手段都用了 那是各种刑法 齐妙针还在硬挺着 他是不想臣服也不想死 我知道了 你是道深 是海云弱的道深 我们联手局面就可以改变 你不用做奴婢的 齐妙针的声音在妖灵深海内响起 你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挣扎了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会背叛主人 妖灵开口说道 你怎么明文不灵呢 我们逃出去后 你跟本尊融合 你的本尊就会有机会进入圣地境 齐妙针劝说着妖灵 妖灵重重地在齐妙针的身上抽了一遍 跟本尊融合 那我还存在吗 我努力地修炼起来是我自己的人生 不要再乱我的心 齐妙针知道 想要说服妖灵很难了 因为妖灵已经有了想法 且想法已经跟本尊有了分歧 是提了心站在秦初这边 也等于是说 他想瓦解妖灵 做妖灵的思想工作 是没用了 他也只能够是硬扛着 五道灵天第894集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秦初的修为提升了一线 打算休息一下的秦初 来到了展皇殿内 喝着茶水 看着妖灵教育奇妙针 秦初 你是地道的贱人 被妖灵的批篇打着 疼痛难忍的奇妙针 弩骂着秦初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初觉得可以侧面 攻击一下奇妙针的心灵防御 妖青就是一个不错的媒介 妖灵 你的手段还是有一些柔和 我把妖青弄来 说着话的秦初 就将妖青 转到了展皇殿大厅内 看到秦初 妖青攻身行礼 称呼了一声主人 妖青 这里有一个贱人 我想收服他 目前还没有得手 秦初对着妖青说道 要收服他 那怎么能让他舒服地站着 归着呢 不方便收拾他 一条腿站着就好了 看着被绑在盘龙柱上的奇妙针 妖青拿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秦初点了点头 论残虐 妖灵还是无法跟妖青相比 在妖青的剑下 秦初又练至了一条锁链 单独锁住了奇妙针的右脚 至于其左脚 跟反锁着的手连在一起 这种姿势不用折磨 本身就是一个刑法 大人 我是奇妙针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奇妙针脸色变得惨白 妖青诧异了一下 奇妙针称呼他大人 秦初站起针来 看下了妖青 不要说话 脱光了走一圈 对着秦初点了点头 妖青脱掉了罗群 在奇妙针震惊的眼神中 老老实实地走了一圈 去第三层的小世界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下来 对着秦初供了躬身 妖青提着罗群 离开了战黄点的大厅 妖青离开了 秦初拿出一滩酒 打开之后喝了一口 随后看下了奇妙针 是不是很震惊 想到了他是谁的道身对吗 天机道主黄浦鸡又如何 他的道身在我面前 一样是老老实实地做奴婢 奇妙针脸色极为难看 妖灵是海云主的道身 他是很诧异 但能接受 可妖青的出现 他就不能理解了 天机道主黄浦鸡是圣帝 不是海云座能够相比的 可现在天机道主的道身 都沦陷在秦初的手里 是不是道身 不认识的人不好辨认 但熟悉的人 从容貌和奇妻上 就可以分析出来 本尊和道身的面容 几乎是一模一样 奇妻也是隶属同源 奇妙针熟悉天机道主 也认识海云座 所以自然会有个分析 之前错将妖灵认称是海云座 是奇妙针先入为主地认为 海云座被秦初收服的过程中 受到肿创 修为和境界倒退了 没朝着道身的方向去想 而妖灵又故意给了他错去 所以骗出了很多信息 妖青的出现 奇妙针就没有妖灵那种错觉 因为他知道天机道主 本尊是圣地 不可能被秦初收服 想明白了吗 你根本没有机会 看了奇妙针一眼之后 秦初闪身离开了战皇殿 留下了妖灵收拾奇妙针 即使秦初明白 妖青收拾奇妙针会更有效果 以心理的暴虐程度 妖灵和妖青无法相比 但他不相信妖青 妖青的心思太重 虽然是臣服了 但是难免有小主意 秦初回到了现实世界之后 去看了看阿尔胖和宋文秀 又去看了白宇 老大 阿尔胖成亲后 我有些无聊了 他每天陪着妻子 跟我玩的时间少了 看到秦初 白宇有些郁闷地说道 那你也努力找一个合适的 有喜欢的女子 你就告诉我 我帮你提亲 秦初对着白宇说道 白宇点了点头 真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有美女在身边 生活就是滋润呢 笑了笑 秦初又去看了看 楚狂刀和秦相 那也是他的兄弟 不过秦初 何没见到楚狂刀和秦相 两人在闭关中 没见到人的秦初 就回到了关云阁 唐兵的别院内 唐兵和唐兰说着话 唐雷也在 姐 秦初和秦庙真碰上了 他们之间的战斗结果 会是什么样呢 唐兰开口询问着 战斗结果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秦初没吃亏 如果秦初吃亏 那么身上自然有伤 另外就是 秦初如果败了 那么霸主之路就断了 他的气势和气息 必然会下滑 可你看他 哪里有气势和气息 下滑的意思 反而是越来越盛 唐兵开口说道 应该是没有吃亏 吃亏的话 他的霸主路就断了 对他的精气神 都会有影响 现在他没有受影响的样子 唐兵也说了自己的分析 唐兰呼出了一口气 大荒殿修罗殿主 齐妙珍是老牌古帝 是古帝竞装的强者 他跟秦初队上都赚不到便宜 这说明秦初很硬了 唐兵和唐雷都不说话了 秦初和齐妙珍队上不吃亏 那么战斗实力 就跟唐云泽吃平 甚至有超越 因为唐云泽队上齐妙珍 那都是被压制的状态 晚点找他聊聊 唐兰的好奇心比较强烈 兰儿 他不想说的事情 那就是牵扯到个人隐私 当然了 也有不炫耀的成分 我们开口问不合适 唐兵对着唐兰说道 听了唐兵的话 唐兰无奈地摇头 他知道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现在的秦初是古地境修炼者 是真正的一方霸主 大地境之下的修炼者 都没有跟其对话的资格 白羽送走了秦初 喝了一壶茶 在他打算练剑的时候 他的住处来的人 是于洛 看了于洛一眼 白羽没说话 于洛是他的二师姐不假 但他内心有排斥 因为于洛对秦初不够尊重 这触碰了他的底线 不尊重师姐不对 但他可以不理不问不闻 白师弟 我们能不能谈谈 宇洛看着要回阁楼内的白羽说道 你要谈什么 我在这里听着 白羽转过身 我想去跟秦护法道歉 宇洛开口说道 不用了 他不需要你的道歉 白羽摇了摇头 秦初是什么人 他很了解 根本就不在意宇洛的道歉 他就是不想和宇洛一起玩 他需不需要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我需要 宇洛开口说道 你太自我了 你需要的事情 就不用考虑其他人需要不需要嘛 你还没有到那个高度 想开点 他没有跟你计较的意思 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事情已经过去了 白羽摇了摇头 他不喜欢现在这样的感觉 听了白羽的话 宇洛就愣住了 是啊 他认识到一些事情自己该做 就没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白师弟 什么也在呢 沐海和许臣过来了 看到沐海和许臣 白羽接待了两人 他们和宇洛在白羽这里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着宇洛 沐海叹了一口气 有些事情 他也是无奈 秦初是不计较 因为他和宇洛的高度不一样 但是计较的人多着呢 楚狂刀 秦孝 白羽和二胖 现在就不接受宇洛这个事情 只是堂兵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大师兄 我想跟秦护法道歉 但是我怕被轰出来 所以想请白师弟帮忙 宇洛开口了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沐海看着宇洛问道 宇洛点了点头 那时候 我觉得秦护法看不起人 事实上是我看不起别人 是我自身出了问题 过去在师尊和大师兄的宠爱下 养成了他以自以为是的性格 嗯 你先去看看师尊 这件事晚点再说 沐海对着宇洛说道 他看出来了 此时的白羽很硬 就不会松口 宇洛到了唐兵别院的时候 唐家三兄妹还在聊天 宇洛攻身给三人建立 宇洛过来了 唐兵开口说道 弟子知道错了 今天是想跟秦护法道歉 但是没有机会 弟子想让白师弟带着过去一下 但是 宇洛的话说不下去了 嗯 你先回去休息 为师看看怎么处理一下 唐平沉默了一下说道 攻了攻身 宇洛就下去了 最近他的生活很低迷 看着宇洛离开 唐兰摇了摇头 秦初是不计较 可他的无视和不接触 就让宇洛的处境很尴尬 是的 他不接近的人 那几个小子就不会接近 我是他们的师尊 但在他们心里的地位 跟秦初没法相比 晚点我还是跟秦初谈谈 宇洛知道错了 也需要给个机会 唐兵开口说道 宇洛是他抚养成人 有着很深的情感 宇洛被排斥出翠云峰 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观云阁内 藏天官释放着一道道 古朴的光运 秦初在藏天官 打坐修炼着 藏天官内 对放着不少灵魂精石 秦初是用灵魂精石 强化着自己的灵魂之力修炼 战皇殿内 齐妙珍被邀灵收拾的是 鬼哭狼嚎 他知道自己是彻底的掉坑里了 而且是深刻 足够将他埋目 他不愿意臣服 可不臣服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要受尽折磨 只要他不自曝 这折磨就不会停止 可是一旦臣服 他就会失去了自我 要以秦初为核心了 他不愿意这样 妖灵可不管这齐妙珍怎么想 蛇皮边就是不断地招呼 齐妙珍 你没机会了 你觉得有谁可以从主人的手里 将你救出去吗 没有谁了 你们天机道主的道身都在主人的手里 就算他来了 也没用 一批边下去 妖灵又朝着齐妙珍的内心扎了一句 齐妙珍仰头大吼着 他内心要崩溃了 因为妖灵说的是事实 天机道主的道身都被秦夫收服了 谁还能救下他 我给你一点时间思考 接下来我也不会客气了 主人说了 你臣服最好 不臣服也无所谓 我要拿到结果跟主人交差 看了齐妙珍一眼之后 妖灵就到一边休息了 他觉得张痴有度 更容易击破齐妙珍的内心 休息中 妖灵联系了秦初 他告诉秦初 齐妙珍的内心要崩溃了 也许就在下一刻 他想让秦初抓一头雄醒腰出来 也许直接能让齐妙珍崩溃 秦初想了一下就同意了 收拾出齐妙珍很有必要 收拾完齐妙珍 他就可以着手处理海云珞的事情 另外收服了齐妙珍 接下来瓦解大黄殿就容易了很多 等于是打住了敌人核心内部 抓了一头妖狼 秦初送入了战黄殿 他没有进去 而是在山潭边泡了一壶茶等结果 这时候唐斌和唐南过来了 长老 唐小姐 你们过来了 秦初起身打了招呼 清水孝竹 威风习习 你这关雲阁是够优雅 坐下 唐南开口说道 唐小姐如果喜欢 可以多过来坐坐 秦初笑着说道 唐南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 来十次 你八次闭关中 身为修炼者 必须要努力修炼 这些是没办法的事情 秦初笑了笑 三人随意地喝茶聊着天 聊了几句之后 唐斌就说了 雨落要跟秦初道歉的事情 长老应该明白 我可以不难为他 也可以不跟他计较 但我们不是一路人 玩不到一起去 这个就不要勉强了 秦初说了自己的观点 这点我明白 你的心态是淡然的 可是楚黄刀 秦孝 白羽和二胖 是向你看齐 其他的弟子也会站队 等于是让雨落 在翠云峰无法立足了 这就很尴尬 也许这一次错误 就毁了一声 唐斌开口说道 秦初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是姐弟之间不目 传出去了也很尴尬 就好比今天雨落 去找了白羽 想让白羽带来给他道歉 结果白羽不给他脸面 唐南拿着茶壶 给秦初倒了一杯茶 唉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白羽不给他脸面 那这件事 就从白羽身上解决 晚点让白羽过来一下 我跟他说一声 事情该过去就过去了 不过他的性格 确实要改改 秦初开口说道 我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 唐平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 秦初松口 这件事情才能真正过去 离开了关云阁之后 唐平去见了白羽 说了秦初喊其过去一次 关云阁内 见到白羽之后 秦初拿出一滩酒 一人一大杯 白羽 雨落的事情该过了 他再去找你 你就带他过来 老大 这是能过吗 我不高兴 白羽拿着酒杯 跟秦初碰了一下说道 每个人都有错的时候 不能因为我的态度 让他被整个翠云峰排斥 这样真等于是毁了他 得理不饶人的人 那也不是我 秦初开口说道 好吧 他是女人 我们就让他一次 他再找我 我就带他过来 听了秦初的话 白羽思考了一下之后 点了点头 如果秦初不给雨落机会 那么雨落在翠云峰 没有立足之地 在长生宗的处境 都是十分尴尬 确实是毁了 五道灵天 第八百九十五集 跟秦初聊了几句之后 白羽就走了 他又到阿尔胖和宋文秀的 阁楼坐了坐 说了秦初的意思 我要看他接下来的态度 他对老大够尊重 那么一切好说 如果不尊重老大 那么很抱歉 我不认识他是谁 阿尔胖的态度很坚决 不尊重秦初 那不行 在白羽回到住处的时候 他看到了唐兵和雨落 弟子见过师尊 白羽对着唐兵 供了供身 他可以不鸟雨落 但对唐兵 他必须尊重 他也愿意尊重 白羽 你带着你师姐 去给秦护法道歉 唐兵对着白羽说道 弟子明白了 白羽点了点头 他知道唐兵和秦初 沟通过了 秦初也已经同意 要不然他会跟唐兵 说自己的意见 会推掉这件事情 他相信唐兵 也不会强迫他 在白羽的带领下 雨落跟着白羽 到了观云阁 但唐兵没让两人进去 等一下 你们师叔 会通知其他的弟子过来 雨落知道唐兵这么做 不是让他丢人 是让其他人 汲取他的教训 另外就是 让翠云峰的弟子知道 他的事情已经解决 不要再排斥他 唐兰带着其他的弟子 出现之后 秦初也从观云阁内出来了 护法大人 雨落知道错了 不该屡次冒犯大人 以后弟子不会了 雨落对着秦初攻身说道 你既然来了 那我就多说几句 你尊重我与不尊重我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明白人与人之间 信任和尊重是基础 成长中除了要提升修为境界 也要修身修德 这是做人立事的根本 之前的事情就过了 秦初对着雨落说道 雨落明白了 以后一定谨言慎行 修身修德 雨落低声说道 不要让长老大人失望 不要让翠云峰的弟子失望 多爱护一下师弟和师妹 去吧 秦初开口说道 谢谢护法大人的宽宏大量 那雨落以后就能跟大人请教吗 雨落后退了两步问道 秦初点了点头 只要我没闭关 那就行 听了秦初的话 唐冰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秦初给了他面子 也给了雨落机会 得到谅解的雨落 能够再次融入到翠云峰 人群散了之后 秦初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他虽然有点不情愿 可如果能够挽救雨落 也算是积德行事 安静下来 秦初进入了战皇殿内 因为妖灵通知他了 秦妙针顶不住了 已经求饶 进入到战皇殿内 秦初看到了眼内无神的秦妙针 还有一边趴着的妖狼 妖灵 什么情况 秦初开口问道 他愿意臣服主人 愿意配合主人种下灵魂印记 秦妙针 你说对吗 说着话的妖灵 踢了趴着的雄性妖狼一脚 愿意 看了看妖灵身边站起来的妖狼 秦妙针眼内出现了恐惧 连忙点头回应 刚才他回话及时 要不然就沦为了妖狼的玩物 秦初释放了灵魂之力 进入了秦妙针的深海 不敢反抗的秦妙针 只能够控制神鹰 配合秦初种下了灵魂印记 种下了灵魂印记 秦初试着震颤了一下 秦妙针发出了一声残叫 看到了效果 秦初走到盘龙主边 把锁链打开 将秦妙针放开了 教育一下 告诉他婢女该怎么做 秦初拉出一把椅子坐下了 现在是收服了秦妙针不假 但他知道还要进行教育 要去消除一下秦妙针的棱角 秦妙针之前是高傲的罗刹店主 有一些屈主的事情他不太愿意做 但现在是不做不行 秦妙针的蛇皮鞭在手里 再者那头妖狼在一边忽视眈眈 妖狼有灵质 那是真想糟蹋他 训了半天 秦初觉得效果还行 不过还得继续强化 不训明白了 他可不敢将秦妙针放出去 会坏事的 没有什么着急处理的事情 秦初闭眼打坐修炼 秦妙针驯化着秦妙针 开始的几天 秦妙针还想保留尊严 一些屈主的事情不太愿意做 但几天过后 奴姓就出来了 他人生阅历多 知道什么是原话 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情况下 一些事情就无法抗拒 闭关了半个月 秦初睁开了眼睛 注意到秦初停止修炼 妖灵看了秦妙针一眼 接到妖灵眼神的秦妙针 到了秦初身前的茶桌边 跪着泡茶了 说一说 是你见 还是我见 看着秦妙针 秦初开口了 是奴婢剑 一些事情和主人无关 秦妙针开口了 他的羞耻心 已经被妖灵给训媒了 哼 你知道就好 看了秦妙针一眼之后 秦初拿出了一些材料 开始炼丹 他是炼制大地级丹药 奇妙针的洞天保护内材料丰厚 给他提供一些大地级的丹药材料 炼制了一些大地级的悬云丹和悬灵丹之后 秦初交给了妖灵 你抓紧修炼 解决了海云若后 你要融合它 没有实力可是不行的 对着秦初攻了攻身 妖灵收了丹药 奴婢会努力的 也不用太着急 事情一点一点来 你在哪里修炼 是这里 还是去银行界内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奴婢去银行界内就可以 但是他呢 需要奴婢继续去画吗 妖灵看着秦初问道 想了一下后 秦初将妖灵和奇妙针 都转到了银行界内 银行界内的条件 比战皇殿打听相对的舒服一些 奇妙针也需要持续教育 而教育她的人选 妖灵是最合适的 妖卿是天机道主的道身 秦初不想妖卿和奇妙针见面 那样容易搞出一些事情来 这两个女人可都是有称服的 很阴毒的女人 进入到银行界内 秦初将奇妙针的丹田封印解开了 武器和秘宝也都还给了她 记住了 你的战斗实力只是对其他人有用 在我这里什么也不是 我一个念头就可以让你神魂俱灭 将密宝还给了奇妙针之后 秦初警告了一句 奴婢明白 吉妙针躬身说道 她不敢反抗 也没有实力反抗 她的神鹰内有着秦初的灵魂印记 秦初控制她就是一个念头的事情 思考了一下 秦初出的银行界 她打算继续修炼 而藏天官内最为合适 因为藏天官可以快速地汇集天地灵气 另外还有气韵之力加持 关于气韵之力 看不到摸不到 确实真实存在 运到不计 那么做什么都不顺利 比如说突破 差一丝丝就不行 这是为什么 除了欠缺敌运 可能就是差了一些运到 秦初闭关修炼了 雨露回到了翠云峰 融入到了翠云峰的弟子中 她的姿态很低 经常和阿尔胖夫妻 还有白羽交流 对于白羽 她表示了感谢 是白羽带着她去观云阁 给秦初道歉之后 她才得到了翠云峰弟子的再次认可 本身白羽对于露是比较排斥的 发现她确实有了不少改变之后 才不再排斥 称呼了一声尸解 这样的情况 唐斌很高兴 这些都是她的弟子 她希望所有的弟子都能够亲密无间 秦初每天都在努力地修量 跟过去有改变的就是心境 收服了齐妙真之后 她心里轻松了很多 时空大潮汐来临 她也不是被动成熟了 秦妙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至于海云若带来的危机 秦初也不着急 她打算等灵魂修为 到了古地境第三阶段 设计一下 将海云若亲拿 那么就解决了 海云若是善时恶 秦初不知道 她也不想知道 当年海云若跟天机盗珠等人扶持地对皇甫爵下过手 导致皇甫爵陨落就是她的敌人 其他的不重要 宇化成一家比较幽静的客栈内 海云若思考这事情 她道身出现和消失的地点都查了 就没有小世界和异度空间 所以她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就不知道怎么找到自己的道身 如何道身就有机会问鼎省地境 所以她比较急切 她在玄黄大世界的核心区域被欺负了 她欠缺抗争的实力 在海云若思考的时候 宇天成出现了 看见宇天成 海云若的秀眉骤气 她不想跟宇化门起冲突 但宇化门敢驱逐她 她也是不认 海盗友不要激动 本座过来就是想跟海盗友谈谈 海盗友到底要找什么人 可需要宇化门帮忙啊 宇天成开口了 他主动帮忙也算是自便深奖 可是他没办法 海云若天天在宇化成 和宇化门的山门附近晃荡 他让她难受了 也等于是在打她的脸 宇门主 本座的事你不用过问 也不用多想 本座对宇化门没有恶意 就是想找一个人而已 找到了本座就走 海云若开口说道 关于自己道身的事情 他不想说 一旦宇天成有想法 那么他道身的变数 就会更增多 海云若很清楚 他的道身有了异心 有强者干预 他的道身做出与其他人 联手对抗他的事情 也是很有可能的 海云若的不配合 宇天成也是无奈 他和海云若的实力有差距 强行驱逐做不到 另外海云若跟大荒店 还有着关系 他不能够翻脸 宇天成走了 海云若又开始新一步的调查 目前他手里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他的道身 在与华城区域出现了两次 另外一条就是 秦初身上有他道身的气息 那是阴阳结合的气息 他不会感觉错的 毕竟那是他的道身 与他隶属同源 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 消耗了一部分灵魂精实 秦初的灵魂修为 顺利地进入到了 古地境的第三阶段 至此他的身躯修为 缘起修为和灵魂修为 都进入到了古地境的第三阶段 实力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出关之后 休息了一下 秦初进入到了银星界内 银星界内 原本盘西打坐的 妖灵和奇妙珍都提升了 身上不着片履的奇妙珍 给秦初躬身建立 妖灵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去拿下海云若 看着妖灵 秦初开口了 现在他占据着主洞 他不想哪天 缓过神来的海云柱 又来找他 然后伏击他 回主人的话 奴婢还没有修炼好 不过奴婢可以配合主人 先将海云若抓回来 将他囚禁在战皇殿的大堂 这样他不会乱跳 不会威胁到主人的安全 想了一下之后 妖灵开口说道 那就想办法将他拿下 一直拖着也是一个隐患 秦初做出了决定 奴婢也可以帮主人做事 听了秦初的话后 跪在秦初脚边的奇妙珍 开口说道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让我失望 那么后果会很严重 看了奇妙珍一眼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奴婢不敢 奴婢不会让主人失望 奇妙珍开口说道 做出了决定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关云阁 朝着羽化门区域赶路 他打算伏击一下海云若 两棲勤响 伏击其他人难度比较大 但是伏击海云若 秦初还是有把握的 因为妖灵对海云若的吸引极大 赶路了两天 秦初赶到了羽化城的附近区域 到了羽化城附近区域 找到了合适的地点之后 秦初开始布阵阵法 他不出手罢了 出手就不能让海云若跑掉 如果让海云若跑了 就是一个麻烦 秦初的阵法造诣已经很深了 到了大地境巅峰层次 可以布置大地境的组合阵法 布置伏击阵法 和布置城池的防御阵法不一样 布置城池的防御阵法 范围大 布置起来比较麻烦 伏击阵法比较容易 但隐蔽性要求高 这对于秦初难度不大 阵法布置起来 先不启动 等海云若入坑 再启动阵法也来得及 阵法没启动之前 不容易被发现 用了六天的时间 秦初将伏击阵法布置好了 布置好伏击阵法之后 秦初进入到了银星界内 伏击阵法设置好了 幽灵 一会儿你就出了隐形界 在阵法的中心区域打坐 做出一个闭关寻求突破的假象 等海云若出现 你就启动阵法 启动阵法的方法很简单 朝着脚下区域打入能量 地下能量一爆发 阵法就启动了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奴婢明白 奴婢的事情让主人费心了 不管奴婢成长到什么程度 都是主人您的奴婢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对着妖灵点了点头 秦初看向了奇妙真 汗云若出现 我们就开战 出去后 你冰封他灵魂 奴婢明白 奇妙真点了点头 把你的衣服穿上吧 看了看奇妙真 秦初开口说道 前段时间 秦初将帮控的材料的 洞天保护 还给了奇妙真 但调调奇妙真的妖灵 就不让他穿衣服 现在要战斗了 奇妙真光溜溜的 战斗起来也不方便 全部安排之后 秦初带着妖灵处的银行戒 告诉了妖灵的阵法范围 五道灵天第896集 他朝着这边赶来 很快就会到 感受了一下之后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做出一个迷惑他的假象 不要有担心 他到了 我就会出手 交代了妖灵一句之后 秦初就进入了银行戒内 妖灵抓住了秦初 留下的银行戒 塞入了腰带内 随后就盘膝打坐了 海云入来了 他不跑 自然要有一个不跑的理由 进入到银行戒内 秦初拿着奇妙针 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 你的道身奇轻轻 被我埋葬在小世界 我和他之间的矛盾 其实是化解了 奴婢知道了 奇妙针开口说道 你不算是我真正的仇家 你老老实实地做婢女 我不会太为难你 前提是 你要配合我 秦初对着奇妙针说道 奴婢的清白和神家姓名都在主人手里 一定会配合主人 秦廟针低声说道 他提出清白的问题 就是想秦初重视他一点 对他稍微好一点 你过得好不好 在于你自己 准备战斗吧 秦初闭眼了 他的灵魂之力一直释放着 海云若出现 他就能够发现 海云若从羽化门山门区域 急速地朝着 妖灵的所在区域飞行 他将速度提升到了极限 他怕道身的气息再消失 抓到道身气息 太不容易了 妖灵有些紧张 他感受到了本尊气息的急速接近 他明白 接下来到了自己命运改变的关键时刻 正常来说 他一个道身没有资格跟本尊叫板 但在秦初的帮助下 再加上他的一些部署 已经有了机会 为了和本尊叫板 妖灵确实做了一些部署 比如说跟秦初在一起合体修炼 他用清白之身 换取了赶护秦初身躯内道运的机会 通过那一次 他进入到大地景 进入到大地景 是他身上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好了 另外还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情况 那就是气韵的起伏 跟秦初在一起 失去了清白 这对妖灵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他是追求自身的提升 是自愿的 成为秦初的女人 他获得了一些气韵加持 但是这件事情 对海云柱就不一样了 道身的清白被毁 他的运道开始下滑 因为道身清白被毁 等于他被践踏了 接近道身的所在区域 道身一直没有移动 也没有消失 这让海云柱有点兴奋 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只要找到道身 道身有没有一心就不重要了 抓住了道身回到黑海区域 沉淀一下之后 他就可以进行融合 就可以冲击圣地锦 当海云柱冲进了自己的灵魂之力 探查范围之后 秦初站起身来 战斗分身 火焰能量身都出现了 看到秦初动作 已经穿好螺裙的奇妙针 也释放出了能量分身 做好了战斗准备 看到盘西打坐的妖灵 海云若身子一个飞绿 就落妖灵附近区域 突破中 怪不得不跑 你再是正掌也没用 你是本座的道身 一切都是本尊的 这是命数 将身躯内沸腾的能量 恢复平稳 妖灵站起身来 一切都是你想当然 我修炼到大地境 是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有自己的路 你想多了 束手就擒吧 海云若施展灵魂压制 身子一闪 就朝着妖灵抓来 被海云若的灵魂之力压制 妖灵就没有了还手的能力 这时候 秦初出现了 不死领域压制海云若 不死破语拳 就朝着海云若的丹田红去 受到秦初不死领域的轰击 海云若冲向妖灵的身躯停下来 回见抵挡秦初的进攻 这时候 缓获失来的妖灵 脚下用力一堵 身躯能量 顺着其右腿进入地下 将伏击阵法启动了 启动了阵法的妖灵 也没有参战 他的状态不是很好 他是道身 却是受着本尊的压制 这也是天地间的规则之一 他要抗争 要融合本尊 走的其实就是拟天路 医生脆响传出 秦初的这一拳 轰在了海云若 荡在丹田前的长剑上 将海云若击退 击退了海云若 秦初本尊和战斗分身 施展了缓陵斩之刃 朝着海云若攻去 同时 也将奇妙针 转出了隐形界 这里是宇化城周边区域 战斗时间久了 会有其他的变数 也许宇天成 就会赶来捣乱 所以秦初 要速战速决 出现在银行界之外的 吉妙针 就按照秦初的要求 施展了灵魂绝技 冰封冲击海云若的神海 吉妙针 你干什么 本座是黄斧街的朋友 见到吉妙针对自己出手 海云若十分的震惊 面对海云若的质问 吉妙针没有做任何回应 灵魂绝血 持续攻击 黄斧鸡的朋友 就算是黄斧鸡站在这里 他也得战斗 他现在是秦初的婢女 秦初说东 他不能说西 此时 海云若陷入了全面被动 他扛不住秦初的正面应攻 又加上吉妙针的灵魂绝血攻击 他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使被动扛着 两个回合之后 海云若被秦初战斗分身 以盘龙棍抽在了后背上 几倍被打断了 身躯受到了重创 状态下滑 海云若的灵魂 就受到了秦初幻灵斩之刃 和吉妙针灵魂冰封的影响 一个躲避不及时 被秦初的一拳打在了丹田上 丹田受到了中创之后 海云若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抓住机会 秦初左手一个大巴掌 就抽在了海云若的右脸上 直接将其抽翻在地 打倒了海云若 秦初对着海云若脑袋 又补了两拳 直接将海云若打晕 秦初是受了力量出拳 他要活出海云若 所以不能够将海云若打死 把海云若打晕 战斗分身 在扶起阵法内警戒 秦初本尊抓着海云若 进入了战皇殿内 将昏迷的海云若 推靠在盘龙柱上 按照所奇妙针的样式 秦初将海云若锁好 应该说直接锁死 因为秦初是用朱雀幽明艳 将锁链借口融化相接 就没有连接触 锁好了海云若 秦初打出能量 将海云若担天能量封禁 随后又拿下了海云若的 冻天保护和武器 现在不确定的 就是他会不会灵魂自爆 看了一眼还昏迷的海云若之后 秦初看向了姚灵 不怕 就算他灵魂自爆 灵魂之力也在这 冻天保护内 奴婢可以急取吸收 奴婢谢谢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想了一下 秦初看向了奇妙针 接下来你也在这里看着 他如果要灵魂自爆 你就施展灵魂之力冰封 然后将其打晕 我就不信 他能玩得起 奴婢知道了 看着被锁在盘龙柱上的海云若 奇妙之内心有些感慨 前段时间在上边受折磨的是他 现在终于换成了别人 而且他还是知道 海云若比他的下场还惨 因为有妖灵的这个岛身的牵扯 海云若不会有自由的那天 交代好了 秦初并没有离开 而是与战斗分身 一起探查着周围的情况 他要等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了 拆掉伏击阵法再走 那也是不少零食呢 因为距离不算大 宇天成确实感觉到了有战斗 他到了附近去去查了一下 没查到什么就退走了 主要也是因为 秦初布置的伏击阵法 阻挡他的查探 另外秦初和奇妙珍 拿下海云若的战斗 太过于迅速 宇天成也无法确定 具体的战斗位置 所以就没有发现什么 灵魂之力 一直笼罩着这个区域的秦初 注意到宇天成走了之后 直到秦拿海云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本身问题也不大 宇天成没有搅和进来最好 搅和进来 那就直接干死 秦初现在有这样的底气 战斗分身 拆除了阵法之后 就携带着战皇殿 开始赶路 战皇殿内 秦初灵魂之火 灭灵焰爆发 摸出海云若冬天宝物内的灵魂印记 密宝上的灵魂印记被摸出 深海灵魂受到了冲击 海云若就醒了过来 该死的 是你们这对狗男女 看到秦初 看到妖灵 海云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秦初是他到身的男人 是两者一起算计了他 将他擒下 看着海云若 秦初皱了皱眉 他心里有点郁闷 自己最近好像经常被骂 狗男女 这个名头不太好听 看到秦初皱眉 妖灵动了 一个大嘴巴 就抽在了海云若的脸上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侮辱主人 妖灵一个大嘴巴 抽在了脸上 再加上妖灵称呼秦初主人 海云若就怒涝 摇晃着身子 要攻击妖灵 但他被锁得死死的 就挣扎不进来 贱人 你是地道的贱人 本尊一辈子 结身自好 不跟任何男人接触 怎么会有你 这么不要脸的道身 海云若双眼 怒瞪着妖灵 我也结身自爱 主人是唯一例外 因为跟主人 走在一条路上 才能跟你抗争 所以我别无选择 妖灵开口说道 秦初 你为什么这么做 海云若看向了秦初 你既然问 那我就回答你 如果我们之间 没有恩怨牵扯 我逗你 确实不合规矩 帮主道身 逆抗本尊 也是逆天而行 可我们之间有恩怨在 你怪不到我身上 秦初开口了 顺便将海云若的战剑 抹出了灵魂印记 丢给了妖灵 我根本不认识你 怎么会有恩怨牵扯 海云若眼内出现了迷茫 之前他没有来过三仓区域 怎么会跟秦初有恩怨牵扯 不认识我不要紧 你该知道不死战神黄浦绝吧 看着海云若 秦初提起了恩怨的源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黄浦绝 听到了黄浦绝的名字 海云若的脸上出现了惊恐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欠下了债 而我要讨还 秦初开口说道 你这个贱人 有什么当命应战 耍手段算什么男人 觉得情况不好的海云若开始挣扎 开始骂人 秦初被骂 妖灵不愿意了 谁是贱人 接下来你才是贱人 接下来海云若倒霉了 因为收拾人 妖灵已经是恼手了 他被妖青收拾了很长时间 在妖青身上学会了很多手法 然后又在齐渺针的身上 实验了一段时间 所以对收拾人 巡化人 他是有一套的 场面很暴虐 交代了齐妙针 帮着妖灵看好海云若之后 秦初离开了战皇殿 一些场面他不愿意看 离开了战皇殿 秦初输回了战斗分身 本尊带着战皇殿赶路了 解决了齐妙针和海云若 秦初内心轻松了不少 这两人跟他有命运牵扯 一直是隐患 现在算是解决了 接下来他打算将齐妙针 好好的驯化一下 将其彻底的驯化之后 用其做棋子去瓦解大荒殿 到了长生城之后 秦初没有回长生村 而是传送到了越南城 到了天吾小城去陪着 妻子和孩子 局面越来越稳 他也可以放松一下 不管外边多乱 天吾小城是一片和谐 回到家中 是秦初内心最为倾诉 最为开心的之客 虽然跟其他女人 有一些事情发生 但秦初的内心的情感 都在自己妻子身上 趋寒冰最近很烦草 他接手的任务 是尽快将三仓区域统一 这个命令是天机道主 黄斧机下打的 他一直执行着这个命令 但前段时间奇妙真来了 让他配合这行动 可随后又没动静了 他也只能够是执行之前的计划 只是现在的长生村不好打 一个长生村不要紧 关键是一打长生村 长生村的盟友就会出手 那时候他和大黄殿 就比较难受 心里有些急切地去寒冰 抓了一位长生村的长老 以其家人威胁 让其为大黄殿效力 打探长生村 和有盟连接的传送阵 每个人心中都有牵挂 这位长生村 叫宗平的长老 在乎长生村的利益 但是更在乎家人的死活 只能为驱寒冰效力 秦初不知道这些事情 一直在家中陪着妻子和孩子 展皇殿内 一直进行着很暴女驯化过程 海云若很刚 就是不服 一直是要灵魂自暴 不过每一次自暴都不成功 都被奇妙真灵魂兵风打断 奇妙真有灵魂精神辅助修炼 所以她的灵魂之力 是古地境第四阶段 比海云若强 加上海云若的状态不好 就扛不住她的灵魂兵风 这就导致了海云若 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昏迷中度过 面对海云若的影刚 妖灵不在乎 她知道随着实境的推移 海云若会崩溃的 奇妙真也没有什么情绪 秦初给她的命令就是配合邀灵 时间一天天过去 秦初在天舞小城内 过着安逸的生活 尽着做夫君和父亲的责任 这一天 秦初哄着秦子军玩耍的时候 秦战爷 真血炎带着秦霜来了 还有一个青年男子 青年男子秦初认识 他在天剑城的时候帮助过小青年 天剑城主林寒玉的儿子林青 林青对着秦初的称呼是哥 这让秦初很是诧异 最后真血炎介绍了 林青是秦霜的夫君 秦霜在前段时间成亲了 他们商议了一下 就没有打扰秦初 父亲 母亲 秦霜成亲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告诉我 秦初有些郁闷了 哥 是我的主意 你比较忙 我们就没有通知你 再者我们也不想大张旗鼓 弄得沸沸扬扬 秦霜笑着说道 看着妹妹 秦初也是无奈 只能够在天舞小城补上酒席 带着妻子和孩子 被两人送上祝福 在天舞小城待了几天之后 秦战爷 真血炎 带着秦霜夫妻就走了 他们不想打扰秦初的生活 他们知道秦初的生活很忙 压力也很大 妹妹的婚礼没有参加 只让秦初有点遗憾 不过结果很好 林青是一个肯努力 也比较重情义的人 做秦霜的夫君 秦初也是认可的 有妹妹的先礼在前 秦初将自己成年的四个孩子 喊到了一起 开了家庭会议 你们将来人生中的另外一半 只要人品好 为父不挑剔 也不求什么门当户对 只要你们自己觉得合适 就可以带来给为父看 但不能瞒着 秦初说了自己的意见 儿女的婚姻大事 他还是要帮着拔官 秦子阳 秦子兴 秦子男和秦子轩 都表示明白了 他们知道自己父亲 是被姑姑的婚事刺激到了 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天秦初要回长生宗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灵魂水晶破裂 而方向就是长生宗 这让秦初有些着急 有他灵魂水晶的就那么几个人 没有大事 也绝对不会捏碎他的灵魂水晶 上了传送阵 秦初就开始传送 甚至施展元气能量 加速了传送阵的运行 此时的长生宗已经发生了大战 因为宗平做内应 找到了传送阵所在 宗平破掉了传送阵 大黄殿就开始了对长生宗全面进攻 这次进攻的高手很多 古地境修炼者就有四位 是驱寒兵带着三位大黄殿的三位长老 另外大地境的修炼者就更多了 他们要在长生宗的盟友到来之前 将长生宗拿下 好在传送阵被破之后 唐云泽就激发了湖山大阵 大黄殿人马的竣工被阻拦在湖山大阵之外 唐云泽下达了第一次传送撤退的命令 发现情况不妙的二胖就捏碎了秦初的灵魂水晶 捏完秦初的灵魂水晶 二胖就后悔了 因为如果差距太大 那喊秦初回来会让秦初置身险地 不要紧 他们想威胁老大还不能够 就是有危机 他也可以从人退走 现在你带着帝们先撤 白羽对着二胖说道 对方四位谷弟 多为大地级 很难顶住了 你们都退 唐兵出现了 他是大地警 自然能够探查到打荒殿警攻者的实力 师尊 弟子会陪着你一起战斗 白师弟 二胖师弟 你们赶紧退 晚了就来不及了 雨落开口了 我们不走 小子一起走 白羽开口说道 抛弃同门的事情 他做不出来 雨落推了白羽一下 你现在留下有什么用 赶紧走 危急的关头 我们怎么能走呢 白羽有些着急的 看着唐兵和雨落 赶紧走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材烧 有你们这群精英弟子在 我们长盛作就有将来 雨落你也走 唐兵开口说道 雨落摇了摇头 弟子不走 师尊 弟子上次让您失望了 以后再也不会 这是弟子的最后一次任性 白师弟 谢谢你 是你帮我得到大家的亮解 你们赶紧走 唐兵着急让门下弟子撤退 但是没谁肯走 你们赶紧走 他们破掉了传送阵 我们长生宗的盟友 传送一段路后 又要飞行没有传送阵的一段路 被破掉的是大地级传送阵 他们要飞行数千万里的距离 所以短时间内无法赶到 唐兵知道 指望盟友有些不现实 长生宗已经扛不住了 翠云峰的弟子没有谁撤退 龚书凡和韩正两人对势力研之后 也没有退走 他们是战皇殿的成员 可也是长生宗的弟子 现在要履行长生宗弟子的责任了 如果战死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人生在世 有些时候明知道是绝路 但也要走 这就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 要顶天立地 他们加入到长生宗是另有目的 但也没有做对不起长生宗的事情 打荒殿的人马 不断地攻击着长生宗的湖山大阵 唐云泽带着长生宗的长老们 支持着湖山大阵 虽然敌我差距他 但不到最后关头 谁也不会放弃 大家努力扛住 我们长生宗的弟子能安然撤退 长生宗就不会覆灭 有擎护法带着他们 长生宗会再站起来的 唐云泽对着长生宗的长老们吼了一声 不错 只要我们长生宗的弟子在 只要擎护法在 就没问题 卫长老咆哮临上 不断地朝着湖山大阵内 输送着能量 扛着 你们扛不住 山门大阵一破 你们全都要死 曲寒冰对着长生宗山门内怒吼一声 我们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唐云泽双眼血红 长生宗是他的心血 可现在大荒店要摧毁 他如何不怒 听了唐云泽的话 曲寒冰怒了 让大荒店挥下人马全力攻击长生宗的湖山大阵 他知道要速战速决 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变故 随着大荒店进攻人马的加大进攻力度 长生宗的防御大阵就摇晃起来 防御大阵也是有极限的 到了极限点就会崩灭 护开防御大阵过后 你们三人寻找寻书 然后联手绝杀 看着防御大阵要破了 曲寒冰对着大荒店的三维谷地境长老交代着 当一声轰然巨响传出之后 长生宗的湖山大阵破开了 双方开始了短兵相见 秦初不断地传送阵 他很着急 他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只是什么事情他不知道 他担心白羽和二胖出问题 也担心楚狂刀和秦相 从长生宗山门广场上传送阵出来 秦初身上的杀意迸发了 因为此时的长生宗是血流成河 大荒店的人马正在进攻 正在杀戮 波斯领域迸发压制 秦初清零剑挥动 将大荒店的一位大地境成员斩杀 斩杀了离着自己最近的一个目标之后 秦初战斗分身 火焰能量身都出现了 就在他要朝着曲寒冰杀去的时候 大荒店正在杀戮的两位长老 还有一位配合着曲寒冰警控唐云泽的长老 都朝着秦初上来 他们知道秦初是这场战争的关键 在发动战争之前 曲寒冰就跟着三位长老交代过 三位大荒店的古地境长老 都有能量战斗分身 跟秦初的对手是六打三的局面 你们会付出代价 看着状态威靡 燃烧着精血战斗的唐云泽 再看着满地的尸体 秦初是真怒了 愤怒的秦初 瞄上了一位大荒店的古地境长老 本村战斗分身 施展了幻灵斩之人攻击 又施展了真武碑镇压 接着圣虎剑气就爆发了 秦初有一阵子 没有施展圣虎剑气了 因为最近的几场战斗 都是相辅战 不是求杀战 但是这次不一样 随着秦初圣虎剑气的爆发 古老 沧桑 回红 泯灭一切的气息出现了 在这股恐怖的气息的笼罩中 秦初的圣虎剑气划过长空 灌入了被其叮嘱的 大荒店长老腹部三天 秦初战斗分身的一剑 也刺住了其身海 绝杀 秦初出手 大荒店的一寸古地境长老陨落 其尸体从空中无力地落下 击杀了大荒店的一位准帝 秦初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急切地求击杀 就没躲过另外两个大荒店长老的攻击 腹部侧面 后腰都中了剑气攻击 鲜血流淌 最严重的是 北心被一位大荒店的长老常见刺入 转身挥拳 秦初的一道不是破语拳刚 将他伤害的大荒店长老击退 以伤换命 秦初成功地斩杀了一个强者 击杀了一位大荒店的古地境长老 其能量分身就散去了 剩下的两位大荒店古地境长老 和他们的能量身 狂暴地攻击着秦初 秦初衣袍燃血 但气势不弱分毫 压制着一位大荒店的长老攻击 屈寒冰有些着急了 唐云泽不是他的对手 可唐云泽燃烧的清血抗衡他 他想快速绝杀他也不可能 低吼了一声 屈寒冰能量分身攻击唐云泽 本尊朝着秦初杀去 等于是大荒店的主力都开始攻击秦初 因为事实很明显 唐云泽已经受到了中创 就算是今天斩杀不了 也不是什么大隐患 但秦初不一样 秦初是霸主级修炼者 不灭杀秦初 那么就是后患无穷 一场以秦初为核心的大战 在长生宗上空展开 这个时候 秦初也没有开始那么急切了 他牵制了大荒店的所有古地 战争局面已经不是一边倒 该死的杂碎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你回来就是找死 屈寒冰开口骂离去 如果不是秦初回来干扰战争 战争打到现在 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路死谁少 还未可知 秦初将攻击目标 锁定到了一位大荒店的古地镜张老身上 随着秦初灵魂攻击 密保攻击影响 这个被秦初盯住的大荒店古地镜张老 就倒霉了 被秦初的圣古剑气贯穿了丹田 最后被秦初的火焰能量身 一剑刺穿深海绝杀 击杀了对手 同样的秦初也不好过 在这样的群战中 他将主要精力拥在了攻击上 防御上就差了一件 所以又中了几道剑气 一炮燃现 鲜血不断地流大 比较正式的场面 秦初会穿金边黑袍 这段时间在天舞小城里 陪着妻子和孩子 他穿着的就是很随性的白色长袍 今天接到穿线 他就急速赶回 是一身白色长袍 此时白色的宽松长袍上满是血迹 十分的显眼 有一位大荒殿的古地境长老陨落 秦初的境况就好了很多 大荒殿仅剩下一位古地境长老 其战斗分身 加上驱海兵本尊 与秦初也是三打三的局面 说我找死 你也配 秦初对着驱寒兵的本尊 开始攻击他 战斗分身是迎着那位 大荒殿的古地境长老攻击 驱寒兵很是震惊 秦初战斗力太猛了 按理说受那么多的伤 敢影响战力的 可秦初状态就没受影响 还是凶残无比 每一次硬碰他都会被击退 另外他的战斗分身 也压制不住唐云泽了 唐云泽受伤是很重 但其被打散的能量分身 又凝聚出来 拼杀还在继续 但局面的优势 已经逐渐朝着长生宗这边偏移 主要是长生宗这边有士气 士气是怎么来的 是秦初带出来的 此时的秦初是欲选而战 是压制着对手进攻 是一尊浴血战神 能稳住局面 秦初就没有动用最后的手段 没有让齐妙珍出战 妖灵和敲青出战 他打算借用齐妙珍来瓦解大黄殿 所以能不暴露就不暴露 至于妖青身份更是重要了 也不能够让人知道 战斗还在继续 居寒冰觉得情况有些不好 现在的局面 对大黄殿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另外再突厌下去 长生宗的盟友就到了 他想安然撤退九南 这次他带来的人马 也就是针对长生宗 还不能抗衡各大势力的联盟 发出一声长啥声 居寒冰带着人马开始撤退 这情况秦初不愿意了 开始追着杀 不过居寒冰的速度快 他有些追不上 应拼战斗中 他受伤看不出什么影响 但一经施展速度 伤势带来的影响就出现了 身躯的协调性差了很多 追不上居寒冰 秦初将真武碑砸了出去 是朝着大荒殿的那位 古地镜长老应呼 同时灵魂攻击朝着其斩杀 不让其黯然撤退 变着救我 以秦初的真武碑砸的出现 没了速度被秦初追上之后 这个大荒殿的古地镜长老 对着居寒冰喊了一声 他知道自己不是秦初的对手 听到呼喊声 居寒冰回头了 看到这个麾下长老 被秦初本尊 战斗分身和能量分身围住 其眼内就出现了犹豫 你敢回来吗 你敢回来 我今天就让你走不了 战斗分身 火焰能量身 围着大荒殿的长老攻击 秦初本尊 看向了屈寒冰 五道临天 第898集 看着秦初 屈寒冰眼内满是杀鸡 但他真不敢回头 秦初的战斗力太恐怖了 受伤不影响状态 仿佛不是血肉之躯 就好像是为战斗而生人 长生宗的弟子发出了怒吼 损失惨重又如何 战死不出气势 秦初一个人 斩杀了两位谷弟 吓得大荒殿 一位殿主不敢回头 这是何等的霸气 身为长生宗的弟子 他们不能丢人 秦初 你小看了大荒殿 今天大荒殿展现的实力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你们长生宗将不会再有一个活口 看着秦初 屈寒冰开口了 话语间带着阴冷的杀机 丢狠话我不太会 但我会下狠手 谁敢伤害我秦初身边的人 有一个我杀一个 有两个我队双 谁不信 尽管来试试 留下一句话 秦初就朝着大荒殿的那位长老杀去 燃烧惊喜 退 屈寒冰对着大荒殿的那位长老喊了一声 然后带着人继续撤退 现在他不能回头 必须快速退走 大荒殿的古地境长老燃烧惊喜了 可还是没有机会退走 秦初本尊战斗分身 火焰能量身 施展了顿空身法 将其退路都疯挡得死死的 就在这位大荒殿古地境长老 要自爆的时候 秦初施展了圣古剑气 将其绝杀 斩杀了这位大荒殿的古地境长老 秦初身子从半空坠落 伤势和消耗累积起来 他也是有些承受不起 左手一挥 将大荒殿三位古地境长老的尸体收了之后 秦初站不稳了 清灵剑住在地上 让自己的身躯不至于倒下 老大 白玉和二胖到秦初的身边 伸手要扶持秦初 不用 我不会倒下 呼出一口气 秦初站直了身躯 对着情况同样不好的唐云泽点了点头 接着飞行回了翠云峰 目送秦初离开的是 长生宗所有成员尊重了阎神 一人力挽狂澜 稳住的局面不说 击杀了三位古地境对手 并杀得大荒殿一位店主不敢回头 这就是秦初他们长生宗的护法 宣唐带着人上后 魏长老带着人修复护山大阵 目送秦初离开之后 唐云泽下达了两个命令 他很庆幸 庆幸长生宗出现了秦初这个逆天的敌人 否则长生宗就成了立士 回到了冠云阁之后 秦初吃了疗伤丹和回元丹之后 就开始打坐疗伤和恢复 唐兵让沐海带着一些人 跟着宣唐上后 他带着一些弟子回到了翠云峰 到了冠云阁为秦初护法 他不知道长生宗 还有没有大荒殿的密探 秦初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被攻击 那就有危机了 这次浩劫我们扛过去了 我们长生宗虽然损失很大 但没有折损根基 未来的长生宗 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 唐兰开口说道 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 秦初留了多少血 唐兵脸上满是怒意 大荒殿 几人太甚 楚狂刀 秦小 白宇和二胖 几人脸色冷肃 秦初的受伤 让他们很是生气 二胖的情绪有点复杂 是他传信通知秦初回来 秦初的归来是让长生宗顶住了大荒殿的这次进攻 但是秦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夫君 你做的是对的 虽然凶掌受伤 让大家都很难受 但凶掌是长生宗的护法 有责任保护长生宗 他也是这么做的 宋文秀看着二胖说道 白宇也是拍了拍二胖的肩膀 不要想太多 老大没事比什么都好 天华公主还有云仓去与两个势力的首脑到了 看到长生宗的场面都是生气加震惊 生气使大荒殿太过残暴 震惊使长生宗挡住了大荒殿的进攻 因为自身状态不佳 唐云泽让宣唐和唐雷接待了几个人 将天华公主几人引到了宗门会客大殿内 宣唐就说了战斗经过 宣副宗主的意思是 秦初一个人斩杀了大荒殿三位谷地境长老 天华公主乔韵有些诧异的问道 宣唐点了点头 是的 秦护法出现后就主导战局 长生宗受到损失 几乎都是在秦护法没出战之前产生的 宣唐的话让在场的几位巨头就陷入了思考 交流一下之后 天华公主说了 他们几人会在长生宗待一阵子 免得大荒殿杀一个回马枪 让宣唐可以放心地伤后 将几位盟友巨头安顿到贵宾楼之后 宣唐就开始进行宗门的伤后 这一场大战是结束了 但需要处理的事情还很多 斩杀了大荒殿的一些高手 战利品的收集和分配 长生宗战赐人员的服务等等 天华公主乔运几人 也是安稳不下来 在宣唐善后的同时 他们也了解着这一场战斗经过 得知秦初在围攻下 斩杀了大荒殿三位古地警长老 心里都震惊不已 这就是霸主及修炼者的强悍啊 秦初这才进入古地警督景 在沉淀一下底蕴之后 古地警谁又能够抗赫 待在鬼殡楼内 天华公主喝着茶水 思考着事情 思考着接下来的局面 她知道这一次长生宗 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损失惨重 但经过这一战之后 没有哪个势力 敢轻易地跟长生宗搅拌 唐云则是被打残了 但秦初没问题 秦初是受伤了不假 但没伤到根本 且杀了对方三个古地警强者 掠夺了对方的积累资源 这会让秦初的崛起更快 唐冰 唐兰和翠云峰的弟子 守在了关云阁外 他们担心秦初被攻击 秦初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 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 宣唐到了翠云峰 到了关云阁 将两把武器交给了唐兵 这是大欢殿两位地亲长老 遗留的武器 审美交给秦护法 战争结束的时候 秦初只是收了三位 古地警对手的尸体 收了其中一人的武器 有两人的武器没收 现在宣唐给送了过来 那是秦初的战利品 其他人不能拿 宗门也不能收 长生宗没有覆灭 就得感谢秦初 哪里还能够要秦初的战利品呢 唐冰帮着秦初收下了 师兄 师妹现在要守在这里 宗门的事情 师兄就多费心了 嗯 你就放心吧 宣唐点了点头 宣唐走了之后 唐冰让三弟子许臣去内风看看 帮着唐兰为唐云泽守官 前两天 唐兰在观云阁看了看之后 就去守着唐云泽了 唐云泽受伤也是很严重 许臣对着唐冰攻了攻身之后 就离开了崔云峰 他知道唐冰也是很担心唐云泽 待在藏庭关 秦初运行着不死不灭身和苍龙血之秘法 将身躯内的各种能量逐步量化和驱逐 修炼者受伤 外伤是小事 对方的能量对身躯的破坏才是大事 也不好解决 现在秦初就是处理对方留在他身躯内的剑气 这一次恢复 秦初用了接近半个月的时间 感觉身躯问题不大 秦初从藏庭关内走了出来 看到唐冰等人 秦初诧异了一下 长老现在应该很忙才对 怎么在这里呢 我们长生宗 有对方潜伏的密探 我怕他们来攻击你 唐冰开口说道 我没事 谁来攻击我 那跟找死没区别 秦初笑着说道 唐冰将宣唐送来的两把武器 交给了秦初 最后看了秦初身上的衣袍之后 对着雪姑和雨落点了点头 秦护法身上的衣袍不能再穿了 但是不能丢 这是写的战绩 雪姑和雨落一起帮忙 将秦初身上的外袍给拉了下来 虽然秦初有些不情愿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继续休整 有什么事情就通知我 唐冰对着秦初说道 虽云峰的弟子离开了 但秦初的几位兄弟没走 老大 对不起 二胖看着秦初说道 他为秦初的受伤感到难受 二胖 我是受伤了不假 但是用一点伤换到了长生宗的未来 这划算不划算 如果你没通知我 长生宗被灭 我们愧疚不愧疚 所以你通知我并没错 一点伤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秦初拍了拍二胖的肩膀 这是没事 如果有事 我怎么跟几位嫂子交代 二胖还是有些后怕 你想多了 他们杀不死我的 我还有一些手段没用呢 我不在乎老婆和孩子吗 真打不过 势不可为 我就会做出调整 秦初劝慰着二胖 秦初和二胖几人聊天 婢女就把茶泡好了 老大 最近宗门来了好几位 古地境巨头 是宗门的盟友 也不知道 他们对我们长生宗 被攻击的事件 做出什么决定 白羽开口说道 你们怎么看 秦初看向了 楚筐刀和秦相 楚筐刀放下了 手里的茶杯 我觉得他们有什么决定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要自身强大 自身没实力 一切都是白费 楚兄说得对 一切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自己强了才是根本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聊了一阵子之后 楚筐刀 秦孝几人就离开了 他们知道 秦初的安全没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慢慢恢复 思考了一下 秦初觉得 要加速对齐妙针的驯化 因为大荒店方面 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 秦初知道 大荒店不好解决 底蕴很深厚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搞出什么事情 如果将齐妙针彻底的收拾住 将其放回去 那么就可以掌控 大荒店的一切动态了 一切都可以防缓于未然 秦初进入到了 战荒店内 战荒店内 耀灵和齐妙针 对海云若的驯化 还在继续 主人 他现在无法灵魂自爆了 在他灵魂虚弱的时候 奴婢在他神音外围 布置了冰封之力 看到秦初 齐妙针开口说道 看了看海云若之后 秦初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 妖灵收起了鞭子 就要给秦初泡茶 秦初摆了摆手 看向了齐妙针 妖灵现在是他自己人 不需要继续驯化 但是齐妙针不一样 注意到秦初的眼神 齐妙针就过来泡茶了 以前是什么样子 现在没有规矩了 秦初开口了 听了秦初的话 齐妙针身子倒了一下 接着脱掉了罗裙 然后跪下泡茶 我跟你讲过 我跟你之间 没有什么大丑业 你想要过得好一点的日子 最起码要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臣服 秦初开口说道 奴婢明白 齐妙针点了点头 清醒过来的海云若 不解的看着这一幕 在她的印象中 秦初是大荒店的强者 也是有实力 有脸面的女人 可现在竟然做了 没有尊严的奴婢 喝了一杯茶之后 秦初看向了海云若 你是没有机会了 你的选择只有两个 就是多受一些折磨 和少受一些折磨而已 你杀了她 我海云若也臣服你 违背誓言 天诛地面 海云若 还有些高傲的下巴指着妖灵 她恨妖灵 恨妖灵背叛了自己 她觉得妖灵是自己的耻辱 所以想弄死妖灵 秦初笑了 你不明白我秦初的为人 也不明白我对妖灵的看重 正常来说 接受了你的臣服 让你融合妖灵 我会得到一个 更加强力的婢女 可那又如何 妖灵跟着我的时间不短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是一些利益能够相比的 你动摇不了我的想法 奴婢多谢主人 眼内有些激动的妖灵 对着秦初攻了攻身 曾经你对我来说 确实是可有可无的奴婢 但在西荒区域的事情解决之后 我已经拿你当属下看 愿意给你尊严 也愿意让你有尊严地活着 至于她 你看着处理 能融合就融合 融合不了就斩杀了 你能活出你自己 其实也就足够了 秦初看着妖灵说道 妖灵对着秦初攻了攻身 主人对奴婢包容 奴婢知道 包容 还不是为了你的女色 为了收服你做女奴 一对狗男女 海云若脸色变了 她没想到自己在秦初的眼里 价值不如妖灵这个道身 这让她有些意外 她是古地境强者 而妖灵是大地境 现在有差距就不说了 本来的发展空间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融合妖灵 她有可能成为圣地 五道灵天第八百九十九集 你错了 那件事是我主动 是我为了朝着大地境突破 是我要为了感悟主人 身躯内的道运 主人她没你想得那么不堪 听了海云若的话 妖灵开口了 她不想秦初 背上一些莫须有的黑锅 秦初就没有觊觎她的美色 不错 如果她在意女色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保持 清白地站在这里吗 奇妙真也开口了 听到秦初拒绝海云若的交易 奇妙真觉得自己也有希望 因为秦初内心不是利益之上 海云若不说话了 因为奇妙真说的也是实话 她光溜溜地站着 秦初确实没动她 海云若 我不屑说假话 黄埔爵前辈对我有恩 我是一定要为她报仇的 所以你没有可能 秦初看着海云若说道 没有其他的可能吗 我付出其他的代价不行吗 海云若开口询问着 她还是想寻找一些机会 能活着 她自然要争取 秦初摇了摇头 没有 我如果是你 那么就会选择支持道神 话说回来 道神存在 也算是你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了 海云若闭上了眼睛 她看出来了 秦初要收拾她的决心很强烈 说完了海云若的事情 秦初看向了奇妙真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不牵扯其他人 不牵扯道德和道义 所以我能做到大度 可以给你机会 你的未来 两条路 一个是老老实实的 没有二心的臣服 你可以做到和妖灵一样 在我面前欠缺一些尊严 但是在其他人面前 还是有尊严的强者 如果你耍小聪明 那么很抱歉 我秦初有容人之量 也有爆裂的手段 奴婢明白 吉妙真恭敬地回答着 希望你能真的明白 如果你让我失望 那么后果很严重 我不差你这个奴婢 天机到处黄浦记的道身 也被我关着呢 秦初看着警告着奇妙真 主人 你都相信奴婢一下好吗 奴婢是真的臣服了 奇妙真有些着急了 现在他需要秦初的信任 好 晚些时候 我们去大方殿走走 现在 该如何就如何 说完话后 秦初就出了战皇殿 回到藏天关内 开始继续恢复 他的身躯内 还有一种能量 徐寒婢的剑气很阴险 他身躯内还有一些 他必须抓紧处理 秦初走了 还云若闭上的眼睛 思考着事情 吉妙真也思考着未来的路 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但是前提要对秦初 绝对的忠诚 长生聪 在快速地恢复 这一次大战 长生聪的人员 损失不下 但是没有伤到根基 另外 也激发门下成员的斗志 恢复了一下之后的 唐云泽出关了 接待了有蒙的几位巨头 大荒殿这么肆意妄为 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抗争了 天华公主乔云开口说道 他们现在是肆无忌惮的扩张 这一次是我们长生松 下一次是拿家 就不好说了 所以必须要拿出策略 唐云泽开口说道 请护法现在如何 他现在可是关键人物 乔云看了看翠云峰方向 应该没问题 也不瞒着各位了 秦湖法修炼身躯 上次一战只是一些外伤 没什么大影响 唐云泽对着乔云几人说道 等他恢复好了 我们大家见上一面 云仓区域的 一位古地警局头开口说道 他是唐云泽的至交好友 杨宗 好的 等秦初出关 本座安排大家见上一见 不过 秦初的性格比较孤僻 不怎么见商人 这点 乔公主是知道的 唐云泽开口说道 在长生松 一些事情他可以直接安排 但牵扯到秦初就不行了 秦初不见长生松的 反而长生松见秦初很多 所以一些事情他要跟秦初商议着来 秦初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般不跟陌生人接触 他跟人交往 好像不注重身份地位以及修为境界 主要是看投缘不投缘 乔云开口说道 他对秦初还是了解一些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秦初对他就是很冷淡 能理解 如果专注于人情世故 将心思放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上 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 杨宗开口说道 能修炼到古地境 大家都能够看明白一些事情 长生松的一些重建在快速地进行着 门下弟子也是骑士刚王 三仓区域最强势力 打荒电竞弓又如何 留下的三尊古地境强者 和若干大地境修炼者的尸体 狼狈逃走 长生松现在有能力在这个区域站了 又恢复了半个月的时间 秦初从藏天关里出来了 一个月前的那场大战给他带来的伤害 已经完全消除 就在秦初打算整理一下 上次一战收获的生活 唐兵来到了关云阁 长老来了 坐 请唐兵坐下之后 秦初开始泡茶 秦初 你恢复得怎么样了 唐兵开口询问着 秦初的状态是长生松的头等大事 已经恢复好了 随时可以在这 秦初开口说道 恢复好就行 另外你要说说你那几个兄弟 他们一个个的脾气很强 我们长生松被攻击 在你没回来的情况下 我们长生松根本顶不住 我这让他们跟着其他弟子一起传送离开 好好保存实力 这几个家伙没一个肯走的 唐兵开口说道 秦初笑得笑 这不也说明了 他们对长生松有归属感 这我知道 可是有些时候 要审视夺势才能做出决定 不能硬来 唐兵看得秦初一眼说道 给唐兵倒了茶 秦初说了晚点跟楚狂刀 秦孝几人说这件事情 另外有一件事情跟你说 雨洛是真的改变了 现在跟二胖夫妻 白羽相处的都不错 跟楚狂刀和秦孝交流少 是因为那两个家伙 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炼 唐兵对着秦初说道 他是希望秦初也能够真的接纳雨洛 知错能改 善莫大业 他是在长老身边长大 品行上应该没问题 上次只是一时的失误 秦初笑着说道 他怎么会跟雨洛一直心脚 你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心胸 太为难得 雨洛犯错 我这个做师尊的也是有很大的责任 唐兵开口说道 长老想多了 事情已经过去 再者 经过了上次的事件 对雨洛来说 也是一个成长 秦初笑着说道 听了秦初的话 唐兵心里坦然了很多 他明白雨洛的事情是真的过去了 随后的交流中 唐兵说了三仓区域几大巨头 还在长生宗的事情 长老 秦初不想掺和一些事情 有盟的事情 宗主会有安排的 秦初开口说道 也行 那我这里也不打扰你了 唐兵对着秦初说道 唐兵走后 秦初就开始整理战利品 整理着战利品 秦初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爱发动战争呢 战争确实是迅速 累积资源的路径 击杀了三位古地径强者 他的资源又雄厚了起来 又可以炼制丹药了 可以炼制一匹古元丹 至于辅助灵魂修炼的丹药 他没有丹方 这也是没有办法 好在他从奇妙珍的手里 获得了不少的灵魂精神 有材料的秦初 拿出悬甲顶就开始了炼丹 在秦初炼丹的时候 唐兵到了唐云泽的住处 唐云泽的住处 仅为巨头 正跟唐云泽交流着 父亲大人 女儿见到了秦初 她的状态没有问题了 不过还是处于休整阶段 唐兵的话比较圆滑 说秦初状态没问题 也说了秦初不过来的原因 状态没问题就好 为父过去看看 唐云泽开口说道 唐云泽要去看一看秦初 乔运就跟着一道前往 至于杨宗和另外一位 云仓区域的巨头 就去贵宾楼休息了 唐云泽和乔运到了的时候 秦初正在炼丹 对着两人点了点头之后 让婢女上茶 秦初继续炼制的手里的丹药 一炉古云丹出炉之后 秦初坐到了唐云泽和乔运的对面 拿出一瓶大地井疗伤丹 秦初给唐云泽推过去 这是疗伤丹 唐叔拿去使用 这段时间弟子疗伤 也没有给您送过去 你留在功勋殿的丹药 徐长老拿给本座了 你没什么隐患吧 一定要处理好 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唐云泽开口说道 唐叔放心 我没有问题了 秦初开口说道 你炼制的是古地井丹药 看着秦初身侧条岸上的丹药 乔运开口问道 秦初点了点头 是辅助修炼的丹药 对于乔公主来说 没什么需要了 谁不需要了 本座不要你的就是 听了秦初的话 郊云爆出了粗口 他的修为是 古地井第四阶段 但也是刚刚进入 也缺少辅助性丹药 但在秦初需要的情况 他的需求就不重要 秦初啊 这是你回来的吉时 要不然长生宗就覆灭了 唐云泽有些感慨地说道 身为长生宗的弟子 秦初必须要为宗门出力 秦初开口说道 秦初 你对接下来的局面怎么看 联盟怎么打回去 乔运看着秦初问道 秦初摇了摇头 我没有什么看法 需要战斗 唐叔通知我一上就可以 我随时可以战 你呀 这是不愿意担事 不过你处于修为提升起 这也可以理解 乔运开口说道 秦初笑得笑 没有做什么解释 一些事情他不愿意参谎 他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的 他现在着急解决的是 怎么能够让奇妙珍更加的忠心 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天舞大世界有多大的危机 又该怎样处理 在秦初这里坐了一会儿 唐云泽说了晚点安排一个宴席 让秦初和云苍区域 两位巨头认识一下 免得以后见面不认识 随后就和乔运离开了 这家伙气气内敛 根本看不出神浅啊 离开了翠云峰区域 乔运开口说道 平时看着 他就是一个文弱书生 按时战斗起来呀 那就是个人形凶兽啊 大黄殿的那三位谷弟 是给他造成了一些伤害 可并不是什么重伤 另外呢 也是他想要速战速决 求斩杀造成的 秦初负伤了 那曲汉兵都不敢回头救人 可见有多大的威慑力 他的实力 管抄本座呀 唐云泽开口说道 说到这个 本座就羡慕唐宗主了 有这样的弟子 宗门合成不强大 乔运有些感慨地说道 当初他就发现 秦初非赤中 奈何就拉拢不动 只能够眼看着秦初 和长生宗崛起 我们长生宗和天花宫是有盟 长生宗强大 对天花宫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唐云泽开口说道 听了唐云泽的话 乔运点了点头 这也是能让他欣慰的地方 他相信唐云泽和秦初的人品 送走了唐云泽和乔运 秦初就继续连单了 战斗一场 他是又肥了起来 现在古地井材料也多了起来 秦初不断地练单 他要积累一些单药 为接下来的提升做准备 从乔运的嘴里得知 秦初可以练制古地井单药 杨宗和另外一位 云苍区域的巨头不淡定了 之前他们自持身份 需要秦初从翠云峰走出来 大家才能够见面交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秦初是古地井练单师 炼制的还是极品单药 他们必须要尊重 作为修炼者 谁敢说自己不需要单药 特别是高等级的极品单药 现在不搭好关系 现用人现交 那就晚了 乔运带着杨宗 另外一位巨头铁雄 来到关云阁的时候 秦初很是诧异 当手里的单药出楼之后 秦初停止了炼单 然后泡茶接待了几人 秦护法 看看你炼制的单药如何了 杨宗看着秦初问道 秦初没有拒绝 将自己炼制的古元丹 递给了杨宗一瓶 看了一下秦初炼制的单药之后 杨宗将单药推回到了秦初的面前 随后对着秦初抱了抱拳 年轻人 了不起 这位前辈谬赞了 秦初不敢当 秦初拱手回礼 秦初 这位是云仓区域火灵门的杨宗门主 这位是云仓区域霸王宗的铁穹宗主 乔运开口做了介绍 三人拱手建立之后 再次坐下来 五道灵天 第九百集 秦护法这样的年轻俊艳 本座欣赏 你进入古地境的庆典 本座有事没过来 这贺礼啊 得补上 杨宗拿出了一个单方 推到了秦初的面前 瞟了一眼之后 秦初知道是什么单药 乃是古地境的疗伤药单方 这不可 单方太贵重了 秦初虽然需要古地境的单方 但也不会随意地收别人的东西 单方是不错 但在本座手里啊 没什么用 我们火灵门 也没什么高级练单师 再者 本座还有那个单方的副本啊 不影响火灵门什么的 秦护法 收下好了 杨宗笑着说道 想了一下 秦初将古元丹的单方 抄写了一个副本 交给了杨宗 这是古元丹的单方 杨门主收下 这样才合理 再者 杨门主和铁宗主 想炼制什么单药 可以来找秦初 秦初不会推卸 杨宗点了点头 他知道 一位古地境 极品炼单师的承诺 很重了 无功不受禄啊 秦护法 本座不懂什么单药 但本座呢 是练骑师 只要你有材料 你要练制什么武器啊 和秘宝的 找我铁琼就可以了 霸王宗主铁琼 开口说道 那秦初在这里 多谢铁宗主了 秦初对着铁琼说道 辽历阵子 乔远带着杨宗和铁琼 离开了关云阁 秦初继续练单了 铁琼啊 秦护法炼制的是 极品丹药 这对炼丹术的要求 可是很高的呀 杨宗对着铁琼说道 嗯 这年轻俊艳 是真正的了不起 而且千功有礼呢 这点尤为难得 是做大事的前阵 常盛宗扛过这次 与大荒殿的争锋后 就崛起了 也可以说 现在的常盛宗啊 已经是崛起了 铁琼对秦初的评价很高 他当得起这个评价 伪实强悍无比 乔远开口说道 在几位古地境修炼者围攻下 完成反杀 还弄死了三个 这不能用强悍来形容啊 应该说是 十分的凶残啊 铁琼开口说道 乔远三人走后 秦初又开始了炼丹 又炼制了一炉古元丹之后 秦初准备了古地境疗伤药的材料 接着开始了古地境疗伤药的炼制 炼制了半天时间 随着一声问响 秦初炸炉了 炸的是那叫一个响 悬甲顶都崩飞了 好在悬甲顶是上古之物 并没有被破坏 秦初这一下 将翠云峰的弟子都炸毛了 汤冰和雪姑 安抚了一下才完事 整理了一下情绪之后 秦初再次开炉炼丹 用了三天的时间 古地境疗伤药出炉了 不过让秦初有些不满 因为品质是上品 没有达到极品之力 看到秦初摇头的样子 赶过来的唐斌看了看丹药 最后笑了 你有什么可不满的 疗伤药跟辅助修炼的丹药不一样 不适常使用 上品的就很不错了 我再炼制一下试试吧 能炼制出极品的最好 炼制不出来 那也是没办法了 说着话 秦初有开度了 这一炉丹药 没有让秦初失望 他炼制出了极品的 古地境疗伤药 一炉六颗丹药 这样吧 人家阳门主 铁宗主和乔公主 来到我们长生宗帮我们 我们该拿出一点灰礼 这六颗极品疗伤丹 给他们一人两颗好了 秦初开口说道 不用这样 一人一颗极品 一颗上品的就好 毕竟材料难度 送给他们 他们就高兴了 其他的你留着为用 唐兵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笑了笑 这样好吗 没什么不好 这样他们会更加明白 丹药的珍贵性 唐兵帮着秦初 分了一下丹药 巧运他们每个人 都是两颗古地境疗伤药 一颗极品和一颗上品 哈哈哈哈 长老可真会阔日子 秦初笑了笑 唐兵将几个丹药瓶子 收了起来 你是极品连丹师 不能使用上品丹药 那上品的丹药怎么处理 拿出去送人情最为何事 秦初又拿出了两颗极品的 古地境疗伤丹 装起来之后 递给了唐兵 宗主要吃极品的疗伤药 剩下三颗上品的 将来我卖出去 看了看秦初 唐兵就收了丹药 他父亲前段时间受伤 现在确实需要 高等级的疗伤药 唐兵走了 秦初又炼制了一颗 古地境的极品疗伤丹被用 随后就进入到了战皇殿内 秦初进入战皇殿的时候 妖灵和奇妙真两人 正收拾着海云座 将海云座收拾得时 呱呱乱叫 妖灵和奇妙真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知道什么方式 鬼最让人受不了 看到秦初出现 奇妙真和妖灵就停手了 海云座得到了缓息的时间 秦初 你到底想怎么样 秦初有些微靡的海云座 看着秦初 他知道妖灵和奇妙真都是奴婢 能做主的人是秦初 我的想法你知道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无辜 你和黄埔鸡等人 联手迫害黄埔爵的时候 一些事情就注定了 秦初开口说道 黄埔爵气势熏天 那时候的玄黄大世界 那些修炼者都要养起鼻息 是他气势太盛 也是黄埔鸡要动他 这不是我主导的 海云座看着秦初说道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那我问你几句话 黄埔爵 可有恶行 他没有恶行 他带着玄黄大世界的修炼者 击退了异族进攻 对玄黄大世界来说 鞠躬甚伟 但你也要明白 人与人争 这是世道 有他在 其他的修炼者 就没有出头之日 海云座开口说道 秦初沉默了一下 最后看下了海云座 我知道黄埔鸡是罪魁祸首 也知道人与人争的世道 那一战黄埔爵输了 输在了大义 输在了信任 所以他倒霉了 当我秦初受过他的恩惠 要为他讨回公道 我们的斗争中 我赢了 所以你要认命 我说过了 我可以认命 你压制他 我臣服你 海云座看向了妖灵 秦初摇了摇头 我秦初是有信誉 也是讲情谊的人 我答应了妖灵 要扶着他站起来 就一定扶着他站起来 他在我面前 可能欠缺一些面子 欠缺一些尊严 但是在别人面前 他将来一定是一方强者 海云若不说话了 因为他知道 秦初的意志不可动摇 坚持要扶着妖灵 他也没有办法 奴婢谢谢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供了供身 关于他 你看着处理 齐妙真 你觉得你未来的路 在何处 秦初看向了齐妙真 奴婢跟着主人 也只有跟着主人这条路 接下来奴婢听主人的命令行事 齐妙真跪下回话了 秦初对妖灵的态度 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 秦初点了点头 那晚一点 我给你一个机会 希望你能抓住 抓不住 那么你就是自己走向了绝路 奴婢一定不会让主人失望 秦妙真开口说道 好 现在我跟你说说外边的局势 大荒殿的曲寒兵 带着三位古地境的长老 进攻了长盛宗 那一战中 我击杀他麾下的三位古地境长老 说着话 秦初将冰封的三具尸体转了出来 看着被冰封的三具尸体 秦妙真眼内满是震惊 因为三具尸体他都认识 回主人的话 这三人是驱寒兵 掌管的寒兵殿长老 主人击杀了这三位 寒兵殿迷下 没有什么强横战力了 秦妙真开口说道 那大荒殿还有多少实力 秦初开口问道 对于大荒殿 他是真的不太了解 随后 吉妙真跟秦初说了 大荒殿的情况 大荒殿有七位殿主 目前第一殿主 黄斧鸡本尊不在 第二殿主 宫天缺的本尊也不在 但他们都有战斗分身 留在大荒殿内 他们麾下的人马 都有副手掌管 其他殿主无法调动 第三殿主叫灰尽 灰尽的战力强横 他掌管的灰尽殿 不对外战 负责大荒殿区域的防御 第四殿主 就是他奇妙真 他掌管着罗刹殿 第五殿主正横 掌管的是正横殿 第六殿主是 去寒冰掌管的寒冰殿 最为强力的是 大荒殿第七殿 无望殿 殿主无望 有些事情不为外人所知 无望殿主的实力强劲 就算弱于黄斧鸡 也弱不了多少 他是曾经的大荒殿主 黄斧爵的弟子 黄斧爵失踪后 他布满黄斧鸡和 龚天雀的行为 就带着无望殿 迷下人马 和一些忠于黄斧爵的 大荒殿老人离开了 具体下落 奴婢不知 其妙真开口说道 这么说来 他是不知道黄斧爵被黄斧鸡联合人手坑了的事情 秦峰眯着眼睛说道 是的 没被主人抓到之前 奴婢也不知道黄斧爵店主是被算计了 吉妙真开口说道 海云若 当时都有谁对黄斧爵出手了 秦峰看向了海云若 看了看秦峰 海云若呼出了一口气 天雞道主黄斧鸡 天雀店主 龚天雀 镇天皇朝 黄主 鸡长天 另外就是我 看来大荒殿成员都是不知情了 秦峰明白了 黄斧鸡和龚天雀 将事情做得很隐秘 是的 不过主人也要知道一个事实 之前黄斧爵店主在的时候 是大荒殿绝对的核心 但现在不同了 大荒殿很多人都是黄斧鸡的心腹 吉妙真开口说道 这不要紧 晚些时候你回大荒殿 你要调查的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黄斧鸡和龚天雀的秘密 另外 就是在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大荒殿有什么动作 有消息 就传递给我 我会着手处理 秦初对着奇妙真说道 奴斧明白了 奇妙真点了点头 该来的都会来 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秦初的眼泪出现了战役 秦初了一些事情之后 秦初告诉奇妙真 吴旺店主的事情也需要打听 他知道吴旺店主和出走的那些大荒殿老人 内心是向着黄斧鸡的 如果见到吴旺跟吴旺说清楚当年的事情 吴旺应该站在他这边 毕竟黄不觉是其师尊 安排完奇妙真的事情 秦初看向了海云若 随后摇了摇头 一些事情就是注定的 他没有办法 也没得选择 妖灵 你要想融合他 需要什么条件 看了看海云若 秦初对着妖灵询问着 他不配合就融合不了 奴婢的实力不够 需要一些时间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听了妖灵的话后 海云若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不过被奇妙真一个大嘴巴给打断了 指望他配合你 这比较难 接下来你还是努力修炼 他不是自爆不了吗 那就先这么关着 秦初你做好准备 一会儿我就送你出去 秦初开口说道 安排好之后 秦初就出了观云阁 接着离开了长盛宗山门 到了僻静的区域之后 秦初将秦初转出了战皇殿 到了现实世界之后 秦初深吸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 可是十分的压抑 主人放心 您给的机会 奴婢会抓住 如果有消息 奴婢会派心腹送过来 另外 奴婢刚才加大了海云若 沈海内的冰封之力 他短时间内破不开 奇妙真攻身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拿出一颗古地镜的 上品疗伤灯 丢给了奇妙真 接下来 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奴婢知道 奴婢会比妖灵做得更好 对着秦初供了攻身 秦妙真离开了 他知道这是一个 自己取得秦初信任的机会 对于自身的情况 秦妙真做过衡量 就算是坑秦初一下又如何 他的神音上 有着秦初的灵魂印记 秦初要杀他 就是一个念头的事情 想要活下去 想要活得好一点 那么就只能效忠于秦初 如果做到姚灵的程度 也算是可以了 奇妙真走后 秦初回到了长生宗 刚回到观音阁座下 唐云泽就来了 他告诉秦初 晚上他设宴 宴请乔院 杨宗 铁穷三人 秦初过去一下 大家也能够进行一些交流 这事儿 唐叔派个人通知弟子就想 不用自己过来的 秦初请唐云泽坐下来 唐叔想过来和你说说话 跟你说说他们的情况 乔云你知道了 唐叔就不细说了 杨宗和唐叔是知交 我们两个人呢 很早就认识了 虽然这些年纪面少 但是这情分一直在 八王宗的铁穷呢 为人更值 也可以接交的 唐云泽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唐叔 您认可的人 那在弟子这里 自然是没问题 跟秦初交流了一阵子 喝了一壶茶之后 唐云泽就离开了 他知道长生宗的未来 在秦初的身上 上次一战 秦初受的是外伤 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全恢复了 但是他不一样 他燃烧了气血 对自身的损害很大 另外受伤也重 想要恢复巅峰战力 是十分难的 五道零天 第901集 唐云泽走后 楚狂刀和秦孝两人 到了秦初的住处 秦初撤掉了茶具 换上了酒杯 拿出酒坛就倒酒了 兄弟交流 喝酒才有气氛 交流中 秦初说了 楚狂刀和秦孝几句 上次那样的局面 势不可为 就该退走的 楚狂刀和秦孝两人 都承认了有点鲁莽 秦初的话 他们是都信的 秦初 我们的修为被卡住了 无法进步 这也帮不了你 秦孝开口说道 对于秦初这个堂弟 他是尊重的 也是心疼的 因为他知道 秦初扛着很多事情 堂兄想多了 一些事我能顶住 一些危机也可以解决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沉淀 沉淀够了 那么自然而然的就突破了 我们天舞大世界修炼者 欠缺的是时间和抵御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我们太年轻了 秦初开口说道 楚狂刀和秦孝 都认可秦初的话 大家都是太年轻 秦初是一个例外 跟秦初聊了一阵子 楚狂刀和秦孝就离开了 想了一下 秦初来到了阿尔帕的住处 看到秦初到来 修炼剑法的阿尔帕停下了 宋文秀给秦初泡了一壶叉 老大 你这是很闲呢 阿尔帕在秦初的对面坐下了 到你这来透透气 你这瘦了不少啊 看了看阿尔帕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我怎么没发现呢 阿尔帕笑了 与阿尔帕交流 秦初很是放松 两人没有什么不能聊的 老大 还有一个事 我要跟你说一下 在你原谅和接纳了雨落后 他和白雨走得就比较近 可能有这个意思 阿尔帕的两个拇指 朝着一起碰了碰 秦初诧异了一下 有这样的事情 秦人真完全 前几天的大半夜 两人还在一起赏月呢 说没意思 那就太假了 踏实看到我成亲后 也是春心荡漾啊 阿尔帕开口说道 挺好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 从清云宗走出来 我们两个都成家了 他也不能一个光杆下去 秦初点了点头 昨天白雨来了 嘴里支支吾吾的 他好像有点压力 估计是担心你对雨落的不认可 阿尔帕开口说道 秦初笑了笑 看向了宋文秀 我是那个没心胸的人吗 不是啊 主要是胖子和白雨 太在意你的感受 怕你不高兴 一直没说话的宋文秀 开口说道 喝了一口茶 秦初看向了阿尔帕 以后不好称呼雨落了 要称呼师姐 事情说过去就过去了 他和白雨在一起 我只有祝福 没有其他 别人我管不了 但我想看到 你和白雨 能够生活得好 能够幸福 跟秦初关系最好的是 白雨 阿尔帕 楚狂刀和秦晓 楚狂刀和秦晓背后 都有家族 都有长辈 他注意到 两人的安全就行了 但是白雨和阿尔帕不一样 两人跟着他 喊着他老大 他就得为两个人 多想一些 我知道了 晚点和白雨交流一下 阿尔帕点了点头 你想去长生城经营 那就去吧 安全上应该没问题了 秦初对着宋文秀说道 我不去了 我现在可是怕了 那个女人 长得是挺漂亮 可是手太黑了 宋文秀摇着头说道 上次的事情 吓到他了 他 现在是我的人了 秦初开口说道 听到秦初说 吉妙真是他的人 阿尔帕和宋文秀 都是十分的差异 秦初摇了摇头 细节我就不和你们说了 总之他不会再威胁到你们 仅秦初不想提这个话题 阿尔帕和宋文秀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在阿尔帕这里做了做 秦初到了白雨的住处 在白雨的住处 秦初看到了雨落 其和白雨正说着话 两人是有说有笑 看到秦初到来之后 白雨和雨落都有些紧张 白雨紧张 是因为他担心秦初 对雨落有看法 雨落紧张 是因为秦初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现在的秦初 在长生宗是什么地位 实际上跟宗主差不多了 你们干什么呢 白雨 你也不知道倒茶了 秦初看了白雨一眼 老大 你坐 白雨请秦初坐下之后 就给秦初倒茶了 你们不用紧张 我说了事情过去了 那就是过去了 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 车有什么 坐下后 秦初笑着说道 老大 我们目前还没有在一起 白雨的声音有些小 最近他的压力有些大 他担心秦初不赞同 可有些事情 他也是控制不住 是的 我们还没有 雨落的声音有些小 秦初有些无奈 我好像给你们带来了压力 完全没有必要 白雨 我们当年是什么样子 在青云宗的后山 我们一起历练 一起打打闹闹 有这么多顾忌吗 别说我没意见 就是有意见 在兄弟的幸福面前 也得憋着 白雨挠挠挠挠的 我就是怕你不高兴 没那么多事情 该如何就如何 我希望看到的是你成家立业 子孙满堂 将来荣归故里 回到我们出来的地方 秦初对着白雨说道 那不是太炫耀了 白雨笑着说道 什么叫太炫耀了 我记得有老话说过啊 富贵不归乡 犹如锦衣夜行 你可能不需要 但你的家族需要 秦初对着白雨说道 白雨对着秦初点了点头 他的家族是一个小家族 虽然因为他和秦初的关系 现在发展得不错 但还是需要江湖地位 在白雨的阁楼坐了坐 秦初就离开了 你有一位好兄长 雨洛开口说道 才不是 他是我和二胖三人中最小的 但一直是我们的主心骨 所以我们称呼他老大 难道去韩那弟弟 容易被打死 白雨低声说道 真容易被打死 雨洛笑着笑 回到了住处 秦初觉得很好 二胖和白雨的事情 都有了着落 至于储狂刀和秦孝 两人有江湖经验 男女之事不用他操心 大不了多去几次花楼 傍晚 秦初来到了唐云泽的住处 唐云泽居住的别院内 已经摆上了韭菜 唐云泽 敲韵 杨宗和铁琼 在一边聊天交流 看到秦初到来之后 几人都起身了 对秦初表示了谢意 古地井疗伤药 那可是好东西 能快速地恢复一些伤势 一些自身无法恢复的伤势 担药都可以解决 几位前辈太客气了 秦初好像来得晚了一点 让各位久等了 秦初开口说道 一点也不晚 快入座吧 乔云笑着说道 坐下之后 大家随意地交流着 杨宗 铁琼 乔云的意思是 等唐云恢复一下 就对着大荒店开展 秦初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目前我们是好像大不起 据我了解 大荒店现在还有很多古地 他们第一店主黄浦鸡 第二店主公天缺不在 但是第三店主辉进 第五店主郑恒 第六店主曲韩兵都在 曲韩兵的韩兵店是打残了 但是辉进店 郑恒店都有很多强者 第一店主黄浦鸡和公天缺 虽然不在 但是他们的麾下人马还在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抱团防御 抓住合适的时机再开展 实力这么强吗 乔云看向了秦初 因为一些事情他也不知道 他们的实力很强 没有完成三仓区域的统治 是因为他们内部不是很和谐 灰浸店负责防御不外战 郑恒店主一直是闭关状态 所以外战的事情是曲韩兵在打理 而我们一旦攻打 他们可能就会统一意见 秦初开口说道 他没提第四店主奇妙真和第七店主的事情 因为这牵扯的比较多 也不方便说 秦初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乔云看着秦初说道 因为酬院比较深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调查 秦初开口说道 乔云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总之我们大家是有盟 除去大家个人关系不错 我们各自宗门的发展 也都是相安无事 可大荒店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称霸之心很强烈 以后要战 我们就一起战 杨宗和铁穹也是一样 唇王齿寒的道理 大家都懂 一顿酒 大家喝得很开心 喝酒聊天中 秦初和铁穹交流了一下 宣问了秘宝的升级问题 这武器和秘宝升级 一般都是加持高端材料 另外就是炼气师 要对秘宝之前的炼制 要够了解才行啊 这有些难 毕竟啊 这秘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啊 这哪个炼气师 敢说对秘宝之前的炼制了解啊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层次了 这秘宝的等级也都不低了 晋升秘宝 那还不如重新炼制呢 当然了 新炼制的秘宝呢 跟老秘宝相比是有弱势 那就是气灵的问题 这老秘宝和主人心意相通啊 容易产生气灵 新秘宝呢 需要长时间和主人磨合 才会有气和度 才会产生气灵的 不过啊 秦护法有需求呢 本座会尽力而为的 铁穹开口说道 谢谢铁宗主 那有气灵的密宝 该怎么提升层次呢 秦初开口询问着 这就简单了 问气灵啊 问他需要什么材料 需要怎么配合 主人跟着配合就行了 铁穹开口说道 谢谢 铁宗主的意思 秦初明白了 秦初觉得晚点要跟 藏天官的气灵交流一下 对于藏天官 秦初是十分的看重 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辅助他修炼不说 也帮他解决了很多战斗 如果可以晋升 秦初可以不计代价 有什么问题啊 就来问本座 铁穹对着秦初说道 好的 秦初先谢过铁宗主 秦初对铁穹表示了感谢 喝了一顿酒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 长生宗的主峰 回到了关云阁 回到了关云阁 秦初就进入到了 藏天官内 气灵 秦初开口喊了一声 随着秦初的呼喊 藏天官的气灵出现了 气灵 你是藏天官应天道而产生 最未了解藏天官 现在我想为他 应该说 想为你晋级 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秦初开口询问着 材料 需要高端的材料 如果有足够的高端材料 我控制着藏天官 量化积取和融合 藏天官的层次就能晋升 里边的正法 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晋级 藏天官的气灵 回应了秦初的话 好好 现在我就给你拿材料 秦初从银星界内 给藏天官找材料 气灵有感觉的 他就留下 主人先拿大地镜的材料 等其太高的材料 我无法感应出特性 晋升到大地镜后 我的能力才会提升 气灵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将大地镜的材料 都选了出来 让藏天官气灵挑选 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材料 藏天官的气灵 也不是什么都要 收到秦初三分之一的 大地级材料之后 就说够用了 你陪伴了我很长时间 跟我经历了很多场战斗 我希望我们一起成长 秦初看着藏天官的气灵说道 主人放心 藏天官不会让主人失望 藏天官的气灵 对着秦初点了点头 又跟藏天官的气灵 交流了一下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 藏天官的气灵 也告诉了秦初 最近不能够辅助他修炼 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长则三个月 短则两个月即可 解决了藏天官的晋升问题 秦初的心情很好 藏天官是吃了不少材料 如果拿出去兑换 能还不少大地级武器和秘宝 可那又如何 对他来说 再多的资源 也没有藏天官对他重要 接下来的日子 秦初就安稳地待在关云阁内 沉淀自己 整理着过去所学 乔运 杨宗和铁穹三人都离开了 离开之前 三人都跟秦初败别过 秦初在他们的眼中是后背不假 但是这是一个以实力论尊卑的事件 秦初有让他们尊重的资格 唐云泽也闭关了 在闭关之前他见过秦初一次 跟秦初说的秘密传颂镇有建设起来 如果有战争 有门会第一时间赶到 长生从安静了下来 阿尔庞和宋文秀来见过秦初一次之后 就去了长生城 宋文秀打算经营一些产业 毕竟是和阿尔庞一起过日子 将来也会有孩子 他必须有一些计划 白鱼和宇洛也来见过秦初 两人得到了秦初的认可 关系是越来越火热 他们的情况唐冰知道了 他也是支持的 师姐弟之间更进一步也是好事情 战皇殿内 妖灵和妖青都在努力地修炼 不过差距是越来越大 妖灵没有瓶颈 有着秦初提供的资源 可以快速提升 但是妖青不行 他到了地井巅峰 就被瓶颈掐住了 无法再进一步 倒深修炼到大地井 就能够解除记忆等封印 也可以是完成了道深的使命 所以这冲击大地井的最后一关 是极为的艰难的 妖灵冲过了最后一关 成为了大帝 那是因为他借助了秦初的气运 感悟了秦初身躯内的精纯道运 海云卓一直消沉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会很不好 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 丹田缘起被秦初封印了 神海内神鹰又被齐妙针冰封 这让他想自暴都做不到 只能是被动的承受 他明白了一些道理 那就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海云若知道 当年不死战神 黄斧爵杀戮过重 导致了运道下滑 有了被黄斧鸡坑害的下场 而他跟黄斧鸡等人联手 坑了黄斧爵 现在报应也来了 黄斧爵是天道眷顾之人 固然是伤了气运 坑害了黄斧爵也要付出代价 因果关系并没有结束 没有什么事情 秦初就安稳地沉淀自己 现在的局面也算是相对稳定 打荒店有什么动作 齐妙珍也会将消息传回来 秦初觉得 齐妙珍不敢背叛他 因为他能锁定 齐妙珍的所在区域 齐妙珍敢背叛他 他一个念头就可以绝杀 沉淀自身的同时 秦初也思考着 怎么提升神区层次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点 沉淀完成 秦初的元旗修炼 有古元丹腹中 灵魂智力的修炼 有灵魂晶石 唯有身躯的提升不好处理 他获得过两份冰胶晶血 不过都已经消耗光了 也就是说 没有了提升身躯的资源 靠着不死不灭剑体 还有苍龙写之秘法 自然提升就慢了一切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这天秦初正在山滩边放松的时候 唐雷来了 唐赵老来了 坐 秦初开口打着招呼 没打扰秦护法吧 唐雷坐下了 没有打扰 我最近是放松沉淀自身 唐赵老恢复的怎么样 秦初开口问道 我受的是道伤 很难恢复 除非是有什么大机缘 或者是走阴邪路子 去炼化别人道心 这种事 我是不会做的 唐雷开口说道 不能走歪路 那样会有损自己的气运 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 办法总比困难多 秦初开口说道 只能是慢慢走着看了 未来的路 谁也说不好 唐雷呼出了一口气 交流中 秦初跟唐雷了解了一下 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的情况 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比较乱 高手也是比较多 目前最强大的势力 是镇天皇朝 据说镇天皇朝的皇主 七长天师圣地 是雪顶高手 镇天皇朝也是玄黄大世界 最为霸道的势力 唐雷开口说道 听到的姬长天的名字 秦初的眼内就出现了杀鸡 姬长天是坑害皇府决的凶手之一 他不会放过 总之 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不好混 各大势力交错纵横 一个不小心就是身死盗销 我已经谨慎再谨慎了 还是差一点被人弄死 唐雷有些感慨地说道 关于唐雷所说 秦初明白不含水分 三仓区域都这么乱了 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的情况 就更可想而知 跟秦初聊了一阵子之后 唐雷就走了 他是到了唐冰那里坐坐 然后顺便到秦初这里看看 唐雷走了之后 秦初来到了唐冰的别院 别院里唐冰和唐兰姐妹俩 在喝茶聊天 秦初过来 唐兰就请秦初坐下来 唐兰给秦初倒了一杯茶 今天你很闲啊 唐兵开口说道 还行 最近一直是放松和沉淀 没什么事情 今天过来 是想说说白羽和雨落的事情 唐长老怎么看这件事 秦初说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唐冰笑的笑 挺好啊 他们是师姐弟 本就有同盟情分 走到一起会更加合适 那就行了 晚点 我看看怎么安排一下 秦初开口说道 什么怎么安排 你是二胖和白羽他们的老大 你带着白羽来提亲不就完事了 唐兰开口了 雨落是唐冰抚养长的 所以提亲跟唐冰提就可以 嗯 这个不能草率 白羽和二胖不一样 二胖的家人不是修炼者 我可以帮着做主 但是白羽不一样 我要问问他的意见 秦初开口说道 唐冰点了点头 你看着安排 如果不方便 我这个当师尊来处理 跟唐冰和唐兰聊了一阵子 秦初就离开了 来到了白羽的住处 白羽的阁楼内 雨落也在 得到秦初认可之后 两人的感情是直线上升 看见秦初 白羽和雨落都站起身来 你们两个坐 我刚才去见了唐长老 说了你们的事情 白羽 你们要是没问题的话 就要考虑提亲的事情 秦初看着白羽说道 老大看着处理就可以了 白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不是要看你自己的意思 你是通知你的父母 还是怎么做 我哪里知道 秦初开口说道 老大 这就是你的不厚道了 二胖的事情 你不是给处理了 白羽嘀咕了一句 秦初伸腿踢了白羽一脚 你嘀咕什么呢 你和二胖能一样吗 他的家人不是修炼界的人 这种场面处理不了 我不忙忙怎么办 你家人是修炼者 这能一样 他们知道我跟着老大混 所以很放心 根本不关我的事情 所以老大 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白羽看着秦初说道 看了看白羽 秦初看向了羽落 你没问题吧 别我去提亲 你再聚婚 然后打我的脸 五道灵天 第九百零三集 秦护法多心了 羽落不会的 羽落摇头了 那我看着安排 秦初开口说道 在秦初说话的时候 观云阁区域 传出了巨大能量波动 接着 翠云峰上空 就出现了节云 身子闪动 秦初就回到了观云阁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藏天官晋级了 回到观云阁 秦初看到了 荡漾着一圈圈光云的藏天官 光云云含的气息 不是地级 而是大地级 主人放心 我的晋级已经完成 藏天官气灵的声音 从藏天官内传出 我们的成长 虽然是逆天而下 但我们可以 秦初对着藏天官 挥动了一下手臂 节云成形了 在空中不断地翻滚 这时候 长生宗的一些高层也到了 主要是 大地级的雷劫动静太大 秦初没有阻止 谁过来观看 他不怕谁干扰 因为他有能力阻止 秦护法 这是你的秘宝进节了 副宗主宣唐到了 看到了藏天官的情况之后 他就有了判断 不过还是跟秦初确认着 秦初点了点头 这不需要隐瞒 再者 大家也都能看见 随着实力的提升 他的一些事情 也可以见光了 在大家的观看中 雷电能量降临了 这时候藏天官也冲天而起 跟雷电对碰起来 一个对碰之后 秦初发现奇怪的事情 藏天官外围 有这一层无形能量 将雷电削弱了很多 真正攻击到 藏天官上的能量并不多 雷电吓砸 藏天官迎着雷电开战 秦初内心有一些担忧 过去藏天官帮了他很多 他怕藏天官损毁 不过秦初的担心是多余的 藏天官很强势 不断地跟雷电对碰对轰 就不处于弱势 特别是上边无形能量 每一次的波动 都会将雷电削弱很多 九波雷电 一波比一波强势 但是并不能够撼动 藏天官分号 倒是让藏天官上 沾染了一些雷电光云 最后一道雷电散去 藏天官上出现了一道能量分身 能量身影对着秦初攻了攻身之后 接着缩回到了藏天官内 藏天官也落到了关云阁的后面 对着周围观看的人群拱了拱手 秦初回到了关云阁内 随后进入了藏天官 没有什么损伤吧 秦初开口询问着 随着秦初的文化 藏天官的麒麟出现了 让楚人担心了 藏天官没有损伤 没有损伤就好 那你就先整理自身 稳定下来后 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禁忌 秦初对着藏天官的麒麟说道 藏天官的禁忌很消耗材料 但秦初不介意 藏天官能够成长到什么程度 他就支持到什么程度 关云阁外 宣唐和唐兵让人都退走了 雷姐已经过去 也没有什么好观看的 不过围观的人都很震惊 密报自我禁忌 还有麒麟 这太厉害了 从藏天官里出来 查看了一下 关云阁周围之后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因为藏天官是在空中堵截 雷电能量在空中就散去了 所以对翠云峰没有什么伤害 婢女泡礼壶茶 秦初喝茶思考着事情 藏天官的气灵 需要了解藏天官 下一次禁忌是需要等一些时间 秦初也是比较期待 秦初思考的时候 长生宗的弟子也在议论 因为藏天官度雷姐太容易了 正常来说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算是不被雷电击碎 也要出现一些损伤 嘴地也是能量受损 气势和气息下降 可这些负面状态 就没有出现在藏天官上 事实上秦初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论对藏天官的了解 除了气灵 那就是他了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初脑子里灵光一闪 他明白了 那是气韵之力 藏天官护体的特殊能量 可能是气韵之力 藏天官比其他秘宝的厉害之处 就是辅助修炼的同时 会加持气韵之力 而藏天官削弱雷电的能量 是秦初没见到过的 这很有可能就是气韵之力 秦初觉得 晚点问问藏天官的气灵 就可以清楚了 藏天官杜绩完事 秦初的思路回到了之前 那就是白羽的提亲问题 秦初没有厚此薄笔 见到长生城买了一座斧地 接着又准备了聘礼 一亿几品零食 还有一些丹药 白羽做了跟阿尔胖一样的选择 没有拿秦初的零食 自己准备了一千万鸡品 然后拿了秦初一点丹药 面对白羽的选择 秦初没有说什么 他也明白 有阿尔胖的先例在 白羽心里已经有了标准 带着白羽 秦初来到了唐兵的别院 帮着白羽向唐兵提亲了 唐兵派人将雨落喊来 走了一个行事之后 事情就定下了 本来两人就是情投意合 已经有了感情基础 白羽的亲事定下来之后 秦初心里踏实了很多 三兄弟一起从青云宗出来 现在也都成家立业了 没有什么事情 秦初帮着翠云峰的弟子 炼制了一阵子的担忧 也帮着功勋店 炼制了一批 完全是免费炼制 他不需要再换取什么功勋了 就为了长生宗做一些贡献 秦初也收到了奇妙针 安排先父送来的密信 把黄典目前没有动静 去寒冰现在没有经历外战 他正在整合寒冰店 寒冰店在警工长生宗中受损 短时间之内没有警工的能力 不过奇妙针担心 他担心黄斧机给他增加警工任务 因为他的罗刹店有外战的能力 秦初写了回信 就是有事情第一时间通知他 空闲的时候 秦初回到了天舞小城 看了看妻子和孩子 天舞小城的建设 已经接近尾声了 吉武桂原店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建设 天舞小城发展得很快 另外还有一个让秦初高兴的消息 那就是徐灵塔也成长了 进入到的大地境 成为了大地境的密宝 威能增加了很多 辅助能力也更加强悍了 秦初又给徐灵塔提供了一些偏文的密宝和武器 让其量化 然后提升自身 内心里秦初有些庆幸 这是藏天官和徐灵塔建设 需要的材料和条件不同 如果是一样的 那他就真的玩不起了 跟徐灵塔七灵交流好之后 秦初跟几位妻子做到了一起 最近一直没有黑玉老爷子的消息吗 秦初开口问道 君丸几人都是摇头 黑玉主任离开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 听了妻子的回答 秦初叹了口气 他也是比较担心黑玉主任 夫君 你不要有太多担心 老爷子在你没崛起之前 是七五世界霸主级的人物 实战能力和江湖经验都没问题 商若宇开口说道 秦初点了点头 这些我明白 可还是有些担心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虽然担心 但是秦初也是没办法 当时他没办法拦着 黑玉老爷子有志向 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他只能够支持 在家里待了几天 秦初就打算离开了 离开前 秦初说了白玉要成亲的事情 那还是鱼儿妹子去参加好了 君丸开口说道 要不然你们就一起去 我身上有一件 能避免推演的秘宝 你们在我身边就没事 再者 你们也该出去透透气了 秦初不想委屈了自己的妻子 娃儿姐 我可以一起去 我们去了 一些女人就不会靠近夫君了 也免得他招风引颠 商若宇开口说道 君丸笑的笑 我们和夫君在一起 是有着缘分 有着一些因有 可别人不见得这么想 也许会觉得 夫君在女色方面不自律 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了 我们姐妹知道就可以了 女人多 也证明男人有能力啊 五心柔笑着说道 见妻子想去 秦初将几人收进银星界 离开了天舞小城 回到了翠云峰 关云阁之后 秦初将几位妻子转了出来 这里就是我生活和修炼的地方 楚筐刀 秦孝 白羽 他们也都在翠云峰 秦初跟妻子介绍了一下情况之后 就让关云阁的婢女 去通知楚筐刀和秦孝 还有白羽了 她陪着妻子 观看着关云阁的情况 楚筐刀 秦孝和白羽来了 白羽是带着雨落过来的 将雨落引荐给了妻子之后 大家一起说着话 秦初 你不担心被人推演 一些事情暴露吗 楚筐刀开口说道 这个问题不存在 我身上有避免推演的秘宝 他们跟在我身边 别人就无法推演到 他们的来处和归路 秦初开口说道 他身上携带着唐云泽 给他的绝尘玉佩 所以一些事情可以避免 在秦初打算带着妻子 去见一下唐冰的时候 唐冰和唐兰来了 听到了秦初的介绍之后 唐冰和唐兰很诧异 秦初的妻子 每一个都是角色 这样的女人 娶一个都是难得 秦初直接娶了几个 过去担心他们的安全 就没带着他们出来 现在想让他们出来透透气 秦初开口说道 交流了一下之后 唐冰安排雪姑 多照看一下官云阁 就带着唐兰离开了 主要是唐兰一直盯着秦初的妻子看 有些不礼貌 姐 我之前还认为秦初这家伙不计女色呢 原来是个色中恶鬼 离开了官云阁之后 唐兰发出了鄙视的声音 也不是 他们交流间 眼神中怨含着很深的情感 跟什么女侧扯不上关系 五个妻子一位大帝 四位地境 还有两位接近地境巅峰 太不简单了 唐兵和唐兰的看法不一样 秦初带着妻子 在长生宗的各个风景区走了走 现在藏天官不能辅助修炼 他就想多陪陪妻子 时间一点点地溜走 转眼就到了白宇和宇洛大婚的日子 婚礼在翠云峰的侧店举行的 场面极为热闹 秦初也是开心 白宇和宇洛给秦初端了茶 端着茶 宇洛开口了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 现在啊 我就是希望你和白宇能幸福 白宇年轻 有些生乐 这点你要多包容 秦初开口说道 一是完事 就是酒席 像秦初和其他几位妻子敬酒的 翠云峰弟子很多 男弟子对秦峰是更加的佩服了 男人就该跟秦初一样 修炼有成 家庭也是美满 白宇的婚礼结束之后 秦初又陪了妻子几天之后 就将妻女送回了 天舞小城 她是觉得 现在的情况 还不适合家人生活在人前 主要是危机太多 妻子走后 秦初就开始了修炼 没有藏天官辅助 修炼的速度和效果是差了一点 但有资源辅助 她的修为提升速度也不慢 转眼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一天秦初正在修炼 藏天官的气灵对她发出了呼唤 秦初身子一闪进入到了藏天官内 藏天官内身躯如同实质的气灵出现了 对着秦初拱了攻身 主人 藏天官的进化已经完成 现在是大地性层次 可以辅助主人修炼了 杜劫的时候 你削弱雷电的力量 是不是气韵之力 秦初开口询问者心底的疑问 是的 是气韵之力 藏天官属于特殊密宝 由汇集天底间的气韵之力 为启用的能力 在主人修炼时候 也会得到气韵加持 幅度会比过去更大 藏天官的气灵开口说道 很好 不过还不够 接下来 我们的对手是谷地 藏天官是大地性的层次 容易有损坏 你要继续进击 秦初将自己收拢的 古地性炼器资源 都拿了出来 藏天官气灵 收取了一部分材料之后 看向了秦初 那接下来 藏天官 又不能辅助你修炼了 这不要紧 不过 下次要进击和渡劫之前 你要提前通知我 不要在这里搞出大动静 提醒了藏天官气灵一句之后 秦初出了藏天官 出了藏天官之后 秦初泡了一壶茶 思考着接下来的路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的路是顺利的 不过他知道 真正的对抗 应该是在 时空大潮汐出现之后 过去 没进入古地井之前 秦初对时空大潮汐的到来 有些惧怕 也有些期待 惧怕是因为 时空大潮汐到来 对天武大世界是浩劫 期待是因为 唐斌和他说过 时空大潮汐内有机缘 能给一些大地境修炼者 带来突破的契机 他自然也渴求突破的契机 但他现在不需要了 因为他现在是古地 不是圣地层次的对手 他就能战 也可以说 除非是黄斧汐和龚天鹊 亲自去征战天武大世界 否则他就可以抵挡 在秦初思考的时候 唐斌来到了关云阁 秦初给唐斌倒了一杯茶 长老 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情 散步的时候 注意到你没有修炼 就过来坐坐 让你的妻子离开 你是担心他们的安全对吗 唐斌开口问道 秦初点了点头 我现在正处于风头浪尖上 上次二胖和宋文秀出事 就给了我警醒 一些事情我要注意 你的担心我能明白 不过我们长生宗 应该是安全的 唐斌开口说道 时机还不成熟 晚一点再说 秦初开口说道 他需要齐妙真那边 给他准确的消息 听了秦初的话 唐斌点了点头 不过提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询问秦初有没有开门收徒的打算 如果秦初想 那么长生宗就会为他安排 长老 我现在连自身的事情都处理不好 修炼的时间也不够用 无暇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秦初摇头拒绝了 他没有收徒的想法 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身 和解决天舞大世界的危机上 收徒那就是误人子弟 没劝说成秦初 唐斌就离开了 他觉得秦初如果开门收徒 一定可以让长生宗增加一些新鲜的血液 乃何秦初不愿意 唐斌走后 秦初进入了战皇殿里看看 海云若被锁在了战皇殿的一楼大厅 在战皇殿的三层内 妖灵和妖青都在修炼 秦初直接到了战皇殿的三层 看到了秦初进来 妖灵和妖青都站起身来 喝了一杯茶 又训了一下妖青 让妖青记得自己是低肩婢女之后 秦初就到了战皇殿一楼的大厅 听到脚步声 闭眼的海云若睁开了眼睛 扭动了一下身躯 虽然妖灵放弃了对她的折磨 但是双手倒锁着 一条腿也被反挂在双手间的铁链上 本身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折磨 给我一个痛快 海云若开口了 她的声音有些低 主要是因为嘴唇发干 秦初泡了一壶茶 冷却了一下之后 为了海云若喝了两口 随后到了海云若身后 将她的一条腿放了下来 谢谢 双腿落地之后 海云若开口了 一条腿站了很长的时间 已经麻木 另外一条腿站着 一条腿吊着 让她很羞耻 因为一切都暴露在人间 不要恨我 一切都是因果循环 秦初摇的摇头 海云若不说话呢 想到自己未来是黑色 她也是很无奈 她也不指望 秦初能够放了他 因为她动手攻击了皇甫爵 在秦初这里就过不去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在战皇殿的大厅待了片刻 秦初就离开了战皇殿 海云若的求见 等于是让她少了一个危机 另外妖灵 也可以方便帮她做事了 不再有被本尊发现 和威胁的弊端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将妖灵 转出了战皇殿 主人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妖灵做吗 来到了现实世界之后 妖灵看着秦初问道 没有 我是觉得 洞天宝屋内修炼 不如在现实世界好 这里有聚灵阵 另外规则也更加完善 再者 在人前不要称呼主人 会有不好的影响 秦初开口了 那有人的时候 奴婢就称呼公子 妖灵明白秦初的意思了 行 你的主要方向 还是提升自己 海云若就在那里囚禁着 你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 那么你们就进行融合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妖灵供了空身就下去了 他明白 他获得了秦初的认可 最起码不是妖亲和奇妙真 可以相比的 那两人是女奴 而她是下主 是侍女 要强上不上 妖灵去修炼了 秦初站在水潭前 思考着事情 思考了一下 秦初发现 目前他也只能是 继续提升实力 打荒店里边的事情 他无法主导 呼出了一口气 秦初就去打坐修炼了 打荒店里 屈寒冰找到了奇妙真 请奇妙真对长生宗开战 不过奇妙真 以对手情况不明 实力不明 必须调查清楚 才能动手拒绝了 屈寒冰很生气 他恨不得马上就弄死秦初 秦初灭杀了他屈寒冰的 三位古地境长老 这让寒冰殿元气大伤 可以说除了他这个殿主 就没有什么强力高手了 寒冰殿等于是名存是亡 而这一切都是把秦初所赐 他如何能够认识 只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想报复也打不回来 他也能够确定 自己不是秦初的对手 他和古地境的属下 一起围攻秦初都没有拿下 单打独斗 那结果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秦淀珍说了不能贸然动手 屈寒冰也是没有办法 秦淀珍又没有说错 现在就是不清楚 秦初和长生村到底有多深的地域 唐色的驱寒冰之后 秦淀珍接到了皇甫记的召见 准确地说是皇甫记分身 或者是道身的召见 皇甫记说了 时空大潮汐很快就会来临 大荒殿必须加快对三仓区域的进攻 要在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将三仓区域周围的几个世界统治 还有一件事你要注意点 就是本尊的道身可能出现了 秦淀出现过一次 这件事你注意 如果有确切 不用确切 只要有消息就通知本尊 皇甫记跟秦淀珍说了 自己道身的情况 对着皇甫记抱抱拳 秦淀珍离开了皇甫记的修炼处 这情况下秦淀珍就有压力了 因为他不做事不行 会在皇甫记那边没办法交代 思考了一下 写了一封密信之后 秦淀珍让新复给秦淀送去 同时开始了一些步骤 努力修炼的秦淀 接到了秦淀珍的密信之后 就陷入了沉思 沉思了一下之后 秦淀告诉秦淀珍的新复 就按照秦淀珍的意思办 另外加快消息调查进度 秦淀珍的新复走后 秦淀珍来回多不思考这问题 秦淀珍接到了命令 要加速对三仓区域的统治 那他必须开战 他不想跟长生宗开战 又想交差 就想处了折中的办法 先拿羽化门开刀 秦淀珍觉得 这也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羽化门和长生宗天华公独木 被打掉了也没什么 至于说羽化门是大黄殿的油盟 事实不是这样 羽化门是跟驱寒兵 拿成了一些协议 跟秦淀珍和其婚下的罗刹殿无关 黄斧基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打就打了 秦淀珍的事情是秘密 这样的事情 秦淀也无法跟谁说 无法跟谁交流 只能是自己知道 整理了一下思路之后 秦淀继续打坐修炼了 打地境 古地境的修炼者 他可以看好 可黄斧基是圣地 公天缺也有可能是圣地 另外还有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没有谁能够确定 黄斧基和公天缺 留下的是分身还是道身 也没有谁能够确定 他们具体是什么战力 就算击败了 他们留下的分身或者是道身 也要面对他们的本尊 对于黄斧基和公天缺 秦淀不敢有任何的小桥 他们跟黄斧基 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 黄斧基还是黄斧绝的师尊 他怎么可能是简单人物 归根结底 秦淀目前还是欠缺实力 之前秦淀想着 妖灵融合了海云座之后 可以去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 去帮他找一些修炼身躯的资源 现在看来短时间之内行不通 因为妖灵的实力不够 无法对海云座行成如何 想了一下之后 秦淀拿出了从海云座身上得到的地图 将战斗分身放出来 让其携带着地图 本尊的灵魂水晶 一些丹药 以及一些资源出行了 为本尊去寻找修炼身躯的资源 秦淀也不太担心分身的安全 他的分身有着本尊的九成战力 也是古地境的强者 不是谁想动就能动的 战斗分身走了 秦淀到了长生城内 见了一下阿尔胖和白羽夫妻 知道他们一切很好 在长生城内转了转之后 秦淀又回到了关云阁 开始了新一波的修炼 在秦淀的修炼中 悬仓区域出现了大波动 大荒殿的人马 没有动长生宗和天华宫 却将羽化门拿下来 羽天城被大荒殿的罗刹殿主 奇妙真斩杀 羽化门的一些顽固分子 都陨落在战争中 至此羽化门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 成为了大荒殿的一个据点 这一次的事件是一个大冲击 长生宗的友盟得到了消息之后 再次汇集在长生宗商议对策 这一次的会秦淀参加了 乔运等人有危机感 担心下一波的冲击会在友盟中产生 秦淀你有什么看法 唐云泽看向了秦淀 事实上他们在行动之前 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但我觉得不重要 羽化门与大荒殿中的寒冰殿是合作关系 动手的是罗刹店 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 再者呢 羽化门跟我们联盟不步 留着也没用 所以被灭对我们没影响 秦淀开口说道 你安排的密探 能打探到这么高级的消息啊 乔运有些诧异地看着秦淀 我的密探在大荒殿算是高层吧 所以能提前送出一些消息 我觉得目前还是静观齐变为好 大荒殿有什么动作 我又能提前知道 再者 我们现在打不起 也是关键的问题 在发展中抱团 他们有进攻的苗头传出 我们就抱团反击 秦淀说了自己的看法 本座呢 比较支持擒护法的意见 这大荒殿不睦啊 我们才有机会啊 硬瞻说实话 我们确实不行 他们各个分殿一旦抱团了 我们就会煞于而为的 杨宗开口说道 除了杨宗 铁琼和乔运都认可了秦淀的意见 事实上 此时大荒殿内却是产生了不睦 那就是曲寒冰对齐淀珍不满了 羽化门是他发展的友盟 在他的寒冰殿元气大声之后 友盟就尤为重要 可羽化门直接让齐淀珍给抹平了 这让曲寒冰十分的愤怒 就找到黄斧基 说了齐淀珍的战略不对 接到曲寒冰的愤怒投诉之后 黄斧基就派人将齐淀珍喊了过去 接着编凶门细节和阴游 这件事妙真不知情 现在长生宗 天华宫 魂灵门 霸王宗形成了友盟 不好下手 哪像羽化门 能阻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再者 羽化门沉浮了吗 不沉浮留着又有何用 听了黄斧基的询问之后 齐淀珍拿出了解释 不错 羽化门这样没有什么实力 却要占着一些疆域的盟友 我们不要也罢 拿下就拿下了 听了齐淀珍的解释之后 黄斧基没有责怪齐淀珍 他的性格比较独 齐淀珍的策略符合他的性格 听了黄斧基的话 曲寒冰看着齐淀珍 脸上挂着布满 他觉得齐淀珍是故意的 黄斧基不知道细节也就罢了 齐淀珍很是清楚 这一次 齐淀珍打掉的 等于是他接下来要发展的事例 你们还是要速度一点 时空大潮汐很快就会到来 统治其他的世界颇在眉睫 本座急需提升实力 黄斧基开口说道 大殿主 他们的联盟不好破 另外长生宗出现了一个强者不好处理 这也是寒冰殿主吃了败仗的原因 大殿主的本尊 不能出手吗 齐淀珍开口询问着 这些事情需要你们处理 本座的本尊 现在是处于麻烦中 无法归来 这也是急需大地之血 润氧雕塑的原因 本座需要提升 需要再进一步 黄斧基开口说道 大殿主不方便 宫殿主也无法出手吗 只要解决了对方的刺头 战争就会很顺利 齐淀珍询问解宫天缺的情况 他需要为秦初打探消息 目前对秦初来说 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关于黄斧基和宫天缺两人的 宫殿主和本座一样 都处于困境 目前是无法归来 这边的事情 本座只能掌管大局 剩下的事情你们来做 屈殿主 你要配合好齐殿主 黄斧基开口说道 面对黄斧基的交代 屈寒冰也只能是灵命 他内心再有不满 也不能抗拒黄斧基的命令 事情解决之后 齐淀珍和屈寒冰 一起离开黄斧基的修炼处 齐殿主 你这一手很绝 打掉了本座的附属势力 自己赚了好处 还得了大殿主的认可 离开了黄斧基 闭关区一段距离之后 屈寒冰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五道灵天第905集 屈殿主这么说合适吗 你进攻长生松打不下 本座就直接去打 你如果能打下 大殿主也不会给我压力 这些事情的起因都是你 你如果不满 我们现在就去找大殿主理论 齐淀珍开口了 很好 这一次我屈寒冰认栽 一甩罗秀 屈寒冰离开了 现在他是没有办法 寒冰店实力受损 他的地位和话语权 比之前下降了不少 回到了罗茶店之后 齐淀珍呼出了一口气 这一次他算是 打探出了有用的消息 写了一封密信之后 就让心腹送了出去 让心腹将消息送出去之后 齐淀珍开始着手调查 胡王店主和大黄店老人的消息 他知道这些人是秦初的必住 知道了皇府爵被害的消息 知道秦初是为皇府爵讨还公道 这些人一定会站在秦初这边 到时候谁占优势和劣势就不好说了 秦初一直在努力修炼 虽然目前是没有什么危机 但他需要为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打仗做准备 秦初修炼 关云阁就很安静 没有人来打扰他 这也跟他的实力与地位有关 长生村 能够跟其随意交流和对话的人 就没有及格 吃了秦初提供的 古地境机品疗伤单 唐云泽的伤势恢复了 但气血损伤还存在 那不好恢复 损伤的是根基 唐云泽唐磊两人 受的都是损伤根基的账 他们在生死关头 分别是燃烧的精血和道运 为了活命 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接下来看机缘和命数了 机缘好 命数硬 那么还能恢复 不影响成就 如果不能恢复 修炼成就也就止步了 无法再有提升 唐云泽也下了悬赏 寻求恢复道运和气血的天才地宝 阿尔盘和宋文秀 在长生城开了一家酒楼 宋文秀之前是云水城的三小姐 自身有一些积蓄 再加上他拿出了一千万几瓶零食的嫁妆 所以酒楼的开业没有问题 白鱼和宇洛开了一家客栈 都是为了将来经营生活 阿尔盘和白鱼知道 有秦初在 他们可以自缘无忧 但他们想靠自身改变生活 出狂刀和秦孝 又开始了历练之旅 他们都是被瓶颈卡住 需要机缘和顿户 这些事情秦初都不知道 他正努力地提升自身 古地境第三阶段 修为想要提升需要的能量太多了 即便是有资源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 是齐妙珍的心腹到来 秦初才停止修炼 拿到了齐妙珍发来的密信 看了内容之后 秦初觉得这是好事 黄甫基和宫天缺两人的本尊 无法回来 那么接下来时空大潮汐来临 他的压力就小了一切 黄甫基和宫天缺的本尊是圣地 但道身和分身的战力 肯定有插火后 还是可以战的 回去后 告诉他注意安全 还有你也是一样 不要被人盯上 你被盯上 那么危险的不只是你 看着齐妙珍的心腹 秦初开口提醒着 大人放心 我是店主的死士 只有死 没有泄密 这个脸上带着一些冷意的女子 开口说道 没再说什么 秦初就让齐妙珍的心腹离开了 这次得到的算是好消息 但也增加了他的困惑 那就是黄甫基和宫天缺的本尊去了哪里 为什么回回来 这个问题弄明白 那么困惑就少了很多 等于说局面就会明朗 又思考了一下 秦初进入到了战皇殿内 来到了战皇殿的大厅 感受到秦初到来 海云珍睁开了眼睛 拿出茶桌 泡了茶之后 秦初给海云珍喂了一杯 你想问什么 直接问 海云珍很聪明 知道秦初一定是有事 我想知道 你了解的圣地有多少 他们都是什么情况 秦初说了自己的目的 圣地有多少我不知道 在皇甫决存在时期 有圣地在江湖上行走 皇甫决消失后 圣地就都销声匿迹了 这中间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只是我层次不够 无法接触到 有大事件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出面 海云珍开口说道 层次不够 无法接触到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听了海云珍的话 秦初也是无奈 有些事情 吉妙珍接触不到 海云珍也是接触不到 我有点不明白 黄浦鸡 弓天缺和鸡长天三人是圣地 他们算起黄浦诀 怎么会带着你 沉默了一阵子之后 秦初又问出了 他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当时是黄浦鸡以我带着麾下人马 加入大荒店为引游 与黄浦诀一起喝酒交流 酒局当中 黄浦鸡就下手了 出手的不只是我们四人 是活下来的 只有我们四人 海云珍开口说道 我明白了 秦初揉的揉额头 又给海云珍喝了一口水 就打算离开了 一些事情 现在就无法离顺 秦初 你给我机会 让我融合妖灵 那么我就有可能成为圣地 拥有一个圣地境的属下 不 是圣地境的奴婢不好吗 妖灵能做的 我也能做 我成了奴婢 在你面前没有了尊严和人格 你也算是为了皇府爵复仇了 毕竟我不是主谋 海云若看着秦初说道 秦初摇里摇头 你说的很有道理 也很有诱惑力 可妖灵跟着我在前 她一心一意地为我做事 我不能放弃她 秦初摇到摇头就离开了 一些事情她做不出来 人之所以是人 就是有道德观和人生观 她不能因为一些利益和诱惑 就放弃自身的底线 秦初离开了 海云珍就开始了思考 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改变 虽然很难但她觉得还是有机会 只是没有抓住而已 逼着眼睛 海云珍整理着思路 回到了现实世界 秦初到冠云阁后院的房间看了看 妖灵就在里边修炼着 感受到秦初到来 妖灵停止了修炼 站起身来对着秦初躬身建立 修炼得怎么样 秦初开口询问着 奴婢的修为提升得很快 主人是有什么事情吗 妖灵看着秦初问道 秦初有事 她就会帮着秦初去做 秦初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事情 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你想融合海云珍很难 你进入大地境就很费劲了 要想进入古地境 是难如登天 不到古地境 你想融合海云珍 有些不现实 是的 奴婢是道身 先天上灵魂为辅 海云珍为主 道身想融合本尊是逆天而行 除非是海云珍主动配合我 愿意被融合 妖灵开口说道 一些事情 她心里也是很清楚 那就是说 还是需要收复海云珍 让她主动配合你 秦初明白 妖灵的意思了 她主动配合 事情就好处理 要不然很难 妖灵点了点头 海云珍的意志很坚毅 不是那么容易收复 你先努力修炼吧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奴婢知道了 主人有需要吗 看着秦初 妖灵的声音变低了 看了妖灵一眼 秦初离开了妖灵的房间 才知道妖灵产生了误 主要是因为 她来的时间也不对 现在是夜晚 妖灵认为 她有需求也正常 秦初走了 妖灵有点尴尬 她知道自己想歪了 可是那个想法一来 她内心就有些躁着 有一些需求 妖灵的话 将秦初弄得也是火气上升 洗了一个冷水澡之后 她才平静下来 安心修炼 日子很平静 余化门被灭掉之后 江玉被大荒点吃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落到了天花宫 和长生宗的手里 这些事情 没有谁跟秦初说 因为秦初不管这些事情 她现在就是提升实力 又修炼了两个月 觉得有些疲惫 秦初就停止了修炼 略微放松了一下之后 秦初进入到了 展皇殿内的大厅 展皇殿的大厅内 海云若 赤身裸体地 被锁在柱子上 看见秦初到来 海云若抬起头来 秦初给海云若 弄了一些水喝 没必要坚持的 你要知道 你的坚持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我没有机会 到身却有机会 这是天道不公 海云若摇晃着身躯 她不甘心 冷静一下吧 看了海云若一眼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在秦初要走的时候 海云若开口了 她认了 你愿意不反抗地 让妖灵练话 最近你老实 我一直没有 对你用什么手段 如果你敢耍我 我灭了你 让妖灵慢慢成长 也是可以 成就有限又如何 或许妖灵在意 但是我不在意 秦初开口说道 没有结果的坚持 再给我几天时间 海云若开口说道 打量了海云若一眼 秦初离开了战皇大殿 海云若愿意配合妖灵 这是最好的结果 秦初觉得 这也是早晚的事情 海云若扛不住 也在清理之中 到了妖灵居住的房间 秦初跟妖灵说的 海云若的状态和心理变化 她如果愿意配合奴婢进行融合 那么奴婢的境界就不是问题了 可以先汲取她的元气修为 灵魂修为 最后再进行身躯的融合 不过这过程比较凶险 主人看到不对的话 直接就将我们抹杀 弩婢不希望出现意外 威胁到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这不要紧 融合的时候 在战皇殿内进行 她翻不起浪花 秦初确实不担心 战皇殿内是她的地盘 战皇殿内 海云若靠在了盘龙柱上思考着 她现在想的是怎么凡客为主 她可以确定 被融合是一定的 因为秦初看重妖灵 不会给她机会 趁着现在状态还可以 利用密法保留自身的灵魂和记忆 没有问题 到时候 心身躯的主人是谁 还不好说 如果拖延下去 她状态持续下滑 那就不好说了 妖灵 我海云若就跟你战一场 看看到底谁是胜利者 海云若决定要拼一次了 等了几天的时间 秦初带着妖灵 进入了战皇殿的大厅内 看到了妖灵 海云若的眼泪满是杀意 因为这个女人背叛了她 再者 妖灵的尸身 等于是她被践踏 所以气运下滑 导致秦拿囚禁 你考虑的如何了 秦初开口询问着 你和她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要对黑海疆域内的海家人好一点 要善待他们 看着秦初 海云若开口了 秦初点了点头 答应你了 最起码 我们不会难为他们 那来吧 海云若发出了不甘心的吼声 妖灵在海云若的对面 盘西坐下 开始摄取海云若的元气修为 和灵魂修为提升自身 不反抗的海云若 感受着身躯内的能量流逝 眼内澎湃着火焰 她虽然做了部署 但被妖灵进行融合 她也是十分的愤怒和屈辱 压制住了内心的愤怒和屈辱 海云若主动释放能量 朝着妖灵冲击 妖灵加速地炼化着 融合了海云若 她就会成为顶级强者 海云若加快地输送元气和灵魂之力 实施着自己的计划 甘心被融合吗 海云若不甘心 所以做了筹谋 黑海区域有海家人吗 没有 她的家族在她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 就被灭掉了 她提要求 就是为了麻痹秦初和妖灵 妖灵是有她的记忆的 但是对一些事情也不是很清楚 海云若觉得提要求 然后配合着妖灵融合 这样更为合理 秦初和妖灵不会怀疑 此刻她不断加大速度输送能量 假象是她不堪折磨 实际上是为了让妖灵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量化她的能量 只是汲取和吸收 海云若的计划是 快速的输送能量 让妖灵无法彻底量化 等到最后 她神鹰爆裂之后 她的灵魂碎片 就会在妖灵的深海内 汇集重组 没被妖灵彻底量化的灵魂之力 元气能量 跟她会更加契合 妖灵争不过控制权 那时候她就会在妖灵的身躯内重生 慢一点 妖灵低吼了一声 我受不了这种折磨 你能量化多少就多少吧 海云若持续加速能量输送 即便是勤出压制 她的输送速度也是极快 五道灵天第906集 妖灵奋力地炼化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修为不断飙升 大地境初起 中起 巅峰 圆满 四天之后 妖灵的境界就到了大地境圆满 随着海云若能量的不断冲击 她的瓶颈直接被冲破 她和本尊融合 已经汲取了本尊的境界 所以颇瓶颈的难度不大 另外也没有雷结产生 因为根据天导规则判定 海云若是古地境 它和道身本为一体 所以结云和雷结没有到来 此身能量将妖灵强化到了古地境 海云若的修为境界 就开始迅速加化 可她的输送速度 还是不断地加大 强者的融合 在战皇殿里持续进境阵 跟过往强者不同的是 曾经的强者 都是本尊融合道身 而现在是逆天的道身 融合本尊 新初一直观看着 他担心海云若刷手段 坑妖灵 时间一点点地溜走 妖灵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势 因为她也是古地境强者了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 海云若的气息变得十分的微靡 他身躯内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 同样的也将妖灵的境界 盯到了古地境的第四阶段的巅峰 秦初解开我丹田和神海的封印 最后的融合来了 能到什么境界 是他的问题了 海云若将身躯内的元气能量 和灵魂之力 一股气都冲到了妖灵的身躯内后 对着秦初喊了一声 秦初收回了海云若丹田内的封禁能量 也震开了秦苗珍对海云若神鹰的兵风 解开了海云若的封禁之后 秦初发现妖灵不太对 她有些容纳不了海云若的能量 可是她没说话 这就是海云若的算计 最后一股能量冲击 使师父的凶猛 不给妖灵的说话机会 不 封禁被解开之后 尸身的海云若低吼了一声 丹英 神蛆 神鹰都爆了 花长的能量冲进了妖灵的神蛆内 这个时候妖灵神蛆出现了变化 身上传来了炸响 衣袍碎裂 美艳的神蛆也是出现在秦初的时间内 神蛆是不断地碎裂虫子 可以说它的融合进行到了最后阶段 这时候秦初觉得不对了 海云若是主动配合着妖灵融合 但过程极为粗暴 一直按着它的节奏来 就没有顾及妖灵的感受 妖灵的身躯不断进行碎裂虫子 不断地强化着 丹天能量也是不断翻滚 围绕其丹英旋转 此时 妖灵是古地境 丹天核心不是丹珠 而是丹英能量翻滚 最为强烈的是妖灵神海 此时 它的神海内 神鹰有些扛不住了 因为海云若最后的能量冲击太过凶猛 秦初觉得海云若太过暴力了一些 不过他也能够理解 谁愿意被融合呢 帮不了妖灵什么 秦初就到了一边打坐修炼 妖灵融合了海云若之后 能减胜到什么程度 那是妖灵的造化 妖灵的身躯不断地破损和重生 变得更加完美 也是它身上最为和谐的地方 因为海云若没有打身躯的主意 这是它被融合重生之后 要掌控的身躯 自然是越完美越好 斗争最为厉害的区域 是妖灵的神海 海云若的神鹰子爆之后 灵魂碎片和灵魂能量 直接冲入了妖灵的神海后 就调动着妖灵 没有完全炼化的灵魂之力 进行灵魂的重聚 这种情况 妖灵自然是不愿意的 此时它明白了海云若的想法 海云若玩的是至死地而后生 明白了海云若的套路 妖灵控制着灵魂之力 冲击海云若重聚的灵魂 海云若也开始 同化妖灵的灵魂之力 融合 灵魂的融合才是最重要的 就要看谁融合谁了 真正的争锋 在妖灵的身躯内 准确地说 是妖灵和海云若两人 新身躯的深海内开始了 这时候 秦初也发现不对了 主人 中下灵魂印记 妖灵对着秦初喊了一声 之前秦初在妖灵的魂珠内 留有灵魂印记 但在妖灵魂珠 蜕变到魂英的时候 就消散了 为了不耽误 妖灵对海云若的融合 秦初就没有下灵魂印记 我不在乎 做奴婢我也认 我就是不想让你这个贱人好过 海云若的声音 在新身躯的深海里传出 众人别有余 快给神炎下灵魂印记 纠缠的灵魂之力中 妖灵的声音再次传出 灵魂之力释放 秦初将灵魂印记 种在了新身躯的神鹰上 不管结果如何 这个女人都要在她的掌控之下 种完灵魂印记 秦初发现了两团灵魂能量 在争夺神鹰的控制权 两团能量间是不分彼此 秦初也无法出手干预 对他来说 现在就看妖灵和海云若 谁能够胜利 正常来说 是海云若应该有优势 因为他是本尊 是主 妖灵是道身 是副术 可现在是他是被融合的目标 且身躯 北和神鹰都没有了 等于是没有根基 所以想要融合妖灵的灵魂很难 妖灵是有地主之士 也炼化了海云若的一部分元气和灵魂之力 但他和海云若相比 有先天上的弱势 他是道身 在先天上被压制 再加上之前海云若说送的灵魂之力 没有完全炼化 所以就没有了优势 两团灵魂之力间不断地碰撞 不断地互相炼化 秦初有点着急 优劣是不明显 这么下去 妖灵的融合就很难完成 他没想到 海云若会玩一个直直死地而后生 这一手确实很绝 让人很难猜测 秦初焦急地来回踱步 思考了一阵子之后 灵魂之力进入妖灵的心身区的深海 妖灵 你向我的灵魂之力靠近 我们一起泯灭它 秦初的声音在妖灵心身区的深海内响起 听到了秦初的指引 属于妖灵的灵魂之力 就朝着秦初的灵魂之力靠近 这情况 海云若自然不愿意 如果让秦初和妖灵一起针对它 那他就彻底地输了 来吧 海云若咆哮了一声 灵魂之力一个迅速移动 直接朝着妖灵的灵魂之力扑去 在妖灵的灵魂之力和秦初的灵魂之力会合前 将妖灵的灵魂之力包裹 接着开始了快速融合 之前他和妖灵的灵魂之力是相互练化 都想拿下对方 但在秦初出手之后 海云若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去练化妖灵的灵魂之力 只能够快速地融合 两团灵魂之力纠缠到一起 这让秦初犯难了 怎么弄 他如果攻击 那么就是妖灵和海云若 是一起受到伤害 这也是海云若的战术意图所在 主人 对神音加强控制 不管结果如何 这局身躯都是您的奴婢 妖灵的声音 在交缠的灵魂之力中传出 没有办法 秦初只能对妖灵神海内的神音 加大控制 担心灵魂印记力度不够 秦初用清灵剑切破了手指 一滴精血冲入了妖灵的神海 对其神音加了血魂印记 这种情况之下 哪怕是海云若赢了妖灵 他也翻不了天 中完了血魂印记 秦初就观看着 妖灵神海内的灵魂之力争斗 我不怕主人的血魂印记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主人的 清笑了一声 妖灵跟海云若 纠缠在一起的灵魂之力 朝着外边一个冲击 接着进入了神音里 对于血魂印记 他真的不怕 不管秦初用什么手段控制 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形式 但对海云若就不一样了 他和秦初没感情 所以内心是有顾忌的 让妖灵出乎意料的是 海云若冷笑了一声 灵魂之力也朝着神音内冲击 妖灵 我跟秦初说过了 我愿意臣服 你能为他做的我都能做 且比你做得更好 我只是不愿意被你融合 不愿意被你欺负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也不会让你这贱人得逞 海云若跟着妖灵的灵魂之力 一起冲进了神音内 一边加速融合 一边控制神音 秦初皱了皱眉 他没想到 海云若要扳倒妖灵的执念这么强 真的是不计代价 他不知道的是 海云若接受不了道深的背弃 所以要报复 当然了 也是在报复中寻找自我 海云若和妖灵的灵魂交锋 还在继续 到了最后 是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秦初已经无法分出谁是谁 主人 奴婢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接下来的结果如何 奴婢不知道 奴婢感谢主人过去的大陆包容 在奴婢错了的情况下 还给奴婢机会 妖灵的声音 从背下的血魂印记的身影中传出 其实我没有当你是奴婢 当你是属下 也想当你是朋友 努力顶住 不要失去自我 秦初对着妖灵说道 好 如果奴婢失去自我 主人就好好的收拾他 妖灵开口说道 融合过后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他怎么收拾 你不要为难他了 海云若的笑声传了出来 他知道自己不会被完全融合泯灭了 因为妖灵没有量化完他的灵魂之力 他的自主意识和记忆就不会散掉 我发现性格脾气气息不对 就不会再留着你 秦初开口了 主人何必呢 反正都是你的奴婢 再者妖灵是以我海云若本尊为根基 分裂出去的 他的一切都脱胎于我 性格脾气都差不多 你就没得分辨 海云若发出了哥哥的笑声 秦初皱了皱眉 因为海云若并没有说话 妖灵就是以他为根本产生的道身 主人不要被他乱了心神 我们的计划是出了偏差 奴婢的融合没有按照计划完美完成 但还是以奴婢为主 因为这神鹰是奴婢的 神区的重送也是以奴婢的筋骨为主 妖灵的话从神鹰内传出 好 你放心进行 留下一句话 秦初的灵魂之力退出了妖灵的深海 受了灵魂之力 看着妖灵的心神区一眼之后 秦初拿出一坛酒一口喝掉了 他发现自己大意了 没想到海云若玩了这么个狠套路 接下来就要看妖灵自己的命述了 秦初安静地等候 但妖灵心神区内却是惊涛骇浪 是两颗强力灵魂在融合 妖灵是想练花 但海云若不给他机会 海云若是想不被练花地融合 这样思想和记忆都是完整的 即便不能够有主导权 也是存活了下来 转眼又三天过去 妖灵的身躯站了起来 这时候作者的秦初也站起身来 他知道出结果了 奴婢见过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躬身了 秦初地打量着妖灵 面容还是之前的面容 但有了一些高贵和高傲的气息 神区也是美颜不可方物 你是谁 秦初开口了 主人 奴婢是妖灵 女子恭敬地回答着 秦初摇了摇头 你即便是海云若 也不会承认 我这话等于是白问 不过不要紧 我会通过生活习惯来判断 主人 奴婢确实是妖灵 融合完成了 但有一些隐患 妖灵开口说道 秦初看了看妖灵 什么隐患 确切地说 这局身躯是以奴婢为主 以海云若为府 融合而成 奴婢占据了主岛 但海云若的思想和记忆也在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看着妖灵 秦初分析着话语的真假 如果是海云若主岛的话 会不会也这么说呢 想了想之后 秦初觉得以海云若的性格 知道有妖灵的因素在 自己不能杀 敢实话实说 古地竟巅峰 妖灵你的修为境界超过我了 看着妖灵 秦初开口说道 不管奴婢有多大的成就 都是主人的奴婢 妖灵开口说道 秦初笑了笑 我知道是你了 因为你之前这么说过 听了秦初的信任的话 妖灵笑了 因为被信任的感觉很好 穿上楼裙吧 秦初转头了 此时的妖灵确实美艳 另外气势和气息 也比过去强势和高贵 修为境界就是修炼者的层次 境界高了 气势和气息就上来了 在修炼界 修为境界高者 会形成独特的气息和气场 就好比世俗界的皇帝和高官一样 会对百姓形成压制 百姓见到了不敢说话 就是因为气场不同 姚灵当着秦初的面 拿出了一套裸裙 细细索索地穿上了 又梳理了一下绣发之后 站到了秦初面前 白色的裸裙 眼神如秋水 梳理一个简单的发际 绣发披在肩背上 五道灵天第九百零七集 还是过去的裸裙和发际 这是你的习惯 应该没错 看着妖灵 今初觉得没问题了 气势和气息变了 但生活习惯没变 主人 奴婢融合了海云若 但她的一部分灵魂之力 没有完成恋化 就被她强行融合了 可能会影响奴婢的言行性格 和习惯 到时候主人不要诧异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能影响多少 秦初开口问道 三分之一左右 虽然我主导完成了融合 但隐患也是比较大 只是保证了这具身躯属于奴婢 妖灵开口说道 秦初笑了笑 道身融合本尊 受一些影响也是正常的 只要你是妖灵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听了秦初的话 妖灵笑了 嗯 奴婢感受到了主人紧张 好在奴婢还是存活了下来 交流了一下之后 秦初带着妖灵出了战皇宫 隐患 就算是这女人不是妖灵 是海云若 她也玩不起手段 秦初对其神鹰 下的是双层印记 有灵魂印记 有血魂印记 灵魂之力和血外之力都可以掌控 出现在现实世界 对着秦初供了供身 有效的效之后 妖灵就去了关云阁后边的房间 笑了 秦初有点纳闷 妖灵竟然笑了 这可是之前没有的事情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也去修炼了 妖灵的事情算是完结了 有隐患也不要紧 妖灵在 她就可以帮忙处理 秦初修炼 妖灵也在修炼 她身上的气息不断起伏 是两股气息 虽然差别很小 韵味也相同 但还是有一些区别 海云若主动与她融合 保留了一些东西 也是她解决不掉的 修炼到月亮升起的时候 秦初感觉到了后院的房间内 出现了能量波动 是妖灵的房间 站起身 秦初来到了妖灵的房间 现在是非常时期 她必须重视 进入妖灵的房间之后 秦初注意到 妖灵身上的能量极为不稳定 使两种气息不断的交替 一盏叉的时间过去之后 妖灵身上的气息稳定了 但秦初知道 眼前的女人不是妖灵 因为气息上不对 这个女人的气息有点妖艳 脸色也有些艳 你是海云若 秦初眼泪出现了冷意 是的 这具身躯是以她为主融合了不假 但我还是存在了 到了夜晚 到了阳气比较弱的时候 我有两个时辰的自主时间 海云若的声音出现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白天10帮我做事呢 晚上你就造反 这情况我不允许 秦初的声音有些冷肃 现在这情况对她来说很糟糕 听了秦初的话 海云若笑了 我为什么造反 我之前就说过了 邀灵等为你做的 我就可以为你做 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问题很大 秦初摇了摇头 海云若起身点燃了蜡烛 然后从储物戒指内 拿出了一滩酒 给秦初倒了一杯 给自己倒了一杯 你担心我们意见不统一 我不了解你和邀灵之间的默契 与邀灵做的事情相悖而行 对吗 不错 秦初点了点头 这不存在 白天和你邀灵的交流我全知道 只是自己被压制着 只能听着不能做什么 就好比现在 我们之间的交流 邀灵也是秦初 但他不能做什么 海云若开口说道 我很不爽 我不需要你这样有野心 个性太强的属下和婢女 秦初开口了 他确实不爽 因为海云若的话语中 没有敬畏 听了秦初的话之后 海云若将免钱的酒喝了 接着起身之后 退一步跪在地上 事情跟主人讲好了 接下来海云若就是奴婢 奉秦初为主人 不管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奴婢不退半步 为主人命令侍从 你很聪明 你知道我有解决你的办法 所以现在认输臣服 秦初笑了 他明白海云若的心思 确实玲珑 奴婢知道主人有办法解决 可在融合之前 奴婢就说了愿意臣服 妖灵能做的 奴婢也能做 妖灵不能做的 奴婢也可以做 杀人放火 奴婢都可以 奴婢就是想让主人明白 奴婢比妖灵更有用 海云若开口说道 压制的妖灵 掌控了身躯之后 海云若就知道 自己的问题来了 如果不臣服 秦初可以禁锋他 虽然会对妖灵 造成一些损伤 但秦初绝对会干得出来 听了海云若的话 秦初起身来回夺不思考着 思考着弄不弄海云若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初觉得 等一等也不值 等到妖灵主导身躯的时候 他问问妖灵的意见 主人 您应该相信奴婢 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 奴婢不会再闹腾什么 一定会为主人做好事情 让自己每天的这两个时辰 存在的更有意义 海云若开口说道 好 明天我问问妖灵的意见 秦初开口说道 现在一些事情 也只能是走着看了 好的 奴婢也会和妖灵 做一些交流 接下来会有一些默契 海云若开口说道 你们还能交流吗 秦初开口问他 海云若点了点头 奴婢和妖灵可以进行交流 看了看海云若 秦初转身离开了 跟海云若的交流 对他来说意义不大 他主要还是看妖灵 是什么情况 秦初离开 海云若就跟着 跟着秦初到了水潭边 秦初坐下 海云若泡了一壶茶 站在了秦初的斜对面 主人 你应该换一个思路 不是拒绝 而是接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您能接受妖灵 就能够接受奴婢 因为妖灵就是脱胎于奴婢 或者就是少了一个了解和接受的过程 看着思考的秦初 海云若开口说道 我没有信任的理由和基础 看了一眼海云若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会有的 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海云若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有自己的认知 妖灵能在秦初身边恨恨 他也可以 你们两个交流好 不要欺负妖灵 这我不允许 交代了一句之后 秦初就闭言打坐了 秦初打坐 海云若就站在秦初的身侧 他也要思考接下来的事情 思考自己该怎么做 两个时辰的时间过去 海云若身上出现了波动 但是不强烈 能量波动了一阵子 随后属于妖灵的气息出现了 感受到的身边女人气息的变化 秦初睁开了眼睛 主人 奴婢回来了 一些事情是奴婢没有想到的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 事情出现了 该怎么解决 秦初停止了打坐 刚才我们两个没有争夺身躯的控制权 而是利用这个时间做了一些交流 他说的也都是实话 这件事情奴婢会处理好 他如果敢背叛主人 奴婢可以制止 奴婢会付出一些代价不假 但他会彻底消失 那种场面也是他不愿意见到的 妖灵开口说道 听了妖灵的话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事情的走向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好在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随后 妖灵和秦初也说了不少 说了或许有一天 他和海云术可能会彻底的融合 他失去一部分自我 海云术也失去自我 双方都接受对方的一切 这样不合适 你就是你 不需要做出改变和迁就 秦初皱了皱眉 主人 有一些事实我们都不能否认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知道他的大部分记忆 他的过去不算太卑劣 再者 彻底融合后 还是以奴婢为主 毕竟他已经被奴婢融合了大部分 妖灵开口说道 一些隐患要解决 但你要清楚得失 要算清楚值得还是不值得 秦初提醒了妖灵一句 跟秦初交流了一下之后 妖灵就去修炼了 心身躯他还要进行熟悉 平静的日子 时间在飞速流逝 秦初修炼 妖灵也在修炼 每天夜里 身躯掌控权交替的时候 两者会进行一些交流 两者立处同源 交流的也是很顺畅 主要也是因为 海云若思想有变化 秦初有时候会跟焦灵交流一下 至于海云若掌控身躯的时候 他是不见海云若的 不过海云若会到秦初的身边 进行后命 时间一点点地溜走 妖灵对新身躯掌控熟悉了 实力比过去提升了很多 主要是他熟悉了海云若的绝学 他得到了海云若的全部记忆 自然是包括了海云若的功法在内 海云若也了解了妖灵的过去 也理解了妖灵的想法 如果是他 他也会这么选择 就是因为身为本尊的他 会这么选择 身为道身的妖灵 才会做出自主的决定 了解和理解出现 妖灵和海云若就融合了很多 妖灵和海云若相处的比较和解 没有什么隐患在 秦初心里就踏实了不少 虽然没有击杀海云若 但收服海云若做了奴婢 也算是对皇甫爵有了交代 从海云若的嘴里 秦初还知道了一些事情 就是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不只是对玄黄大世界的周边区域有影响 对玄黄大世界的冲击也是很大 具体要看时空大潮汐的强度 在皇甫爵时期 有一次时空大潮汐比较暴烈 导致了异世界的修炼者入侵 那一战打得很激烈 也是那一战 让皇甫爵真正名扬天下 奴婢要跟主人说一下 那一次异世界修炼者的入侵 有一些特殊性 站在秦初身侧的海云若 开口说道 有特殊性 你说说看 秦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我们知道 修炼者的世界中有很多种族 玄黄大世界是人族主导 但是很多 应该是绝大多数世界都不是 上次进攻玄黄大世界的是人族 那一战打得很激烈 皇甫爵击杀了对方的首脑 那位首脑是有大气韵在身的人王 也就是人族王者 所以对皇甫爵的气韵损伤很大 就是因为气韵受损 导致了后来的事情发生 海云若开口说道 人族王者 这是什么意思 秦初有些不解地看着海云若 他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语 是那个世界人族的首领 是有气韵在身者 皇甫爵杀了他 就影响了自身的运道 主人以后要避免这些情况出现 海云若对着秦初说道 那这么说来 有气韵在身者不能杀 很多人还说我是有气韵在身者呢 可想弄死我的人多着 秦初开口说道 那奴婢就不是很清楚了 皇甫爵气韵受损是一定的 主人要避免这些情况 海云若开口说道 想了一下秦初点了点头 我不是好杀之人 没有缘由不会杀人 以后能避免就避免吧 主人如果有什么任务 奴婢可以去做 奴婢的忠心 主人不用怀疑 见秦初接受了自己的建议 海云若再次强调了 自己的忠心 等你和妖灵能完美相处再说吧 秦初开口说道 奴婢明白了 会抓紧提升实力 说完之后 海云若就躬身退到了一边 秦初闭眼打坐修炼 他的元气修为 灵魂修为提升的都很不错 唯有身躯强度的提升有些慢 没有资源辅助 他是靠修炼 不死不灭剑体 血之秘法提升身躯 速度有些自然有些慢 但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扎实 足不出户地修炼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一天秦初正在修炼 深海内出现了藏天官气灵的声音 说了他今生在即 可能会有雷劫到来 站起身来 受了藏天官之后 秦初就朝着神荒区域飞行 发现秦初离开 妖灵也跟上了 他现在不怕被人发现 算是能够见光的 进入身荒 找到了隐秘区域之后 秦初将藏天官放下 让藏天官顺利进击和突破 妖灵拿出的茶桌和木盾 泡了一壶茶之后 就站在了秦初的身侧 你也坐下吧 你的实力真的是一个大飞鱼 打量了一下妖灵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刚才飞行赶路 秦初感受到了妖灵的速度 是比他慢了一切 但也是有限 而他是有顿空身法加持 五道灵天第908集 奴婢和海云若融合后 境界修为就变了 奴婢获得了他的修为境界 到了古地境巅峰 不过还有一些瑕疵在 妖灵开口说道 要稳过好修为境界 不能虚服 秦初点了点头 主要也是因为属下是道深 是附属 如果是他融合属下 那么境界就有可能会突破 他的实力比奴婢强 妖灵对着秦初说道 现在你们的实力还有差别 秦初诧异地看了看妖灵 妖灵点了点头 是的 他的实力比奴婢强 他修炼到古地境的年月久 境界和实力是真实的 属下还是有些虚 还需要一些年月才可以 再就是彻底融合 彻底融合后 我们就是一个境界 也许可以冲击那无数人 梦寐已久的圣地境 秦初没有再说什么 这就是妖灵的事情了 再者他内心 对海云洛的偏见也少了很多 海云洛之前是偏激 事实上跟妖灵是一个性格 妖灵过去也偏激过 在秦初喝茶等待中 藏天观赏出现了能量波动 波动越来越强烈 荡漾的光源 将周边的一些山石 都摧毁和湮灭了 而且光运强度越来越大 手臂一挥 秦初携带着茶桌 和妖灵后退了一段距离 主人 藏天观要升级了 看着藏天观 妖灵的脸上满是诧异 秦初点了点头 最近一直修炼 他都忘记了藏天观 在自我健身的事情了 随着一阵剧烈的震战 藏天观释放的气息变了 不再是大地景层次 而是古地景 进阶已经完成 顺利度过雷劫的话 它就是古地景秘宝 劫云成形之后 剧烈地翻滚着 声势浩大 笼罩着方云数十里 跟秦初的古地景雷劫差不多 劫云翻滚了一阵子之后 雷电开始下批 藏天观凌空而起 开始对碰抗衡 秦初和妖灵 又后退了一些距离观看 雷劫无法干扰 秦初想帮藏天观也不行 只能够靠藏天观自己 雷电一步步地降落攻击 不过对藏天观 没有形成什么威胁 藏天观有气云之力护体 这导致了雷劫的情况 是雷声打笑过响 就没有形成什么有效的攻击 一个时辰过去 雷劫结束了 劫云散距 藏天观在空中一个旋转 收拢了空中的一些能量之后 落到了秦初身前区域 落地后 藏天观古朴庄严 带着镇压一切的气势和气息 在秦初观察的时候 一个穿着黑袍 脸上带着英气的青年出现了 藏天观契灵 见过主人 很好 终于成为了古地境秘宝 你也该有个名字了 你想叫什么名字 秦初开口询问着 主人姓秦 属下叫秦官好了 藏天观契灵开口说道 秦官 不要光果的官 叫官员的官 挥手可藏天 藏天观 秦官 秦初给藏天观气灵取了名字 给气灵取了名字之后 秦初手臂一抓 控制着藏天观缩小 抓在手里之后 又挥动了一下 他是习惯将藏天观 耽误其使用 秦初是藏天观的主人 除了气灵秦官 他也是可以控制使用 恭喜主人 妖灵对着秦初宫的躬身 过去一段时间 我不能用藏天观战斗 内心总是觉得有些缺憾 现在的缺憾没了 再有跟我挑衅和叫嚣的 我直接砸死 不过 有气韵再生的修炼者 还是算了 打笑了一声之后 秦初又摇了摇头 海云若的话 还是让他有些顾忌 主人您就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 秦官开口了 没有问题 秦初有些诧异地看着秦官 属下在晋升时候 也知道周边的一些事 主人和那个女子的交流 属下听到了 杀了有大气韵再生 也就是天道眷顾者 确实会气云下滑 引发一些问题 但是属下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属下在 这些问题不会落到主人身上 秦官对着秦初说道 为什么 秦初有些欣喜 也有些不解 属下是顺应至高规则 产生的气韵秘宝 等其层次够高的话 可葬一切 气韵再生的修炼者也不例外 葬天之官的名字 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属下和主人命运相连 所以主人拥有属下的能力 秦官开口说道 秦初眼内满是震惊 这葬天官太狠了 当其够的话可葬一切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没后果地泯灭一切 前段时间 听了海云柱的话之后 秦初内心的确是受到了冲击 故意知道 哪个敌人有气云在身 这杀下去 是容易出事的 可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呢 只要自己理不亏 只要自己温馨无愧就可以做 主人的品行属下知道 只要主人觉得温馨无愧 那么事情就可以做 在这杀有气韵者又如何 那也要看看谁够硬 就算没有属下的辅助 在气韵上能够压折 和影响主人的修炼者 也是极少极少 秦官开口说道 你能晋升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回去了 秦初的情绪十分高 因为藏天官对他很重要 晋升之后的藏天官 有异常霸道 解决了他的一切后果之忧 回翠云峰的路上 秦初和秦官有交流了一下 秦官告诉秦初 藏天官的强度没有问题 可以当武器使用 另外 藏天官的辅助修炼的能力 也有提升 这需要秦初自己去试一试 才能知道效果 回到了关云阁 将藏天官放好之后 秦初就进入了藏天官内 进入到藏天官内 秦初发现藏天官内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空间变大了很多 变得更加高压滑贵 跟官国没有一点联系 顶棚上的阵法流转间 一道道零起直扑而下 拿下铺团 秦初打坐开始修炼 修炼起来之后 秦初发现藏天官的辅助能力 增加了很多 之前只是外边世界的三倍 现在又是三倍 等于九倍于外边的世界 这会让他节省不少资源 秦初修炼 藏天官的麒麟 秦官也在调整着 紧接后的藏天官 在秦初修炼的时候 闭关打坐的唐云泽出关了 因为他感受到了 翠云峰方向的能量 有大波动 唐云泽赶到翠云峰 赶到关云阁的时候 唐平和唐南也到了关云阁外 两人都是仰徒看天 此时翠云峰上方的天空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 灵气呼啸而下 漏斗的尖端就是关云阁的后院 这江湖搞什么呢 唐南有些不满地说道 因为秦初这么搞 翠云峰其他区域就没有灵气了 唐云泽也观看着 看了一下之后 他就明白了 是秦初的秘宝在晦气灵气 主人 关云阁外有几个人到来 是我们弄出的动静太大了 秦官出现在秦初身前区域 灵魂之力探查了一下外边的情况之后 秦初拍了一下额头 他忽略了藏天官的影响 他这么搞可不行 出了关云阁 整个翠云峰都没有灵气了 交代了秦官停止晦气灵气 秦初身在闪动出了藏天官 随后将唐云泽 唐冰和唐南请进了关云阁内 秦初你搞什么呢 那个破关果这么大的威力 坐下之后 唐南看下了关云阁后边 唐南的话语声没等落地 磅礴的压力从天而降 直接压响了唐南 是秦官怒了 他是藏天官 是七云秘宝 不是谁随便就可以侮辱的 秦官 他不是有心的 秦初回身开口了 听了秦初的话 秦官才收回了压力 古地井修炼者尊严不可亵渡 拥有灵质的古地井秘宝也是一样 不会惯着谁 藏天官的压力收回去之后 唐南的脸色才正常 唐小姐别乱讲话 不太合适 看来这关云阁 我是不能待了 回身看了看关云阁之后 秦初摇了摇头 他知道关云阁不适合他居住和修炼了 藏天官运行起来之后 灵气都汇聚到了关云阁 崔云峰以及其他附近的几峰 都受到了影响 秦初 关云阁会一直是你的住处 唐冰开口说道 本座乡下 会给你安排一个 更合适的地方 思考了一下之后 唐云泽开口说道 现在这情况 秦初确实不适合再留在关云阁 又聊了几句之后 唐冰几人就起身了 离开前 唐南对着关云阁的后院 微微躬身表示歉意 他知道 他的话语有一些冒犯 离开了关云阁之后 唐冰和唐南 跟着唐云泽离开了 崔云峰到了主峰 到了唐云泽的住处 唐儿 以后要注意一些 你今天的话 对人家那是一个冒犯 那是古地境层次的密报 十分强力的 唐云泽对着唐南说道 父亲大人 之前女儿见过秦初那个密报 没有这么强悍啊 唐南有些不解地说道 可能是净化了 他不是我们长生宗内崛起的弟子 他走的是自己的路 所以啊 唐云泽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 他崛起了 你们 可能是没觉察到 关云阁后边的房间内 还有一个高手呢 气息比云很深沉 秀为境界和实力啊 都超过巅峰起的为父 唐云泽开口说道 妖灵的气息内敛 唐兵和唐南没有发现 但是唐云泽发现了 他是古地境强者 虽然受伤了 气血受损 但是境界和严介在 还有一个超过父亲的高手 他的官云阁内 除了一个侍女 就没有其他人了啊 唐兵眼内满是震惊 唐云泽笑的笑 他一直在为宗门努力 一些隐私和秘密 我们就不要打探了 闹得尴尬不好 长生宗有希望吧 跟女儿交流了一下之后 唐云泽就在长生宗的山门内 给亲出找合适的地方 花了一些时间 唐云泽在后风侧面区域 给亲出找了一个 风景秀丽的地方 有秀风 还有瀑布和水潭 唯一的缺点就是 水声有点大 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唐云泽带着亲出看了一下 确定了亲出喜欢这里 就安排宗门弟子 快速地修建阁楼亭语 人多力量大 为了不耽误亲出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秦出的新住处就弄好了 新住处弄好之后 秦出就挪窝了 他也需要安静的地方 血姑给秦出安排的婢女 也跟着了 本来秦出觉得不需要 但唐兵觉得 秦出需要一个 打扫卫生的人 就让其跟着了 秦出的新住处 比关云阁占地面积啊 毕竟周围没有其他人 修建的时候没有限制 婢女和妖灵收拾卫生 安放一些生活摆设 秦出就思考着一些问题 他思考着未来的方向 他无法确定 时空大潮汐什么时候来 另外他不知道 本尊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会不会有什么收获 有提升身躯的资源最好 如果没有 那么他也只能够 借助着藏天官来修炼 正常来说 秦出应该把家人借来 利用藏天官修炼 不过秦出也不着急 因为天舞小城内 有蓄灵塔 蓄灵塔也是可以辅助修炼 可以帮助他的妻子和孩子 在秦出思考的时候 妖灵来到了秦出的身侧 主人 奴婢的身躯修炼 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秦出看向了妖灵 海云若过去修炼身躯 且修炼到了大地境巅峰 我们融合 身躯重组后 本应该冲破大地境层次 可是并没有 一直是破不开瓶颈 妖灵对着秦出说道 听了妖灵的话 秦出看向了妖灵 心里也有震颤了一下 又来找自己破瓶颈 被秦出看着 妖灵的脸就红了 因为确实有点尴尬 怕是什么意思 秦出已经明白 你们两个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沉默了一下之后 秦出开口问道 邀灵摇了摇头 主人的身躯 就是破瓶颈的钥匙 主人的盪运和气血 都是修炼到的极致 奴婢感悟一下 就可以突破 现在这句身躯 不是你自己的 这件事情尴尬不尴尬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秦出扭头看向一边了 因为他觉得不合适 主人 这是奴婢和海云若 商议过后的结果 妖灵开口说道 秦出有些无语 为了提升实力 妖灵和海云若 还真是不计代价 对实力的渴求很强烈 五道灵天 第909集 主人 你不要看不起奴婢 一些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奴婢就不在意 奴婢就是想提升一下实力 这样能更好地为主人做事 看秦出扭头之后 邀灵开口说道 一些事 我需要思考 秦出开口说道 对着秦出供了供身 妖灵就下去了 他明白 如果是他自己 秦出不会有什么犹豫 毕竟之前两人间游过一次 一次和两次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牵扯到海云若就不一样了 妖灵下去 秦出到了瀑布下面的廷涛阁 拿着山泉水泡了一壶茶 帮妖灵无所谓 可还有一个海云若呢 喝了一壶茶之后 秦出回到了翠云峰 他要跟唐兵说一声 如果有人找自己 那么就送到廷涛阁去 他是担心奇妙真的欣赴来了 找不到自己 那就麻烦了 到了翠云峰大殿后边的别院 秦出看到了唐兵和唐兰 秦出处 还习惯吗 我这是真舍不得你走 唐兵和唐兰坐下了 唐兰给秦出倒了一杯茶 很不错 舒适度很高 长老和唐小姐 随时可以过去坐坐 秦出笑着说道 关云阁给你留着呢 我跟姐姐一起挤着住 都没去关云阁 唐兰对着秦出说道 秦出笑了 你去住吧 我在新住处 听涛阁住得不错 关云阁闲着也是闲着 再者 有人找我 你也能告知一下 我不去 那会被人说的 崔云峰的弟子也会怪我 再者 我也不想抢你的住处 唐兰摇了摇头说道 别这么死吧 我带你去 你要是不去 那以后我不回崔云峰了 说这话 秦出起身了 朝着关云阁走去 行了 那就过去吧 唐兵对着唐兰点了点头 秦出带着唐兰到了关云阁 住了关云阁接下来 就是唐兰的地盘了 那你回来的时候 我就让给你住 唐兰开口说道 不用 二胖和白羽都有妻子了 他们的住处我不方便去 但我 可以去跟楚狂刀 还有秦孝去混 记着点 有人找我 一定要给我带过去 这很重要 秦出叮嘱着唐兰 我记心里了 不会出错 看着认真的秦出 唐兰点头答应 交流中唐兰说的 等楚狂刀 秦晓 二胖和白羽回来之后 他就带到秦出的新住处去 如果宗门这边有什么事情 就去听涛阁找我 听涛阁就是我现在的住处 秦出对着唐兵和唐兰说道 坐了一阵子之后 秦出就离开了翠云峰 回到了听涛阁 接着又布置了几个阵法 在住处区域布置了 隔绝探查 还有阻拦声音的阵法 要不然瀑布的声音 也有些大 阵法布置好之后 秦出很满意 住处安静 想要听水声 就可以到瀑布这边 看着忙碌的婢女一眼之后 秦出拿出炼蛋炉 连制一点低级的丹药 给了这位雪姑安排的婢女 告诉她 收拾完卫生 可以去修炼 能有成就最好 不能有成就 也可以强身健体 延长一些寿命 对着秦出表示了感谢之后 婢女就下去了 她觉得自己很幸运 她之前也服侍过其他的弟子 其他的弟子事情就比较多 没有秦出这么好服侍 秦出就没有要求 都是她主动做 她做多少算多少 秦出从来不说 收了炼蛋炉 秦出到了瀑布旁边的凉亭 拿出一张躺椅就躺下了 水声是干扰嘛 有时候也是一种韵律 秦出睡着了 主要也是因为 他有一段时间 没有真正睡觉休息了 睡到了夜晚 脚步声让秦风醒来了 醒来之后 秦出看到了海云庄 这个时间来的 就不是妖灵了 你有什么事情吗 秦出坐着的身躯 是有一件事情 妖灵和主人谈过的 奴婢和她都想身躯突破 她说了 找主人可以 但是主人拒绝了 海云若开口说道 有些事情不合适 秦出摇的摇头说道 海云若沉默了一下 主人和妖灵在一起过 现在觉得不合适 那是因为奴婢了 是的 秦出直接将话挑明了 就是因为海云若 主人想多了 奴婢的一切都是主人的 奴婢实力提升了 也是帮主人做事 海云若开口说道 她和妖灵交流过 妖灵说了 秦出不愿意 也透露了 秦出不愿意的原因 秦出没有说话 一些事情是有诱惑的 可她还是不想做 妖灵和海云若的问题 都没弄明白 主人 奴婢是古地境巅峰的修炼者 在玄黄大世界黑海区域 也是霸主级修炼者 您不想征服吗 海云若伸手掠了一下 自己的修法 直接开始诱惑 因为指望说服 就说不通秦峰 如果不是妖灵 不是因为你伤害了 黄埔爵前辈 我根本不会招惹你 你征服不征服无关 秦峰回应了海云若一句 奴婢是古地境巅峰层次的霸主 如果 可能也会增加主人的气运 另外 那才是真正的征服 也才是真正的奴婢 现在这样 人家会笑坏主人的 会觉得主人身体有些问题 海云若开口说道 这不会 我有数位妻子 儿子女儿也有五位 会有人觉得我身体有毛病吗 秦峰从唐野上起来了 也被海云若其笑了 自己身体有毛病 开什么玩笑 可是有奴婢在 主人确实视而不见 人家会这么认为的 海云若开口说道 秦初没说什么话 副手看着瀑布 他需要静心 主人 奴婢都已经很不要脸了 海云若的声音有些低了 他过去也是霸主及修炼者 跟秦初这么说 却实是第三瑕疵 我知道 在你臣服之后 我也没有为难你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别算计我 别算计妖灵 日子也不会难过 秦初转过身说道 呼出了一口气 海云若挺了挺身躯 主人想过没有 奴婢现在没有了自由 没有了尊严 不求修为和境界的提升 又能有什么需求呢 有些事做与不做 其实并没有区别 明天奴婢会再来找主人的 话语说完之后 海云若攻攻身就下去了 他觉得也不能逼得太紧 秦初年轻 心底比较纯净 一些事情不能马上就接受 海云若走后 秦初回到房间休息了 他打算休息两天再修炼 主要也是因为 藏天官刚进阶 启陵秦官也在熟悉 新的藏天官 藏天官内也不是很稳定 接下来的几天 耀灵和海云若 都来见过秦初 不过秦初直接不见他们 就是沉淀自己的 这天秦初在听涛阁外修建树木的时候 唐兰来了 带着奇妙真的心服 秦初 这位是来找你的 不是我带着 他就不进来 唐兰开口说道 说起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通行令牌给他一个 这样 以后他来找我也方便 秦初对着唐兰说道 他身上是有身份令牌 但那是护法令牌 权嫌有些过大 他不敢给奇妙真的心服 如果对方乱用的话 那将是麻烦 没问题 那你们等一会儿 我现在去长老会 帮你拿一个身份令牌 对着秦初点了点头 唐兰就去安排了 秦初将奇妙真的心服 带到了听涛阁的大堂 这里有隔绝阵法 别人就是探查 也发现不了什么 奇妙真的死士 拿给了秦初一个冻天宝物 这是店主让属下交给大人的 拿着冻天宝物 秦初的灵魂之力开始探查 他的灵魂之力进入到冻天宝物内 就碰到了奇妙真的灵魂印记 冻天宝物到了主人手里 奴婢就放心了 这里是罗刹店的一些资源 说完话之后 奇妙真的灵魂印记就散去了 他是加了一层保险 他的灵魂印记 古地井之下的修炼者是破不开的 死士根本动不了 查看了一下冻天宝物 秦初心里很震惊 因为冻天宝物内有很多的资源 这女人要把罗刹店搬空吗 秦初低声呢喃了一句 冻天宝物内的资源太多了 秦初明白 这是奇妙真表忠心的一个方式 秦初看到了一些补充气血的 谷地井材料 不过他无法使用 因为他没有谷地井的气血单单方 直接使用 那效果就差了很多 在秦初查看资源的时候 唐兰回来了 递给了秦初一个长生宗通行令牌 秦初对唐兰表示了感谢 给了唐兰两桶好茶 他的酒喝茶在大洲皇朝那儿都是供品 唐兰走了 秦初将令牌给了叫这个暗影的死士 然后让其离开了 唐兰和暗影都离开之后 秦初又向资源整理了一下 他现在的资源足够他将元气修为 提升到谷地井第四阶段 灵魂修为也能够进入到谷地井第四阶段 因为他还有一部分灵魂晶石 唯一的难点就是身躯层次的提升 秦初明白是他的身躯层次太高了 所以资源稀少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整理好资源之后 秦初就进入到了藏天官类修炼了 是秦官通知秦初 藏天官类可以正常地修炼了 随着秦初进入藏天官 藏天官的阵法就运行了 空中一定范围的天地灵气 都被藏天官汲取到了藏天官内 藏天官类的灵气很浓郁 秦初吸纳之后就开始了修炼 这情况让廷涛阁内的海云卓很是诧异 也有些失落 他和邀灵沟通过了 今夜就去秦初的房间直接影送 秦初会翻脸影推吗 他们觉得不会 可现在秦初闭关修炼 这让他的计划落空 这种情况下 海云卓也很是无奈 只能去修炼 新身躯比之前他的身躯都强健 他也需要进行熟悉 随着秦初的修炼 世界安静了 吉妙珍拿下了羽化门区域 就开始巩固和发展 他现在也很难办 攻击长生宗的有盟不合适 他也只能是拖着 同时将长生宗有盟之外的一些势力拿下 高速的修炼了半年之后 有些疲惫的秦初出关了 秦初出关之后不久 白羽夫妻阿尔胖夫妻 在唐兰的带领下来到了听涛阁 因为人多不是很方便 姚灵就躲了 没有出现在人前 见到了秦初之后 白羽和阿尔胖很兴奋 抓了野兽就靠上了 秦初拿出九百赏 兄弟见面就是开心时刻 唐兰没走 这么热闹的场面他也有兴趣 宣问了阿尔胖和白羽 知道两家的产业开展得很顺利 秦初为两夫妻高兴 这是老大你不做生意 你做生意 那就跟抢劫差不多了 毕竟你是极品炼丹士嘛 白羽开口说道 主要也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 你们过得好就行了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再来找我 秦初开口说道 他知道自己资源雄厚 是战斗所得 即使也是一种抢劫和掠夺 这一顿酒喝得很痛快 喝到了天黑 阿尔胖白羽两夫妻和唐兰就离开了 揉了揉脑袋 秦初就回到了房间 他很长时间没有喝这么多了 发现唐兰等人离开 姚灵就回到了听涛阁 回到了听涛阁之后 因为时间的关系 海云若就掌管了身躯 探查到前锋喝多了 在房间内休息 海云若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事情发生了 秦初能怎样他 能杀他吗 根本不会 悄悄地来到了秦初的房间之后 海云若脱掉了裸裙 然后就爬到了床上 他也不担心秦初醒了 或者是有警觉 秦初喝得有些多 只要他没有敌意和杀意 秦初就不会有感觉 秦初做梦了 做梦回到了家主和妻子在一起 伴随着一声轻哼的声音传出 秦初醒来了 月色下 海云若带着红韵的脸庞 很是显眼 知道不对了 秦初就要起身 这时候 海云若双臂合拢 将要起身的秦初拉住了 用力地拉向了自己 随着秦初压下来 剧烈的刺痛感 又让海云若忍不住地又哼了一声 你看什么 秦初有些郁闷 也有些生气 喝多了酒之后 竟然被海云若给强趴了 都到了这种程度 主人您还是不想这张符吗 那让奴婢会怎么看你 拉着秦初 海云若不让秦初起来 同时刺激性的话语也说了出来 五道灵天第九百一十集 听了海云若的话 秦初的邪火与怒火就压不住了 既然已经这样了 继续不继续事情都成了 那还有什么客气的 先干了再说 回首布置了领域结界之后 秦初就放开了顾忌 场面从开始的低迷变得刚昂起来 很长时间没有回天武小城了 秦初过得也是比较压抑 狂风暴雨肆虐 这让原本觉得是好事的海云若 不堪冲击 酷得是梨花带雨 适用了一阵子之后才能够成熟 事情完结之后 秦初起身了 自己处理好 能不能突破是你的问题 如果要突破 你要换一个地方 话语流下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房间 去瀑布下祭祷了 在海云若起身 要修炼的时候 身躯的掌控权交替了 到了妖灵掌控身躯的时候 感受了一下自身 妖灵摇了摇头 这真是征服 没有联系 没有身躯掌控权 妖灵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感同身受 之前那一次可不是这样 可是没办法 是他和海云若决定了应诉 艰难的病腿做好 妖灵开始修炼了 他要量化秦初留下的精气 要借此突破身躯的境界 洗了一个冷水澡 秦初的火气下去了 可心里有些不爽 海云若还是得手了 这也怪他喝酒喝的有点多 海云若没有敌意和杀意 他就没有警觉 可事情已经出了 他能够怎么样 去灭杀 这不能做 去折磨 那又有什么意义 思考来思考去 秦初觉得 这事情他也只能是认了 反正海云若接下来 也是为他做事 不过他也要教育一下海云若 回到房间内 秦初发现 海云若已经不见了 潘西打坐的是妖灵 这让他没办法了 他不愿意去训斥妖灵什么 这次的事情 妖灵是有责任的 可也应该是受 海云若思想和性格的影响 天亮了 妖灵在修炼 天黑下来 变成了海云若修炼 到了夜晚的时候 海云若的声音 出现了秦峰的声海内 他呼唤着秦初 什么事情 回到房间内 看到了海云若 秦峰就有些生气 就是这个女人 强趴了他 奴婢要突破了 修炼的关键时刻 海云若无法开口 还是灵魂传音 没有办法 秦初能量裹着海云若 进入了大荒处 海云若身躯进入古地境 会有雷劫出现 再听涛阁渡劫不合适 进入到大荒身处 秦初放下了海云若 接着就帮着警戒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警戒的 有捣乱的他可以解决 海云若完成了突破 但渡劫的时候 到了妖灵接管身躯 秦初没管这些 他觉得难度不大 不管是妖灵 还是海云若 境戒都是古地境巅峰 渡古地境雷劫也是容易 下半夜的时候 妖灵渡过了雷劫 主人 对不起 奴婢任责罚 看到秦初之后 妖灵道歉了 他知道海云若做的事情 让秦初很生气 而这件事情 他也有责任 我罚你有什么意义 秦初看得妖灵一眼 有些事情他也是无奈 奴婢知道错了 主人别生气了 妖灵还是陪着不是 好了 你抓紧时间 稳固身躯静静 看得妖灵一眼 秦初到一边打坐了 稳固修为到了天亮之后 秦初带着妖灵 回到了亭涛阁 你们现在的情况 也是一个问题 战斗中 到了身躯掌控权交替的时候 麻烦就大了 秦初提醒着妖灵 主人放心 我们不争夺身躯 控制权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麻烦 另外奴婢会想办法解决 妖灵开口说道 好了 去修炼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战就到来了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时空大抄袭 对他来说是一个压力 不过他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随时可以通知战斗 翻身归来 加上有剑升的藏天官在手 古地境的对手 他不惧怕 另外他也有帮手 妖灵奇妙针 也都是古地境中的强者 妖灵去修炼了 秦初就放松着自己 前段时间他高速地修炼了半年 久违提升不少 现在也需要沉点 大荒点 吉妙针又接到了皇甫机的召见 皇甫机的意思是 让他加快进攻的步伐 吉妙针说了自己的难处 说了自己目前无法破长生松 和有蒙的联手之势 思考了一下之后 皇甫机喊来了正衡殿主 让正衡殿配合罗刹殿和吉妙针战斗 这情况下吉妙针无法不开战了 思考了一下 他以部署局面拖延时间 然后让暗影通知秦初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火灵门 要斩杀阳宗 让秦初做好准备 进攻他是一定要进攻的 要不然就要脱离大荒点 回到秦初的身边 接到了暗影的传信之后 秦初知道事情来了 吉妙针目前还不能够离开大荒点 那么他能做的就是要化解这次的浩劫 他和杨宗聊得不错 再者从有蒙的角度 他也不能够让火灵门受损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初将妖灵收进了战荒殿内 然后找到了唐云泽 跟唐云泽说了情况 哦 洛杀殿 郑恒殿要一起进攻 这我们好像守不住啊 要通知杨宗主 火灵门要先避其风吗 唐云泽开口说道 坐着传颂镇 秦初和唐云泽传送到了火灵门 见到秦初和唐云泽 杨宗热情地交代了 本身他和杨宗就是至交好友 坐下之后 唐云泽就说了情况 说了大荒点集中的两天人马 进攻火灵门的事情 听了唐云泽的话 杨宗的脸色就变了 如果罗刹殿和整衡殿一起进攻 火灵门就顶不住 杨雄啊 现在就看你的选择了 如果占那么我们就通知盟友 迅速集合人马 如果不占 那么火灵门就集合人马撤退 避免损失啊 唐云泽开口说道 这消息可靠吗 杨宗开口问道 消息绝对可靠 这是大荒店一位高层 传递给我的消息 秦初开口了 这个消息是他告诉唐云泽的 唐云泽就无法回答杨宗的问题 秦初的话出口之后 杨宗就来回躲不思考着 此时他陷入了抉择 这战与不战 火灵门的普通弟子 都要扯退 思考了一阵子 杨宗呼出了一口气之后 坐了下来 喊来人安排宗门的弟子 开始撤退 秦初和唐云泽都点了点头 就是打算战斗 火灵门的一般弟子 也要撤退 因为对战争 起不到任何作用 火灵门的弟子 开始撤退 杨宗还是没有做出 战予不战的决定 不战而退 他不愿意 战呢 损失很大 而且牵扯到联盟 他也不能太自私 云泽呀 你看怎么办 思考了一阵子之后 杨宗看向了唐云泽 唐云泽则是看向了秦初 因为消息都是秦初传来的 从杨宗主的角度看 不战而退 从内心上无法接受 如果战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些战术安排 从取寒冰归下的寒冰殿实力来分析 是一位殿主 三位长老是古地形 那么罗刹殿和正恒殿 估计也是这个水平 所以与他们正面抗衡 我们即便是联盟一起出手也不行 目前来看 只能是各个急迫 秦初开口说道 他现在也想着 怎么能够削弱大荒殿的战力 不削弱大荒殿的战力 时空大潮汐来临的时候 对他来说压力就比较大 那我们就通知乔运和铁穹过来 大荒殿要打 那我们就打一下 不战而退的 这让出火灵门的基业 太让人不甘心了 杨宗开口说道 做出了决定之后 杨宗通知了乔运和铁穹 又做了一些部署 火灵门的普通弟子 该撤退还是要撤退 两个时针过去 乔运和铁穹前后赶到了火灵门 大家坐在了一起 通报的情况 不战而退的话 这大荒殿的气焰 会越来越嚣张的 铁穹开口说道 我们先通知 麾下的精英人马过来 再研究怎么打 乔运也没有回避问题 现在的大荒殿 几乎是三仓区域的公敌 如果自私地考虑得失 不联手对抗的话 等大荒殿打到自己家门口 也就没有盟友支援了 做出了决定之后 乔运 铁穹和唐云泽 都去调削人马了 秦初留在了火灵门 他思考着怎么打 他觉得和奇妙镇联系一下 让罗刹殿和整衡殿 分兵出战 这样他和唐云泽等人 就可以对正衡和正衡殿的人马 形成肿创 觉得战术可行 秦初就没有通知自己的分身赶回 他不知道出去寻找材料的战斗分身 是什么情况 如果通知的话 可能打乱分身的计划 安排了麾下精英人马 迅速集合之后 唐云泽 乔运和铁穹 又回到了火灵门 跟杨宗和秦初商议战术 秦初虽然不是势力魁首 可没有谁能够忽视秦初 对联盟的作用 不瞒着各位说 我在罗刹殿内安排了人 能影响罗刹殿的一些行动 所以罗刹殿对我们的威胁 不是最大 我们目前要打的是正衡殿 秦初开口说的 好的 那我们就集中精力 把正衡殿 杨宗开口说的 杨门主安排人马 打探他们的前进路线 这样我能联系到内线 确定他们的战术安排后 随时做出调整 秦初开口说的 他要确定大黄殿人马的行动路线 这样才能够联系上奇妙针 商议好之后 杨宗和铁穹 就都安排人去打探消息 云仓区域是他们的地盘 他们是比较熟悉的 秦初住进了火灵门的贵边楼 接着思考着接下来的局面 他觉得利用齐妙针 主导大黄殿的进攻节奏 来让罗刹殿和正衡殿分兵而战 这样他和长生宗的友盟 就可以吃掉正衡殿 齐妙针觉得 给秦初的反应时间够了 就没有再继续拖延 带着罗刹殿和正衡殿的人马 朝火灵门推进 大黄殿的人马进入火灵门的疆域之后 火灵门的人就发现了一行人的踪迹 将信息传送到了火灵门 知道了大黄殿人马的行进路线 秦初离开了火灵门的山门 在火灵门密探的带领下 接近了齐妙针等人的行进路线 随着接近 秦初就感应到了齐妙针的位置 同样齐妙针也感受到了秦初的到来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收敛了自身气息 又穿上了遮天斗篷 再次朝着齐妙针号尽 到了一定的距离之后 秦峰和齐妙针可以灵魂交流了 但正衡却没有察觉 秦初说了自己的构想 齐妙针做出了回应 他说了会分兵战斗 具体怎么分兵 他还要跟正衡商议 沟通好之后 秦初就后退了一些距离 这样晚些时候就有结果了 齐妙针就可以通知他 与秦初交流好之后 齐妙针就到了正衡 和齐麾下人马的所在区域 正衡 估计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 本座觉得我们可以分兵而战 火灵门可能不好打 这样 本座带着人马去攻击火灵门 你带着人马去攻击霸王宗 把铁穷的霸王宗拿下 齐妙针对着正衡说道 正衡店主看向了齐妙针 齐店主这是要扛着压力 将功勋给我正衡吗 那本座就光打霸王宗 正衡店主带着去攻击火灵门 正衡店主愿意去吗 齐妙针看向了正衡 齐店主想多了 本座是奉命配合你战斗 但不是当炮灰 正衡的脸上出现了冷意 他根本不服齐妙针 这些年也只是接受皇甫机的命令 要么我们一道进攻火灵门 要么你就去拿下霸王宗 你自己选择 齐妙针说完就离开了 他知道正衡会做出什么选择 跟齐妙针预想的一样 正衡带着挥下的人马 跟他与罗刹店的人马分开了 前往霸王宗去 正衡有自己的思考 有功勋他自然要拿 而且还可以避免挥下人马的损失 正衡带着人马离开 秦初就知道了 因为身躯修炼处的成就 可以完美地收敛自身气息 加上多上了一道保险 穿了遮天斗篷 所以秦初能够感应到正衡的位置 正衡却绝察不到秦初的到来 当正衡离开了一些距离之后 秦初就将妖灵转出了战黄殿 将身上的遮天斗篷给拖下来 交给了妖灵 你朝着西边追击 大黄殿的正衡殿柱朝着西边去了 你跟着他们 这样我能通过你所在的区域找到他们 五道灵天第九百一十一集 好的 属下会将事情办好 穿好遮天斗篷之后 妖灵就去追击正衡了 妖灵走后 秦初小心地跟秦淼珍交流了一下 让秦淼珍降低前进速度 要押住节奏 他带着人去攻击正衡 与秦淼珍交流好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 坐着传送证回到了火灵门的山门 找到了唐云泽的人 秦虎发 情况怎么样了 不等唐云泽开口 杨宗就着急地询问了 因为这一战关系到火灵门的未来 局面走向跟我的计划一样 现在罗刹殿和郑恒殿已经分兵 郑恒殿的人马朝着霸王宗去了 罗刹殿还是火灵门方向 秦初开口了 听了秦初的话 帖穹站起身来 那霸王宗有危机了 而我们只能打一遍呢 不会有危机 现在我们先去打掉郑恒殿 杨文主委不用着急 罗刹殿的进攻速度不会很快 我们跟郑恒殿战斗完之后 回来再战罗刹殿也来得及 秦初开口了 他不说明白也不行 联盟人马去占整横殿的人马 火灵门的杨宗就有些着急了 那就这么办吧 杨宗重重地点了点头 现在他别无选择 在这秦初的安排也是最合适的 开启了火灵门的山门防御大阵之后 秦初一行人就离开了火灵门 秦初指引这方向 杨宗带着一群人快速传送 离开了火灵门 进入到霸王宗的疆域之后 就换成了铁穹带路 秦初确定着妖灵的方位进行着追击 秦初在妖灵的深海内留下了双层印记 所以只要不是距离太大 秦初就能够感应到对方的位置 快了 距离不是很远了 感应越来越强烈 秦初知道要追上了 毕竟是云仓区域 杨宗和铁穹是低头蛇 可以用传送阵赶路 正横带着麾下的人马是飞行 速度上自然没有秦初一行人快 好 将他们收拾了 我们快速回火灵门 阻挡罗沙殿的进攻 这还来得及 杨宗开口说道 杨门主放心 不会出什么偏差的 我们的时间绝对够用 还有重要的一点 一会战斗的时候 会有一个穿斗篷的女子出手 那是我们自己人 不要攻击错了 秦初对着杨宗等人说道 秦初 秦护法 秦大大师 你现在什么情况 能影响大荒店的决策 还有自己人 看着在自己身侧的秦初 乔运的眼泪满是不解 因为现在的局势 都在秦初的计划中 且不说 现在又说有自己人 只让他看不懂秦初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 等站到完了 有时间再说 秦初觉得 离这妖灵已经很近了 在铁穹的带领下 秦初等人 又传送了一次之后 秦初没让铁穹带着传送了 不追了 铁穹有些不解地看向了秦初 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赶路进度 现在回头迎击他们 战斗要来了 说完话之后 秦初就带路飞行了 不长时间 秦初就锁定了邀灵所在区域 随后也探查到了 郑恒等人的存在 开战吧 嘀吼了一声 秦初加速朝着郑恒 和其麾下人马所在的区域冲去 现在也不需要藏着掖着了 就算他能够藏住气息 唐云泽 杨宗和铁穹等人 也是藏不住的 特别是铁穹 身上杀气腾腾 霸王宗要被攻击了 星哥有些火爆的铁穹 是压制不住情绪 当秦初等人出现在摊查范围里 郑恒就发现了 发现悬舱云舱两个区域的 古地镜巨头都出现了 郑恒知道了情况不对 退 郑恒的脸上出现了杀意 他带着的人马不少 古地镜的长老也有三位 再者知道了齐妙珍之后 齐妙珍和罗刹店的人马到来 还是可以站的 想通知齐妙珍 郑恒发现他竟然通知不了 因为对齐妙珍有些看法 他就没有要齐妙珍的灵魂水晶 来人 去通知罗刹店主 发现没有齐妙珍的灵魂水晶之后 郑恒对着麾下的一位大帝喊了一声 属下有罗刹店一位长老的灵魂水晶 刻意通知 郑恒身边的一位古地镜长老 拿出一颗灵魂水晶捏碎了 郑恒店的长老捏碎了传信魂珠之后 秦初等人就到了 斩斗直接打响 秦初盯上了郑恒店主 现在的大黄店都是黄斧鸡的人 都很无道 所以秦初也是不客气 该死的杂碎 跟我们大黄店抗衡 你们是唐壁当局 开口怒吼了一声 郑恒就朝着秦初杀去 他没想到竟然遭受了算计 玄仓云仓区域的联盟势力 没在火灵门会在这里拦截自己 怒吼一声之后 郑恒挥动斩刀就朝着秦初斩杀 古地井第三阶段就朝着自己冲击 郑恒觉得秦初太生恶了 只认不清自己 认不清形势 手臂挥动 清零剑出枪 秦初一剑就刺在了郑恒的战刀上 一声翠响 秦初的身躯在原地 郑恒被击退了 郑恒的元气修为是超过秦初 但身躯层次差多了 身躯层次差距大 力量就无法相比 所以就被击退了 一次对碰被击退 让郑恒失分地吃惊 而这时候 秦初的布斯领域爆发 朝着他压了过来 施展了布斯领域 压制郑恒之后 秦初身躯前冲 杀声诸仙剑截就发了出来 脸上满是震惊的郑恒 领域狂暴迸发 抵挡秦初的领域压制 就迅速后退 这时候秦初左手挥动 紧接之后的藏天官出现了 朝着郑恒砸了过去 他知道解决了郑恒 这一场战斗就可以快速地结束 在这没有郑恒告状 奇妙真的处境也不会难 你是谁 挥拳砸向藏天官 郑恒也大吼了一声 他就没有听说过 三仓区域有秦初这么一个强力谷地 此时罗刹店麾下的一位长老 找到了奇妙珍 说了郑恒麾下长老 捏碎了其灵魂水晶的事情 说了这是郑恒店求援 奇妙珍秀眉皱起 这情况说明郑恒等人受到了攻击 救人 他才不愿意 现在他最需要做的 就是让秦初满意 至于黄斧机那边 他能够交差就交差 交不了直接就离开 得罪了黄斧机不要紧 如果让秦初觉得他有背叛 那他就没有活路了 店主 罗刹店的这位长老 呼喊了奇妙珍一句 先去救援 想了一下之后 奇妙珍做出了决定 救援是要救援 细节就看怎么救援了 他可以在救援中做一些安排 赶去救援了 他在黄斧机面前还是能够洗白 奇妙珍等人赶路 秦初等人在这边激烈的对战 引刚了藏天官的一次杂击 郑恒受伤了 左手的骨头被震裂 气血受到了强烈的震荡 他施展了能量分身 阻拦秦初的攻击 郑恒施展了能量分身 秦初也施展了火焰能量身 能量身和能量身对战 秦初的本孙施展幻灵斩之刃 攻击郑恒 还要影响郑恒的防御 然后进行绝杀 这时候 穿着遮天斗篷的妖灵出现了 对郑恒殿的一位长老进行攻击 穿着遮天斗篷 妖灵藏匿了自身气息 所以没有人能够看出 他的境界和实力 当他出手之后 情况震惊了唐云泽 乔月 杨聪和铁琼 因为妖灵的强悍 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秦初和妖灵出手 且选定的目标之后 剩下的两位整横殿长老 就陷入了被围攻 唐云泽和乔月 杨聪和铁琼 分成两组 对着两人开杀 另外几人回下的精英大帝 也开始攻击整横殿的人马 战争场面变成了一面道 你到底是谁 被秦初的灵魂攻击 幻灵斩持人影响之后 中了一道杀生 诸仙剑气的整横 咆哮了一句 散仓区域的古地井修炼者 他几乎都了解 就没听说 有年轻强力的古地井出现 我 秦初 秦初爆出了名字 听到了秦初的名字 整横明白了 因为秦初 就是屈寒兵失败的理由 在战败之后 屈寒兵跟黄佛基的解释是 长生宗出了一位 战斗力强横的年轻古地 影响了他的战斗计划 才导致进攻失败 大黄典很多人都不相信 都觉得屈寒兵的理由 找得不是很好 现在正横明白了 屈寒兵的话是真的 就不是什么托词 正横是明白了 但完了 秦峰的攻击 一浪强过一浪 就不会给他传戏的机会 又一道剑起 洞穿了正横的身躯之后 秦初顿空身法施展 接紧了正横之后 左手抓着藏天官 呼啸着一个猛力吓砸 来不及躲避的正横 只能够用受伤的左臂 挥拳抵挡 藏天官和正横 左拳硬碰 发出了一声闷响之后 正横的左拳头和左臂 都被砸碎 身躯被震得倒飞 秦初身子一个直冲 左手收回了藏天官之后 一拳挥出 不死破玉群更 就轰在了正横的丹田 破掉了正横的元气修备 接着又是一道剑气 在正横惊恐的眼神中 秦初这道杀生诸仙剑气 将其眉心深海贯穿 斩杀 打荒天的一位店主 死在了秦初的清灵县下 收了正横的冻天宝物 武器和秘宝之后 秦初就朝着 妖灵的对手杀去 他不想参合其他的战团 再者 其他的战团 就是二打一 就妖灵自己抗衡一个对手 正横店主死了 杀光这群狼崽子 见到正横死亡 铁穹就大吼了一声 他从开始的焦急焦躁 变得兴奋 因为在秦初的安排下 危机变成了战固 场面变成了一面岛 正横店处于了全面弱势 等于是被云仓 玄仓的联盟势力按着他 你做得很好 秦初对着妖灵说了一句 多谢公子肯定 妖灵回应了一句 他知道在人前 称呼主人不合适 所以就称呼了公子 齐妙珍带着 罗刹店的人马 朝着战场赶来 他现在有些慌论 如果秦初这边 没有结束战斗 他带着人马过来 那么就会给秦初 形成困扰 可不赶过来也不行 他得到了消息不救援 那么回去之后 也无法跟黄府妻交代 这情况下 他也只能是 走一步看一步 不过他觉得 秦初不会给他出难题 罗刹店主和罗刹店的人马上到 你们会死的 通知了罗刹店的那位正恒店长老 大声咆哮着 听到了这位正恒店的长老咆哮 秦初疏了一声 速战速决 他知道得到了通知的奇妙珍要来 毕竟奇妙珍是大荒店的罗刹店主 不能够死无忌惮地做事 秦初和妖灵斩杀了对手 杨宗和铁琼也斩杀了对手之后 奇妙珍赶到了 这时候 正恒店也只剩下的一位谷地警长老 战斗处于劣势后 带着你自己的核心人马撤退 一些跟你不是异心的 就不要管了 秦初对着奇妙珍的灵魂传音了 得到了秦初的指示之后 奇妙珍就带着人加入了战团 混战开始 秦初和奇妙珍两人开始缠斗 这样他能够控制局面 如果奇妙珍和其他人对上 那就是真正的厮杀了 战斗的极为激烈 云仓玄仓联盟势力的 谷地警修炼者没有陨落 但回家的人马损失很大 整恒店和罗刹店的损失就更大了 战斗持续了半个时辰之后结束了 奇妙珍带着一部分 绝对忠于他的人马撤退了 撤退的正恒店人马就更少了 唐云泽和乔运的对手活了下来 这是因为秦初给唐云泽和乔运灵魂传音了 将其打餐之后不要绝杀 因为需要他回去证明 奇妙珍出手救援了 证明这件事情奇妙珍的责任不大 战斗结束了 让人打扫战场之后 秦初等人就汇聚到了一起 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伤势 事实摆在大家眼前 正恒店主被秦初斩杀 罗刹店的一位强力古地镜长老 也是被秦初斩杀 再者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妖灵 妖灵也斩杀了一位古地镜的对手 而妖灵是秦初的人 大家太客气了 你们先处理残局 我还有事情要做 说了一句话之后 秦初带着妖灵离开了战场 他还要和奇妙珍进行一些交流 五道灵天第九百一十二集 战斗的时候 秦初和奇妙珍交流过 但没太交流清楚 现在他要问问细节 问问接下来的安排 带着人马退出一段距离之后 奇妙珍松了口气 虽然是假意战斗 但秦初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他可以确定 如果是真正的战斗 秦初会很容易击败他 就没有任何的悬念 店主 这一场我们输了 我们能活着 好像是因为对方没有狠打 一位罗刹店的长老说道 奇妙珍呼出了一口气 心里有数就行了 你带着人先退 本宗看看后面是什么情况 店主注意安全 我们到前方等您 罗刹店的长老 带着罗刹店的人马先离开了 奇妙珍回声赶了一段路 就看到了秦初 就是察觉到了秦初的到来 他才让麾下的人马离开 罗刹店有损失 这没办法避免 接下来你回去后能交差吗 会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秦初开口询问着 他不希望奇妙珍有什么大麻烦 应该不会 如果出现问题 奴婢就离开大黄殿 去找主人 奇妙珍开口说道 也行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让暗影通知我 另外 注意身边的人 一些事情如果泄密了 对你来说就是危机 秦初又提醒奇妙珍一句 奇妙珍看了看自己属下离开的方向 主人可能有所不知 现在剩下的几乎都是属下自己的人 一些不忠心的 奴婢也会想办法清楚 对着奇妙珍摆了摆手 秦初就让奇离开了 事情到现在这个程度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打了几次下来 正横殿已经覆灭 就没有几个活人了 寒冰殿也只能下曲寒冰一个高手 如果奇妙珍没有被为难 那么就是完美的 奇妙珍走后 秦初将追过来的妖灵 收到了银星界内 然后回到了战场 战场已经打扫完毕 唐云踪几人在等候着秦初 你的那位朋友走了 战场 我们已经清理好 你那边的情况如何呀 唐云则看着秦初问道 秦初点了点头 已经处理好了 因为离这霸王宗不远了 一行人就到了霸王宗 各方人马都开始休整 战争打起来了 哪一方都有损失 待在霸王宗的贵宾楼内 秦初灵魂之力 跟银星界内的妖灵做着交流 他对妖灵的表现是很满意的 事实上秦初对妖灵一直是很满意 是在妖灵与海云若融合之后 他的信任度才降低 傍晚的时候 唐云则来到了秦初居住的贵宾楼 给了秦初一个冬天把握 唐叔这是干什么 秦初有些不解地询问着 啊 战利品 里面是这四战争中 交货的一部分战利品 大家在一起处理好之后 哪来了你该得的那一份 唐云则开口说道 我击杀了郑恒 已经获得了战利品 这些就算了 别闹得联盟不和谐 秦初将冻天保护 又推回给了唐云则 唐云则笑了笑 没什么不和谐的 这是他们其人的意思 这次战争中 你祈祷的作用是最大的 你不拿一份 他们内心果不屈呀 犹豫了一下之后 秦初将这一份战利品收了起来 随后又询问了长生宗的损失 唐云则告诉秦初 长生宗损失了一位大地境长老 还要以为受到了肿疮 不过吃了秦初 留在宫宣殿的疗伤药之后 已经保住了根基 恢复起来也就是时间的事情 战争很残酷 打起来后 不管是哪一方都会有大损失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秦初摇了摇头 人们常说天在人祸 战争就是人祸之首 唐云则和秦初辽历阵子就离开了 不长时间 唐云和唐云两人到了秦初居住的贵宾阁 秦初泡了一壶茶 长老和唐小姐没受伤吧 没有受伤 秦初你太厉害了 几下就弄死了郑恒 你也应该弄死那个罗刹店主 唐云开口说道 实力不够 就没有做到 看了看唐云之后 秦初开口说道 才不是 你都没有出绝招 杀心不强烈 是不是因为他是女的 唐云看着秦初说道 狼儿 你乱说什么 唐云打断了唐云的话 话语有些严厉 秦初摆了摆手 阻止了唐云再训斥唐云 唐小姐不用想太多 最起码 我秦初不可能是 长生综合联盟的叛徒 既然不能是叛徒 那么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有自身的考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谁怀疑你是叛徒 我就是觉得 你有能力留下他的 唐云着急地解释了一句 他就是想问问心中的疑惑 现在秦初都提到了叛徒 事情有点严重 那就如你所说 我不想留下他了 秦初笑了笑 他就是没想留下齐妙珍 齐妙珍对他来说 意义很大 也很长远 警护法 唐云口不择言的 你别介意 唐冰开口解释着 他有些无奈了 唐云说过来找秦初聊聊 这是聊聊吗 简直就是找事 秦初做出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跟谁交代和解释 没什么介意的 唐云你太生愣了 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 这次我们顺利地得到消息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罗刹店有内应 所以杀谁和不杀谁 我有自己的衡量和判断 秦初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 不该乱打听实情 唐云的声音有些小呢 喝茶吧 秦初摇了摇头 对于唐男他也是无奈 因为唐男一直这么生愣来着 就没有什么心机 想什么就说什么 不过话语中那句 就因为奇妙真是女蛋 这让他很受伤 在霸王总待了两天 秦初 唐云泽和长生宗的一行人 就离开了 这次的冲突也算结束了 整横店被灭掉 罗刹店被打残 大黄店下一步的进攻 短时间之内不会到来 秦初啊 你的内心会受到波及吧 赶路中 唐云泽宣问着秦初 不知道 其实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这次战争失利 大黄店的高层肯定问责 问责到谁头上就不知道了 希望问题不严重 秦初开口说道 他确实有些担心奇妙真的近况 秦初知道 关于这次的战争 奇妙真会有托词 他也是救援了 可战争失利也是实施 所以秦初不知道 发怒的黄斧机会做出什么决定 不过他觉得 奇妙真是疑点之主 就是生气发怒 黄斧机也不能够太过格 接下来他要等消息 看着秦初沉思 唐云泽也没有打动 毕竟事情牵扯的比较大 关系到了整个三仓区域的局面 另外他也有一些猜测 能配合秦初这么完美的进行战术安排 那秦初的内线 在大黄店的地位一定会十分的高 他甚至有一些猜测 只是不敢说出来 回到了长生宗之后 秦初就开始等消息 半个月之后 暗影再次来到长生宗 到了听涛阁 情况如何 秦初有些着急地询问着 殿主受了处罚 要灭碧司过一个月 暗影开口说道 还好 听到了这个处罚结果 秦初呼出了一口气 主要也是因为大黄店实力受损 正衡店和寒冰店 都没有什么战力了 皇府店主还需要店主做事 所以处罚就不严重 暗影去见店主的时候 店主让暗影将消息传递给大人 暗影对着秦初说道 我知道了 你回去告诉他 他做得很好 接下来先稳住自身 有什么情况 你去将消息传递过来 你也辛苦了 说这话 秦初将一个储物戒指 给了暗影 暗影后退了一步 店主为大人做事 那么暗影 自然也是为大人做事 拿着吧 注意安全 秦初将储物戒指 丢给了暗影 接到储物戒指之后 暗影就离开了 他过来 就是将奇妙真的消息 传递给秦初 大荒店内 是一片压抑的气息 因为大荒店 最近是连连失利 寒冰店被打残了 高手只剩下了 屈寒冰一个 正恒店打没了 高手消耗殆尽 罗刹店的人马 也是折损了三分之一 这让大荒店 对外征战的能力大减 现在失利完整的 只有天道店 天缺店 灰进店 至于第七店 胡旺店 上到店主 下到兵足 已经是销声匿迹 灰进店不外战 一直拱卫着大荒店 防卫着大荒店 山门的安全 因为大荒店 山门很重要 是大荒店的根基 不管如何发展 根基要保护住 天道店 天缺店 实力是强劲 但都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也不方便外战 黄甫机下令 让人寻找大荒店第七点 那是大荒店势力最强的一点 掌权人 跟他还有这一些关系 是他的徒孙 虽然有一些误会在 但是他觉得能够化解 再者 现在到了大荒店 关键的时刻 秦初待在廷涛阁 开始了新一波的前修 他要修炼到 古地井第四阶段 过去 不管是在圣井 圣王井 大圣井 准地井 地井 大地井 他一直是霸主 还要在古地井 也做到这一点 秦初待在藏天关内修炼 廷涛阁后面的区域 药陵也在修炼 当然了 白天是药陵修炼 夜晚是海云柱 因为秦初在藏天关内 海云柱想干点什么 也是不能如愿的 因为被打疼了 大荒店没有再发动进攻 秦初安稳地修炼了两年多 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他的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 都到了古地井的第四阶段 不过身躯还在第三阶段 主要也是因为没有资源辅助 修为晋升之后 又稳固了一下修为之后 秦初出关了 出关后的秦初来到了长生城 到了战皇殿的府邸 见了曲阳 曲阳告诉秦初 战皇殿一切顺利 最近几年 对下成员发展得很迅速 也可以进行战斗了 曲阳老 我们还要等等 时空大潮期来临之时 将是一团乱局 那时候再全面开战 秦初对着曲阳说道 一切听少殿处的安排 宇总管那边也在布置 曲阳开口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大黄殿那些 出走人马的消息 秦初开口询问着 曲阳摇了摇头 那些人好像是凭空消失了 我们的人马多放打探 还是没有消息 这倒是一个麻烦 尽量打探吧 我不希望在我们 与大黄殿交战的时候 他们突然冒出来 给我们弄出麻烦 秦初开口说道 吴王殿是不满黄腐鸡等人的行为 但为了大黄殿不被覆灭 还是有可能冒出来 替大黄殿出战 好的 本座会跟宇总管交流 曲阳对着秦初点了点头 跟曲阳又聊了一阵子之后 秦初就离开了 随后又去见了一下阿尔胖和白羽 看到两人过得很好 他也放心了 又在长生场内走了走 秦初回到了听涛阁 泡了一壶茶之后 秦初就思考着问题 他分身出去寻找资源的时间 也很久了 可一直没有消息 如果指望着身躯自然提升 那会很慢 在秦初思考的时候 妖灵来到了秦初的身边 坐下吧 秦初对着妖灵点了点头 妖灵坐下来 主人 奴婢想问问您的意见 如果您不反对 奴婢就和海云若彻底融合 彻底融合 你想过后果吗 秦初有些诧异地看着妖灵 奴婢想过了 融合之后 奴婢可能会有些改变 但还是以奴婢为主 对主人的忠心不会有改变 妖灵开口说道 你要仔细衡量一下 实力固然重要 但有些东西 也不可忽视 秦初提醒着妖灵 妖灵点了点头 那都必须再斟酌一下 妖灵下去之后 秦初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记得唐云泽说过 当初的那头冰胶是他与乔运 还有另外一位云苍区域的巨头 一起杀死 三人平分的资源 这么说来 冰胶精血 应该是分成了三分 他用掉了乔运和唐云泽手中的冰胶之血 还有一份存在 想了一下 秦初觉得晚点可以跟唐云泽交流一下 如果那份冰胶精血还在 他可以换出来 夜晚 秦初打算休息一下的时候 妖灵应该说是海云若出现了 五道灵天第九百一十三集 主任 海云若跟秦初打了一个招呼 你打算跟妖灵彻底融合 秦初看下了海云若 是的 成全他 也能保全一部分自我 这算是最好的结局 海云若点了点头 确实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妖灵是有了自我想法 但他是你的道身 他在你就在 再者 融合后 他的灵魂内也有你的一部分自主意识 秦初开口说道 事实上 主人的收获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融合后 新产生的人物将继承我们两个人的一切 包括奴婢麾下的人马 海云若开口说道 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不希望妖灵有什么损伤 秦初开口说道 他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 不会对他有什么伤害 融合后的变化就是灵魂和二为一 境界上也许还会有进步 妖灵认识了主人 这是他的幸运 也可以说是我的不幸 海云若开口说道 秦初没有再说什么 海云若伤害了皇甫爵 就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过了今天 奴婢就不存在了 主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海云若看着秦初问道 秦初看了看海云若 我想问一件事 你说当年皇甫爵杀了入侵者的魁首人亡 损伤了气韵 可据我所了解 杀了有气韵再生的修炼者 会掠夺气韵 会掠夺对方的根基 是有助于自身体上的 主人理解的没错 但也有特殊情况 如果对族群有大功勋 那么就有可能得到了天道认可 这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杀了这种修炼者 会损伤自身运导和气势 据我所知 当年的一些入侵战争 有一些内幕 那群入侵者出身的世界要崩灭了 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 才进攻的玄黄大陆 所以没有具体的对和错 皇甫爵是胜利了 但是也付出了代价 海云若跟秦初说了 秦初不知道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明白了 秦初点了点头 那一位入侵者的魁首 在他们的族群中有封号 封号人亡 这所以说明他的来历不简单了 海云若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点头表示明白 他就是想了解一下 之前他还顾及 遇见跟皇甫爵一样的情况 但在藏天官晋升之后 他就不怕了 因为有藏天官在身 可以避免伤及气愿 看着秦初犹豫了一下之后 海云若低声地说了 他马上就要和妖灵融合了 他希望再做一次女人 思考了一下之后 秦初就没有拒绝 因为在融合之后 海云若也就消失了 不存在一些后续问题 在秦初身上 获得了满足之后 海云若就去跟妖灵融合了 融合的事情 秦初没有过问 他知道 占据着主导的妖灵 会处理好此事 妖灵能够主导三分之二 就足够了 在秦初打算和唐云泽 交流一下的时候 他的战斗分身回来了 见到了自己的战斗分身之后 秦初脸上出现了怒火 因为战斗分身受到了伤害 胸口有着无法愈合的创伤 灵魂互通之后 秦初也知道了原因 他的战斗分身 到了玄黄大世界的核心区域 通过一些消息 进入一个上古秘境 获得了玄灵水 但遇到了镇天皇朝的人 被对方联手攻击 差一点陨落 镇天皇朝 他们真是找死 秦初有些压制不住活气 现在可以说是 心仇旧恨都有了 当年镇天皇朝的皇主 姬长天 参与了对皇府决的围杀 现在又上了自己的战斗分身 这事情就掀不过去 秦初施展了朱雀幽明燕 帮助战斗分身 惊出胸口的一种能量 他的战斗分身 重了一种阴毒能量 阴毒能量不断腐蚀着山口周围 因为战斗分身无法驱逐 所以伤口无法复合 无法恢复 这是战斗分身 吃了极瓶古地井疗伤单 要不然能不能安全地回来 都是一个未知数 秦初的朱雀幽明燕霸道 不断地焚烧着战斗分身 伤口周围的一种能量 用了七天的时间 秦初才帮助战斗分身 将伤口处理好 很霸道 很阴险 帮战斗分身解决了伤势之后 秦初此言自语了一句 将战斗分身 送到了藏天关内恢复 秦初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是镇天皇朝的 一位皇子动的手 还是无耻地带着人围攻 不过他的战斗分身 还是将玄陵水带了回来 可以让他的身躯持续提升 有了玄陵水 秦初暂时就不考虑跟唐云泽去交流冰胶之血的事情了 先提升着看 另外还有一个隐患 那就是对方还在进行追踪 对玄陵水也是志在必得 他的战斗分身跟本尊不一样 没有走过通天路 也没有绝尘余配 容易被探查到 不过他不怕 对方敢查来 他就敢战 战斗分身 闭关疗伤 秦初本尊开始使用玄陵水修炼身躯 玄陵水是水气辅助身躯修炼的质宝 秦初的身躯现在是刚硬有余 柔韧有些前缺 玄陵水正是他需要的资源 此时一个穿着黄色长袍的男子 带着一对人马出现在了三仓区域 对方的气息突然消失了 不过大改方向 本皇子能够感觉得到 他跑不了 穿着黄袍的男子开口说道 他是镇天皇朝的四皇子 秦风 不知道他是哪方势力的人马 如果是大荒殿的人马 那就有些麻烦了 大荒殿的人可能不会给我们面子 一个黑袍女人开口说道 他是秦风的胡道人 也是他将秦风的战斗 分身给积伤 大荒殿 大荒殿不给本皇子面子 本皇子也不会给他们面子 玄陵水关系到本皇子霸王铁的修炼 必须拿到手 我们继续追击 秦风开口说道 秦风开口说道 秦取了玄陵水之后 秦初的身躯层次再快速地提升 就如同是干涸的田地 获得了雨露一样 修炼了半个月 秦初出关了 因为藏天官的启灵 秦官通知他 听涛阁后边的房间内 有着剧烈的能量波动 秦初刚出关 一个穿着白色裸裙的女子 从关云阁后面的房间内走了出来 秦初知道 这是妖灵和海云座的融合完毕了 她不知道怎么称呼合适 奴婢见过主人 女子对着秦初拱了弓身 还是妖灵 秦初打量着妖灵 她要知道 妖灵和海云座融合之后的情况 大部分是的 不过奴婢觉得 奴婢以后叫妖弱更合适一些 算是彼此间的一个尊重 秦初眼前的女子 应该说是妖灵和海云座融合后的女子开口呢 也行 那 你就叫妖弱 我需要了解的是 你的思想和过去有没有变化 秦初看向了妖弱 听了秦初的话 妖弱细细索索地脱掉了罗裙 走了一圈之后 跪在了秦初的身前 奴婢的中心没有任何改变 过去的妖灵如何 妖弱还是如何 看了看妖弱 秦初开口了 希望没有变 可以说 奴婢还是妖灵 不过融合了海云座的一些思想和记忆 跪在地上的妖弱开口说道 起来说话 你的境界好像也有一些变化 看着妖弱通过血魂印记的探查 秦初发现 妖弱的实力比之前又有提升 妖弱站起身来 对着秦初拱了弓身 奴婢的境界是有一些提升 但没有冲过圣地的瓶颈 处于古地和圣地之间 很好 你去稳固修为吧 秦初对着妖弱点了点头 主人放心 妖灵没有消失 奴婢的中心没有变 在此重申了自己的情况之后 对着秦初拱了弓身 妖弱就下去了 看着妖弱离开 秦初明白 妖灵没有消失 同样的海云弱也没有消失 妖弱这个名字 就是一人名字中的一个字 妖子在前 这说明是妖灵占据着主动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继续进入到藏天关内 继续修炼了 有着玄灵水辅助修炼 他的身躯层次是直线上升 在秦初修炼的时候 秦初带着人到了玄仓区域 到了长生宗的疆域 因为没有了秦初的战斗分身的气息 无法确定秦初战斗分身的具体下落 疾风就让麾下人马弄出了画像 拿着秦初画像寻找 长生宗的人马发现有人找秦初 还是杀气腾腾的 自然是不配合 不配合不说 还到了长生宗山文跟唐云泽汇报的消息 唐云泽让报信之人画了对方的消息之后 就来到了廷涛阁 唐云泽到了廷涛阁 秦官就震动了藏田官通知了秦初 从藏田官出来之后 秦初诧异了一下 唐叔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啊 这几个人 你看看 认识不认识 唐云泽将疾风几人的肖像 给秦初看了看 看到了疾风几人的肖像之后 秦初身上出现了杀意 还真是追来了 啊 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是你的仇家 感受到秦初身上的气息变化 唐云泽明白了 秦初和对方确实是有恩怨的 是我的仇家 之前我的战斗分身 去了玄黄大世界核心区域 去寻找修炼身躯的资源 在一个秘境内确实获得了资源 但被他们知道了 他们一路追杀我的战斗分身 之前他们无耻的围杀 已经将我的战斗分身击伤 现在竟然还敢找上门来 那么就杀一场看看 看看谁够硬了 秦初开口说道 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道理可讲 对方围杀他的战斗分身 就是用实力当道理 谁实力强 谁就有道理 哦 追杀你的战斗分身 那他们的实力很强了 本座去通知盟友 到我们长生宗的地盘 来欺负人 这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听了秦初的话之后 唐云泽就有些生气了 不要紧 我个人的事情就不牵扯宗门了 他们要玩 那我就跟他们玩一个痛快 秦初摇了摇头 他不想麻烦别人 将来那都是人情 那能行吗 唐云泽有些担心 现在的秦初是长生宗的主心骨 不能出事情 秦初出事情 那长生宗刚刚提升起来的实力和威望 马上就会下滑 能行 能打就打 打不过我就撤退 秦初开口说道 想了一下之后 唐云泽点了点头 他明白圣地不出 在谷地境层次 谁想伤害秦初 也是很难的 告诉了秦初 对方在天都城之后 唐云泽就离开听韬阁 秦初不希望别人干涉 那么他就不干涉 但也要做一些准备 送走了唐云泽之后 秦初思考了一下 就离开了听韬阁 欺负他的战斗分身 还欺负得理智气壮 那么就打一场了 整天皇朝的皇子 现在不方便收拾脑子 那就先干了儿子 当然了 也因为儿子不是什么好鸟 秦初是带着藏天官 带着妖若出战 对方好几个强者 他也不会杀到自己硬干 妖若 这次是我们进行的第一次合作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秦初的声音 在妖若的深海内响起 主人放心 奴婢不会让主人失望 不利于主人的 奴婢都会杀之 妖若开口说道 天都城里 秦初很是恼火 拿着秦初的画像询问 就是没有人回应 生气的他 抓了秦初府的一个官员 站到按着官员的脖子 这才问出了画像上的人 叫做秦初 就在秦初想要问秦初身份的时候 秦初已经出现了 看着秦初 秦初笑了笑 手段确实够下作 不用问他 我来了 你还敢冒出来 真是不治死活呀 看到秦初出现 疾风笑了 他犯难的事 找不到秦初 不是担心拿不下 追了一路 你们追爽了 秦初开口了 你的伤势怎么可能恢复 不 你不是他 穿着黑袍的女子开口了 他是秦初的护道人 古地境巅峰修炼者 启寒 他就是我 你们追击了一路 看不出那是我的战斗分身 你们是不是瞎呀 秦初笑了笑 听了秦初的话 秦初和启寒等人的脸色变了 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的那一位 竟然是秦初的战斗分身 那秦初本尊是什么势力 想抢我秦初的资源 你们也配 低吼了一手 秦初将战斗分身 从藏天关内转出 左手抓住了藏天关 就朝着启寒杂去 同时他的战斗分身 抓着真武碑 朝着疾风硬杂 五道灵天第914集 出发之前 秦初就将真武碑 交给了战斗分身 因为他本尊有了 进阶之后的藏天关 本尊和战斗分身出手 秦初也将妖娑传出了银行戒 厮杀开始了 秦峰和启寒等人知道 这次碰到了铁板 当时他们几人围攻 也只是将秦初的战斗分身击伤 现在秦初本尊来了 还携带着一位高手 秦初可不管 秦峰和启寒心里 有多么的震惊 要抢他的资源 还要杀他的战斗分身 这他不能忍 面对藏天关的杂击 启寒身子后退 他看出来了 秦初这一下 凶猛的杂击就不能硬刚 主要是威势太刚了 启寒后退 秦初就开始追击 他知道对方一群人猪 最为难缠的是启寒 他的战斗分身 就是被启寒的倩气所伤 而且启寒修炼的功法极为的阴邪 他的战斗分身 实力跟本尊是有差别的 但也很强了 能给他的战斗分身 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势 那么就是对他有危险 所以他不能让其去 伤害自己战斗分身和腰柱 将启寒压退之后 秦初领域爆发压制 接着杀生诸仙剑气 对着启寒开展 领外的战团 秦初的战斗分身 也对疾风形成了压制 之前是被围攻 他顶不住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因为对他威胁最大的启寒 已经被秦初压制攻击 夭若出手了 迎接另外一位 秦初的古地镜属下 他听见刚才的对话 知道这群人 要抢秦初的资源 追杀了秦初的战斗分身一路 这是大仇了 秦初要杀的人 那么就是他要杀的人 秦初的战斗分身 压着启寒攻击 秦初的战斗分身 就开始围攻秦初的战斗分身 他们都是镇天皇朝的人 自然是要保护皇子 这个时候 秦初的火焰能量身 也出现了 配合战斗分身 攻击疾风 你到底是谁 穿着黑袍的启寒 礼吼了一声 他发现情况不好 不是他们想象中 追到目标 就可以得到资源 秦初这个目标 明显就是铁板 现在想问我是谁了 要抢资源 追杀一路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问问 左手一挥 抛开藏天关 让秦关控制着藏天关 对启寒压制 秦初左手不死破一拳 右手杀到朱仙剑气 对着启寒猛力的攻击 本座镇天皇朝皇主挥下战将 启寒 那一位是秦风皇子 动我们 后果你承担不起 注意到秦初被秦初的战斗分身 一道剑气击住 启寒抬出了身份 镇天皇朝的又怎么了 收拾的就是你们 暴力一拳将启寒击退之后 秦初施展了换灵斩之刃 开始影响启寒的灵魂 知道了启寒的剑气能量阴血 他就不会给启寒反攻的机会 听到了秦初的话 启寒眼内满是震惊 因为这颠覆他的认知 镇天皇朝没有威慑力了 随便冒出一个人 就可以藐视镇天皇朝嘛 要知道镇天皇朝 是玄黄大世界的顶级势力 只要不是孤陋寡闻的纠练者 都应该知道 在启寒震惊的眼神中 秦初的幻灵斩之刃 到了他的深海前 控制灵魂密宝 拦截秦初的幻灵斩之刃 攻击的同时 齐寒朝着姬峰靠近 他打算退了 但要带着姬峰一起退 他是姬峰的护道人 姬峰的存在对他来说很重要 姬峰成长来了 他才会获得更高的地位 才会更多的荣耀 如果姬峰出事了 姬长天不会饶了他 秦初哪里允许 齐寒跟姬峰会合 姬峰不死破语拳 再次将启寒击退 接着一道诸仙剑戚 将其胸口贯穿 追杀我的战斗分身 过去还没有谁敢这么干过 你们凭什么 秦初的攻击越来越狂野 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 秦初威势和威严越来越强 齐寒和姬峰等人 对他战斗分身的追杀 就是挑衅 这是他不能够容忍的 被秦初的 不死破语拳震退 齐寒爆发了 一口血吐在了肠腱上 暗红色的剑气 对着秦初切割 血迹剑法 主人小心 海若的声音 在秦峰的声寒内响起 即使不用海若提醒 秦初就知道了 齐寒剑气的威胁 他的战斗分身 就是被齐寒的 这种剑气所伤 顿空身法施展 秦初到了齐寒的身侧 一剑朝着齐寒的脖子摸去 见到秦初突然近身 齐寒挥剑格挡秦初的 清零剑切割 随着两人武器的交接 齐寒的战剑直接被震开 本震开的瞬间 齐寒退开了 但也没有完全避开 秦初清零剑的切割 脖子被割断了三分之一 鲜血剑射 压制 秦初血脉支离崩发 加持了不死领域的威脑 对着齐寒压制 接着施展了圣骨无声剑气 圣骨无声剑气 从秦初的胸口飞出 一个闪烁就从齐寒的脑袋穿过 直接灭了其身海 面对齐寒这样的阴邪性强者 秦初是不敢有一点留守 因为被咬一口就很疼 击杀了齐寒之后 秦初就朝着秦峰杀去 此时秦峰已经受伤很严重 是在硬刚着 本皇子秦峰 父亲镇天皇朝皇主 圣帝今霸主 见到齐寒被击杀 秦峰有些着急了 先收拾了你 你父亲 晚点再去弄他 回应了秦峰一句之后 秦初伸手抓住了藏天官 力量加持在藏天官上 就朝着秦峰杂去 见到藏天官朝着自身杂来 秦峰激发了一件护身密砲 一个能量护照护住了自身 这是他父亲给他的密砲 医生闷响 秦峰身上的能量护照被击碎 身躯被砸到了底下 这时候秦初战斗分身的一道剑气 贯穿了其丹田 将其秦为废了 敢杀我 我父皇灭你全家 秦为被废 秦峰立吼了一声 威胁我的家人 没谁能活着 秦初清灵剑灰毒 一道诸仙剑气将其深海贯穿 击杀了秦峰和启寒 秦初也没有留着其他人 都是一群诅咒为内的拉姐 也不需要留着 秦初将秦峰的麾下人马杀完 妖若也斩杀了对手 主人 他们镇天皇朝的人 主人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妖若融合了海云柱的记忆 所以知道镇天皇朝是怎么回事 嗯 我知道 他们如果推演的话 还是能够推演出一些信息 秦初点了点头 一些事情 他心里有大概的分析 奴婢可以解决一些 乱了这里的契机 他们就无法推演 说着话的妖主 双手合一 接着一分 开始搅动这个区域的能量 随着妖若双手搅动 这一片区域的能量 就翻滚了起来 主人放心 这个区域发生的事情 已经无法通过推演来探查 搅动了一下 这个区域的能量之后 妖主对着秦初说道 你这个办法好啊 秦初点了点头 他觉得经过妖主的处理之后 这一次绝杀产生的隐患 小了不少 无法推演的情况下 姬长天想查也没得查 至于之前追踪的事情 姬长天推演他的那些画面 也不要紧 不会推测出是谁干的 毕竟他的战斗分身 没有那个能力 秦初收拾战利品 妖主来了一个毁尸灭迹 直接将疾风一行人的痕迹 都磨灭了 对着妖弱点了点头 两人就离开了 在两人离开之后 唐云泽出现在暗处 他身后跟着的是 长生宗的执法队 悄悄地 将附近了解 掌控的人都带走 来到其他城池 给些待遇 让他们换个生活 唐云泽对着身后的执法队成员交代着 他要为秦初的事情善后 疾风等人住的地方比较偏僻 处理起来的难度不是很大 回到了长生宗 回到了听涛阁 秦初就开始整理战利品 战利不怎么样 资源倒是雄厚 皇子的起点 就是比寻常人高很多呀 整理了一下 疾风的动天把握之后 秦初感慨了一句 主要是疾风太富有了 富得流油 秦官 他们这些人 算是有气韵在身的修炼者吗 想了一下之后 秦初呼喊了一声秦官 听到秦初的呼喊 秦官出现了 主人 他们没有什么气韵在身 不过疾风有一道 地脉龙气加持 杀就杀了 没有什么问题 地脉灵气又是什么 秦初看下了秦官 这一种灵脉 算不上是气韵之力 但对修炼者 也有一种加持 秦官给秦初解释着 主人 镇天皇朝之所以强 就是因为他们占据这一处 矿石灵脉 因为这条灵脉很强 已经孕育出守护哨龙铃 所以就叫龙脉 沐浴了一下 西调的战斗好血腥气息的腰朵过来了 原来这样 我懂了 秦初点了点头 主人不需要考虑这些 一些负面能量出现 属下就镇压和吸纳了 不会落到主人身上 秦官对着秦初说道 好的 我明白了 秦初对着秦官点了点头 对着秦初攻了攻身 秦官就下去了 腰弱给秦初泡了一壶茶 站在了秦初的身侧 那个搅乱天机是怎么回事 秦初看着腰弱问他 就是利用自身能量知道的 将一个区域的能量气机 全部打乱 无法再重铸 这样谁想再推演和探查 都不可能了 推演到这个区域 就是空白 无法显示出影像 一般的古地剑修炼者 做不到这点 不过主人应该可以做到 因为主人道运够纯粹 足够搅乱一个区域的气机感应 腰弱对着秦初说道 那有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试试 秦初开口说道 在秦初和腰弱交流的时候 镇厅皇朝的皇宫大殿里 一穿着棉袍的男子 在听这些官员的汇报 集冤 镇厅皇朝皇主 集长天的第三子 封号国皇子 很有才华和谋略 现在代替父亲 掌管着镇厅皇朝的大小事务 听了官员的汇报之后 在秦渊要做一些总结的时候 一个黑炮老者 进入了皇宫大殿 国皇子殿下 皇主上属下 拜您过去 你们先看着处理 明天才一 秦渊起身了 对着官员交代了一句 就跟着黑炮老者 离开了皇宫大殿 他内心很是震惊 因为他很长时间 没有见过父亲了 不只是他 其他的兄弟姐妹 哪怕皇太子 想见他父皇都很难 皇宫最后边的密林区域 有着一栋阁楼 在阁楼前 秦渊看到了他的兄长 镇厅皇朝的太子 秦渊 见过太子 秦渊对着秦兰抱了抱拳 他知道 自己能在镇厅皇朝 手握重拳 一个原因是 皇主秦长天看重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秦兰没有抓拳 秦兰才是秦长天 眼里的继承人 因为秦兰够强横 就算是秦长天不在 也可以压住 镇厅皇朝的局面 据说已经是半步胜地 秦兰也不需要抓拳 只要他说话 在镇厅皇朝就有效 三弟客气了 管理着皇朝大小事 三弟辛苦了 秦兰开口说道 为父皇 为兄长分忧 是秦渊该做的 秦渊开口说道 二位殿下 进来吧 黑炮老者 带着秦兰和秦渊 进入了阁楼 随着阁楼内的 一座阵法启动 三人进入了底下 又走了一段路 三人进入了一底下宫殿 底下宫殿内 一个金袍男子 复首而立 看着大殿的壁画 壁画是玄黄大世界的 山河地理图 儿臣见过父皇 秦渊跪地行礼 而秦兰是功身建立 这就是太子和皇子 实力高与低的待遇不同 都平身吧 你们的弟弟 秦风陨落 地点在三仓区域 秦长天转过身来 秦身上带着凛冽的沙翼 沙子之仇不共戴天 他是强压着怒火 不管是谁 杀了我们秦家人就要死 灭其救足 秦兰的脸上出现了杀鸡 因为他觉得这是挑衅 三仓区域最大势力是大荒店 另外秦风弟弟身边 不是有着护道人吗 秦兰开口了 秦风的护道人是启寒 启寒也陨落了 对他们出手的人很强 他们连燃烧道运 燃烧精确退走的机会都没有 秦长天开口说道 秦兰是他的护卫 是他安排给儿子的护道人 可现在他陨落了 那父皇退演一下 看看对方是谁 必须解决他们 秦渊躬身说道 五道灵天第915集 同志你们过来的时候 为父已经退演过了 对方搅乱那个区域能量奇迹 已经无法探查 秦长天摇了摇头 推演到战斗的区域之后 就是一片空白 线索全断了 秦风和启寒都是古地进层次 启寒还是古地进巅峰 在那个偏僻区域 能威胁到他们的人不多 先查大荒店 秦兰开口说道 大荒店的底蕴很深 店主皇甫鸡 鹰狠毒辣 宫天区域也是一样交叉无比 他们的势力更为负在伯仲之间 就算本尊不在 道神和分身的势力也不可小觑 这件事 秦兰你去处理一下 想了一下之后 秦长天开口说道 让秦兰去处理 是因为秦长天觉得 这件事情难度有些大 其他人去调查容易匀落 秦兰的实力强劲 就是皇甫鸡和宫天区的道神 或者是分身出手 也威胁不到他的安全 好的 儿臣回去后就出发 会将对方的人头带回来 秦兰对着秦长天拱了攻身 秦兰 唯父喊你过来 原本是想让你为秦风办个葬礼 现在这件事就朝后边压一压 等你太子兄长回来再说 这样你安排人去三层区域 将那个区域局面调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 秦长天也对秦渊做了交代 对着秦长天供了攻身 秦兰和秦渊出了地下攻顶 回到了地面上 动我们秦家人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秦兰的脸上满是怒意 他和秦风的关系不是很好 但秦家人被杀 他很恼火 他认为这是对振天皇朝的挑衅 太子兄 小心一切 对方知道秦风等人身份 这也是他们搅乱契机 不让探查的原因 知道了秦风和启寒 是阵天皇朝的人 还下狠手 说明对方不只是有实力 也有胆子 秦渊对着秦兰说道 嗯 还有一件事 你安排人调查三仓区域局面的同时 还要继续打探黑海区域情况 海云若如果还不知好歹 不愿意臣服的话 等本太子回来 就弄死他 秦兰对着秦渊交代着 秦渊对着秦兰攻身领命了 他目前和秦兰争不起 所以只能够配合 这对他来说也是很无奈的事情 长生宗听陶阁内 秦初和妖若交流了一下之后 就分开修炼了 秦初要修炼身躯 妖若是刚融合完毕 也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 处理好秦初战斗后的局面 唐云泽也回到了长生宗 他的内心受到了一些触动 因为秦初太强势了 对方一对人马说灭杀就灭杀了 这样的事情 他想都不敢想 他如果想解决 也只能够联系盟友 待在藏天关内 秦初使用着玄陵水修炼着身躯 有着顶级资源玄陵水的辅助 他的身躯强度在快速地提升 且补足了柔韧缺憾的弊端 修炼了两个月 秦初如愿地将神躯修炼到了 古地境的第四阶段 也就是说 秦初的神躯强度 元气修为和灵魂修为 都到了古地境的第四阶段 稳固了一下境界之后 秦初出关了 洗了一个凉水澡之后 秦初在瀑布边泡绿壶茶 整理着思路 现在他有实力去打荒店 走走看看 甚至说可以打 但问题的关键是 打荒店第七点 吴旺店下落不明 在他战斗的关键时刻 吴旺店要是出手 那对他来说就是麻烦 战斗中解释 那不见得能够解释清楚 在秦初喝茶思考的时候 妖弱来到了秦初的身边 在其身侧站立着 喝礼杯茶之后 秦初看了看妖弱 你还记得妖风还有妖夜吗 记得 奴婢的灵魂是融合的不假 但感情还在 记得父亲大人 也记得弟弟 妖弱开口说道 嗯 如果想念 可以回去看看 秦初开口说道 谢谢主人对奴婢的体恤 不过现在有危机的是黑海区域 之前振天皇朝就威胁过了 如果不臣服就拿下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奴婢的另一半 才从那边赶过来 着急融合到身 妖弱对着秦初说道 她说的是 海云若麾下人马的问题 振天皇朝的野心很大呀 秦初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是的 目前这天皇朝掌管朝政的是三皇子姬渊 但实力最强的 是做事风格作为跋扈的太子姬兰 妖弱对着秦初说道 掌权的是三皇子 最强的是太子 秦初有些诧异地看向妖弱 妖弱点了点头 主人有所不知 三皇子姬渊的权术和谋略很厉害 而太子姬渊是修炼天赋过人 姬长天这么安排 是为了给姬兰足够的修炼空间 姬兰成长起来了 那就是振天皇朝的继承人 姬兰也确实厉害 据说已经是半步圣地 半步圣地 秦初注了注媒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是的 姬长天不问世事很久了 这些年来 振天皇朝的内部事情 都是姬渊处理 而外部征战就是姬兰了 他试杀 每次征战都是血流成河 本来海云若和姬长天 还有一些情面 但姬兰不认 就是想让黑海所属臣服 姬渊说着他了解的情况 你也不要着急 姬风在三仓区域陨落 镇天皇朝的人马肯定调查 那么暂时没有经历动黑海所属 晚一点 我们想办法处理 秦初开口说道 多谢主人体谅 姚若对着秦初供了供审 秦初明白 姚灵和海云若的灵魂融合之后 就有了两个人的思想 担心黑海所属 就是海云若留下的思想 喝了一壶茶 秦初离开了亭陶阁 到了翠云峰 见了见汤兵和唐兰 见到秦初之后 汤兵和唐兰两人都很高兴 因为秦初有一阵子没有过来了 要不要我将关云阁让出来 你回来住 唐兰看着秦初询问着 谢谢 不过不用了 最近楚狂刀和秦孝两个人 是什么情况 秦初开口询问着 他们两个家伙跑出去就没阴了 他们着急着突破瓶颈 可是地径朝着大地径突破也不容易 没有足够的沉淀不行 唐兵开口说道 姐 要我说 你就直接做主 给他们两个娶亲 让他们有老婆孩子的过一些安稳日子 自然沉淀一些年月 他们也就顺其自然地突破了 唐兰说出了他的想法 秦初拿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 娶亲的事情 是需要缘分吧 也能直接安排 这有什么不行的 一个不行 就安排下一个 总会有行的 唐兰的想法很是直进 跟唐兵和唐兰交流了一下 秦初觉得 唐兰的想法是有些天马行空 但也有着一定的道理 离开了翠云峰 秦初到了长生城走了走 看了看二胖和白玉之后 就回了天武小城 还有一些想念家人 秦初在天武小城陪着家人的时候 秦兰带着人出现在了天都城 秦长天吃前推演过 推演出秦峰到了天都城 就撰画了地图给了秦兰 所以秦兰找到了天都城 且开始了调查 秦兰很强势 调查消息直接是大摇大摆的进行 得到了消息之后 唐云泽到了天都城跟秦兰交手 因为秦兰这么做事有点过了 见到了唐云泽 秦兰很不客气 直接报了来历 让唐云泽退避 不允许唐云泽干涉 看了看对方的阵容之后 唐云泽就退了 因为无法应来 秦兰的气息深邃 他看不出身前 再者秦兰身后还跟着一对人马 其中两位谷弟 知道事情有些麻烦 唐云泽就开始寻找秦兰 在亭韬阁没有见到人 唐云泽找到了唐兰 唐兰带着唐云泽两个人 到了越南城 到了秦华兴和白军两人 镇守的府邸 说了有急事找秦兰 秦华兴接待唐云泽和唐兰 白军则是去通知秦兰 得到了白军的通知 秦初从天吾小城 来到了越南城的府邸 见到了唐云泽和唐兰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坐下之后秦初开口问他 上次你灭杀了那一对人 现在后续问题来了 又有一对人马到了天都城 回首之人是悬黄大世界核心区域顶级势力 镇天皇朝的太子齐兰 他们在调查那对失踪人马的消息 甚至是抓人拷打 好在上次你离开后 我将战场周围了解情况的人都转移了 他们目前还没查出来什么 唐云泽说了一下情况 抓人拷打 他们这是想死 秦初有些活大 不要冲动 这些人的来头很大 让他们调查 查不出来 也许就走了 唐云泽开口说道 秦初沉默了一下 如果他们只是调查 那无所谓了 可他们抓人逼问就不行 我们先回长盛宗 我思考一下怎么处理 跟着唐云泽 秦初回到了长盛宗 然后自己回到了廷涛阁 接着蒋妖卓 从银行舰里转了出来 你对秦兰了解多少 秦初开口问道 他行事风格强硬 主要也是因为有实力在身 他修炼的是大地生龙拳 拳法刚猛 被他轰杀的古地境修炼者 有数位了 秦初开口说道 拿出茶壶 尽出泡里壶茶 这么霸道 那没有成为古地境中的霸主 没有 因为秦兰在古地境中期 遇见了一位强力的 古地境修炼者 他被击败了 不过那一位 古地境修炼者的情况也不好 被镇天皇上的高手 逼得远走他乡 姚卓开口说道 那一位古地很强 秦初看下了姚卓 姚卓点了点头 那是一位很霸道的古地 在没有得罪镇天皇朝之前 他也是横行悬黄大世界 核心区域的狠角色 奈何没有积兰那样的底蕴 身后没有大树 所以被逼退走 事实说明 没有后盾不行啊 如果有后盾 他哪里需要远走他乡呢 秦初有些感慨 因为他也是没有后盾的人 他身后的人马 顶不住他得罪的人 那一战之后 季兰就没有再败过了 那一战 他其实是吃亏的 因为他是古地境中期 对方则是跨入了 古地境第四阶段 妖卓强调了季兰的实力 那就让他再败一次好了 秦初身上出现了战意 季兰这样的修炼者 激发了他的战斗欲望 再者 季兰已经找上门来 他如果退避 那么季兰就会乱折腾 会伤疾无辜 主人要站 妖卓看着秦初问他 是的 现在不只是我要站 也是他要站 秦初开口说道 他没有做到古地境中的霸主 但在古地境修炼者中 也是一方王者 再者 有人猜测他的境界 可能已经突破了古地境 不好站 妖卓对着秦初说道 秦初沉默了一下 他是霸道 但我也不是菜货 听到秦初说要站 妖卓也就没有再说其他的 他知道几难霸道 但秦初是霸主及修炼者 秦初的古地境修炼者 也是一堆的 这是没有公开 公开后 已经有问停古地境霸主的资格 妖卓 你能不能帮我抵挡一位 秦初看着妖卓问道 可以 奴婢现在的境界 也是超越了古地境 不过 可能不是姬兰的对手 但他的属下 奴婢可以抵挡 妖卓开口说道 他对自身的实力是自信的 在海云弱时期 就是巅峰古地境 在融合之后 实力已经超过那个时期 很好 我再找个古地帮忙 然后就去干他们 秦初做出了决定 他也有帮忙的人选 那就是曲阳 曲阳也是强力古地 秦初带着妖卓出行 路过山门的时候 看到了唐云泽 秦初 你打算咱们处理 唐云泽开口询问着 唐叔 我会处理好的 秦初开口说道 秦初 我们长生宗能安稳下来 能有上其他势力 重视的地位 这得益于你的付出啊 现在你有事了 宗门不管你 那不是让人心寒吗 唐云泽有些着急了 他是担心秦初鲁梦 毕竟秦初年轻 容易冲动 唐叔你误会我了 我个人出战 打输打赢 后果都不严重 如果牵扯到宗门 那后果就严重了 会血流成河 秦初说了自己的担忧 唐云泽摇的摇头 宗门团结一心 才能强大 不可能需要了索取 不需要了就退开啊 明镜需要您的赞摇 感谢您的赞摇